主官向城下大声说 诸位父老乡亲 今日就请你们做个见证 这位马申婆口口声声说 自己有法力 可是送到他那里的两名患者 病重不治 已经死亡了 城下历时事议论纷纷 呼听的有人高叫道 总督大人啊 听说当日你们打赌 也有两名患者送到你那里去了 送到马申婆那里人死了 也不能因此就证明 他是温神吧 除非总督大人真的救活了 送到你那里的患者 历史表不少人附和 主官笑着说 你们说的不错 要证明本都不是温神 不是本都说了算 挥手说 带他们上来 城头人群中 被搀扶着两人出来了 这两人衣着普通 看上去还颇为虚弱 走到城头边上 很快就从城下传来惊叫声 父亲 又听有人叫道 大哥 从人群之中 挤出来五六人 都是瞧着城头 楚欢扭头 看身边那两名被扶出来的人 含笑问道 他们是你们的家人 老者率先点头 探出头去 他虽然气力还没有完全恢复 但行动自若 正着下面挥手 极力喊道 不用担心 我没事 总督大人 菩萨 心肠 已经治好了我的病 我死不了 兄弟 我治好了 总督大人 向我们治好了 他是活菩萨 大家都要救了 旁边那名中年人 也孵在城头 激动地对着城下喊道 城下的那几名家属 都是激动万分 包在一起 楚欢已经笑着说 两名的异毒 已经被清除了 回头去总督府衙门 再领几服药 服下便好了 你们现在 就可以去和你们的家人团聚了 两人立刻向主观跪道 主观李时福起 说道 治理方 本就要为你们 消灾解难的 这是本都的本分 不用谢我 快去和家人团聚吧 两人欢天喜地 虽然虚弱 却还是在旁人搀扶下 到了城下 与家人聚在一起 抱头痛苦 具有欢喜万分 人们看着这一幕 面面相觑 忽然间 从人群中 又冲出一大群人来 就在那城下跪去了 总督大人 你救古旧呢 我们的家人也都还在疫病区 求大人开恩 也救救我们的家人 人们看到 楚欢竟果真治好了一名患者了 惊讶之余 不少人已经是欢喜万分了 那些有家眷感染的人们 此时顾不到其他了 只想着能够救回家人的性命 城下一时间 祈求声一片 楚欢抬起手 示意众人静下来 等到众人静下声来 楚欢这才高声说 大家不要急 从今日开始 我们就会实施营救 本都会尽快派人 前往疫病区 帮着患者清除疫毒 本都相信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 你一定能够度过这次难关 城下一时间 昏声如雷 带众人静下来 楚欢又说 大家现在觉得 这温神到底是本都 还是那位马神婆 人群先是静了一下 很快便有人高声说 那老巫婆是骗子 她自身有法力 可是却救不活人 她是温神 杀死这温神 是她害了我们习惯 马神婆此时 已经是面如死灰 全身发抖了 楚欢摇头说 诸位 父老相请 其实这马神婆 根本不是温神 所有人都是一争 楚欢已经接着说道 马神婆最多只是 装神弄鬼的骗子而已 她故弄玄虚 只是为了欺骗世人 真正的神灵 并不在人间 而是在天上 在心中 这世间有神灵 那是天 那是我们的祖先 绝不是那些 招摇撞骗的世俗人 所有人都静下来了 看着城头的楚欢 楚欢神情肃然 大声说 像马神婆这样的人 并不少见 他们照着自己的把戏 妖言惑众 其实就是为了 欺骗世人而已 城下有一个声音 忍不住问道 可是神蛇引鹿 又是怎么回事啊 如果马神婆 真的没有神通 怎么能让神蛇引鹿呀 楚欢看向马神婆 问道 本都已经调查出 为何会有神蛇引鹿一幕了 但是今日给你一个机会 由你当众向大家解释 马神婆咬牙说 那那就是神灵的缘故 玄言盛才怒道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你还嘴硬 本都记得 我们打过赌 如果你输了 就要从城头上跳下去 是也不是啊 楚欢背负双手 气定神贤的问道 马神婆眼中显出恐惧之色 左右看了看 似乎要找什么人呢 瞧见不远处的董世珍 张张嘴 似乎要说什么 董世珍是微微变色 沉声道 马神婆 你既然和总督大人打了毒 谁也救不了你 挥手说 来人 将他从城头丢下去 从董世珍的身后 立刻窜出两名随总 马神婆惊恐地叫起来 轩辕胜财 却已经是挡在那两名随从身前 声音能力 总督大人是要让他自己跳下去 并不是让人扔下去 你们要是再往前走一步 那就是要滥杀无辜 本将先一刀斩了你们 那两名随从的身形 并不比轩辕胜财矮小 可是轩辕胜财杀气凛然 手握刀柄 两名随从一时间 就是不敢往前再走半步了 董世珍是眼角抽动啊 那马神婆却竟缩到城头边上 惊恐地说 董大人 你 你要杀我 不是本官要杀你 是你冒犯总督大人 所以该死 董世珍冷着脸 马神婆 你还不自己挑起城去 我不要死 马神婆嘶声的 你 你好狠奴 这都是你 是你让我干的 董世珍的神色更是难看了 却并没有慌乱 冷笑地说 马神婆 你妖言祸重当也罢了 今日还想血口喷人吗 你可知道 诬陷朝廷命官 那是死罪 反正 反正你要杀我 我也活不了 马神婆嘶声说 董世珍 你个乌龟王八蛋 都是你派人找到我 让我 让我诬陷总督大人是分神 这马神婆鬼哭狼嚎般的声音极大 城下的人们不少都是清楚地听到 一时间议论纷纷 不少人的心里都是有些吃惊啊 按想 此事怎得于董大人扯上了干系了 但是马神婆这样一说 那倒是实实在在证明 楚欢是温神的说法 纯粹是谣言 董世珍依然没有丝毫的慌乱 单手背负身后 抚须冷笑地说 死到临头还要血口无限吗 好 你说是本官指使你诬陷总督大人 那本官是什么时候找上你 又和你说了些什么 马神婆一睁呆了一下 董世珍冷哼一声 如果是本官找你 难道你这么快就忘记 你既说是本官指使 本官如何指使 你莫非都说不上来 是你 是你派人找我 马神婆叽叽巴巴地说 你 你不是自己找我 董世珍淡然笑着说 原来不是本官亲自找你啊 那你为何敢诬陷本官呢 你说是本官派人找你 所以你有何证据证明那人是本官所派呀 本官与总督大人并无仇怨 为何要派人找上你去诬陷总督大人是温神呢 如此下散烂的手法 岂是我被读书人所为 本都是朝廷命官 几会执法犯法 派人去总督府闹事 马神婆张了张嘴 以时是无从辩白 楚欢在旁心中叹气呀 按想 这马神婆从前装神弄鬼 蛊惑百姓 很有一套 本以为这神婆还有几分脑子 可是现在看来 只是一个愚蠢透顶的老妇而已 董世真是何等样的人呢 狡猾多端 就算真的是他在背后指使 又怎么可能留下半点证据 给马神婆呢 来人呢 这老巫婆诬陷朝廷命官 给本官拿下了 董世真脸色一寒 看向楚欢 拱手说 总督大人 这老巫婆信口慈黄 满口胡言乱语 她靠欺骗维生多年 愚弄百姓 今日可是被大人当众揭发 这样的骗子 大人当然不会相信她的话了 自然是不相信的 楚欢轻弹道 哎 董大人老称持重 独树人出身 岂会做那种下三滥的事情呢 只有卑鄙下流无耻至极的无耻之徒 才会使用那种愚蠢的手段 来给本都制造麻烦 本都当然相信 董大人是个知书达理 道德高尚的人 董事真是脸不红 心不跳 一副受了冤屈的表情 大人英明 大人 马巫婆如此败类 实乃祸根 他与大人打赌输了 又污蔑下官 罪上加罪 今日是万万不能轻饶的 楚欢喊笑说 本都也觉得确实不可轻饶 马身婆私生叫道 总督大人 你不要听他说 他当往黯然不是好人 他会害你 如果不是他派人之事 我哪里敢去总督府闹事啊 都是他 对了 我有证据 我有证据 楚欢双眉一锁 说道 你有证据 你有什么证据 董事真本来还是十分镇定的 听马身婆高喊 有证据 不由是畏畏变色 怒吓他 马巫婆 你还要在这里呼叫瞒斩 来人 抢他丢下城去 骏 轩辕圣才大刀出窍 厉声道 谁敢 楚欢是找有兴趣的 瞧着马身婆 问道 你说 你有证据 是 马身婆急忙说 他们让我去 巫县总督大人 我一开始并不同意 只是他们向我保证 大人 大人 你在西瓜 没有深河根基 不用怕你 这要出了事情 他们会为我撑腰 而且 他们事先给了 给了我一百两银子 银子还在我手中 楚欢文言 有些失望了 你的证据 你的证据就是银子 是 他们给我的银子 马身婆 似乎找到救命稻草班 大人 我告诉你 银子存放的地方 你们找到银子 那银子 就是董大人 托人交给我的 他们还说 是要让大家都相信 总督大人是 闻神 将一种习惯赶出去 事后 还会给我 二百两银子 董事真是长叹一声 说道 哎 总督大人哪 这老巫婆看来是疯了 她知道死到临头 却还在存心挑拨 你和下官的关系 下官现在倒觉得 他真的很有可能 是受人指使 啊 是了 下官听说 那天门道徒 悟空不入 谣言惑众 虽说 西官牧下 还没有天门道徒的踪迹 但是下官以为 老不准 那些妖道歇徒 已经流窜到了 咱们西官境内了 主官呕了一声 问道 哦 董大人是觉得 这马神婆 有可能是天门道徒 他平日里 装神弄鬼 蛊惑百姓 如今又挑拨 下官与大人的关系 董事真 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据说天门道除了 蛊惑百姓外 最喜欢的招数 就是挑拨官府内耗 这马神婆 未必就不是天门道徒啊 马神婆立刻尖叫道 我不是 我不是天门道徒 城下不少人 都是能够听到 马神婆叫喊的 此时许多人 都已经明白了 先前说 楚官是温神 那是彻彻底底的诬陷 这马神婆 竟似乎是受人指使 而且以前对马神婆 颇为静默的许多百姓 此时更是怒火交加呀 他们本以为 马神婆真有神通 可是看到马神婆 现在的样子 那完全是一副 江湖骗子的嘴脸 这么多年来 供奉这样一个老骗子 真视他为 无所不能的大师 这让众人心中 大事窝火呀 马神婆 你说的银子上面 还有什么记号呀 楚官淡淡地问道 你说那银子 是董大人派人送给你的 有什么证据证明啊 难道那些银子上 都写了董大人的名字 又或者有什么记号 可以证明是董大人的 马神婆顿时语色了 董事真是哈哈大笑地说 哈哈哈哈 一切事情骗子 竟然在这里信口慈黄 总督大人 绝不能放过这样的人 楚官叹了口气 问道 哎 马神婆 你是否承认 你本都的赌约 你已经输了 马神婆脸色苍白色色发抖 本来按照赌约 你现在就要从这城头跳下去 楚官叹道 哎 但是本都出来乍到 虽然你是罪有应得 可是这样做 未免太过残暴了些 本都问你 你想不想活 马神婆听楚官这一般说 竟似乎还有一线生机呢 扑通跪道 气球道 求大人开恨的 饶我一命 我再也不敢了 楚官说 饶你一命也很简单 你先告诉丞相的人们 你所谓的神蛇引路 到底是怎么回事 马神婆一愣 旁边轩人圣财 冷声说 还不快说 马神婆爬起身来 刀到城堡边上 俯身探猪头 大声说 我 我没有神通 其实 我都是骗你们 神蛇引路 神蛇引路 也是假的 城下有人历史问道 我们明明瞧见 那神蛇自己带路 难道他会听你的话 他是蛇 就算听话 又怎么能听得懂人话呢 有一种菜 叫做蛇竹菜 那是蛇类 唯一喜欢的草木味道 马神婆此事 为了保命 再也不敢装神弄鬼了 我那条蛇 被我训练的 更是喜欢那种味道 要让神蛇引路 事先 只要在道路上 撒上蛇竹菜的菜叶 蛇竹菜的味道 咱们不用心 很难闻到 但是蛇类 对蛇竹菜的味道 最是熟悉 他这样一说 城下的人们 陡然间就恍然大悟了 已经有人大声说 对对对啊 有蛇竹菜这种东西 原来这老妖婆 是用了蛇竹菜呀 马神婆的身体 还在发抖呢 瞥了主官一眼 见主官 只是淡淡地看着自己 只能继续说 去往总督府的前天夜里 我让人 雇了一辆马车 马车地板开了口子 从神庙 到总督府门前 一路上都在马车中 往地上撒菜汁 那时候天色很晚 菜汁落到大街的石板上 就难以看出来 到第二天早上 菜汁就干了 可是那味道还留着 神蛇最喜欢蛇竹菜的味道 只要闻到这种味道 就会 那就会顺着味道 一直走下去 你这个老妖婆 罪该万死 你骗了咱们这么多年 你不能好死 老妖婆 怎么还供奉你香火呢 原来你都是骗我们的 大家打死这老妖婆 你害我们 跟着你一起去 打到总督府 如果不是总督大人 大人大量 没有和我们计较 咱们要被你连累 关进大牢了 总督大人 杀死这个老妖婆 杀死这个老妖婆 城下是群情激愤 当大家发现 自己一只膜拜的神婆 竟然是这样一个老骗子 这么多人 竟然被一个老妇骗得团团转 可以想见 大伙心中是何等的愤怒 楚欢立于城头 抬起双手 众人的声浪 渐渐笑下来了 但众人没了声音 楚欢只在大声说道 诸位父老乡亲 本都今日来到这里 当着大伙的面 揭穿马神婆的骗局 并不是只是为了针对 这样一个小小的神婆而已 不错 马神婆妖言惑众 欺骗大家 她是该死 但是我问大家 大伙自己有没有错呀 人们是面面相觑 却无人敢说话 我来说句良心话 马神婆有错 大家也有错 主观政策说 马神婆只是一个小小的骗子 本来不知一提的 但是她却能够在朔权 混得风生水起 连官府都要为她造神庙 许多人还要拜她为神 相信她真的可以与神灵对话 谁都知道 唯独总督府衙门 与造反无异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神婆 却能够蛊惑数百人 去唯独总督府 诸位父老乡亲 大家扪心自问 这仅仅只是神婆一人的过错吗 人们顿时都沉默起来 我们敬天 我们敬祖先 我们要保持一颗虔诚的心 主观的声音并不是很大 但是中气十足 声音从城头传下去 可是这并不表示 那些歪门邪道的胡言乱语 也能够迷惑我们的心智 我们更不能人云亦云 成为别人利用的工具 前次神婆可以利用大家 唯独总督府 那么日后有人妖言惑众 利用大家去造反 大家是不是也会被人所蛊惑呢 今日借此机会 我正想告诉大家 机关虽然经受了灾难 但只要人还在 就不会垮 主观双手搭在成朵上 我希望咱们能够上下其心 重建我们的家园 虽然这个过程还很艰难 我们还要遇到很多麻烦 但是我们抱着一颗振兴 吸关的信念 必然能够将自己的家园 建设的富庶 本都很清楚 我初来乍到根基很浅 而且年纪很轻 很多人都会怀疑 我真的是否能够带着大家走出低谷 实话和大家说 我也没有想过 自己真的可以无所不能 真的可以得到所有人的支持 一起走出困境 但是我会竭尽全力 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顿了顿 扫着人群 忽然皱起了眉头 神情争了一下 但是这表情瞬间极适 目光一开 继续说 有些人或许想要让我离开这里 我今天就在这里把话说清楚了 一些别有居心之辈 想要在本都背后阴阳怪气 本都绝不会有丝毫的畏惧 本都既然敢来到西关 也就不怕有人给本都使绊子 想要本都离开西关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这里的百姓觉得 我主观不配做西关的总督 当这里的老百姓都在骂我楚欢 骂我是婚官 骂我是雍官 即使大家不赶我走 我也没有脸皮 继续留下去 人们看着城头上的楚欢 谁也想不到 身为封疆大吏的总督大人 就会如此坦诚的说出这样的话来 这番话说出来 不少人只觉得 这位年轻的总督 并不是高高在上 距离似乎一下子拉近了许多 今日我不会让马神婆跳下去 但是死罪可免 活罪难饶 他也不能再留在朔权了 今日不要被驱逐出朔权 楚欢神情严厉 马神婆一时 给我和大伙一个告诫 有些妖言惑众别有居心的人 咱们万万不能轻信 蛊惑百姓造谣声势 是本都最为痛恨之事 我会竭力带着大家吃饱穿暖 但是同时我也在这里告诉大家 本都对于那些蛊惑人心之徒 绝不会有丝毫的手软 诸位父老乡亲 或许知道 朝廷正在东南征讨天门道 本都立过誓言 天门道蛊惑人心 荼毒百姓 本都要杀天门 所以在西关境内 但凡有煽动人心 妖言获重者 本都都不会手软 听说天门道无孔不入 但是在西关境内 本都绝不允许他们的存在 出现一个杀一个 出现一双杀一双 今日本都在这里 也立下一个规矩 日后但凡有妖言获重者 第一个举报的人 调查属实 顶当重赏 但是如果别有居心之人 觉得本都在这里是说笑话 要在西关道兴风作浪 他右手成拳 一拳猛击在成朵之上 咔啦啦这声响起 那成朵的石头 竟然被打裂了 碎石石屑 总是成头落下去了 楚焕的目光冷力无比 那就尽管试一试 城下的人们 看到楚焕一拳 便能够击碎成朵的石头 都是吃惊的 他们只是普通百姓 何曾见过如此 淋漓雄昏的拳头 该说的本都都已经说了 此后就要仰仗各位父老乡亲 一同帮衬了 主欢环顾城下 城里的大夫 黄昏时分 都敢往总督府集合了 本都要与诸位商议 对付瘟疫的办法 希望大家到时候 都能够准时到达 这是为西关万千百姓的性命谋划 本都希望不要有人迟到 此前的官府 一直对瘟疫都是束手无策 人们心中已经有了怨恼了 此时听楚欢 要召集大夫应对瘟疫 都是欢欣鼓舞 马神婆 本都饶你不死 不过刚才的话 你也听见了 楚欢一目看向马神婆 朔权你留不得 你即刻回去收拾东西 离开朔权 这一次本都可以饶你 但是如果再听说 你在西关境内装神弄鬼 莫怪本都不客气 马神婆先是显著了惊喜之色 但似乎想到什么了 瞥向董事贞 见到董事贞正看着别处 并不瞧自己 这才拱着身子 战战兢兢的跑开了 好了 大伙都散了吧 楚欢示意众人散去 人们是议论纷纷 虽说没有看到马神婆 从城头跳下来 但是这样的结果 大家却还是满意 更为紧要的是 总督大人当众承诺 要召集大夫应对瘟疫 这样众人更是欢心鼓舞 大人 你过来看 城头另一头 金卫军云被骑红 揉起眉头 回过身说 好像有些不对劲呢 楚欢有些奇怪 但却并没有立刻转过去 而是靠近 求主邪的身边 低声在求主邪的耳边 说了几句什么 求主邪微微点头 目光向内城下扫了一遍 不动声色 一旁的董事 真见到楚欢 在与求主邪私语 心下疑惑 微测着耳朵 倒似乎是想知道 楚欢到底说些什么了 但是楚欢声音如丝 他要如何能听见 嘱咐几句 主欢这才走到外城头 主欢身边众人跟了过去 唯独求如邪 并没有跟过去 悄无声息地退了下去 大人 你看 那好像是一队人马 见主欢走过来 骑红抬手 指向城外大盗 主欢远眺过去 阳光之下 只见到天边 果真出现了一队人马 人马竟是不少 一条长张的队伍 正往说全城过来 血缘胜财 已经皱眉说 大人 他们马匹可不少啊 这习惯如今 最缺的就是马匹 谁会有这么多马匹过来 这些会是什么人呢 骑红不由地问道 该不会是土匪吧 当然不可能了 楚欢摇头笑着说 城外书里处 驻扎着平息军 这平息军 虽然如今不能出兵剿匪 但是营地所在 土匪想打到朔权 那也要先闯过平息军的营地 才成啊 大人说的不错 宣圣才说 自然不可能是土匪了 莫非是从其他地方 过来的商队 不过 这只商队的规模 倒是不小 我瞧着 有好几百号人呢 大人 你看 他们好像有人 正往这边快马过来 骑红抬手指道 楚欢定睛细一看 果真 乔剑那边有三四骑 正飞马而来 速度极快 这几匹马 也都是十分彪悍的 刚才还似乎远在天边 只是片刻 那几匹马 就已经距离朔权城 越来越近了 楚欢瞧见 那几名马上的乘者 先是眉头锁起 但很快就舒展开来了 眼中显出了惊讶之色 等到那几匹马渐进了 楚欢脸上 却是显出了喜悦之色 说道 是自己人 并不多说 便要呈下去了 楚欢从城头到的城本外时 跟在他身后的轩辕圣财等人 还是懵然不明的 导致那几匹马 已经飞着过来 还没靠近城门 当下一人 已经欢声说道 大人 楚大人 你怎能在这里迎接我们呀 你知道我们今天要到吗 那人身着近衣短裤 身性粗胖 脸上满是惊喜之色 已经翻身下马来了 胖柳 你们怎么来了 楚欢上前两步 惊喜地说 王涵 小六子 你们 你们子弟都过来了 楚欢是万万没有想到 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的 竟然都是自己的故人 这当先一人 正是自己在云山府 总督禁卫军 担任牙将之时 自己的部下胖柳 当时魏天青派了两人 作为楚欢的随从 一名是胖柳 一名是王涵 只是楚欢入京之后 这两人自然不能相随了 相处时间虽然不长 但却很有几分感情 楚欢万想不到 今日 胖柳和王涵 却都是同时来到了硕权了 更让楚欢惊讶的是 连小六子也跟着来到了硕权 小六子是林郎的家仆 聪明伶俐 当初楚欢闭门 为林郎调酒 小六子就是跟在旁边打下手的 小六子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 但是楚欢却颇为喜欢 这小子的聪明伶俐 胖柳下了马 听楚欢这样一问 有些奇怪 问道 道人你不知道我们要过来 那 早是楚欢身后一眼跟着不少人 其中白瞎子胖柳是见过的 那为何会带着这么多人来迎接我们呀 楚欢叹了口气 说道 嗨 胖柳 你的体重增加了 可是你的智慧真的没有多少长进呢 就算我真的知道你们要来 又何必亲自在这里迎接呀 难道你觉得自己有那么大的面子 胖柳顿是有些失望 楚欢是哈哈笑起来 瞧见王涵和小六子已经过来了 两人已经对着楚欢行礼 楚欢急忙事已免礼 他知道胖柳有些颠三倒四的 说话习惯夸大几分 但是王涵是精明干练 已经问道 怎么你们都到这里来了 小六子 家里可都好 小六子看到楚欢 显然是十分欢喜了 说道 楚大哥 话一出口 胖柳怪眼一番 说道 小六子 路上老子交代你多少次了 楚大人如今是风江大利 必须称呼大人 要尊敬 你都忘记了 小六子有些慌 脸上一红 楚欢呵呵的笑着说 小六子 这个规矩是给胖柳定的 人前人后 他都必须敬称我为大人 但是你不用这样 叫我楚大哥 没有关系 胖柳更是沮丧啊 心想 总督大人真是厚字薄笔啊 王涵子时已经喊笑说 大人啊 咱们是奉了统治大人之命 护送车队前来的 这次统治大人 从进卫军中 挑选了一百名好手 专门护送车队 带到西关 统治大人交代过 车队必须一辆不少的 送到硕权 若是少了一辆马车 咱们就提着脑袋回去了 车队 楚欢奇怪地问 什么车队 这车队是魏大哥派来的 王涵摇摇头 见到四下里都是人 许多人都是十分的陌生 并没有立刻解释 楚欢也明白 王涵是个谨慎人 肯定有顾忌 当下也不追问 王涵等人是骑马过来的 速度极快 后门的队伍 却还距离有一段路途呢 楚欢回过头 吩咐白瞎子 回府去告诉夫人 让夫人准备一下 就说有客人过来了 又像杜甫公笑着说 杜先生 咱们客人不少 府里只怕要大烟了 苏娘未必能张罗得清楚 杜甫公自然明白 楚欢意思了 从楚欢的言行之中 也明白楚欢对这群客人十分的重视 点头说 我先回府 帮助夫人一同张罗 董事甄刚才也是跟着从城头一起下来 在旁边探头探脑的 此时终于笑着说 总督大人呢 既然是您的客人到来了 不如由下官去酒楼张罗 那样方便许多呀 楚欢含笑 摇头说 不必如此 董大人 本都已经下令 黄昏时候 全城的大夫都要往总督府去集中了 本都对城里的大夫 并不是十分的熟悉 而且未必所有大夫都会知道这样的通知 你看 董事甄当然明白楚欢的意思了 只能勉强笑着说 那下官先告退 派人去通知城里的大夫 那就有劳董大人了 楚欢是微笑汗手 也不多理会 董事甄有些尴尬转身便走 走出几步回过头 打量胖刘等着急眼 眼中显出了疑惑之色 实在不知道这群人是哪路来的神仙 董事甄带着身边的随从离开后 楚欢回过头 确定身后都是自己人 这才笑着说 王涵 现在可以说了 这里都是自家人 王涵这才说 大人啊 护送车队的人手 倒是魏同志挑选派来的 不过车队啊 却并不是魏同志派来的 而是苏董家派过来 林郎 主欢一睁 随即惊喜地说 你们是说 林郎 林郎过来了 苏董家并没有过来 王涵急忙说 事情是这样的 苏董家知道 大人前来习惯服任后 顿了顿 转是小六子 小六子 你是苏董家府里的人 事情你比我们更清楚 你向大人禀报 小六子有些尴尬地说 我 我又不会说话 王大哥 还是你说吧 要不等苏董过来 所有事情 他最是清楚 苏董 楚欢一睁 苏董是苏府的老管家 也是林郎嘴已重的人 只是年事已高 楚欢料想不到 连苏董也来到了西关了 楚欢看到苏董 苏董一副风尘仆仆之色 看上去十分的疲倦 年过半百 就算是年轻人 如此长途跋涉 也会十分疲倦 就别说上了年纪的老人了 苏董是乘坐马车来的 下车之后 虽然脸上显出疲倦之色 老人家却是抬头 望着高高的城墙 只是片刻间 眼角竟然泛出泪花了 当初林郎之父一怒之下 甩中入关 历经艰辛 在关内站稳了脚跟了 苏董当年脱家带口 跟随入关 一晃快二十年了 近二十年来 苏董再无回到朔泉 如今重归故土 依然是那熟悉的城墙 苏董已是百感交集 情不自禁 老泪夺况而出 见到楚欢已经过来了 苏董急忙擦拭眼镜 迎上前去 楚欢见到苏董脸上疲态 感到老人家的眼角 还带着未擦拭干净的泪痕呢 能够理解苏董此时的心情 不等苏董说话 已经上来握住苏董的手 关切地说 苏董 一路上可好 怎得要劳动您老 亲自从关内过来 苏董看到楚欢 虽然已经畏惧高位 但对自己依然如同从前那般尊敬 心中甚是欣慰 说道 哦 大人呢 你一向可好啊 小姐 为压低声音 小姐 日夜都在担心你 楚欢心中一暖 乔剑长长的车队 在两三百人的护送下 绵延而来 竟是有数十辆马车 一时也不清楚 车里都装了些什么 回头说 都先回府吧 我陪苏董同坐一辆车 扶着苏董重新上了马车 朔泉城 如今进出城门检查严格 但是这车队是楚欢的人马 城门的守卫 当然不敢上来盘检了 反倒是大开城门 放队伍入城 苏董 琳琅最近可好 扶着苏董进的车厢内 楚欢十分关切地问道 苏董笑着说 小姐身体倒是无妨 不过最近可是日夜忙碌啊 哦 楚欢皱眉说 是否九方的生意太过辛苦啊 并不是如此 苏董摇头谈道 哎 大人呐 我们这一批是率先过来的 大人可知道 车队都是装运了什么过来呀 楚欢摇了摇头 苏董已经压低声音说 大人前方从京城 派人送了几箱东西到云山 可还记得 楚欢自然是记得 他从西凉得了一批横财 又从普照寺长眉阿世多手中 得到了几箱财宝 还有与启罗成婚之时 几两王公贵族送过来的礼物 满满几大箱子 那可是一笔了不得的财富啊 真要将所有的财宝古董自画 尽数换成银钱 少说那也是近百万两银子的财富啊 当初白瞎子守着那几箱财物 可是日夜都不敢闭眼呢 楚欢出京之时 却不好带上这几箱财宝离京 毕竟太过招摇了 事先秘密安排白瞎子 通过京中和圣权那条秘密道路 将财宝秘密运送到云山 交给了琳琅宝馆 小姐说了 西关这边一穷二白 这里民风彪悍 大人来到西关 没有任何根基 如果手头上再没有银钱 那就是寸步难行 苏波解释道 东西送到云山之后 小姐派人打听 知道大人已经刚往西北来赴任了 所以便想着法子 将东西尽早运到西关来 有了这些钱财在手中 大人无论想做什么 也就容易得多了 楚欢皱眉说道 我记得送往云山的是四只箱子 可是这车队可是好几十只大箱子呀 大人送往云山的箱子 里面的东西一个不少 苏波忙说 这几十只箱子并非都只是大人的东西 许多都是小姐派我们送过来 交给大人的 琳琅派你们送东西过来 主官皱眉说 还有些什么 苏波耐心解释道 有许多是小姐平日的生活用度 不过大都是小姐变卖产业 换取的银钱 变卖产业 楚欢双眉一紧 苏波 这是什么意思 琳琅琅琅变卖家产 苏波凝视楚欢 轻声说 大人 小姐对你的情意也是清楚的 小姐听说 你被调任到了西关 几天几夜不曾睡过 她说 西关现在局势混乱 这种时候 你到西关 必然是处处棘手 她想了两天 终于决定 要将和胜泉 在关内的产业尽数变卖 然后带领族人前来西关 她担心西关七姓 不能全心帮衬着你 所以别人不帮衬 她自己来 楚欢心头一震 她万万没有想到 琳琅竟然做出如此决定 而且事先也没有告知她一声 楚欢明白 和胜泉对琳琅的意义 和胜泉是苏老爷入关之后 耗尽心血打拼出来的 能有今日的成就 那是费尽了无数的血泪 琳琅继承父亲的遗旨 对琳琅来说 和胜泉与她的性命一样重要无比 楚欢的瞳孔收索 她能够体会到 当琳琅做出如此决定的时候 内心深处的痛苦 双手微微发抖 哭笑的说 傻丫头 她为何要这样啊 她怎的事先也不告诉我一声 小姐说了 如果事先告诉你 你一定不会同意 苏博轻谈的 小姐虽然是女儿身 但是做事情素来果断 她既然决定了此事 我也就不好多劝了 小姐其实也有过犹豫 这是老爷留下的产业 打拼了那么多年 她也舍不得 但是小姐又说 老爷最大的志愿 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老爷当初离开西北 一怒之下入关独创家业 最终的愿望 就是证明 他酿造出来的酒 能够成为玉酒 能够与天下名酒一较高下 老爷在世的时候 没有完成这个愿望 但是大人你帮助小姐 一起完成了老爷的夙愿 老爷全下有知 知道和圣权的梅酒 能够成为玉酒 也就能够心安明目了 楚欢心中又是无奈 又是感激 琳琅为他做出 如此巨大的牺牲 他深知琳琅对自己的情意 问道 和圣权的酒方都已经迈出去了 大人也知道 和圣权在云山 已算是家大业大 更何况 如今有了玉酒之名 那名望更是水涨唇高啊 苏伯说 按理说 和圣权的酒方和破面 要盘出去 价钱都不会低 而且想要购买的人 那是趋之若鹜 绝不在少数 只是小姐突然要将 和圣权的产业都卖出去 那些生意人 头脑也都是精明得很 直到小姐定然是着急出手 越是如此 买家反倒竭力压价 尽可能用低价卖过去了 主官周梅说 这是趁人之危了 小姐也是这样说呀 苏默叹道 唉 一开始的时候 小姐着急过来西北 还真准备低价卖出去 可是后来听人说 习惯这边的情况 比我们想得还要严峻 小姐便耐心了性子 她说 那些产业能够多卖一两银子 就能够多给大人 一两银子的帮助 对于和圣权的产业来说 多拖一天 价钱也就高一分 所以小姐放出话去 谁要向低价购买 尽早退出去 她宁可不卖 也不会将和圣权低价出售 这话放出去之后 那些买家也就慌了 虽然还没有出到这一项的价钱 但是各家都已经增加了价码了 如今还剩下清流县的那处酒坊 还有云山府的宅子 除此之外 别是和圣权的牌子 这是小姐最在意的三样产业了 定然是要买出高价的 所以小姐如今还留在云山 与买家商讨价钱呢 如此说来 你们这次运过来的东西 全都是琳琅变卖家产之后的财物 正是 苏伯说 这些货物 包括小姐平日用的东西 还有一些酒坊的用具 虽说喝证券要变卖 但是小姐并不准备丢掉 酿酒的本行 她说到了西北 终有一日还要东山再起 在西北再打出新的名气来 哦 大人呐 你瞧见队伍的这些马匹没有啊 小姐另外在关内找人买了一百匹骏马 价钱都不便宜 换做别人 未必能买到这么多马匹 是魏统治帮忙 才买到这些马匹的 小姐说 这些马匹 日后大人未必不能用上 楚婚此时 只想飞到琳琅身边 将她抱在怀里 这个女人看上去温柔如水 但是骨子里却如同火一样 爱上一个人 却是愿意付出一切的 从关内过来 道路不进 而且西北土匪众多 你们这一路上可真是辛苦啊 主官心下倒是有些后怕 路上可碰上乱匪 小姐最担心的就是这事啊 苏博说 后装车之后 小姐没有立刻让咱们出发 她知道西北很乱 如果护卫不力 车队背墙 后果不堪设想 她找到了云山服务城最有名望的三家标局 故意用三家标局联合走这趟标 出发之前 魏同志知道了此事 立刻从总督禁卫军调集一百名精兵 加上三家标局的标师 大伙这才一同上路 压低了声音说 其实大伙并不知道 车上都是装着金银财宝 装有金银的箱子 下面一层放上金银 中间做了隔板 隔板上面则是放上了面粉和食盐 小姐说 习惯现在最缺的就是粮食和食盐 能够顺带送一些过来 也能够掩饰车里的钱财 楚欢心中只想着琳琅 问道 那么琳琅可说什么时候过来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快则十天 慢则半个月 应该就能够来到硕权了 苏伯说 不过小姐希望能够买出个好价钱 所以 只要说还有几日能过来 倒是无法确定了 夜色深沉 万籁俱进 总督府内的一住厅内 只有四人在座 除了楚欢 督府文公和苏伯举斗在座 除此三人 另一人弃顶神仙 一身长袍 竟豁然是楚欢的结拜义兄裴继 今日 一来为苏伯解封洗尘 二来也是要敬大哥 楚欢端起酒盏 看着裴继 大哥及时赶到 对付异度的配方 已经扳告了下去了 如果不是大哥 这场大难 在所难免 杜府公也是汉手说 裴兄失败高人 救命于水火 长言说 救人一命 生造七级浮屠 裴兄这次 那是救了千万人的性命啊 裴继神情淡定 韩笑说 这是我被奋内之事 看向楚欢笑着说 二弟啊 如今全称百姓都以为是神灵托梦给你传授你解读的配方 这事很快就会传扬出去 习官的百姓定然是要对你感恩戴德了 楚欢苦笑的说 这还不是大哥教我的 其实 小弟心中实在惭愧啊 这都是大哥和张医生的功劳 他话未说完 裴继已经抬手说 不要这样说 其实啊 我也是有私心的 私心 一开始 找寻师兄研制配方 倒真是想着 能够为习官的难民尽一份力 裴继扶须笑着说 不过 直到二弟前来习官辅任 裴兄就一心想着 要将配方交给你了 楚欢感激地说 大哥是想帮助我 收览习官的民心 杜甫公却已经正色说 其实裴兄 看似是帮助大人 似乎是私心 但是这要说起来 却依然是打工之心啊 大人要治理一方 首要一点 就是要安民心 得民心 民心是根基 没有了民心 便是再有远大报复 那也只能是纸上谈兵而已 裴兄今次 以裴方 让百姓对大人感恩戴德 如此一来 大人就初步有了根基了 这样才能顺利治理一方 说到底 能够将一方治理得井井有条 本身也是有利于民的好事啊 裴记是哈哈笑道 土先生 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看来裴记这私心 还真是包藏着大工之心啊 众人顿时都大笑起来 主欢随即叹道 哎呀 只可惜啊 张神医和插博大师 咸云野鹤 却是不能当面向他们道谢了 也不知何时 才能与他们再相见呀 相见不如不见 裴记微笑地说 他们都是一道中人 他们出现的地方必定有病灾 按我的意思啊 越少见到他们越好 又问 哎 是了 二弟啊 你昨日提起食盐的事情 可做了安排啊 苏老太爷竟派人去往西夏山看测地形了 如果不出意外 第一座盐厂就建在西夏山谷 主官解释道 本来还要西官七姓 凑些银钱 建造银厂 不过苏博金次 从关内带来了银钱 银钱的事情也就解决了 不必劳动西官七姓了 支盐的问题解决之后 就是商路的问题了 裴记抚须说 如果东南战事久拖不决 关内必定会很快陷入炎荒 信言入关 收益必定是不小的 杜甫宫寒笑说 我这两天也打听过 韩石算得上是西北的特产 倒也不是说 关内并无韩石 但是与西北相比不值一提 而西北的韩石集中地 有七成是在西关的境内 北山那头占了两成 天神道则是不足一成啊 杜先生 今日正好在这里 我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 楚官郑重地看着杜甫宫 这两天我思来想去 此事你也只能交给先生去办了 道人群吩咐 我准备新设立出衙门 楚官说 本来从关内运过来的关研 都是由关研署负责调配的 但是我现在倒不准备再用关研署了 关研署虽然是不起眼的衙门 但是十分重要 董事贞那伙人早就盯上了 里面已经是安插了他们的人 本来我倒是准备找个由头换了里面的人 不过想了一想 花费功夫去对付那些人 还不如直接新设立出衙门 杜甫宫说 道人的意思是说 架空关研署 犹豫的说 不过关研署管理师盐 大人另舍衙门 恐怕有为朝廷的法度 董事贞那干人不可能善罢甘休 必然会奏爆朝廷 正是 楚官说 关研署是调配关研的衙门 而关研此前直接使用户部衙门 往各道调运 它隶属于户部 盐署也是直接缴纳入户部 微微一笑说道 不过圣上可是亲自下过之意 免除西北三年的赴税 官研署说到底 管理实验的目的就是抽缴赴税 如今用不着他们缴纳赴税了 自然也就用不着他们来管理实验了 三年之内 收回官研署的调配权利 由地方新设立的衙门 管理实验的开采调配权 三年过后 可以视情形将权利转交回去 都府公和培记对视一眼 一眼东东显出笑意 朝廷虽然只是一句免税三年的旨意 但是这中间的门道其实很多 所谓的免税三年 并非是指整个西北农工商 已经不必将拿赴税了 而是指赴税减轻 有些捐税还是存在的 但是这些税收纳入地方财政 用于地方的建设 如此一来 地方的财政将由地方调整 官研署属于朝廷机构 收纳的赴税 缴纳入户部司 而后转入户部 但是如今 不必向朝廷缴纳赴税了 地方上为了财政便于管理 令设新的衙门 倒也并非说不通 导人设立的新衙门 可有名称 新研局如何 出官笑着说 咱们开采出的是新研 建立新研局 新研局管理整个西关道境内的 韩式开采 除此之外 智研销售都需要新研局负责管理 受研的财政收入 直接纳入新研局 杜甫公想了一想 问道 导人是说 由杜某担起这新研局的事物 非杜先生莫属 出官政策说 除了杜先生 我实在想不出更合适的人选 裴继已经笑着说 杜先生 你现在已经是总督府的账房 二弟只是让你管理的更大一些 去管理新研局的账务 对你来说并不是难事啊 杜甫公犹豫了一下 并不矫情 说道 大人既然信得过 杜某打可一事 楚欢哈哈笑起来 短杯敬了杜甫公一杯 功筹交错 夜深时分 苏伯率先下去歇息了 杜甫公也是不胜酒力 退了下去 只留下楚欢和裴继 楚欢与裴继 兄弟二人连饮数杯 都略有几分罪意了 楚欢放下酒盏 说道 大哥 今次你和兄弟在此相聚 说什么也不要再分开了 以后大哥就留在小弟身边 防沉着小弟 裴继看着楚欢 平静地说 二弟 你来习惯赴任 心中最大的愿望 是什么呀 愿望 楚欢一愣 想了一想 再摇头苦笑地说 这要说起来呀 你只是希望能够让百姓能够安定下来 伟兄知道这是你现在的心愿 裴继轻叹道 可是二弟觉得要想要习惯安定 可是容易的事情 这个 其实我现在也是走一步算一步 楚欢探道 大哥也知道 小弟入常为官 也不过两年 机缘巧合 陡然就被调到西关 来担任总督了 诸事都是毫无头绪的 正如如此 才需要杜先生和大哥你们 在身边帮助啊 裴继凝视着楚欢 缓缓地说 二弟啊 你可知道 朝廷 又或者说 皇帝派你前来西关 作为何因呢 朝廷并非没有适合 担任西关总督的官员 为何让你前来啊 楚欢看着裴继 反问道 大哥的意思是 一身要二虎 裴继探道 哎 西北是一座山 皇帝不希望 看到一头老虎 在西北称王称霸 自古至今 西北本就是乱象丛生之地 东南正乱着 朝廷当然不能放任西北不管 可是 以朝廷现在的能力 未必有能耐控制西北啊 楚欢皱进眉头来 裴继已经笑着说 二弟啊 你来到西关 是否感觉到处处受制啊 楚欢是真心将裴继 当成自己的兄弟 并不隐瞒 电头说 大哥是说 诸党 不错 裴继正次说 二弟当然已经感觉到了 朱灵月虽然名义上是天山道总督 但是 此人的手可是伸得极长啊 西北三道遍布他的势力 所谓时事造英雄 朱灵月虽非泛泛至北 西北三道总督只有朱灵月能够趁战乱之机 迅速发展自己的实力 顿了顿问道 二弟应该知道 大秦有八大马场之数 西北就独占三大马场 楚欢汉首说 嗯 小弟听说过 西关道便要落日马场 只是这落日马场如今 真是日落西山 马场一片空旷 匹马无存啊 裴继摇了摇头 秦国有两种马可以伤枕杀敌 一是辽东马 一是西北马 相比而言 西北马比之辽东马 似乎还要胜出一筹 当年大秦铁骑纵横天下 骑兵军团所用的就是西北马 凝视着楚欢 问道 二弟 可是你现在可见到 有多少西北马 楚欢若有所思 裴继已经淡淡地笑着说 都说 西梁人打进关内 烧杀抢掠 夺走了许多的东西 无论是矿产 还是马匹 西梁人从西北大肆抢夺 但是 如果你前往天山下的牧场去看 你就知道 天山下的西北马 黑压压的一大片 西北马固然被西梁人抢夺了一部分 但是更多的马匹 却都已经到了天山脚下了 天山脚下 楚欢一愣 他其实一直有些奇怪 西北三大马场 最大的马场 其实就是落日马场 落日马场鼎盛之时 马匹数以万计 当初西北军骑兵军团的马匹 主要就是由落日马场供应的 西关沦陷 许多马匹物资落在西梁人的手中 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只是楚欢来到西北 却是发现 西关的府城都是很少见到马匹 而他也打听到了 曾经辉煌一时的落日马场 如今 这是一片荒地草场 南密骏马踪迹 之前 心思并没有放在这上面 此时 听裴继一说 历史便觉得大有问题 裴继轻腹黑须 天山道境内有百里天山 从山腰开始向上 中年积雪 但是在山脚之下 却又是另一番光景 数百里的草场 一马平穿 西北三大马场之一的 天山马场就在那里 本来 天山马场的马匹数量 在三大马场之中 废居最末 可是现如今 天山马场马匹成群 而且已经设立禁区 到达天山马场的 各处要道 都有兵丁把守 普通人 根本无法靠近马场 楚欢微沉宁 似乎明白了什么 吃惊地说道 大哥 你是否说 朱灵月趁战乱之时 他并没有继续说下去 但是裴继 自然明白他的意思 点头说 嗯 你猜得不错 天下人都知道 西北军在燕门关 兵败溃退 兵败如山倒 西凉兵则是紧随其后 穷追猛打 后来是朱灵月 率领他的天山禁卫军 奔赴前线 收拢溃兵 构建防线 且战且退 二弟 二弟 你可知道 在西凉人 还没有打到 落日马场之前 朱灵月的兵马 就已经在前线 阻击西凉人了 楚欢说 天下人只知道 朱灵月率兵 阻击西凉军 只不过当时 兵荒马乱的 朱灵月也是 且战且退 现如今 也无人说清楚 朱灵月最初的阻击县 究竟在哪里 朱灵月不是简单的人哪 裴急缓缓地说 当时谁也没有 看出其中的端倪 谁都以为 朱灵月是 惊中包裹 挺身而出 但是 现如今看来 朱灵月 倒也没有那么伟大 他出兵西关 绝非只是单纯地 为了阻击西凉军 其中 另有不可高人的目的 为了物资 朱欢终于明白过来了 朱灵月率兵在前线 阻击西凉军 后方却是 吞噬西关的武姿 不错 西关当时 局面混乱 一盘散沙 朱灵月突然出现 如同神兵天将 所有人自然都是将他 当作挺身而出的大英雄 裴气淡淡地说 在于不屈抵达之前 西北的战士 由朱灵月统领 武姿自然是由他调配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落日马场的战马 就已经被调晕到天山 非但如此 当时西关 葛州县的仓库 还有不少存粮 应该以为朱灵月 调走了大批的粮草 楚欢的拳头握了起来 军众当时都饿死了人 朱灵月 他竟然做出这等事情 想到朱灵月风度翩翩 儒雅体面 与他阴狠的内心 当真是判着两人 朱灵月算得上是一位小熊 黑鸡微笑地说 二弟平心而论 对朱灵月此人 我倒还真是有几分佩服呀 能够抓住时机 就地做大 不但要有敏锐的眼力 还要有超乎常人的魄力和胆识 他野心勃勃 当然不过在乎 有多少人饿死了 在乎的 只是增加自己的实力而已 楚欢皱眉说 从西关调走大批的战马物资 就算做得隐秘 也不可能滴水不漏 而且天山马场有那么多的战马 也不可能完全隐瞒住 神音位的人耳目遍天下 朱灵月所作所为 朝廷难道一点也不知晓 不知晓 裴继哈哈笑起来 二弟啊 你也太小瞧你们的皇帝了 以我断定 你们的皇帝对此事 应该是指导的一清二楚 主欢心想感觉有些奇怪了 裴继也是大秦的子民 却称呼皇帝为你们的皇帝 倒似乎他并非秦国子民 只是此时也顾不得这些了 问道 大哥 既然朝廷知道 为何没有办点动作呢 我在京城的时候 也从没有听人说起这样的事情啊 话刚问完 历史就明白了什么 难道是圣上故意装作不知 裴继笑着说 二弟终于明白了 楚欢领起酒壶 先为裴继针上 再给自己针上 这才说 东南现在正在打得不可开交 按照木下的行驶 虽然天山道不至于禁闭京城 可是 官兵好像一时半会儿也难以剿灭天门道 朝廷这些年大肆挥霍 互不拙进剑轴 如今 也只能勉强支撑攻函的战士 拖得越久 对朝廷也就越不利 据说河北那边 卿天王虽然一度被韩三通击败 但是却并没有被击垮 卿天王的旧步依然是在蠢蠢欲动 多恩被引了半杯 恍然大悟 哦 大哥 我明白了 圣上就算知道朱灵月的所作所为 但是当前局势下 却不敢轻易动弹朱灵月 裴继哈哈笑起来 点头说 如果猜得不错 就是如此了 朱灵月在西北声望不弱 最为紧要的是 他的心腹遍布西北 虽说他手中只有几千禁卫军 但是 那只是明面上的兵马而已 声音正微微放低 朱灵月坐镇天山岛多年 从上到下的官员 清一色都是他的人 他对天山的百姓 倒也算上不错 在天山一户百应 一旦要扩军 朝夕之间便能做到 养了那么多的战马 定然也储存了大批的武器装备 你莫忘记 还有平西军 平西军有许多都是西北土生土长的将士 如今是东方信统领 而东方信又是朱灵月的心腹将领 说到这里 裴继并无说下去 但是后面的话 朱汉已经是一清二楚了 成如裴继所言 朱灵月在西北的根基 那是根深蒂固 西梁人退兵了 等若是前门巨虎 可是朱灵月却趁着战乱扩张实力 等若是后门入廊 朝廷现在倾尽全力对付东南天门道 楚湾在户部待过 知道朝廷的底子 皇帝这些年大肆挥霍 而官员们贪腐成风 帝国看上去 似乎还是一个庞大的帝国 但是内部已经是虚弱不堪了 皇帝对此肯定是十分的清楚的 他知道 以朝廷目前的实力 只能应对东南的战事 东南是燃眉之急 不能不打 他就算清楚朱灵月的勃勃野心 可是在这种时候 却也不能对朱灵月下狠手 朱灵月首掌大权 一旦朝廷操之过急 朱灵月必然会趁势而返 他手里有钱粮有物资 能在短时间内招募大军 西北一旦返了 那大秦帝国可就真是分崩离析 岌岌可危了 楚湾明白 不到万不得已 皇帝就算知道朱灵月的所作所为 也不会轻举妄动的 俱布区死的也正是时候啊 裴吉探道 嗨 平夕军组建完成没多久 他就魂归九泉了 如果说当初俱布区 还能稍微镇住朱灵月 等到俱布区一死 放眼西北 再无人能够镇住这位朱总督了 俞老将军 楚湾说我有所思 他去世之前我还与他见过一面 他年事已高 据说是带着病体前来西北捅兵的 裴吉说 这位老将倒是值得人尊敬啊 大哥 我记得 余老将军临去之前极度衰弱 楚湾缓缓地说 初始洗凉之前 余老将军身体虽然已经不是很好 可是却雄风不减 几个月后回来 他就受骨临巡了 再不见从前的雄风 楚湾缩索紧眉头 若有所思 沉默一阵 裴吉知道他在想着什么 并不打扰 片刻之后 主湾双眉一盏 眼眸的之中 划过灵力之色 转世裴吉 低声说 大哥 你说 余老将军的死 会不会 会不会与朱灵月有干系呢 裴吉一时一睁 立刻问道 二弟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莫非有什么疑点 楚湾说 我也不能确定 只是我记得 与老将军临去之前 守在他身边的是 老将军的一名心腹将领 叫做许少 当时老将军 与礼部尚书薛寒安 在内侍说话 回许少 在院子里说了几句 许少当时好像说过 为老将军治病的大夫 是朱灵月派过去的 裴吉 立刻显著了肃然之色 问道 你是说 为余不屈调治身体的 是朱灵月的人 老将军来到西北之后 军务繁重 所以身体很不好 楚湾说 朱灵月派了一名大夫 专门为老将军调治身体 裴吉问道 二弟是觉得余不屈 是死在那名大夫的手中 小弟只是突然想到 当初这件事情 不知道是否有蹊跷 楚湾说 大哥刚才也说了 老将军去世的时机刚刚好 平夕军刚刚组建完成 而且 当时使团前脚离开 老将军后脚就去世 时机是太过凑巧了 裴吉闭上眼睛 轻抚胡须 若有所思 片刻之后 缓缓地睁开眼睛 二弟啊 你的猜测大有道理 时间太过凑巧了 有时候事情太过巧合 就存在问题 或许 于不屈当时的身体 确实很不好 但是如果真的精心调理 未必那么早就过世 他是武将出身 大清四大上将军之一 体质非同一般 哎 轻叹道 如果果身是如此 于不屈临死之前 只怕是死不瞑目了 楚欢叹道 于不屈的死 究竟与朱灵月有无关系 那也只能是一桩悬案了 以朱灵月的为人 做下这样的事情 自然不会留下丝毫的 蛛丝马迹了 顿了顿 冷笑地说 或许那位位于不屈 调治身体的大夫 已经死无葬身之地了 裴继问道 二弟 我说的这些 你是否明白意思 主欢是微微汗手 说道 大哥是说 朱灵月在西北根深蒂固 我的处境不容乐观 我是想告诉你 你最大的敌人 不是那些乱匪 真正的敌人 正是朱灵月 裴继缓缓地说 朱灵月 心存野心 事项不小 当然不允许 西北还存在 与他对立的势力 楚欢叹道 可是 自从我踏入西北之后 似乎每一桩事情 都是与他对立的 他的心腹爱将东方信 恐怕心中 是想置我于死地后快呀 你们的皇帝 叛逆在西关 当然不是临时起义了 裴继寒笑说 初始西凉 已经让二帝名声大造 在太原诛杀穆将军 焚醉天门道 在太原的阴谋 已是证明了二帝的才干 二帝为人不屈 这或许是皇帝最欣赏的地方 乍一看去 自似乎起来习惯附阵的人选并不少 但是细细细想来 但是细细想来恐怕并无几人呢 主欢笑着说 小弟倒也算不上不屈 只是膝盖稍微硬了些 朝中正直由淡时的官员 已经是风毛麟角了 裴继轻叹道 在官场上混得久了 便要一身的官僚喜气 反倒是二帝 在官场时间不长 并没有被大燃钢所染 二帝 如果换作其他的官员 来到西关 你觉得他们有胆子 敢与诸党针锋相对 要么迫于诸党的威势 沦为他们的人 要么就是被他们所收买 为命是从 皇帝派你来 这因为皇帝看得出来 二帝身有凹骨 绝不会屈服在 朱灵月的势力之下 楚欢是说有所思 说道 大哥是说 圣上派我前来 是经过深思熟虑 而他的目的 本就是为了 让我与朱灵月对立 正是这个意思 裴继说 我刚才也说过 西北是一座山 山上只有朱灵月 这头老虎 对朝廷就着极大的威胁 朝廷现在抽不出手 对付朱灵月 可是却不能任由 朱灵月在西北做大 如果真的被朱灵月 完全控制西北三道 后果必将不堪设想 楚欢端起酒盏 敬了裴起一杯 说道 朝廷害怕朱灵月做大 所以派我前来搅局 搅局这个词用得妙啊 裴继笑着说 依我看来 二弟与习官七姓的关系 皇帝未必不知道 或许皇帝早就知道 二弟与习官七姓有过交集 这已使皇帝 派你前来的原因之一啊 神因为无恐不如 我实在不知道这天下间 还有什么事情是皇帝不知道的 以西官掣肘朱灵月 这西官总督当然不能是西北人 西北是朱灵月的实力范围 如果是西北本地官员担任总督 很容易就会被诸党拉拢过去 裴继轻声说 但是外地官员前来西官任职 人生地不熟 更容易被诸党玩弄于手掌之中 反倒是二弟有了西官七姓 这样的本地士神支持 便有了天然的人脉关系 这也就等若是有了根基 比之其他官员已经占了地利人和了 虽然也有西官七姓的知识 但是比之朱灵月的势力 还是天上之别啊 楚官皱眉说 且不说西官如今一穷二白 这西官的君政大权 小弟如今还不能握在手中啊 军务有东方信 正务还有董事贞 此二人狼狈为奸 有这二人撤肘 日后凡事都会十分麻烦呀 皇帝确实是想让你 起来西官搅局的 裴继说 以朱灵月现在的势力 还不足以与朝廷叫板 除非朝廷逼得太急 否则在没有控制住西北三道之前 朱灵月倒是不敢轻举妄动 皇帝利用二弟 现在习惯搅局 只要习惯不能被朱灵月控制 朱灵月就不敢妄动 他虽然会在暗中使些手脚 但是在明面上 却不敢直接插手习惯的事物 只能利用东方信和董事贞 与二弟为难 或许皇帝对二弟很有信心 觉得二弟足以与东方信和董事贞 私缠下去 有二弟在西关 朱挡就无法控制西关 那么朱灵月图谋掌控西北的目的 就难以实现了 楚欢只是仔细聆听 裴继继续说道 只要二弟在西关撑住 稍有根基 不但可以阻止朱挡控制西关 还可以给朱挡另一层打击 另一层打击 二弟可莫忘记 西北有三道 除了西关和天山 还有北山 北极缓缓地说 北山总督 小幻璋也不是省油的灯 二弟前来西北之前 朱灵月势大 小幻璋不敢与朱灵月对立 明知道朱灵月往北山道 插入了许多的心腹 却不敢阻止 你说这小幻璋 就甘心听从朱灵月的摆布 小幻璋我见过一面 确是不是泛泛之辈 楚欢说 在我看来 二弟前来西北 这小幻璋 只怕是心中高兴得很啊 裴继说 此前朱灵月 以朱灵月以朱灵月为敌手 步步紧逼 实力渗透北山 想来小幻璋 也是苦不堪言啊 但是 依他的势力 不足以与朱灵月对抗 只能是任由宰割了 但是 二弟来到西北 朱灵月的视线 便从小幻璋身上 移到二弟身上 小幻璋能够缓一口气 你说小幻璋能不欢喜吗 小幻璋能够忍耐 这样的人 已经是十分可怕了 朱灵说 裴继 短杯饮酒 放下酒杯 说道 现在小幻璋便可以坐山观虎斗 二弟如果在西关站稳脚跟 那么小幻璋一定会靠近二弟 北山与西关联手 制衡朱灵月 如此一来 西北就会出现僵局 其实 这是小幻璋希望看到的 更是皇帝最希望看到的 朝廷现在无力腾出手 对付朱灵月 如果西北三道出现僵局 朱灵月不能迅速壮大 也就给了朝廷争取的时间了 楚欢也是聪慧之人 想明白其中的官效了 朝廷只要能够剿灭天门道 那么转过手来 便会立刻收拾掉朱灵月 不错 裴继点头说 这就是皇帝的打算 利用二弟在西关稳住 北山小幻璋靠靠近过来 二道联手制衡朱灵月 这对皇帝来说 是最好的结果 那么最坏的结果是 二弟在西关无法立足 阻挡控制西关 小幻璋向二弟无力相征 只能向朱灵月扶手 朱灵月迅速壮大 左拥西北 裴继缓缓地说 这是朱灵月最想看到的结果 也是皇帝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同样 这样的结果 也不是维兄想看到的 裴继一番话说下来 楚欢终于明白 自己在西北的重要性了 皇帝将自己派到西北 实际上就是一场豪赌 成败 全在于楚欢的能耐了 楚欢苦笑地说 大哥一番话 让小弟毛色顿开呀 所以 想要阻止朱灵月控制西北 二弟便是最重要的一环 必须能够稳度西关 裴继的神色严峻下来 二弟并不是没有机会 至少明面上 朱灵月倒不敢直接插手西关的事物 他虽然野心勃勃 但是狼子野心也不敢摆在台面上 可是毫无疑问 他也是在做一场豪赌 他比谁都清楚 如果在朝廷平领天门道之前 他还无法控制西北 那么朝廷便会回过头来收拾他 所以对他而言 必然是希望天门道支撑得越久越好 同时更是会竭尽全力 想尽一切办法 将二弟逼住西北 楚欢陈您片刻 终于问道 大哥 要在西关立足 我该如何做 你在西北最大的敌人是朱灵月 但是当前最迫切要解决的 是东方信和董事真 裴继缓缓地说 这两人存在 二弟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会举步维艰 除此之外 二弟必须在西关 借助可以利用的一切势力 迅速发展自己的势力 乱世之中 一切都是要靠拳头的 拳头 说穿了 就是银子和刀子 裴继正色说 二弟天字从颖 想出韩式制言这一法色 只要善加经营 打给解决银子的事情 这是二弟的命脉 必须竭力维护 二弟今日说出 要见新盐局 那就是一招妙策 新盐必须掌握在二弟手中 绝不能让诸党斩首 那么刀子是军队 裴继缓缓地说 说到底 银子的目的就是为了刀子 有了刀子 才能够保护自己斩杀敌人 二弟手中如今只有两百建卫军 虽然具都是骁勇善战的精锐之士 却远远不够 你必须要有一只精锐之士 完全听从你的号令 如此一来 才有能力稳住西官 与周灵月针锋相对 楚官历史明白了 大哥是说要建军 你是西官总督 总督进卫军必不可少 裴继说 此前的西官总督进卫军早已经不复存在了 进卫军的将士要么战死要么逃离 剩下的也早已经被编制到其他军团了 如今重建西官总督进卫军顺理成章 谁也挑不出毛病来 楚官听裴继说要建军 眼中显住了光芒 但是很快就锁起了眉头 裴继问道 莫非阿里觉得不是时候 大哥误会了 楚官摇头说 大哥说得不错 要在西官立足 手中如果没有一支军队 那便是寸步难行 甚至可以说是任人宰割 顿了顿 苦笑地说 只是小敌对建军事务一窍不通 而且也要建立一支禁卫军船 好自不小 虽说禁卫军的军饷 是由地方财政负责 但是如今的护补司一穷二白 想要从护补司拿出银子作为军费 无疑是天方夜谭呢 天方夜谭 裴继一睁 奇怪地问 二弟 什么是天方夜谭 楚官明白 自己是口误了 只能解释到 就是吃人说梦的意思 原来如此啊 裴继笑着说 二弟啊 若真要说起来 其实二弟到了西北之后 运气一直很不错 百年一遇的瘟疫 因为师兄和插播大事的出现 迎刃而解 已经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了 如今建军的军资出现问题 其实也已经迎刃而解了 大哥史书刚刚从关内运过来的财物 楚官说 这次运过来的财物确实不少 只是这些都属于私产 只怕裴继误会 解释道 大哥当然明白 并非小弟舍不得这些财物 而是帝国有法度 军队的军饷都是由朝廷和地方财政提供的 如果以私人的财力建设军队 等同如造反 这一点我自然是明白的 裴继笑着说 思产建军 不论哪招哪带 都是法度所不允许的 只是二弟为何不想一想 这次从关内运送过来的财物 诸了二弟的心腹 并无人知道 其中有二弟的财物在其中 知道情况的 也都只是以为 这是苏姑娘运过来的财物而已 楚欢建裴继是气顶神贤 知道裴继定然已经是成主在兄了 说道 大哥是否有什么妙策 今次这批财物晕倒了总督府 二弟倒也不妨放言 这些财物就是苏姑娘的财物 苏姑娘本就是西北人 如今习惯百废待兴 苏姑娘心怀故土 在此为难之时 想为故土的重建 增转天马 出一份力 裴继扶着胡须 淡定自若地说 而苏姑娘这批财物 是捐献给官府的财物 捐献 正是 裴继笑着说 如果仅仅是捐献 恐怕互不死的人会来纠缠 那么 直接以苏姑娘的名义说清楚 这批财物 是用来捐助官府开采盐矿 二弟不是正要设立新颜局吗 好得很 这批财物总终抽取一部分 直接捐入新颜局 既然苏姑娘是为了开采盐矿而捐助 那么捐银交入新颜局 那也是顺利成章的事情 虎不死就算心有不甘 却是挑不出毛病来 楚婚不得不佩服裴继的应变之能了 拍手说 哎呀 大哥当真是好主意啊 这不但可以解决建军的费用问题 而且可以解决建设盐厂的问题 二弟 此番 你可是要真正感谢苏姑娘啊 他这批财物送得真是及时 建设延长 如果以西关七星的财力来开始 难免就要被西关七星渗入其中啊 培记正则说 西关七星当然要用 他们是本土师身 瘦子的骆驼比马大 更何况他们现在还不是瘦子的骆驼 在西关还是有着极强的人脉关系 二弟在当前必须要好好利用这些关系 但是话说回来 对西关七星既要用又要防 二弟需要借助他们的势力 在西关展望脚跟 同时 他们也要借助二弟的势力 东山再起 互相依存 可是 无安不能被他们斩了主动 特别是开矿制炎 二弟尽可能地将其掌握在自己手中 可以利用西关七星打开销售之路 但是 制炎的根本 却最好不要让他们渗入 楚欢明白培记的担心 微微点头 大哥 建军要招募新兵 在西关招募新兵 倒也不是困难的事情 但是武器装备却是大大的问题啊 楚欢低声说 大哥有所不知 我查了下兵部司库 按理来说 西关刚进大战 最不缺的就应该是装备器械了 可是 大哥可知道兵库如今的情况 裴记哈哈笑道 前来夫人的时候 二弟难道还以为 朱灵月会给你留下东西 你还指望着兵库 能给你库存东西 楚欢叹道 其实小弟倒也没有想过能留下多少东西 只是现在留下的东西让人触目惊心的 兵库之中一套甲咒都没有 残留下来的只有小部分的长枪和盾牌而已 裴记皱起眉头 兵库连一件甲咒也没有 是 楚欢神情凝重 据说 在我抵达朔卷之前 兵库还存了六百套甲咒 不过却被东方信 调用到了平息军中了 裴记双眉一盏 笑着说 二弟难道不觉得这是好事 楚欢想了想 明白过来了 清声说 大哥觉得这中间有文章可做 何之文章啊 那是有他文章啊 裴记笑着说 东方信与你已经是经味分明 枕风相对 就算老百姓们还不清楚 但是西关的官场之上 谁都知道 你和东方信始如水火 东方信和董事真 一门心思要跟二弟找麻烦 二弟自然也不能一直隐忍了 楚欢叹道 小弟倒也不是想隐忍 出来西关 许多事情还没有弄明白 身在这种环境 总是要谨慎一些的好 裴记喊小说 二弟知道谨慎 那是极好的 不过 对方气势雄雄 二弟大可利用自己的地位 找到实际 也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有时候以功为首 反倒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呀 以功为首 楚欢笑着说 大哥审认兵法 看来这兵法 也不止用在沙场之上了 摸了摸下巴 为沉吟才说 既然圣上想要利用我搅乱西北 制衡朱灵月 自然也不愿意看到我处处受制 建设新军 却不劳朝廷拿银子 也由地方的捐献解决 不想圣上 应该是乐于见到的 至少目前来说 皇帝一定会支持你建设新军 裴记说 皇帝不想看到朱灵月壮大 但是以现在西北的局面 却是愿意看到你能够壮大起来 西瓜的新军 本就是以应对朱灵月而募建的 建峰是指向朱灵月 这当然是皇帝愿意看到的 所以如果此时尚书朝廷 恳请朝廷播送一批建军的装备器械 皇帝应该会给予支持 主官若有所思地说 裴记扶须点头 东西整个局面就知道自己的优势 知己知彼便可以从容应付 皇帝利用你在西关制衡朱灵月 若是你不向朝廷索要一些东西 只怕老皇帝反而会奇怪 有些话皇帝不对你说破 但是他知道 以你的聪明才智 来到西北之后 必然会很快明白他的神意 只要你明白他的意思 没有异心 并会积极制衡朱灵月 他当然也清楚 没有朝廷的帮助 你想凭借个人之力 制衡朱灵月 无疑是痴人说梦了 就是你所说的天方夜谭了 所以他或许早就等着你找朝廷索要物资 如果你迟迟没有伸手 恐怕你们那位多疑的老皇帝 反倒觉得你另一心 会沦为朱灵月一伙了 储宽心中 此时已经是十分的庆幸了 储宽并不觉得自己是笨人 但是政治上的许多的事情 他还不能一眼看透 他此时庆幸 自己身边有裴继这样的人物 裴继一番话说起来 就已经将整个局面说得是一清二楚 成熟裴继所言 洞悉整个局面 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知己知彼便可以从中应对了 那小弟就狮子大开口 向朝廷索要物资了 储宽感觉自己的脑子 此时是一片清明 豁然间顿无许多东西 他能给多少 我不管 但是这边尽量多要 正是 裴继哈哈笑道 二弟素来大方 这次也不要小家子戏 敞开了 向朝廷开口 你越是要得多 老皇帝恐怕就会越觉得 你是要卯足力气 与竹林月大争一场 对你有利无害 楚欢想通关键 虽然明白自己如今的处境 依然是不得观 心情却还是大为畅快 真上酒 正要与裴继一饮而尽呢 门外却已经传来 求如血的声音 大人 我回来了 主官听主是求如血的声音 立刻站起 说道 求兄快进来 还有酒 一起喝上几杯 求如血进了屋内 灰色长袍 头戴斗笠 摘下了斗笠 先是向裴继 微微攻身 他早已经知道 裴继是楚欢的 结白义兄 更知道 裴继此人 莫测高深 莫说其他 就说日夜跟随裴继的秦雷 看上去瘦小得很 可是 却让求如血 认为纵横江湖多年的刀客 吃了个大亏 秦雷如此 求如血对裴继 就更是敬畏了 不敢施了离数 见楚欢 召唤 过去在楚欢身边坐下 楚欢已经问道 情况如何 是否打探清楚了 求如血 见楚欢当着裴继的面 询问 那肯定是没有顾忌了 自己也就不用遮掩了 低声说 大人 已经打探清楚了 他就在城中 朝阳出生 城外的疫病区 已不是此前那种死气沉沉的感觉了 当许多人都以为疫病区的人 将会一个接一个的死亡之时 新任的总督 却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奇迹般的带来了药方 这种药方正是针对当前蔓延的瘟疫 最难能可贵的是 应对瘟疫的药方十分的简单 并不需要昂贵的药材 所使用的几位药材 几乎都可以在西北本地找到 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药材 就是从前在西北遍地可寻的积极草 苏老太爷之前一直不明白 主观为何要派人大量收集积极草 直到药方颁告出来 他才恍然大悟 除了积极草 还需要几位药材 不过都十分常见 并不昂贵 说前城中倒是有不少药材商 得知总督大人已经下令收集药材 配置解药解救百姓 他们却是自发地捐赠了不少药材 而捐赠药材送至城外 与西关七性之前收集的积极草 合在一起熬制成药 焚发给感染瘟疫的患者 让所有人钦佩的是 总督大人的梁芳没有藏着掖着 而是四处张贴 一般人甚至不需要劳烦大夫 自己就能够按照公布出来的药方配置解药了 药方也迅速地传开了 遍布西关各道 不过数日时间 西关道的男女老幼 几乎都知道应对瘟疫的配方了 而且人们都知道这药方是新任总督带过来的 当人们绝望地等待着一场浩劫降临之时 楚欢的到来 就要这场浩劫是戛然而止 虽然依然有不少人丧生在瘟疫之下 但是药方的出现却是让大多数人幸免于难 许多已经感染瘟疫的人们 已经坐以待毙 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谁又能想到 转眼之间就能够重获新生 无论是感染者还是患者的家属 都因此对主汉是感恩戴德 这份功劳谁也抢不去 在习惯官府束手无策 代付郎主们摇头之际 楚欢登上了城头 向百姓们亲口沉说 已经有了对付瘟疫的法子了 而且转眼间就将无价的配方公告出事了 所有人都只觉得是楚欢挽救了大家 楚欢自己甚至都没有辜测出此事给他带来的巨大收获 许多转为为安的患者甚至因此而在家中供奉起了总督大人 视其为在世神仙 百姓们本就迷信 一开始只是感激楚欢给大家带来了平安 但是很快在人们的议论声中 就觉得厄运降临之际 楚欢从天而降带来福音 这绝不是偶然 或许真的是苍天有眼 看到习惯的黎民刚刚经受战乱之苦 不忍习惯黎民再遭受 所以派来楚欢解救苍生了 西北民风彪悍 但是西北的百姓却又最是淳朴 他们的心里都有一本账 在正常情况下能够辩明是非 楚欢带来了配方解救了黎民 在老百姓心中楚欢就是一个好官 许多人此前一直对西官的未来心存黯淡 但是倾此一事 心中却生出了希望来 楚大人能够解除一场天大的浩劫 许多人隐隐觉得 这位新任总督 未必不能带着西官的百姓 重振家园 护补司虽然并不在楚欢的掌控之下 但是事关西官百姓存亡 这种事情麻糊不得 所以却还是在楚欢的吩咐下 积极地展开救援 药方传遍了西官 西官各种府县 也都是得到总督府颁下的命令 积极展开救援 组织当地的百姓和大夫一起 依照药方熬制解药 百姓们被组织起来采集药材 一场抵抗瘟疫的运动 在西官风风火火而起 连续近十日 楚欢出城四处巡查 检查救援工作 每到一处 当百姓们知道 是总督大人亲自前来看事了 都是欢声四起 楚欢见到西官的瘟疫 渐渐平复下来了 这才松了口气 在抵抗瘟疫的同时 楚欢自然不会忘记设立新颜局 知道楚欢准备大肆制炎的人并不多 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楚欢将会利用新颜振兴习惯的经济 所以新颜局设立之后 很多人都不明白 楚欢为何要设立这样的衙门 董事真心中虽然是满腹疑惑 却无法公开阻止 毕竟在非常之时 官府偶尔设立一些特别的机构 衙门乃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就好比抵抗瘟疫 楚欢设立救灾委员会 所以很多人知道 这新颜局可能与食言有关 但是到底有何看信 知道内情的人却是屈指可数 新颜局设立 杜甫公被委认为新颜局第一任总管 楚欢并没有用上局长这个名头 总觉得有些异类 倒是觉得总管这个词倒也不错 杜甫公上任的次日 便有一笔资金进入了新颜局了 新颜局的官吏并不多 这是楚欢掌握经济命脉的衙门 所以里面的官吏 当然是要心服 除了杜甫公 楚欢将孙子空也调入新颜局了 担任杜甫公的副手 孙子空办事灵力 楚欢倒不想他能办什么大事 其实他很清楚 以杜甫公的能耐 足以将新颜局搭理得井井油条了 调入孙子空 以致让杜甫公能够有一个用得顺手的人 名不正则言不顺 所以楚欢倒是给孙子空 判了个副总管的名头 这道命令下达之后 孙子空数日都不曾睡着啊 他从未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为官府的官员 他只希望有机会能够回到故乡 伸转官府 在自己最喜欢的王寡妇的面前走一走 他曾经暗恋那个屁股很大的王寡妇 却自残行贿 只将这段感情埋在心里 现在楚人头地了 很想飞到王寡妇身边 让他明白自己已经是逾越龙门了 除此之外 楚欢与苏伯商量一番 请动了苏伯 暂时也进入信言局了 暂时在里面帮衬着 苏伯一直跟随林郎 打理和省权的生意 老称持重 有丰富的管理经验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虽然苏伯年纪大了 但是新言局有这位老者 却等若有了镇局之宝了 此外 楚欢从禁卫队中 抽掉了15名禁卫军 听从杜甫公的吊牌 初步设立的新言局 是个很简陋的衙门 但是楚欢知道 这将是自己日后最大的助力 按照裴继所言 楚欢将官内送来的财物 以林郎的名义抽取了一部分 注入新言局 新言局有了这笔资金 第一步就是前往西侠山建设盐厂 当下新言尚未制作出来 所以新言局也并无大事 杜甫公亲自想往西侠山 监督盐厂的建造工作 虽说盐厂并没有用上 齐观齐性的因子 但是苏老他也对此事 依然是十分积极 抽掉了苏家的帮用 先往西侠山建设盐厂 西侠山建盐厂 动工之后 董事真当然不知道 是要在这里建盐厂 他虽然派人打听那边的情况 却还是知道 在西侠山建造房舍 到底有什么作用 董事真也是一头无水 西关的天气也开始热起来了 身形偏胖的兵不思主事赵信 比普通人更是提前感受到了热议了 只是当总督府来人 找他前往之时 赵信身上的热议便即全消了 楚欢是在总督府正堂 接见赵信的 赵信心中还是奇怪 不知道楚欢 为何会突然召见他 只是看到楚欢之时 楚欢满脸带笑 询问了兵不思的一些琐事 赵信 没有些紧绷的心 才微微放松了 赵主事啊 其实今日找你过来 是有些事情要向你请教 当第一杯茶饮进 天上第二杯茶的时候 楚欢脸上的笑容开始收敛起来了 一本正经的问道 上次听赵主事说起过 如今兵库之内 只有小部分的长枪和盾牌 不知道本都记错没有 赵信顿是警觉起来了 但还是含笑说 大人没有记错 兵库现在并无什么装备 下官倒是几次往兵部成文 希望能够拨下新的装备器械 只是大人也清楚啊 如今六部衙门 那都是围着东南转啊 无论前梁装备 马匹都是往东南那边调运过去 头几次并不答复 让咱们这边山雾躁 可是后来城门上去 如同时辰大海 连个回话也没有了 哎 都不容易啊 楚官叹了口气 凝滞着赵信 赵主事似乎上任并没有多久啊 听说是朱总督向朝廷保举 你在与西梁交兵之时 避过战功功劳不小啊 赵信听到朱灵月三子 更是警觉 保持笑容 说道 国家有呢 哪儿就该笑命将场 说得好 楚官端起茶杯 车里吹茶叶末 对了 赵主事啊 西官道前任兵不自的主事 好像是叫 想了一想 再说 好像是叫 淳于还吧 赵信此时 已经强烈感觉到 楚官话中藏有玄机 他知道 李延迁这位总督大人 虽然年轻 但却绝不是泛泛之辈 不知道楚官 此时为何会提到 前任兵不自主事 知道 也有可能操有陷阱 想了一想 才小心翼翼的说 大人说的不错 前任兵不自主事 正是淳于还 不过 此人因为勾结西梁人 有卖国的嫌疑 所以 本都知道 本都知道 楚官含笑说 前番公孙楚 被押赴刑场 有不少官员 连同要被处斩 那其中 就有淳于还在内 赵新点头说 哦 是 公孙楚的案子 本都已经称禀朝廷 有没有卖国 朝廷自有定论 在朝廷的旨意 过来之前 咱们倒也不能冤枉了他们 楚官 愚衷心肠地说 如今公孙楚 和那群官员 被本都囚禁 是啥是放 等着朝廷的旨意呢 不过 前两个日本都过去 随便审问了几句 倒是从淳于还口中 审出了一些东西 所以啊 今日请赵主持过来 是想确定一下 赵新双眉微紧 勉强笑着说 不知大人想要确定何事啊 楚官从桌案上 拿出一份卷宗 丢给赵新 赵新探手结果 楚官这个动作 已经让赵新 有了不祥的预感了 却听得楚官说 这是淳于还的供词 赵大人可以看一看 赵新翻开卷宗 扫了几眼 眉头皱得更紧了 楚官品了一口茶 放下茶杯 这才说 赵大人想必看明白了 这是淳于还的供词 据他所言 赵大人担任兵部司主事之前 兵部司一直由他主持 当初朔权沦陷 朔权的各司衙门 撤到了平原县城 兵库当时 也就设立在平原县 哦 确如此是 赵新点头说 不过 这上面所宰的树木 难道有问题 不等赵新说完 楚官已经打断了 说道 淳于还此人 应该是有些才干的 否则 于老将军当初 也不会将所有的军械装备 交由淳于还管理 战事紧张 朝廷当时 也是往这边 调运来了大批的装备器械 甚至还有马匹 兵库在北原的时候 处处近近 具体数目有多少 咱们也就不用去多管了 不过 淳于穷这份供词之中 倒是明确交代了 西梁撤军之后 从北原迁回朔权时 兵库的具体数目 想了一下 朱总督光复了朔权 第一时间逮捕了公孙楚 不过当时 却并没有立刻逮捕 公孙楚所谓的党羽 特别是淳于还 因为管理军械 颇为复杂 在逮捕他之前 事先罢免了他的官职 由他将兵不私的事物 转交给赵大人 直到千惠朔权之后 才被逮捕下狱的 这一点应该不会有错吧 确实 确实是这样 赵新明显感觉 楚宽似乎在布套 自己已经似乎是不知不觉 被印入套子内了 那就对了 说明千惠朔权的时候 淳于还对于兵库的情况 还是十分了解的 楚宽凝视赵新 气定神仙 淳于还这上面 详细交代了 当时兵库的装备数目 伸出手来 赵新先是一愣 但立刻明白过来了 急忙将这份卷宗呈上去 楚宽接过来 缓缓地说 这上面说得很清楚 刀枪等兵器的数目 加起来不下两万件 盾牌超过一万面 不占一是两万四千套 对了 长弓五千张 强弩也有五百只 铠甲倒是如赵大人上次所言 是六百副重甲 眯起眼睛放下卷宗 问道 赵大人 这上面可有出入呀 赵新眼角跳动 他尚未说话呢 楚宽身体已经微微前倾 韩笑说 冰库当时扣存量不小 想必知道的人也不在少数 淳于环所言是真是假 稍假调查 就可以知晓了 赵大人 你说 是吧 赵新无可奈何地说 大人说得极实 淳于环 淳于环所说的 虽然并不能完全对上 但是大致也就如此了 楚宽含笑点头 问道 赵大人 本都想请教 各道兵部司兵库之内的装备 主要是用作何种用途啊 主要 主要是给禁卫军更换装备 赵新说 此外 地方州军的军械装备更换 也是 也是用兵部司负责的 哦 原来如此啊 楚宽仲美说 可是据我所知 战后西关的情况有所不同 地方州军和建卫军都已经不存在了 一旦重建 那么兵库之中数量如此庞大的武器装备 不知去往何方啊 赵新的额头已经冒出汗来了 犹豫着并没有立刻回答 却听到啪的一声响 主宽一只手已经重重拍在桌子上了 赵新的胆量本也不小 此时却竟是被吓了一跳 见到主官神情冷峻下来 胜若寒冰 赵新 本都问你 这些装备是否都被你贪没了 赵新神色巨变失声道 大人 这万万不是 下官 下官拿那样的胆子 这可是数万件装备啊 下官就是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 也不敢打这些装备的主意啊 楚欢早已不服仙气的和气了 冷笑的说 赵新 你也知道 我大秦有刀手令 百姓不得私藏兵器 更是禁止兵器私下交易 但有违令者以谋反之罪处置 数量如此庞大的军械装备 却从兵库消失 你这位兵不思主师 如果不能给个答案 本都现在就以谋反罪斩了你 想必你也知晓 本都前来习官夫人之前 圣上赐下金剑 可以便宜行事 也有先战后奏的权利 赵新脸色反白啊 说道 祖都大人 兵库的军械装备 都已经拨开了平息军 此时 此时大人 尽可以去找东方将军询问 东方将军 楚官冷笑地说 兵库装备消失 本都只需要找你 找他有何用 他是平息军 乃是朝廷的军队 不属于地方军制 并不受本都的节制 这一点 你比本都清楚 兵库的军械装备 你刚才也说过 只能提供给地方军 平息军 有什么资格 从地方兵库调动器械 你要知道 这是违反朝廷的法度 撕掉军械 一同于谋反 赵信 终于明白了楚官的意图了 楚官今日这一招 却是杀了赵信一个措手不及 他完全没有任何准备 已经慌了神了 但却还是辩解地说 大人 兵库储存的装备 许多都是朝廷调拨过来 用于与西凉人交战 平息军的前身 就是于老将军率领 对抗西凉人的主力军 楚官抬手打断他 说道 本都知道你的意思 你是觉得兵库的装备 是朝廷拨给西北军的 将那些武器装备 调给平息军 是天经地义 赵信感觉到楚官目光犀利 还是颇有些胆怯的 但却还是勉强地说 确实如此 下官认为平息军 调用兵器 并没有什么不恰当 楚官冷笑地说 赵信呀赵信 本都现在很奇怪了 朱总督怎会包拘你 当任兵部司主事呢 你对兵部司的事物 简直是一窍不通 朱总督看来是看错人了 赵信是心下恼怒 说道 下官不才 不过大人所言 下官倒是难以接受 下官虽然认知时间不长 可是虚心请教 对兵部司的事物 还是通晓的 通晓 楚官显出了不屑之色 西梁人如果还有一兵一卒 留在我大秦境内 本都就绝不会过问此事 但是西梁人早已经退出 我大秦疆土 本都倒是问你 你拨出去的武器装备 还是用来对抗西梁人的 平西军的前身 固然是对抗西梁人的主力军 但是你莫忘记 那时候还不存在平西军 而是西北军 与老将军编制平西军 本就是看到西关局面混乱 所以是要以平西军 蒸发习惯的乱匪 平西军直接隶属于朝廷 并不受制于地方 赵新眼角抽动 反问道 大人 兵库的兵器 既然是朝廷拨过来的 那么 那么调给平西军剿匪 也无可厚非 各司衙门前回朔权 也就是说明 地方衙门已经恢复正常 各司气质 楚官缓缓地说 兵部司进驻朔权 兵库已回朔权 那么 兵部司就隶属于 总督衙门之属了 兵库也是地方兵库 兵库里的一切装备 就只能调用给西关的地方军 这一点 你难道不明白 哼 冷哼一声说道 朝廷并无旨意 平西军可以调用 地方兵库的装备 没有这样的特质 那么 地方各司衙门 要按照朝廷固有的法度来办 东方信无权找地方 索要装备 而你 更无权调动兵库的一件兵器 如今 你赵大人却将兵库调送一空 本都问你 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 难道你是要谋反 赵信 张张嘴 一时间却不知道如何辩驳了 退步讲 就算朝廷真的有特质 平西军需要更新装备 那么 你将新的武器装备调送出去 更换之后的旧装备 如今在哪里 主欢伸出手来 赵大人 你总要给本都一个交代 赵信抬手 擦擦额头上的冷汗 说道 是 是东方将军找上门 本都不管是谁找上门 主欢白手说 东方信不受本都节制 本都无权去过问他的军务 他自然也无权从地方兵库调动装备 对本都来说 东方县上门和一个普通的百姓 上门索要兵器并无区别 同样是没有资格 赵大人 如果是一名没有资格的普通百姓 找你索要树木如此庞大的装备 你却大大方方的将兵库奉送一空 本都倒真想问你 这与谋反有何差别 那 大人的意思是 按理来说 你坏了法度 本都现在就可以治你的罪 但是 如此一来 恐怕你不会心服 习官刚进大战 有些事情还是比较混乱 你新官上任出了差错 本都宽厚为本 也不能不给你机会 楚欢靠在椅子上 端起茶盏 缓缓地说 本都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个 将调送到平息军的所有武器装备 哪怕是一块烂铁一块破布 你都要给本都收回来 本都给你三日时间 如果到了时限 本都还没有看到收回来 那么本都就只能以滥用职权 涉嫌谋反之罪 向朝廷承报上去了 那第二个选择是 第二个选择 本都相信你不会选 主管淡淡地说 如果你没有这个打算 不准备将物资收回 本都也不耽搁时间 给你第二条路 现在就将你逮捕下狱 而且本都相信这么大的事情 兵不思也不会只有你赵大人 摄入其中 开诚布公地告诉你赵大人 本都要整顿兵不思 大力地整顿 本都应该还有这个权利啊 你堂堂兵不思主事都不称职 本都怀疑兵不思 还有几个称职的官吏 饮了一口茶 放下去茶杯 冷试赵信 赵大人 你的选择是什么 赵信自然是听过楚患的名声了 他心里很清楚 能让皇帝派到西关来 这年轻人绝不简单 看似淡定自若 但是话中刀锋闲闲 知道 这个时候若是硬顶 肯定是没有什么好果的事 只能硬着头皮说 大人 下官自然是遵照大人的吩咐 去找东方将军讨药装备 如此甚好 楚患寒笑点头说 赵大人 本都希望你三日之内 能够将此事办妥 也算是监工补过了 如果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本官自然会网开一面 不会对此事太过追究的 赵信的心里 狠得牙痒痒的 但是面上 学到保持着恭敬之态 拱手说 下官就先谢过 总督大人了 也不忙这些 如果未能如期讨回 本该属于西关冰空的物资 本都也还是不会对你客气的 楚患再次端起茶杯 不看赵信 只是淡淡地说 已经到了正午饭口了 本都府上是清汤寡水 也不好留赵大人吃饭 赵大人尽早去找东方信才是 赵信巴不得早些离开这里 起身来 拱手退下了 楚患看着赵信的背影 端着茶杯 若有所思 呼挺的 旁边似乎有轻微的动静 他警觉性极高 如动孤狼一样敏锐 斜眼看过去 见到大唐侧面屏风后面 探出一个脑袋来 似乎正在那边考虑 是不是出来 楚患一眼就看出是素娘 放下茶杯 扭头过去 笑着说 素娘有事 素娘被楚患发现 有些尴尬了 却还是走不出来 她此时已经书上了凤伟计 这只有妇人才会梳理这样的发迹 表明已经婚配了 此前素娘虽然在名义上 嫁给了楚患 却一直没有圆房 也一直没有梳理这种妇人计 此时这发迹配上她一身衣衫 却是尽显少妇的妩媚风情 老爷 这 这是我给你蒸的馒头 素娘端着一碟馒头过来了 馒头还热腾腾的冒着热气的 你 你这几天一直在外面忙碌 所以 说了几句话 小姐楚患盯着自己脸庞看 素娘顿时就感觉心耳跳得有些快 脸上发热低下头 请不走过来 楚患柔声说 可辛苦你了 福利本来没有面粉 是这次从关内送过来的 素娘说 这阵子你整日在外忙碌 也没有好好吃上一顿饭 大中午了 你先吃两个馒头垫一垫 楚患拿过一个馒头 未沉饮 忽然问道 素娘 你知道西关的百姓 如今都在吃什么 我 我没有出过门 也不知道 素娘眨眨眼睛 摇头说 老爷 我只听他们说 西关这边粮食很少 饿死了很多人 是啊 楚患示意 素娘在自己旁边的椅子坐下 这些天 我出城巡视疫病 瘟疫倒是得到了控制 但是却看到和听到许多事 西关饿死了很多人 遍地饿瓢并不是虚言 清醒的是 现在春夏时分 操长应飞 许多的百姓 如今都是用野菜和树皮来冲击 黯然说 就在前两天 到了一处村子 我亲眼瞧见 一个刚刚饿死的孩子 他不过 不过五六岁 像这样的灾民 在习惯很多呀 素娘本就是穷国人出身 感动身受 眼圈顿是变红了 问道 那 那该怎么办 二郎 你那么有能耐 能不能想法子救他们 我一直在想法子 可是 巧妇难为五米之锤呀 楚患缓缓地说 朝廷拨不过来 旧再粮 老百姓 现在也只能靠野草 树皮度日了 好一点的 还能将就着 往山上去打些猎物 採些野果 可是 习惯这么多人呢 哎 顿了顿 请他一声 说道 好在 习惯各州县 已经种下了粮食 按照他们的说法 今年老天爷 倒也是帮忙 虽然算不上 风调雨顺 但是庄稼生长的 还不错 只要一直这样下去 到了秋天 应该会有个 好收成的 素娘说 等他收了粮食 就饿不死人了 但愿如此 楚患说 只是 习惯的两种并不多 种下的庄稼 也不多 许多的田地 都还荒芜着 这倒不是 我最担心的呀 素娘眨眨眼睛 她如今 不死从前 倒也习惯了 每天稍作打扮 性眼红腮 百里透红 看上去 倒是十分的水灵 老爷最担心的是什么 土匪 楚患说 习惯的乱匪众多 大家结舍 不过 却并没有破坏庄稼 这不是很好吗 素娘不解地说 庄稼好好长着 才能有收成 他们没有破坏庄稼 那也不算太坏 流狗乱匪 其实也大多是普通百姓 毫于无奈 才沦为土匪 楚患说 他们从前 也都是种庄稼 所以对庄稼有感情 不会心意破坏 但是 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 那是等着庄稼长成熟呢 看着素娘说道 咱们等着有个好收成 可以让老百姓吃上粮食 可是那些土匪 也等着粮食有了好收成 便会清朝出动 抢夺粮食 啊 素娘花容失色 急忙说 二郎 那你要想办法 不能让他们把粮食抢走 只要是被土匪抢走了粮食 会饿死更多人的 他一时着急 二郎的称呼 破口而出 其实这称呼 楚怀和素娘 都是心照不宣的尽力避免 二郎叫出来 总还是让两人感到 是嫂子和小叔子的关系 颇有些尴尬 楚怀说 所以情势很急迫 官府要做好秋收之事 土匪抢粮的准备 这些粮食是救命的 不但关乎到老百姓 是否能够吃上粮食 还关乎到明年的粮种 那是绝不能被他们抢了去的 粮食要落到他们手中 到时候就算百姓不想法 可是为了活命 那也不得不跟着那帮乱匪造反了 呼的一排脑袋笑着说 真是的 看到馒头 怎能说了这么多废话 素娘的脸蛋微微发红 低着头轻声说 你 你什么都可以和我说 你要是心里 心里不痛快 都可以和我说的 楚欢见她修态娇人 与当中那种村妇的风范 大不相同 看来时间和环境 终究还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 好 我又不痛快的话 不住素说 以后就和素娘说 楚欢含笑说 不过从关内运来的白面 暂时还是不用轻动的 以后说不定还能多救几个人呢 我听你的 以后不用这些面粉了 素娘乖顺地说 那这几个馒头 老爷你先吃了 给雷儿吃吧 主欢说 他年纪轻 饭量大 长身体的时候 素娘听主欢提到秦雷 脸上便显出奇怪之色了 低声说 老爷 那孩子饭量真是好大呀 他一个人一顿饭 能顶上三个 怪不得他力气那么大 前两天 那个胖子还和他打赌 说 他如果能够举起 后花园那块大石头 从此以后 就喊那孩子大哥 楚欢知道 素娘所说的胖子 是只胖柳 哈哈笑道 哈哈哈哈 你这说 后花园那块巨石 那也不过三百来斤嘛 对雷儿来说 实在不算什么 他天生神力啊 别是再加一块石头 他也不在话下的 素娘已经玩耳说 是啊 秦雷轻轻松松的 就将那块石头举起来 胖柳吓了一大跳 他想耍赖 被秦雷一把拉住了 逼着他叫大哥 当时在场那么多人 胖子硬是当着众人的面 喊秦雷叫大哥 楚欢是微笑汗手 素娘随即 又醋没说 那你都给他吃了吗 楚欢笑着说 都送过去吧 这孩子心里纯真 你今日给他这几块馒头 他日后就一直想着你的好 素娘犹豫了一下 说道 要不 要不你吃一个 剩下的 剩下的我再送过去 楚欢知道素娘的心意 这是她专门为自己 做出来的馒头 若是自己一个也不吃 倒是伤了素娘的心了 拿了一个在手中咬了一口 笑着说 你做的馒头又大又白 最是好吃了 说到这里 楚欢竟是脑中一闪 却是情不自禁地 往素娘的胸口瞅了一眼 素娘正看了楚欢吃馒头呢 小剑楚欢的目光 在自己的胸口扫了一下 女人对这种事最是敏感了 素娘又怎能不知楚欢的心思呢 脑中立誓就想到 楚欢拿走自己真操的那碗 床底之间 楚欢可不是夸赞过 自己的胸部又大又白 如同两团大肉包子吗 一时间脸红心跳 羞燥无比 楚欢也知道 自己有些话说的 会让素娘有所误会的 不过也不解释 见到翘媳妇低着头 满脸通红 那娇艳欲低的样子 却很是可人 府里的饮食 能省就省一些 楚欢看到小媳妇 太过羞燥了 只能转变话题 倒也不是小气 只是 能够省下来一些粮食 以后只怕能救命 虽说苏老太爷他们 送来了不少的粮食 却还是要省些的 杜先生不能在府里帮忙 这府里的事情 也就要你多操劳了 素娘可怜巴巴地说 之前杜先生在 静静有条 可是杜先生走了之后 我有许多事情 做得不好 老爷 是不是 是不是我太笨 当然不是 主官温言说 总有一个过程的嘛 再过一阵时间 也就顺手了 饮食 我缩减一些 那 那给大伙的工钱 要不要也 也少一点 工钱不要少 主官说 虽说是府里的下人 但是从官内 跟着咱们出来 也都不容易 开发的工钱 一文也不要少 宿娘急忙点头 端着盛装馒头的盘子 眼神闪烁 一时间也并不离开 那唇儿微微动了动 似乎想说什么 却没说出一个字来 宿娘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主官查言观色 立时发现了 宿娘忙说 没有 神色有些慌乱 楚欢何等心思 宿娘有心事 她竟然看不出来 柔声问道 有什么事 你尽管说 咱们是夫妻 你刚才说了 我要是有不欢喜的事情 可以和你诉说 那你有什么心事 也告诉我 宿娘咬了咬 风润的红唇 犹豫了一下 吞吞吐吐地说 老爷 我 我是有件 有件事情 要问你 楚欢三连口 将馒头吞下去 正才笑着问道 什么事 就是 宿娘犹豫了一下 却还是吞吞吐吐地说 从官里来的那些人 就是 就是苏东家府上的那些人 以后 以后都住在咱们府里吗 你是说苏伯他们 楚欢问道 是 苏娘忐忑不安地说 苏伯带来了十几个苏府的人 这些人现在都安顿在咱们府里 他不敢直视楚欢 偷瞄了两眼 我听他们说 他们这是返回故乡 以后就不会离开了 这 这都是 真的 楚欢点头说 嗯 是真的 他们当初都是跟随苏老爷入关 本就是这里的人 如今回到故乡 确实是不会再离开了 哦 苏娘看上去有些沮丧 楚欢皱眉问道 怎么了 苏娘忙摇头说 没 没什么 但是那表情分明是心中有事 你是担心他们一直住在府上吗 楚欢含笑说 他如今对苏娘的性情还是了解的 虽然今非昔比 从一村姑变成封江大理夫人 但是苏娘骨子里的性情并没有完全改变 苏伯带着苏府十几号人率先一批来到了西关 他们虽然隶属于西关七性之一苏家的分支 但是多少年来没有怎么联系了 这一次也并没有直接去找苏老太爷 楚欢和苏伯商议过后 这些人暂且都安顿在总督府内了 这总督府虽然遭受破坏 还没有完全休息 算不得阔气 不过面积极大 庭院甚多 莫说十几号人了 就是百来号人过来 也能凑合着住下来 这群人入住总督府 也就等着是多了十几张口 而且这次跟过来的都是苏府内的壮劳力 饭量都是不小 就是在京城的时候 陡然多出这么多吃饭的口 素娘心里也不会有多舒服的 更何况 如今习惯是缺衣少食 就是总督府要勒紧了裤腰带过日子 他自然对这事十分伤心了 素娘有些尴尬 低着头想了想 才问道 他们说苏东家 苏东家变卖了家产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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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来西北 说到最后一句 声音已经是极为细弱了 楚欢此时终于明白过来了 素娘未必是在意苏府的人住在总督府 原来这个小媳妇真正在意的是琳琅 见楚欢并没有立刻说话 素娘只当楚欢不愿意多说 起身来说道 那 那我先去送馒头 素娘 你先坐下 楚欢示意素娘坐下 然后凝视着小媳妇的俏脸 问道 素娘 你说真心话 你觉得苏东家为人如何 素娘有些尴尬 但还是说 她 人长得漂亮 而且性格又好 还 还有那么丰厚的家产 没有多少 没有多少女人能比得上她 那 你喜欢她吗 楚欢想了一下 才问道 你对她是什么感觉 素娘眼神闪烁 见楚欢看着自己 不敢与楚欢直视 只能低着琴手 我 我也不知道 她 她是个好人 娘病重的时候 她一直都帮着照顾 犹豫了一下 忽然 鼓起勇气 抬起头 看着楚欢 问道 她 她是不是 喜欢你 楚欢一争 素娘悠悠地说 你在苏府的时候 只是一个下人 如果 如果她不喜欢你 又怎会对娘那么好 爱屋即屋 她是因为喜欢你 所以 才对我们 十分照顾的 楚欢心里 很清楚 素娘只是淳朴 不是愚笨 这小媳妇 虽然许多话不说 可是心里 就是明镜似的 而且女人 本身对感情 这种事情 就十分的敏感 林郎当初 又是安排宅子 在处理室 病重的时候 更是细心照顾 莫生宋杨不笨 就算她真的不聪明 也能察觉出 其中的蛛丝麻迹来 楚欢更是明白 虽然尚未给林郎名分 但是二人 早已经私定终身了 林郎更是将自己的终身 托付给了自己 自己 那是绝对不能 有福那个女人的 苏娘 有件事情 我一直想和你说 楚欢明白 苏娘是自己的正式妻子 与林郎的事情 终究还是要和苏娘商量 这也是对她的尊重 其实 在我们成亲之前 我就已经与林郎 私定了终身 她是个好姑娘 我也下定过决心 不会辜负她 出乎楚欢的意料 苏娘并没有吃惊之色 反倒是轻声说 其实 我早就看出来 林郎姑娘喜欢你 你 你也喜欢她 低着琴手 一时间沉默不语 楚欢有些尴尬 她在感情上 本就有些木讷 这时候 也不知道 该和苏娘说些什么了 苏娘沉默一阵 才轻声问道 那 那如果不是 不是娘的意思 你 你是否就不会 不会娶我 问住这句话时 苏娘的琴手 吹得更低了 楚欢起身来 走到苏娘身前 苏娘顿时便紧张起来了 楚欢却已经 蹲在苏娘面前 握住她双手 揉声道 有些话本来是藏在心里 不想说出来 但是 近日说到这里 我还是愿意 将我真些话 说给你听的 她此时 就在苏娘西边 我一抬头 能够看到苏娘脸庞 却是发现苏娘的眼角 似乎带着一丝丝的泪水 其实回到刘家村 那天见到你 我就知道 你是个好女人 楚欢握着苏娘的手 轻声说 如果没有琳琅 那么我会在刘家村 好好照顾你和娘 一开始的时候 我敬重你是我的大嫂 但是我心里 对你很有好感 其实我有时候在想 如果没有去和声圈 一定会守在你和娘的身边 而且日久生情 和你在一起久了 也许 说到这里 却不好继续说下去了 苏娘眨眨眼睛 问道 也许什么 也许 没有娘的意思 有一天 我也会娶你 做我的妻子 楚欢轻声说 家里 有这样一个 如花似玉的姑娘 我又怎能 毫不动心呢 苏娘的脸颊 顿是飞红了 低声说 那 那你喜欢 喜欢我吗 当然 楚欢十分肯定 认真地说 苏娘 虽然咱们成亲 是娘的意思 可是 如果真的对你没有感觉 我也不会因为顺从娘的心意 将你迎许过门的 如果我不喜欢你 我只会想娘抱着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不会让你受到一丝一毫的委屈 而且我相信 我一定能够说服娘 当日 娘为我们定下终身 虽然我很吃惊 当时心也很乱 却并没有反对的意思 或许 那时候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心里 其实是愿意 让你做我的妻子 楚欢这般说 宿娘脸上 方才的黯然之色 渐渐消去了 楚欢已经抬手 为她失去眼角的泪痕 柔声说 不要胡思乱想 既然娶你过门了 我就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 那你是不是说 你娶我过门 不是 不是因为看在 我照顾娘多年的情分上 而是 而是你真心喜欢我 是 楚欢点头说 你可知道 有的时候 我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宿娘奇怪地问道 什么感觉 有时候 我会觉得 你就是老天爷 特意为我而生的 楚欢轻叹道 第一次抱住你的时候 那种感觉毫不陌生 就好像 就好像 我们已经做了夫妻 许多许多年了 素娘咬着红唇 双目水汪汪的 感觉脸上有些发烫 心中却又觉得 这话听在耳中 说不出的甜蜜 感觉到楚欢的眼睛 盯在自己脸上 心跳更是加快了 楚欢的眼睛 让他心慌意乱 起身来 端过碟子 慌张地说 我 我先送馒头去 扭着腰支 走出几步 忍不住回头 看到楚欢 正望着自己 更是尴尬了 还是忍不住 问道 那 那你今天 是不是还要出去 你还要出城吗 楚欢摇头说 这两日 还有其他事物 不会出城了 哦 那就好 苏娘似乎心里 落了块石头 楚欢已经背负 双手上前了 苏娘请她过来 不要离开 楚欢已经说到 等一下 苏娘不敢 违抗楚欢命令 也不敢回头 背对楚欢 有些紧张地问道 怎么了 楚欢已经走到 苏娘身后 看着苏娘白皙的脖子 从她身上 散发出来的 幽香 亲人心脾 低声问道 为何会突然这么问 没有 没有什么 感觉楚欢就在 自己身后 苏娘身体 有些紧绷了 声音有些慌乱 真的没有什么 楚欢轻笑地说 说实话 是不是想我了 苏娘脸颊飞红啊 心想 二郎真是什么话 都敢说 这种修人的话 在大白天 都敢问出来 只能低声说 没 没有 哦 原来没有 楚欢叹了口气 我这些天 在各处巡视 倒是每天都想着你 原来 原来你 并没有想我 啊 苏娘听楚欢语气 乱是失望之情 她真当楚欢伤心了 急忙说 没有 没有 那个 不是没有想你 我每天都在想你 话一出口 更是慌乱了 按想 自己个妇道人家 怎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若是被其他人听见 可就再也无脸见人了 楚欢的嘴角 泡起笑意 凑近到苏娘耳边 低声问道 哼 想我什么 苏娘感觉自己的手心都出汗了 不知道如何回答楚欢这个问题 只是 这小媳妇倒也灵活 低着头 吞吞吐吐 小声反问道 那 那你又 又想我什么 楚欢 却已经从后面抱住了苏娘的腰肢 苏娘全身一阵 心惊肉跳 不能 不能这样 这是白天 不能让人看见 你是我媳妇 抱住你 谁敢管呢 楚欢轻笑地说 我来告诉你啊 其实我最想的 是吃我家苏娘身上 又大又白的肉包子 如果说方才那两句话 就已经让苏娘十分羞扫了 楚欢的最后蹦出来的一句话 几乎让苏娘想找个地洞钻进去了 楚欢倒也不是轻浮 她到了西北之后 所见所闻都是让人心情沉重 而且 自己如今虽然是习惯总督 但是 却受到董施针和东方心的扯肘 这让楚欢的心情 多少些压抑 反倒是和苏娘相处的时候 倒是感觉到有些轻松 刚才调笑两句 让她的心情 得到了大大的舒缓 情不自禁中 便随后冒出了这么一句 怎么了 楚欢抱着苏娘的先腰 在苏娘耳边低声说 不愿意吗 那夜要了苏娘的身子之后 接下来事情太多了 楚欢还真是没有时间 与苏娘好好奔存一下 她血肉之躯 此时抱着苏娘柔软风雨的身子 便有了一些感觉了 苏娘脚距轻颤 不知为何 楚欢的话固然让她羞涨无比 可是内心深处就是感到十分的刺激 脑海中竟是情不自禁的 想到那夜 楚欢抓着自己的胸不是又揉又咬 身体顿时便有些发烫了 不要 苏娘声音急提 现在 现在是白天 会被人看见 要晚上 晚上 楚欢轻笑地说 晚上做什么 啊 苏娘心慌意乱 没什么 楚欢抱着苏娘先要的双臂 微微用力 抱得更紧了 她的小腹贴紧着苏娘那滚圆挺翘的臀儿 肉感饱满的臀儿 柔软中带着弹性 听着苏娘发黄的声音 楚欢身体一股气血流过 感觉身体竟是有了一些反应了 更是将小腹紧紧地贴着苏娘的翘臀 苏娘又怎能感受不到楚总督身下那长腔正在转转欲动呢 情不自禁地扭了扭腰之 你松手 晚上 晚上 好不好 晚上住什么 楚欢轻声调笑道 你不告诉我 我又怎能知道呀 那 苏娘面红耳赤 那晚上你 轻声惊呼了一声 却是感觉到 楚欢那小将军竟然已经隔着衣服 滑进了自己的臀风之间了 不由颤声道 晚上再吃 再吃 现在不能 求求你 不要被人看见了 吃什么 楚欢抱着苏娘 转到屏风后面 咬着苏娘的耳朵 你晚上 让我吃什么 吃 吃 又 又大 又 又大 又白的 又 是 是 手包子 苏娘的声音 如同蚊蚁 说完这句话 琴手已经几乎贴上胸口 随着急促的呼吸 胸脯极具起伏 楚欢的一只手 已经从下面攀上去了 毫不犹豫地 探入了苏娘的衣心之中 一把就抓住了一只肉包子 柔软中带着弹性 香香软软 是 吃这个吗 苏娘鼻孔中 发出嗡的一声 扭动身体 两只手差点松脱 装着馒头的碟子 差一点就落下去了 这几天 你是不是一直想着 让我吃你的肉包子呀 楚欢一只手 揉捏着苏娘柔软的肉包子 一边轻声问道 我出去这几日 你是不是一直在想着我 苏娘轻声嗡的一声 忽然感觉腿上一凉 楚欢另一只手 已经缓缓地将苏娘的裙子 撩起来了 苏娘大吃一惊 惊慌地说 二郎 你要做什么 这不能啊 楚欢竟是将她的裙鞠 撩到了腰间 手指扣住她小裤的边缘 不要往下退裤子 苏娘虽然身上也起了反应 可是却知道 这样万万不脱 虽然此时已经在屏风后面 但是如果这时候真的有人窜进大厅之内 总是要被人看见了 心下惊慌 一只手竟抓住自己的裤腰 祈求道 二郎 你若想要 晚上你 你怎么弄我都可以 求求你 现在不行 会被人 会被人笑话的 楚欢感觉着宋娘腰枝的光滑的肌肤 宋娘用力气抓住裤腰 不让楚欢轻松退下去 便在此时 听到一个声音已经从外面传过来 董多大人 在不在这里 楚欢听到声音 手一松 宋娘的群居立刻落下去了 翘媳妇满脸通红 也不敢回头看楚欢 急忙整理一声 楚欢凑近到她耳边 低声说 那你准备好啊 晚上等着我去吃包子 宋娘不敢答话 却还是回头看了一眼 她额头竟然渗住香汗珠子 面若桃红 飞红一片 眼眸得水蒙蒙一片 见到楚欢也看着自己 急忙离开了 宋娘刚刚转到侧门 胖柳已经走到大厅门前 往里面瞅了一眼 一下子倒是没有看到 屏风后面的楚欢 回头说 老王啊 大人好像不在这里啊 王寒呕了一声 胖柳已经转身说 要不咱们去其他地方找一找啊 不用找了 楚欢已经微微整理了一下衣裳 从屏风后面出来 笑着说 王寒 胖柳 你们找我 进来说话 胖柳二人就在进了大厅内 落座之后 胖柳已经说 大人呢 咱们在这边也待了十来天了 休整的差不多 明天准备启程回去了 楚欢说 明天就要走吗 明天要走了 王寒说 来前统治大人交代过 如果这边又能帮上大人忙的 我们可以多待些日子 听候大人的差遣 如果没有事情 就不要在这里多打扰 早些返回 这些天 咱们正在这里是又吃又喝的 也没有能帮上忙的地方 所以明天准备返回关内了 听说胖柳和王寒 要启程返回关内 楚欢想了一下 终于说 既然你们要回去 我也不拦着 不过 有一件事情 我想和你们商量一下 胖柳已经大咧咧地说 什么商量不商量啊 和总督大人啊 你要有什么用得上的地方 尽管吩咐呀 你们两个是总督禁卫军的将领 对禁卫军还是十分了解的 楚欢说 七官也要组建禁卫军 不过一切都从头开始 兵员倒是不缺 但是现在缺乏的 就是对禁卫军十分了解的将领 胖柳和王寒对视一眼 王寒已经试探地问道 大人的意思是 我知道 西官的环境并不是很好 甚至是十分的恶劣 主管谈道 乱匪成群 百姓们的安危 都无法得到保证 平息军 想要重建西官 想要安民心 要安民心 就想要剿匪 要剿匪 这禁卫军就不得不剑 要建禁卫军 就要懂得军事的将领 建军之初 未必需要能够带领军事 冲锋陷阵的猛将 却需要懂得军事 军制的老将领 你们两个 在军中服役多年了 都是老兵 却不知 你们是否愿意 到西官来一盏包袱呀 西官 杭柳一争 大人 你是说 让我们留在西官 楚欢说 当然 还要你们自己同意 不过有一点 我倒是觉得 当兵的 如果没有杀敌的机会 你就等若 很难有光宗耀祖的前程 建委军建立之后 以西官幕天的局势 建功立业的机会 实在不少 你们来到西官 自然是有足够的机会 建功立业 而我也不会对你们 有丝毫的亏待 随即 笑笑说 不过这样 就让你们留下来 到有挖魏大哥的墙角之前 所以 明天你们照样 启程入关 不过 我会让你们 带一封书信 回去交给魏大哥 如果你们两个愿意 魏大哥 应该会将你们两个 调到西官来 帮衬着我 新建计卫军 当然 我不会强求的 如果你们两个 不愿意的话 魏大哥会想办法 给我另掉人手的 王涵和胖柳对视眼 一时间都没有说话 沉默了一下 王涵才说 大人觉得 我二人可以帮得上忙 自然 楚官点头说 而且我们之间是老关系了 对你们两个人 我还是十分信任的 王涵 思索着 其实 胖柳心里 也同样明白 留在云山 目下倒是十分的安稳 但是 想要升迁 却是十分的困难 两人都已经年过四十 都是中年人 待在云山府 恐怕也没有什么 远大的前程 反倒是 西关 虽然环境恶劣 但恰恰是环境恶劣 才有建功立业的机会 乱世出英雄 乱局立功业 如果真的能在西关 建功立业 自然大有机会 光宗耀族 如果大人真的用得上 虽然王涵 也没有什么能耐 他一定会竭尽全力 听候差遣 王涵沉默一阵之后 终于说 只要魏同志放心 王涵愿意过来 为大人效命 老王愿意过来 我胖柳 也不含糊 胖柳唯恐落后 在云山的时候 魏同志本就将我二人 调到大人部下 听候差遣 大人愿意收拥我们 我们自当小命 好 楚欢含笑而起 那么我也不留你们 你们明日就启程吧 另外我会派狼娃子 带几个人跟你们入关 跟随我们入关 林郎今日就要出关了 楚欢说 我派狼娃子带人去接过来 如果时间赶得好 你们跟随狼娃子 一同保护林郎 先来硕权 王和胖柳 明白过来 齐声称实 朔泉城最大的酒楼 是北望楼 但是北望楼的价钱昂贵 不是谁都可以登上北望楼的 反倒是这条街上 有数家小贩铺 生意倒是不差 在朔泉城经营酒楼饭铺的 大多数都是外来商谷 特别是北山随着高连 一同进入西关的商谷 在西关买地置楼 扩展得十分迅速 西关本地的商谷 有许多元气实在难以恢复 没有办法 铺子只能售卖出去 如今在朔泉城经营各种生意的 大都不是本土商谷 与北望楼同主一街的街口处 有一家小饭馆 门面其实不大 但是里面却是十分的干净 在门外迎客的伙计 看上去也是十分的热情 楚欢一身普通的装束 来到小饭馆前 瞧见那饭馆的门头 挂着西风馆三个字 在伙计的笑脸下 进了饭馆内 这饭馆内也就摆了七八张桌子 到有一半坐了人了 楚欢在靠近墙边的一张桌子上坐下 自家里观察了一番 见到帐柜后面并无人 伙计倒是凑过来 询问吃些什么 楚欢点了两个小菜 要礼壶起步 等到伙计退下之后 楚欢的目光 已经落在饭馆后屋的门帘上了 那时通往饭馆后面的小门 吹着布帘子 无论是饭馆里面的桌椅 还是柜台 包括这张布门帘子 都是急心的 显住这家小饭馆 经营的时间很短 伙计将韭菜端上来 楚欢已经轻声问道 伙计 你们这是新开的饭馆 伙计堆着笑说 哎呀是的呀 这才开业几天呐 客官尝尝这菜肴 味道如何 要吃喜欢 以后常来 你们掌柜的是本地人 楚欢倒了一杯酒 听你声音是本地人呐 小的是本地人 伙计说 这饭馆开业前 找伙计 我就过来了 被掌柜的雇佣了 现在能找到一个活干 不容易呀 楚欢微微汗手 那伙计已经接着说 不过呀 我们东家不是本地人 是从外地来的 这边开饭馆的 许多都是外地人 哦 楚欢含笑问道 那你们东家是男是女啊 当然是男的 伙计立刻说 我们东家姓黄 凑近到楚欢耳边 低声说 东家长得相貌 可凶得很呐 不过 嘿嘿嘿 嘿嘿 嘿嘿一笑 说道 不过老板娘 却是一个大美人 你们东家姓黄 楚欢轻声问道 那你们老板娘贵姓啊 伙计摇头说 哎呦 那就不知道了 随即很奇怪地问道 客观打听 东家做什么呀 倒也不是打听 楚欢指了指柜台后面 柜台后面不见人 所以奇怪 随便问两句 伙计是呵呵一笑 正在此时 却听到饭馆外 又走进来一群人了 竟是有五六人之中 数人簇拥着一名 锦衣玉带的公子哥进来了 那公子哥 头戴官帽 细品嫩肉 一看就是娇生惯养的 富家公子 楚欢打亮一眼 倒是有些奇怪 凭着那锦衣公子的打扮 显然是复古出身的 这西风馆 只是一家小饭馆 与这锦衣公子的身份 大事不符 他本该是往北望楼去的排场 却屈尊来到西风楼 伙计见到那锦衣公子 脸上微微就变了颜色了 但还是挤出了笑容 上前去 哎呀 高公子呀 今天想知些什么呀 小的 他话被说完了 锦衣公子身边 已经有一人横臂而住 推开了伙计 没好气的说 滚开 又满是笑脸的说 公子呀 这里有座 那高公子从怀里 掏着一块白色的丝巾 擦了擦嘴角 整了整衣裳 四下里扫了一眼 已经有人拉开张椅子 高公子坐了下去 一名随总 已经向四周大声说 都吃好了吗 吃好了 都快滚 除了楚欢之外 另有四周坐了人了 有两桌 见到这位高公子的排场 身边又跟着 好几名骄横的随总 有些惧怕了 丢下了饭前 骑身便走 另外两桌的人 倒没有立刻离开 似乎觉得 这样离开很没面子 已经有随总凑上前去 脚踏在长凳上 努努努嘴 示意赶快离开 高公子此时已经招手 是一伙计过来了 那伙计显然对高公子 很是畏惧 有些紧张的靠近过来 高公子小眯眯的说 害怕什么呀 我又不会打你 你们老板娘在哪里啊 快叫他出来 就说我要和他谈正事 伙计往这屋后的布帘子 看了一下 紧张的说 高公子呀 老板娘 他不在 不在 高公子猛的探手 一把抓住伙计的衣领 罩着伙计的脸 就是一巴掌 骂道 你他娘的谎话也不会说 啊 你可知道 说谎的人眼睛眨得特别厉害 你他娘的眨眼睛了 你自己不知道 那边几名客人 本想撑些面子呢 看到这边高公子 说动手就动手 那几个隋总也是凶身恶煞般 不敢再留了 在这饭馆吃饭的 本就不是什么富贵发达之人 自然还是不愿意和高公子 这样的富家大少起冲突的 一名壮树的隋总 此时已经来到靠墙的楚欢边上了 弄弄弄嘴儿 是以楚欢离开 楚欢却似乎没有听见一样 揪着脚菜 自针自饮 隋从用手搭在楚欢肩膀上 楚欢扭过头来 隋从抬手向外指了指 沉声道 滚出去 楚欢摇摇头 指指自己的耳朵 又摇了摇头 示意自己听不见 是个笼子 隋从回过头 想要拎起楚欢扔出去 可是楚欢身体 如同石头般沉重 这隋从是失踪的力气 竟是没能动摇楚欢分的好 有何 隋从来了兴趣了 看来你这小子还有两下呀 手回手 撸起衣袖 正要再次搭上主观肩头呢 一个娇妖的声音 已经从后面响起来了 哟 这不是高公子吗 怎么这么大火气呀 一来就要动手打人呢 他只是个火气 不懂事 这要是做错了什么 你高公子大人大量 你用不着如此生气呀 众人的目光立是照着声音看过去了 只见那张后屋门帘子已经掀开一角 一张艳丽娇俏的脸庞 已经从缝隙中显露出来 鹅蛋脸 但风眼瞄着淡淡的眉 虽然只是带着淡淡的微笑 但是那眉宇间的这一丝微笑 却尽显妩媚之态 楚欢是威胁眼睛 目光正于拿女人的目光对上了 那女人瞧见楚欢 眼中微微花贵似惊讶 但是这次惊讶瞬间就消失了 眼眸子已经转到那高公子身上了 高公子已经起身来 一把推开伙计 脸上满是笑容 笑眯眯的说 老板娘 你可出来了 你家这伙计真是不懂事啊 我过来找你谈点正事 这小兔崽子竟敢骗本公子 说你不在 你说这样信口开合的家伙 怎能留在店里啊 我只帮你管教管教她 老板娘 不会生我的气吧 那女子此时 已经掀开了门帘子 扭着腰肢走出来了 紫色的长裙 让她看起来异常的妖艳 腰间那根黑色的腰带 将在柔软的腰肢 竖得紧紧的 从而更加突出了 她胸脯的高耸了 裙摆之下 穿一条粉色的裤子 一双粉色的九花鞋 紫色和粉色 交织在一起 让她看上去 真如同一朵 神秘而妖艺的花朵 腰脂扭动间 却如同浮风若柳 妩媚妖艳中 带着娇容 此时 不但是高公子 就是高公子身后那帮随从 目光也都全部投到 这女子的身上了 楚患身边的随从 也已经顾不得楚患了 将目光也往女子身上 看过去了 而这些眼睛几乎都往女子的胸脯扫过去了 高公子替奴家管教伙计 这是好事情啊 奴家为何要生气 女子柔柔地笑着说 只是有劳高公子为奴家管教伙计 奴家还真是有些过意不去呀 若是老板娘真觉得过意不去 你过来陪我喝几杯酒 高公子一双眼睛 在女子艳丽的脸旁和高耸的胸部 是来回骚动 目光炽热 咱们乐呵乐呵 做个朋友 也就当做是谢我了 女子美目流派 轻叹道 可是奴家并不会饮酒 高公子真是对不住了 这样吧 今天几位想吃些什么喝些什么 尽管要 一切都由奴家来请 高公子你看这样如何 高公子缓步凑近过去 嬉皮笑脸地说 嘿嘿嘿 老板娘 当真不会饮酒 其实这饮酒并不难 只要多喝几杯也就会了 来来来来 老板娘 我教你怎么饮酒 说话间已经伸手去抓老板娘的手了 老板娘立时闪开 叹道 哎呀 高公子给点面子成不成啊 这光天化日 奴家也是有家事的人 一个富道人家 你这样被大家瞧见不好 面子只有熟人才有嘛 高公子步步紧逼过来 你陪我喝几杯 咱们就是熟人了 自然就有面子给了 老板娘 其实今天本公子过来 还真是找你谈正事的 我是瞧上你的店铺了 你出个价 多少银子能卖给我 你放心 等到饭馆买下来 这铺子还开饭馆 只改个名字就成 我是动的 你 嘿嘿嘿 你还是老板娘 你看成不成呢 不许胡说 老板娘板着脸 可是更加娇俏了 高公子 这话 要是被我家的男人听见 那 那可了不得 就是那个丑八怪 高公子 砸了砸嘴巴 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啊 老板娘 那样的丑汉 怎能配上你的如花美貌啊 可惜可惜啊 老板娘 我知道 你心里一定很不满意 现在想要改变这些 其实很容易 本公子 就可以为你改变这些 莫说这家饭馆了 你要是愿意 北望楼都可以是你的 他盯着老板娘 丰满足胸 眼眸子越来越炽热了 说话也越来越露骨了 再一次伸过手来 去抓老板娘的手臂 老板娘是连连后退 翘里的脸上 显出害怕的神情 忽然间脚下一崴 守不住脚 伸在侧倒 他此时 恰恰走到了 楚欢身边了 这下子摔倒 惊叹一下子 就坐倒在楚欢的怀里了 淡淡的甜香 瞬间萦绕在楚欢的鼻端 楚欢甚至能够感觉到 女人衣服下柔柔的腰肢 嫩嫩的美臀 那种美妙的滋味 妙不可言 老板娘坐倒之后 惊叫一声 急忙撑着 从楚欢的怀里站起来 那张俏眉的脸上 飞红一片 娇艳欲滴 如同桃花拂面 可是那没遇见 却偏偏又是带着娇柔的妩媚 楚欢是微醋眉头 瞧见那位高公子 靠近过来 一副诸葛模样 对这种人 以楚欢现在的身份 实在不愿意看上一眼 但是 当众在饭馆挑起女子 顽固近些 那老板娘此时 就站在楚欢身旁 道歉地说 这位客官真是对不住 高公子看了楚欢一眼 眼中显出厌恶之色了 目光移到老板娘的身上 说道 老板娘 你没事吧 是不是 买着脚了 快让我看看 我学过医 帮你治一治 揉捏几下 就能治好了 弯血腰 就要去抓老板娘的脚 老板娘看起来 十分害怕 惊呼起来 一只手 已经抓住楚欢的衣襟 倒似乎是 要向楚欢求救一般 楚欢叹了口气 说道 几位 差不多了 也不用太过分了 到此为止 都出去吧 楚欢话语出口 包括高公子在内 众人都是争了一下 既然面面相去 随即那位高公子 率先大笑起来 其他人也跟着放肆大笑 一名随总 已经将手 搭在楚欢肩膀上 走到楚欢耳边 问道 小子 你刚才说什么 爷没听清楚 再给爷说一遍 楚欢又是长叹一声 说道 诸位的耳朵都不好使吗 那我就再说一遍 光天化日之下 这样对待一个女人 实在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到此为止 你们现在都出去吧 现在可都听清楚了 我去 那随总二话不说 抬起拳头 罩着楚欢的脑袋 便狠狠砸下来 眼见得那随总的拳头 就要落在楚欢的头上了 却听得 哎呦一声 这出拳之人身形一措 惨叫声中 整个人已经往前跪倒下去了 旁边却是有人看清楚了 在那人出拳的一刹那 楚欢已经出脚 速度奇快 干脆利落地 踢在了那随总的膝盖上 这一脚 不但干脆利落 而且十分的凶狠 一下子便将随总的膝盖 踢得向内凹 膝盖骨明显发出 嘎吱的碎裂之声了 这人栽倒在地 抱着膝盖是惨毫不止 高公子吓了一大跳 脸上变色 立刻后退 轻声说 好小子 给我打断他的腿 几名随总 如狼似虎地扑上前去 老板娘早已经是花容失色了 躲到一旁去了 楚欢端坐在椅子上 气凌神贤 冲在最前面的随总 已经出拳 往楚欢胸口打过去了 尚未碰到衣巾呢 楚欢一只手 后发先知 已经抓住他的手腕子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 另一只手 已经抓过了桌上的酒壶 毫不犹豫地 狠狠砸在那随总的脑袋上 一时间酒水和血水混在一起 顺着额头就溜下来了 楚欢抬起脚 在这人小腹处狠狠踢了一脚 这人身不由己地后退 撞在后面的同伴身上 两人一起摔倒在地了 侧面的一名随总 见楚欢手段不弱 顺手就抄起条长凳 罩着楚欢的脑袋就砸下来了 楚欢已经抓起桌上的一叠菜肴 罩着俺的脸上就砸过去了 正懂得俺的脸庞 菜肴还是热的 那人惨叫出声满脸油污 一时间看不清情况 楚欢已经探手 夺过长凳 用力一扯 那人松脱手 楚欢长凳菜手顺势扫过去了 两名正冲过来的随从 顿时就被扫中了 同时倒地了 只是眨眼功夫 高公子手下的五名随从 已经倒在地上四人了 另一人满脸热油 正拼命拿袖子擦脸上的油污呢 高公子瞠目结舌 张大了嘴 满脸的惊恐之色 他知道情事不妙 转身不要跑 楚欢已经叹了口气 说道 哎 等一等 那高公子脚下发软 竟果真不敢再跑了 转过身来 颤上他 好好好汉 是我们 是我们不好 你大人有大量 我有没有度量不要紧 楚欢摇了摇头 指小贩馆内的满地狼藉 你问问老板娘 看看他有没有度量 小本经营 这一下子损失不少 咱们做事总要讲道理 是你们惹事在先 这些损失 你高公子总要赔偿一下 你说是不是 是是是 高公子胆战心惊地 从怀里掏出了钱袋子 也不管有多少丢在桌子上 这 这都是赔偿 好啊 我可以走了吗 楚欢抬手 挥了挥 高公子顾不得随从了 如同恶鬼在后面追赶 飞一般地跑走了 那几名随从挣扎了起来 先后逃离了 老板娘也不看楚欢 先是走到桌边 将高公子留下的钱袋子 抓在手中了 用手颠了颠 顿时露出妩媚的笑容 吩咐躲在角落处的伙计 快 收拾一下 这才扭头看向楚欢 甜甜一笑 说道 楚大人 多谢你帮奴家解围 看你没有吃好 真是对不住啊 要不再给你做几个好菜 上几壶好酒 楚欢起身来 整了整衣裳 说道 确实没有吃好 做几个好菜补偿一下 也未尝不可呀 扫了一下四周 摇头说 只是这里乱成这个样子 让我哪有心情再吃东西呀 楚大人 有解为之恩 自然不能亏着你了 老板娘娇笑地说 后屋比这里 哑着幽静得多 只是 哎 清泰一声 悠悠地说 我家男人出去了 后面没有别人 如果 如果贸然 带一个男人到后屋 送他回来撞上 只怕有些说不清 我倒觉着 玉老板从来不曾怕过虎屁力 楚欢淡定自若地说 玉老板曾经也说过 你我是故人 从云山府相识 到了京城 还能碰在一起 如今在西北 还有缘分再次相遇 他想遇故人 许许旧 虎屁力应该不会多说什么吧 那女人脸上的笑容 更加妩媚了 娇笑起来 花枝招展 那丰满苏兄 随着老板娘的笑声 上下起伏 小郑啊 你先去后厨 告诉做几个好菜 然后再拿两壶酒 送到后屋去 过去掀开帘子 眉眼瞟向楚欢 娇声道 楚大人请 楚欢也不客气 背负双手 镜子穿过帘子 从老板娘身边过时 拿幽香扑鼻 老板娘放下帘子 在前面带路 带着楚欢 到了后院的一间屋子 打开屋门 请楚欢进去 里面陈设 虽然简单 但是十分的干净 幽静得很 楚欢背负双手 进了屋内 老板娘跟着进了门 楚欢也不回头 只是淡淡地说 关门 老板娘协议在门框边上 双手抱在胸前 痴痴地笑着说 哟 楚大人 这是要做什么呢 这是帮奴家解了围 难道就让奴家以身相许 这晴天大白日 楚大人 若是真的想要奴家报答 也不能选 不能选 这个时候吧 他声音娇腻 偷了一股子风骚 楚欢重复一句 关门 老板娘叹了口气 关上了门 正在幽怨地说 楚大人 这门一关上 就算咱们没有什么 那也说不清了 如果 如果这时候 他真的回来 只怕真的要将咱们当成 哎 当成什么 你说呢 老板娘轻笑的 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 在一间屋子里 还关上了房门 你说 别人会怎么想 楚欢缓缓地转过身来 明示眼前 这个身材火爆 妖艳性感的女人 粗着眉头 问道 于红庄 我很想知道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楚大人这话 卢家可就听不懂了 于红庄扭动腰肢 走到让椅子边上坐下 她的坐姿 也是非常的优美 眨眨眼睛 长长的睫毛闪动 奴家在硕权做生意 难道触犯了枉法 没有触犯枉法 主官拉回张椅子 在于红庄对面坐下了 虎霹丽当然不是你的丈夫 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冒牌货 你于老板花容月貌 当然不可能看上虎霹丽了 哟 楚大人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于红庄娇笑地说 你有什么证据说 他不是我的男人 他要是听到 非要和你拼命不可 你夸奴家化容月貌 奴家心里欢喜 可是难道竹家 就不能喜欢虎皮丽那样的男人 就像你们男人 有的喜欢女人瘦一些 有的喜欢女人胖一些 长颜说得好 情人眼里出西施 难道女人 就不能有自己的选择吗 儒家就喜欢虎皮丽那样 强壮的男人 又何不可呀 楚欢凝视着于红庄 并没有说话 不得不承认 于红庄有着让任何一个男人 产生最原始冲动的身体 他的美笑 也能俯视大多数男人的意志 可是 就是这样一个妖艳性感的女人 楚欢如今对她的身份 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在云山府的时候 玉红庄和虎皮丽开了家赌场 那时候 楚欢曾经一度以为 他们只是普通的三角九流人物 但是后来 当楚欢在京城稳住脚跟 向家人借去京城后 玉红庄却紧随着去往了京城 在京城开了家绣庄 楚欢那时候心里就已经有所怀疑了 直到上次在城头 楚欢看到人群中熟悉的身影 就知道 玉红庄的身份 绝不简单 在城头揭穿马神婆之后 楚欢俯瞰城下 虽然人群如麻 可他就偏偏瞧见了 混在人群中的玉红庄了 那时候 并不敢太过确定 只是 那身影异常的熟悉 所以派了 求如雪 打探 玉红庄的下落 求如雪的效率不差 很快就得到了 玉红庄的棋身之地了 甚至在楚欢的受益下 暗中监视这家饭馆数日 直到今日 楚欢才抽出时间 亲自过来 从云山到京城 从京城到西北 玉红庄如影随形 楚欢此时 已经隐隐感觉到了 这玉红庄十有八九 就是冲着自己而来的 我不想太多废话 楚欢盯着玉红庄 那双美人的眼睛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一直跟随本官 哟 楚大人这是 要以高官的身份 和奴家说话了 玉红庄换了个姿势 斜身对着楚欢 从侧面看去 玉红庄的身材 更是凸显出来 那一对肉风 如同高山一样耸立着 被长裙裹住的臀儿 因为坐姿 将他臀部的轮廓 勾勒得十分的优美 楚大人 刚刚不还在说 咱们是故人吗 既然是故人相见 为何要摆出官威来 道理很简单 本都是想让你明白 如果你这位故人 不能说实话 以本都现在的身份 要将你们驱逐出习官 实在不是困难的事情 主官慢条思理地说 你们来到朔泉 自然不会想 这么快就被驱逐了 所以 说些实话 或许对你们很有利 他上前两步 与玉红庄靠近了不少 身体微微前倾 凝视着玉红庄 这张艳丽中 透着妩媚的脸庞 本都再问你一次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一直跟着本都 你们到底有何目的 玉红庄脸上 那股子动人的笑意 渐渐消失了 显出无奈之色 悠悠地说 主大人怎么像是在审理犯人呢 奴家在京城做生意受挫 本钱所生无几 听说在西关开饭馆还能过生活 所以千里迢迢 从京城跑到西关来做生意 难道这也有错吗 楚欢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玉红庄 眼眸子里的神色显然是对玉红庄的话是毫不相信 哎 玉红庄轻叹道 大人难道不相信奴家说的话 那就实话实说吧 其实当初从云山府去往京城 就是听人说 楚大人在京城做了大官 所以过去投奔 只以为大人能够看在故人的份上 会在奴家照顾一样 只是那边生意还没有起色 大人就被调到西关来 你也知道 在京城做生意 还是在那条金玉街上 如果没有人撑着 根本做不下去 楚欢被捕双手 凝视着玉红庄 嗷厉声 问道 哦 是吗 大人在京城 应该还有耳目 其实可以打听一下 玉红庄摇头苦笑地说 你前脚刚离开京 往西北来赴任 后脚被有人 打我们绣庄的主意 敲诈勒索 绣庄经营不下去 没有法子 想着大人在西关 所以便辗转到西关来 其实就是想着 能够得到大人的照顾 在西关立足 其实也是为西关 恢复兴旺 尽一份力嘛 如此说来 本都岂不是要感谢你 主关似笑非笑地说 玉红庄 艳然一笑 风情万种 一股魅意 从骨子里散发出来 奴家当然不敢要大人感谢了 只是日后 奴家有了麻烦 还请大人 看在故人的情分上 帮奴家一把 好 我帮你 主关立刻说 说话之间 他的身形却是一动 灵敏至极 速度如电 已经是在眨眼间 逼近到玉红庄身前了 玉红庄坐在椅子上 动也没有动 主关探手 已经往玉红庄的衣领 抓过去了 他动作极快 出气不备 本以为玉红庄会调见 反射般的闪躲 说是 玉红庄似乎根本反应不过来 楚欢竟然是极为轻松地 抓住了玉红庄领口一惊 楚欢有些意外 玉红庄却是花容失色 娇声的 你要做什么 那张俏眉艳丽的脸上 却是一脸惊恐之色 楚欢皱起眉头 目光往下落 但你的手没有松开 因为抓住了玉红庄的衣襟 所以玉红庄的领口便开阔起来 居高临下 已经瞧见玉红庄胸口之雪白一片 两团丰满雪风 被紫色的肚兜罩着 紫色的肚兜将玉红庄的胸口 衬托得更是雪白了 楚欢目光落下去之时 玉红庄已经抬起一只手 压住了肚兜的边缘 否则 楚欢居高临下 完全可以从肚兜的缝隙间 看到下面那两团血肉 只是玉红庄这样一挡 楚欢就只能瞧见雪白的颈口了 却无法一睹肚兜内的春光了 不过即使如此 那两团丰满 却还是将紫色的肚兜高高撑起 让人担心那肚兜随时都会裂开 楚欢只是往他胸口看了一眼 目光瞬间一到他惊恐的脸上 目光如刀毫无不怜香西域的表情 冷笑地说 为何不还手 楚大人 龙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玉红庄睫毛闪动 惊恐之中带着楚楚可怜之色 龙家 你见女流 你这是要做什么 龙家已经视为人妇 你不能这样用强 待会有人过来 若是被他们看见 龙家 龙家哪里还有脸见人呢 楚欢真是愣笑 楚大人 你若是真的 真的有心思 你也不要挤在一时吗 玉红庄咬着风筝的嘴唇 塞边带桃花 反起似蕴红 那一对水汪汪的眼眸子 带着似惬意 楚楚可怜地看着楚欢 等奴家 等奴家缓过来 到时候你 你要是还想要奴家 奴家 奴家找个机会 给你给你就是了 楚欢淡淡地说 玉老板不该开饭馆 应该去唱戏啊 楚大人喜欢听戏 玉红庄眼眸如斯 切忠待妹 抵下禽手 看上去带着凶难之色 大人是约奴家 约奴家去听戏吗 楚欢实在有些无可奈何呀 这玉红庄聪明得很 是个极难对付的角色 他从玉红庄的行走 动作以及呼吸气息 完全可以断定 玉红庄绝对是武道中人 而且武道修为甚至不低 他本以为 方才自己突然出手 可以逼得玉红庄闪躲 甚至还手 如果是那样 自己完全可以试一下 玉红庄的武功深浅 判断一下 这个美艳女人的底细 但是玉红庄似乎在楚欢 一出手的那一刹那 就洞悉了楚欢的心思 没有丝毫的反应 她的手一直捂在胸口处 看上去 这是一个女人 在这种状况下的正常反应 特别是玉红庄 有了一对傲人的好辱 这种情况下 更容易唇光大泄了 用手按住杜斗边缘 只是为了掩饰杜斗里的唇光 楚欢一开始也以为是如此 但是陡然间脑中是灵光一现 她脑中闪过一丝印记 方才她抓住玉红庄衣襟的时候 玉红庄的手也几乎同时抬起 去掩住自己的肚兜 玉红庄的动作实在不慢 但是楚欢出手速度极快 中间有那么一眨眼的功夫 楚欢的还真是瞥见了 玉红庄肚兜下那一对雪白的好辱 虽然没有一盔全貌 却可以算得上是惊鸿一瞥了 脑海中竟是依稀感到 那一团白花花的血色之中 似乎还带有其他的颜色 楚欢眉头皱起盯着玉红庄的脸 玉红庄怯生生地看着楚欢 一副弱女子的姿态 她身上那沁人的甜香 直往楚欢鼻端里钻进去 楚欢不说话 玉红庄一时间倒不明白楚欢的心思 瞧见楚欢的眼睛缓缓地 从她脸上往下移到她的胸脯处 玉红庄一开始 眼中还闪过难以察觉的轻蔑之色 但是很快她却发现了 楚欢的眼睛虽然是盯着她的胸脯处 可是那眼眸子里却并没有一丝的银血之色 甚至连正常男人应该有的激动 也没有丝毫出现 那眼眸子里竟似乎带着某种疑问之色 楚欢的这种表现 反倒是让玉红庄更加警觉起来了 身体情不自禁地微微扭动 似乎被楚欢的眼睛看得有些发毛了 娇声说 楚大人 你放开奴家好不好 楚欢并没有松开手 却是忽然间展颜一笑 本来充满疑问的眼神 瞬间却似乎炙热起来 那张本来有些冷漠的脸庞 竟然显出笑容来了 玉老板说话算不算数呀 什么 玉红庄一争 楚欢凑近一些 此时两人面旁近在咫尺 楚欢一只手抓住 玉红庄的衣领 身体前倾 而玉红庄虽然坐在椅子上 但是肩头 血已在椅子上 身体微微厚痒 苏兄隆起 一只手却是紧紧地按住肚兜边缘 两人面旁不过一指距离 看上去极其的暧昧 这样的姿态 任谁此时近来瞧见 都不会相信 两人没有关系 玉老板刚才还说 想要暴打本独 楚欢眼中 就是一出色眯眯的眼神了 在玉红庄 翘脸上打量着 你说 可以将自己献给本独 这当然不会是说笑的话了 玉红庄本来是魅一荡人 此时 见到楚欢内有些炽热的眼神 眼中就是显出了紧张之色了 急忙说 大人 你现在可不成啊 本独也没说 现在不要你显出自己啊 楚欢一直手抬起 在玉红庄 风润的香唇上 轻轻抚摸 光滑润手 你从云山一直跟着本独到西北 看来对本独还真是有情有义啊 本独也不是无情之人 玉老板想要本独照顾 本独怎会拒绝你这样的大美人呢 楚欢似笑非笑 让玉红庄身体绷紧 楚大人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在这儿 奴家 奴家要喊人了 本独是西关总督 你喊人进来又能如何 楚欢淡淡地笑着说 如果你不想继续留在西关 尽管喊人进来 玉老板 你放心 本独现在还不会强要你 不过 嘿嘿一笑 眼中带着一次戏谑之色 本独一直对你身上的一个地方 很感兴趣 今天 只要让本独瞧一瞧那里 本独就心满意足了 玉红庄猝眉说 你说的是 是什么地方 楚欢淡淡地笑着说 玉老板难道不知道 自己最大的本钱是什么吗 目光下移 到达玉红庄的胸口 以命令似的口吻说 松开手 让本独看一看 玉红庄微微变色 急忙说 楚 楚欢 你是朝廷命官 你这是调戏梁家女子 那又如何 楚欢冷笑地说 好像不是本独闯到这里来 而是你玉老板 带本独进到屋里来 刚才也是你玉老板 关上屋门 卖一种风骚 勾引本独 如今本独只是想看看 难道你还要拒绝吗 莫非刚才你都只是欺骗本独 那你可知道 欺骗朝廷命官 又是怎么样的罪过呢 玉红庄显然没有想到 楚欢会来这一处 花容失色 她一只手捂着肚兜 另一只手已经握成粉泉 但只是微微握紧一下 粉泉力势便松开了 便在此时 门外已经传来一阵 急促的脚步声 听着声响不止三五人 随即听到一个声音说 就是这里了 砰 一声巨响 本来被玉红庄关上了屋门 一声巨响之后 已经被踢开了 在屋门被踢开的一刹那 竖刀身影 已经是一用而入 楚欢立刻扭头去看 只见到五六名身着 蓝灰相见 头戴方形帽的汉子 破门而入 这些人手中 竟然都盯着长棍 当先一人的方形帽上 绣着三条白线 腰间配着刀 到的屋内扫尸一番 随即 目光落在楚欢的身上 冷笑的说 好啊 原来在这里啊 青天白日 你这反贼竟然在这里撒雨 来呀 给我抓起来 玉红庄的脸上 也显著诧异之色了 显然是对这群人突然而止 感到惊讶 老板娘 不要害怕 从人群后面挤上一人来 却正是不久前 刚刚被楚欢吓得魂飞魄散 狼狈而逃的高公子 此时早已没有先见那种胆战心惊之色了 倒是一副得意洋洋的气焰 看到楚欢的手 还揪在玉红庄的衣领 胸口衣襟被扯开了一些了 虽然看不见苏兄 但却能够看到一节子雪白的胸口 贪婪的瞅了几眼 这才抬手指着楚欢喝马道 臭小子 还不放手 楚欢松开手 斜眼看着这群人 他当然知道 跟随高公子进来的这几名汉子 已经不是高公子的随从 他们的衣着 表明他们是形不思的压差 现在知道害怕了吧 高公子背负双手 得意洋洋的说 臭小子 看老怎么收拾的 你叫我爷爷 转身那帽子上 有三条白线的拆棺 说道 楚头 先带回去再说吧 楚头上前来 伸手搭在楚欢的肩膀上 高公子虽然得意洋洋 只是他刚才领教过楚欢的功夫了 唯恐楚欢还要发飙 楚头伸手搭在楚欢肩头时 高公子还有些担心 为了安全起见 还往后拖越了两步 只是楚欢却并往动作 甚至都没有辩驳 那楚头说 先跟我们去衙门 你小子早是老实一点 你该明白 咱们西关有新的总督上任 要严打乱匪 你若是轻举妄动 老子手里的刀 可不认识你啊 楚欢的嘴角 范西斯冷笑 反问道 你没有什么证据 证明我是乱匪 清天白日 先是在饭馆行凶殴打高公子 现在又在强暴梁家妇女 楚头冷笑的说 这要不是乱匪 还有王法吗 别废话 弄弄嘴 给他绑了 几名牙柴带了绳子来 绳前来 扭着将楚欢双手 从后面翻绑起来 郁红庄看上去 敲脸似乎很害怕 但是眼眸子里 此时却没有丝毫害怕的意思 反倒又一次戏谑 扫了这些牙柴眼 楚楚可怜的说 多谢几位大哥 高公子见主观双手被绑上 这才安心 走上前去 神气活现 说道 老板娘 我就说过 在这朔全城 不管有什么事情 我都可以摆平 凑近到郁红庄的身边 眼睛贪婪的 往郁红庄的胸口看过去了 郁红庄 索这才反应过来 哎呦一声 隆起胸前一斤抓紧 脸上带着紫飞红 眼眸子里就带着妩媚之色 娇嗔地说 哎呀 高公子 你是坏人 这一句话 如同调情一般 声音娇嗲 让高公子骨头都肃了 一声说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老板娘 现在你可喜欢我了 大白天的 别这样说 卢家 卢家修得紧 郁红庄背过身去 似乎很不好意思 高公子哈哈大笑起来 甚是得意 说道 白天不成 晚上这般说 总成了吧 压低声音说 老板娘 我先去衙门 教训教训这小子 总要打断他的两条腿 等我晚上过来 咱们再好好说话 此时 楚患的双手 已经被绑起了 楚头一挥手 说道 压回衙门去 楚患淡定自若 看向高公子 问道 这位公子 瞧你长相 和最近才来西关的 大山谷高莲 有几分相像 莫非你与高莲 有些瓜葛 怎么 高公子摇摇晃晃的 靠近过来 害怕了 告诉你 现在知道 已经太迟了 杨手 将楚患的帽子 打落了 抓住楚患的头发 揪在手中 冷笑的说 臭小子 你他娘的 有眼无珠 自找死路 可怪不得我 楚头在旁 一时冷笑的说 这位是高连高大 老爷的公子 你敢得罪高公子 只怪你祖上 没有积德 挥手说 带走 楚患面无表情 斜眼看了 玉洪庄一眼 两人四目相处 玉洪庄 妩媚一笑 楚患再不言语了 在众人的推丧下 出了酒馆 几名牙差 将楚患围在中间 一路压到了 行布斯衙门附近 却并没有 直接进入 行布斯衙门 而是转到了 行布斯衙门 后面的一片地方 这一路之上 高公子和楚头 有说有笑 称雄道地 毫不热络 此时天色 已经昏暗下来 太阳 早已经落山了 楚患跟着一群人 正在高墙边上而行 瞧见那高墙 每隔一段路 墙面就会写着 一个大大的囚字 很快就明白过来了 这群人并不是 将自己带入 行布斯衙门 而是直接带入 隶属于行布斯衙门的 行布斯大狱 一行人将楚患 带进了大狱之内 并没有将楚患 直接关进大牢 而是带到了一处 阴暗的小屋子里 点上油灯 楚患已经问道 你们带我到这里来 做什么 做什么 楚头拉过一条长凳 坐在长凳上 一条腿抬起 横里踏在长凳上 这才向高公子说 高公子 哥几个已经把人 给你带到这里了 该怎么玩 用你说了算 高公子黑黑笑了笑 从怀里又掏出一只钱袋子 这钱袋子不小 丢给楚头 楚头 这点酒钱 你回头和弟兄们 分了 楚头立刻做出推辞的模样 高公子 这哪里能成 咱们是兄弟 办点小事 怎能老你破费 不能让你白忙活 高公子说 你们够意思 本公子也不能不够意思 楚头 什么话都别说了 酒钱先收起来 等修理了这小子 我带你们去好地方 消遣消遣 得了 高公子这么说 若是再矫情 那反倒生分了 楚头将钱袋子收好 起身来 露起袖子 说道 高公子 你说 咱们从哪里动手 待会动机手来 公子稍微离得远些 免得血溅到你身上 只要不闹出人命 怎么修理都成 高公子哈哈笑道 就算闹出人命 你又能如何 到时候花些银子就是了 公子 今世不同往日啊 楚头拉过高公子 压低声音说 新任总督 不是什么擅长 咱们邢布斯的爱主事 已经被他整落下马了 他盯着咱们邢布斯 凡事都要消息一些呀 换作以前 莫说一条人命了 就算十条八条 那也不打紧 只是 你是说那姓楚的 高公子摆摆手 狠不屑地说 不瞒你说啊 这事我清楚得很 那姓楚都在西关 神奇不了几天了 家父已经说过 只要他出一丝差错 董之舟和东方将军他们 将往死里挣他 能够灰溜溜地离开西关 对他来说 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说不准姓楚的 还要将性命 丢在西关呢 楚头是黑黑笑着说 公子 要修理这小子 尽管变着花样修理 这条烂命 又何必在意呢 压低声音笑着说 公子待会儿 不还要往这粉馆去吗 高公子 立时发出银下的笑声 说大 楚头 晚上见我几个人 那嫂娘们身边有个丑汉 看起来不好对付呀 公子 这事好办 楚头立时说 实在不成啊 修理完这小子之后 咱们再去趟饭馆 找个油头 将那丑汉抓过来 就在这里 让他待上一夜 公子尽管去找那老板娘 等明儿中午 我这边再放人 你看如何 够意思 高公子立时笑着说 就这么办 待会儿 你们再去将那丑汉抓过来 我晚上就溜进去 在幽暗的屋内 眼珠的泛着光 银下的说 楚头啊 那骚婆娘真是难得一见的油啊 你瞧那大奶子 真想一头扎进去啊 还有 那扭得浪出水的屁股 哎呦 说什么 今晚也要将那骚活给绊了 抓着他大奶子 赶他一晚 少活十年也成长啊 越想越是浴火焚身 有些急不可待了 转过身来 走到楚欢面前 伸手抓住楚欢的头发 说道 来 先跪下 喊本公子三生爷爷 待会儿弟兄们下手就清醒 楚欢认他 抓着自己的头发 高公子抓得很紧 楚欢头皮甚至有些疼 但是面无表情 只是用种奇怪的眼神 看着高公子 看什么看 楚欢冷漠的表情 和犀利的眼神 倒是让高公子身上 有些发毛 抬起手 一拳打在楚欢的脑门子上 楚欢是铜皮铁骨啊 这身体素质 不是普通人可以比较的 这高公子娇生惯养 酒泽过度 哪有什么力气啊 虽然是卯足了力气 打在楚欢脑门子上 但却如同给楚欢脑痒痒 楚欢甚至感觉不到疼痛 反倒是高公子 利若骨软 打在楚欢这样的硬骨头身上 那拳头反倒有些生疼了 看到楚欢眼中带着细血之色 高公子恼火至极 转头问他 楚头 这利有没有火油啊 烧点热油 从这小子头上浇下去 让他尝尝厉害 楚头扭头 吩咐一名牙筛 去拿热油来 那牙筛领命出门 行不自大狱 又穿门的刑房 那里多的是各种刑具 静自往刑房那边过去了 尚未到的刑房 迎面一人走来 牙筛差点撞上 那人就骂道 你他娘的招死啊 省不省眼睛 牙筛瞧了一眼 慌张的说 呦呦呦 沈玉官啊 玉官是大狱的最高长官 立属于邢布斯 在邢布斯的地位并不低 这沈玉官一身淡青色的长袍 横着眼睛 没好气的说 你他娘的乱错些什么呀 捡了鬼吗 牙筛忙说 不是不是 玉官大人啊 那小子被带坏了 现在正在审讯呢 哦 沈玉官的面色 微微缓和了一些 虽说是楚头带人去抓人 不过这事 时间倒是经过了沈玉官了 他是大狱的一把手 行不自大狱的牛鬼蛇神 都在他的管辖之内 那楚头是他手下 几位牢头之一 高公子今天找上他 要护家护卫 加几个人手 办点事 对这种事情 沈玉官心智肚明啊 高公子自己的随从 有时候根本镇不住人 邢布斯的牙差一出马 倒是没有几个人敢反抗了 最近这些日子 邢布斯和外来的商骨 其实走得很近 先前邢布斯的主事 爱宗统领下的邢布斯衙门 实际上变成了高连这伙人的工具了 高连这群外来商骨质软硬兼施 用最低廉的价格强买土地店铺 一旦遇到阻力 就会利用地痞流氓 甚至是官府的力量 邢布斯衙门倒是帮着他们 拿起了不少土地店铺 高家和邢布斯又来往 这高公子因为父亲高连的关系 倒也和邢布斯的不少官员熟悉来了 今次在西风馆吃了亏 高公子立马找到了沈玉官了 沈玉官对这类事情是驾轻就熟 收了高公子送来的新股费 二话不说 盼了储牢头带几个人跟着高公子 前去将人抓回来 这种小事对沈玉官来说 实在算不了事情 沈玉官气定神贤 要这是乱匪 动一些刑法 也并无不可的 高公子让拿热油淋下去 压斩解释的 小子这要去拿热油呢 沈玉官挥手说 去吧去吧 凑近到门前往里面瞅了瞅 屋内十分昏暗 一时也看不清楚 只见到几个身影在屋内闪动着 沈大人 屋内传来声音了 高公子眼间瞅见了沈玉官迎了过来 就是这小子 他是乱匪 出头已经捉拿归案 沈玉官 沈玉官本想瞅一眼便即离开了 被高公子瞧见倒不好立刻离开了 躲着步子进了屋内 众人纷纷行礼 沈玉官扫了众人一眼 歇眼往楚官那边看过去了 高公子已经得意洋洋的走到楚官身边 说道 沈大人 锄头正在审讯呢 拿热油送他头上淋下去 不怕这小子 他话还没说完呢 沈玉官却似乎见到鬼一样 屎声的 等一等 高公子正得意洋洋的听到沈玉官声音怪异 有些奇怪 沈大人你怎么了 沈玉官抬手揉了揉眼睛 脸色已经变得苍白了 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冷汗瞬间便冒了出来 大人是不是不舒服呀 锄头也看出沈玉官有些不对头 沈玉官只是感觉自己的腿已经发软了 很想一屁股坐下去 眼间这位双手被绑的乱匪 沈玉官又怎能不认识 当日公孙楚等人被押赴刑场 就是从刑布斯大狱提走的 作为刑布斯大狱的最高长官 沈玉官那是亲自带队将刑犯送到了法场 在法场之时 沈玉官在向当时的刑布斯主事 爱宗禀报情况时 曾一度登上观刑台 距离楚欢很近 也一睹了新任总督的风范了 他此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 那位新任总督大人 怎会被抓到刑布斯大狱来 而且更是被双手反绑 总督变成了乱匪 这是何等的荒谬啊 楚欢当日施展雷霆手段 三下五除二解决了爱宗了 你已经是镇中了一部分人了 沈玉官见到楚头和高公子都看着自己 他此时连自杀的心都有了 先都出去 沈玉官勉强挥了挥手 楚头已经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了 立刻抬手 你们几个先出去 等到手下牙柴出去后 楚头才凑近沈玉官的身边 压低声音说 大人你怎么了 好像 他后门的话却是说不下去了 只因为他此时看到 沈玉官正用一双 几乎要喷出火来的眼眸子看着自己 那种眼神就似乎将自己 当成了杀父仇人 充满了怨憎 楚头心想发毛 我禁不住后退一步 一旁的高公子也感受到气氛有些不对了 还以为沈玉官与楚头有了矛盾呢 他只当自己有几分面子 打圆场说 沈大人 楚头 自己人 有什么事情 两杯酒就能说开了 等修理完这臭小子 咱们找个地方好好喝上几杯 听到高公子这样说 沈玉官几乎要跳起来了 他正想能用什么方法摆脱目前的危机呢 高公子这句话无疑是火上浇油啊 沈玉官忽然间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猛然跳起 一条腿已经罩着楚头的胸口就踹过去了 他看上去有些肥胖 但是这下动作十分的潇洒灵敏 楚头根本没有任何反应 被郑重胸口连退了树部 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吃惊的说 大人 你这是 只觉得胸口憋闷 一时还难以缓过气来 沈玉官似乎是愚怒未消 冲上前去 抬起脚在楚头身上 又是连踩了树下 高公子有些发懵啊 一时间不知道到底是出了何事啊 沈大人 你这是做什么呀 见沈玉官没有收脚的意思 就想发了失心疯 高公子终是上前去拉住 都是自己人 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什么自己人 沈玉官横眉冷对高公子 你们没有行不私的批文 扇子抓人 死刑逼供 你们这是想做什么 高公子更是发懵了 扇子抓人 死刑逼供 沈大人 抓他确实是我要抓 可是 之前不是经过你同意了吗 一派胡言 沈玉官怒不可恶 我什么时候下令 让你们去抓人了 高公子 你可不要噱口喷人 楚头被沈玉官踩得心口一阵剧痛 他当然知道 沈玉官这样一犯常态 必然有缘故 可是一时间也想不出其中的缘由 但是 沈玉官的两句话 却明显是要与此事摆脱干系 虽然只是一个大鱼的老头 但楚头一瞬间 却明白了沈玉官的心思了 高公子茫然的说 沈大人 我怎么血口喷人了 指着楚头说道 不然你问问楚头 如果没有你的同意 他们又怎会随我一同去抓人呢 沈玉官双目生寒 盯着楚头 愣愣地问道 你说 是本官派你去抓人的 楚头查验官色 知道沈玉官这个问题事关重大 他一时间还真不知道 如何回答 无可奈何之下 只能捂着胸口假装咳嗽起来 暂时避开这个问题 就在这时 听到外面传来呼喝之声了 很快一名牙柴飞一般地跑进来 慌张地说 大人 不好了 不好了 出大事了 沈玉官心已沉 怎么了 金卫军 鸦柴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总督府那边来人了 他们就要闯进 咱们拦不住 高公子是一脸的恶然 总督府 他们派人来做什么 沈玉官脸上 已经是一片铁青了 躺在地上的楚头 一边咳嗽 一边瞅向不远处的楚欢 只见到楚欢 长身而立 气定神贤 神情淡漠 发生的一切 他都只是 冷眼旁观 楚头的瞳孔收索起来了 偷眼看了看沈玉官 又看了看楚欢 禁不住张张嘴 眼中划过了金海之色 砰 一声俱响 本来虚眼的房门轰然而开了 火光照耀进来 当先一人一身假皱 猛虎战盔在火光之下 散发着冰冷的寒光 让人望而生畏 这名武将手握长刀 身后跟着一群如狼似虎的武士 沈玉官胆战心情上前呢 拱手这样说话呢 那武将看也不看他 扫炉内 一把推开沈玉官 快步过去 走到楚欢面前 恭敬地说 大人 末将护卫来吃 还请大人降罪 宣言将军 你来得及时 楚欢便无表情 淡淡地说 若是迟来一会儿 这几位差官 都准备要对本都用刑了 宣言胜才一挥手 已经有禁卫军武士 赶紧为楚欢解开了绳子了 高公子 瞠目结舍 呆呆地看着 楚欢那句本都 如同惊雷一般 重重击在高公子的胸口 他只觉得头晕目眩 全身发软 身体已经摇晃了 看上去随时要倒下去了 楚欢被解开绳子 整整发际 然后整整衣裳 正在看向高公子 问道本都的帽子 好像是被你打掉的 帽子在哪里 高公子全身发颤 啊啊了两声 就是说不出话了 猛然间 意识到了什么 双心一软 已经跪倒在楚欢面前了 楚头已经从地上爬下了 爬到楚欢身前 什么话也不敢说 只是连连叩头 沈玉官是面如死灰 跪倒在地 颤声说 从头大人 小人 小人最该晚死 刚才你很威风 很霸气啊 楚欢看着沈玉官 这位大人的身手 好像还真是不赖呀 不敢 沈玉官颤声说 小人对此事 一无所知 都是这心高的 是是是 楚头终于明白了 其中的缘由了 小人瞎了眼 此事与沈大人无关 都是高公子 是大黄暴 反观有乱飞 我们 我们这才前去抓人 小人 小人瞎了狗眼 有眼不是太深 冒犯了大人 求大人宽恕啊 宣言盛财 冷笑地说 绑架总督大人 仅此一条 就是死罪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啊 我们下了勾言 求大人 开恨饶命啊 沈玉官 楚老头 高公子三人 一世间都是 鬼哭狼嚎 魂飞魄灑 支州府 你是深夜了 支州董事贞 手里端着茶杯 皱着眉头 客座之上 并不思主事赵信 是一脸的怨气 口磨横飞地描述着 支州大人啊 这事你可得做主啊 从兵库 调走那些兵器 你是在场的 下官就说过 这事没有按照朝廷的法度来办 没出事倒也罢了 若真是有人追究起来 这事就麻烦了 现在 姓楚的将矛头指向了下官 三日之内 若是兵器无法回顾 下官屁股下的椅子 就要被他抽走了 说不定连这颗脑袋 也要赔给了他呀 赵大人 是安务躁 董事贞语重心长地说 这事 你竟找过东方将军了 下官第一时间 便去找了东方将军 但是东方将军痛快得很 只说让我转告姓楚的 要拿装备回来 直接去找他 赵姓一脸无奈地说 楚欢这边 逼下官去取回装备 东方将军 却明显不愿意 将这批装备叫回来 下官夹在其中 真是进退良难呢 他带着恳求之色 支州大人 下官实在没有办法 只能向你求教了 董事贞摇头说 这事赵大人 要让我怎么办呢 董大人呢 话不能这样说呀 赵姓立刻说 当时你可是说过 就算真的有新官 调人过来 也不敢对此事 过多追查 现如今 姓楚的就抓住了这事 你该知道 他手里 有圣上亲赐的金剑 金剑出剑鞘 砍在下官身上 那是能够先战后奏的 董事贞放下茶杯 摊开双手 说道 赵大人 你应该看得出来呀 楚患前来西官 从一开始 就是冲着咱们来的 你赵大人 如今有把柄 抓在他的手中 他自然会抓死此事了 这事儿 只分棘手啊 虽然楚患的势力 如今不怎么样 但他毕竟是 朝廷任命的西官总督 而且手握玉子金剑 实在不好对付呀 唉 叹了口气 摇头说 调动兵库军械 确实是违反了 朝廷的法度 现如今 你也只有两条路走了 哪两条路 第一条路啊 是说服东方将军 让他将调文过去的 军械装备送回来 董事贞压低声音说 其实 上次送过去的军械装备 如今还在军营之中 连箱子都没有打开 东方将军 只要一松口 那些装备运回来 这事儿也就了了 顿了顿 喊笑说 赵大人呢 你也是航武出身 当初和东方将军 也都是朱总督 麾下的汉将 同袍之意嘛 赵大人如今深入困境 我想东方将军 还是会帮你解围的 帮我解围 赵新皮笑肉不笑 反问道 东大人当真以为 他为我解围 董事贞含笑说 据我所知啊 赵大人和东方将军 当年可算是一同入伍 后来一起被 朱总督器中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听人流传 赵大人和东方将军 曾经还结拜过兄弟 只是后来东方将军 多次立功 所以 拔了拔手 尴尬地笑着说 拔了拔了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只是我想 两位的情谊 应该不浅吧 前凡 赵大人入主兵不私 据说东方将军 也是出了大力气的 赵信双眸闪动 忍不住说 如果不是那三千两银子 你当东方信 会为我说话 话一出口 一些尴尬 神经没有些不对了 董事贞却是会心一笑 压低声音说 赵大人呐 其实啊 有一句话 奔在我心中 不知当讲不当讲 赵信双眉说 这周大人 小说什么 真要说出来呀 只怕赵大人会误会 董某有挑拨离间之心 唉 董事贞叹了口气 可是凭良心而论 董某一直觉得 论起行军打仗 赵大人未必在 东方将军之下呀 似乎觉得这样说很不好 白手说 啊 罢了罢了 是我心口开合 赵信是双眉一展 说道 董大人 你是在过狱了 不过话说回来 你这是周总组给的机会少 若是给下官同样的机会 下官如今的成就 未必就会低于东方 笑了两下 并没有继续说下去 似乎对这个话题 十分的感兴趣 董事贞神情肃然 说道 啊 恐怕真是如此呀 其实人生一世 有时候就算满腔报复 但是没有施展的机会 那也是 唉 董某倒是觉得 这世间最令人遗憾的事 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呀 董大人的意思是 赵信听董事贞话里有话 忍不住挪挪椅子靠近了董事贞 董事贞含笑摇头说 啊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啊 啊 是了 我是说呀 东方将军与赵大人有旧交 如今 楚欢咄咄咄逼人 赵大人身陷困境 东方将军应该还属于帮忙的 赵大人再去 与东方将军好好谈一谈 将那批装备送回兵库 如此一来 楚欢那边也就好交差呀 赵大人也就可以转为为安了 扶须笑着说 人是活的 装备是死的 东方将军应该不会为了一些装备 致赵大人的安危与不顾 而且赵大人当初同意 从兵库将装备调运到兵营 那已经是冒了很大风险 给了东方将军很大的面子 如今事情发了 东方将军总不至于让赵大人一个人 将此事完全担起来吧 赵信立刻冷笑地说 如果那边说得通 下官又何必过来找寻董大人呢 从主官那边出来 下官就直接去找了东方信 我是好说歹说 什么话都说尽了 又何尝没有提到过从前的旧意呢 就差没有给他跪下了 哼 我赵信还念着旧意 可人家东方将军可不记得了 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 兵库调过去的装备 进了平息军营 就是平息军的装备 如果主官想要自己去取 可是咱们兵部司 是隶属于总督府下下的衙门 主官的名面上 虽然管不了东方信 可却是咱们的顶头上司 他把事丢给我 明显就是自己不去出面 握紧拳头 懊恼地说 董大人 你说的第一条路 已经是行不通了 董方信是绝不准备交出装备的 董事真皱起了眉头 凑近赵信 压低声音说 东方将军 当真如此不尽人情 赵信也凑近过去 低声说 你当东方信 是个讲义起的家伙吗 当初 我与他一腾入伍 拜了把子 后来他一路高升 只高气扬 与我也就渐渐疏远了 这次朱总督 往见习惯的官员 我就想着 东方信 毕竟与我有旧交 他的话在朱总督那边 还有几分分量 所以找上他 希望帮忙说说话 左右瞧了瞧 才满是愤怒的说 人家倒好 一开始装模作样 说是 朱总督已经有了人选了 他不好在人事上插话多嘴 后来拐而抹角 说来说去 开出了三千两的架码 董事真 瞇起了眼睛 三千两银子 那可不是小数物呀 哎 赵夕叹道 几两退兵 我领着一队人马 打下了好几座县城 好不容易 再攒了些银两 可是到最后 还不够他开出的假码 实在没法子 在外面还欠了不少银子 摆了摆手 脑怒中带着无限的感慨 我现在是懂了 事态炎良 什么他妈的狗屁义气 都是假的 算了 东大人 你不是说 还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吗 还请辞教 东是真摇头叹道 哎 这第一条路是走不透 可是这第二条路 赵大人一定是不想走 可是当前行事 也只有第二条路走了 大人请辞教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东是真说 赵大人夹在楚欢和东方信之间 左右为难 这楚欢不是什么善茬 盯上了赵大人 若是赵大人真的不能给他一个交代 他一定会借这件事情 狠狠地整治赵大人 好一点 法官免之是少不了的 若是情况更坏 正如赵大人自己所言 说不定 瞟了赵姓的脖子一眼 并没有说下去 赵姓就是感到脖子一凉 明白董事贞的意思 董事贞重新端起茶杯 品了一口 才慢跳思理地说 既然如此 那还不如走 楚欢不是给赵大人三天时间 三天时间足够赵大人离开这里 这说全城的城房是咱们的人 赵大人带着家眷离开 暂时找一个隐蔽的地方暂时齐身 只要你一走 楚欢就只能自己去找东方信 这后门的事情 赵大人你也不必关心 先保住姓名要紧 赵姓急忙说 你是说让我丢下所有一切 就这样离开 董事贞叹道 哎 难道赵大人还有其他的法子吗 我打拼了这么多年 为了坐上这个位置 还欠下了不少银子 赵姓不甘地说 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 抛下一切 我 我心里不甘 董事贞汉手说 赵大人的心情 东宝能体谅 可是 除此之外 又能如何呢 摇了摇头 低声苦笑地说 嘿 如果东方将军 稍微讲些就是情意 赵大人这次很顺利 就能转位为安 可是 东方将军既然不放装备 赵大人已经别无他路了 清楚得看上去何气 可是骨子里 却是个心狠熟辣的家伙 赵大人若是不自保 这后果 并无说下去 但是严峻的表情 已经说明一切了 赵姓 腾地站起来 双手握拳 横眉怒目 冷笑地说 现在所得的一切 是我用性命拼来的 丢下这一切 都要丢掉了性命 如今 让我放掉这一切 躲躲藏藏 那还不如一刀来的痛快 董事贞叹了口气 摇头说 哎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啊 赵大人 先保住了性命 他日总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若是现在就将性命丢了 就算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你赵大人也无福享受了 董大人所说的机会 是什么机会 董事贞 莫测高深地一笑 天有不色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只要风云突变 不该存在人 不存在了 一切也就出现了机会 摆了摆手 喊笑说 赵大人呢 这也是董某 看你身才干 求法施展 心中遗憾 所以才多说了几句 对不对 赵大人 你不放在心上 说完端起茶杯 既定神仙的品茶 赵信是微微沉吟 正想说什么呢 便在此时 一名家仆 匆匆过来禀报 大人 有人前来求见 什么晚了 何人求见 回大人话 是高连高大老爷 董事真是微皱眉头 低声自语 这么晚了 他来干什么呀 吩咐的 让他过来吧 赵信已经起身告辞 说道 知识大人 这里既然很忙 下官就不妥 叨扰了 先请高退 董事真 语重心长的说 赵大人哪 除欢 给你的期限 还有两日 你回去之后 好好想一想 若是打算离开 早做准备为妙 赵信点点头 一步多说 拱龙手推了下去 赵信前脚出门 高连后脚 便已经来到厅内了 看上去神色十分的慌张 上围董事真打招呼了 已经回头招手说 快快快 快抬上来 后边跟上两名身材 高大健壮的随从 用一根粗大的木柜 抬着这箱子进来了 董事真是端走不动 手里还拖着茶杯呢 眯着小眼睛并不说话 高连已经快步上前来 恭敬地说 神夜打扰 赵州大人莫怪 实在是十万火急啊 不得不恳求大人出手相助啊 回头之时 两名随从已经将箱子 抬到了厅中 放了下去 高连挥手说 你们两个先退下 等到两名随从退下后 董事真再放下手中的茶杯 带着疑惑 却慢条思理地问道 高老爷 深夜之死 却不知有何尖叫啊 眼睛已经瞟着这只箱子 带着一次诧异说道 这是 高连此时 已经将大门关上了 打开了箱子 金光灿灿 董事真眉头一盏 双眸划过光芒 一闪而过 已经起身来 凑到箱子旁边 只见里面有诸多的 奇珍异宝 顾完此话 当即脸容 满脸肃然地说 高老爷 你这样做不合适吧 高连却是一脸的惊慌 声音都已经变了调了 智州大人 此番无论如何 你都帮小人一次 人命关天哪 只能求智州大人帮忙了 董事真奇怪地说 人命关天 这又从何说起呀 高连的眼中 带着惊恐之色 是小犬 大人 小犬刚刚被官兵抓了起来 如今就被带走了 生死不明啊 董事真更加惊奇了 小犬 是令狼 你是说令狼被抓 高老爷 你不是再说胡话吧 满脸惊愕地说 官兵抓了令狼 这怎么可能啊 本官时间一无所知啊 而且在朔全城内 谁又敢轻易 招惹令狼啊 莫不是乱匪装扮成 官兵的样子 将令狼绑了去 高连摇头说 确确实实是官兵啊 不但是小犬 刑捕司也被抓走了 好几个人呢 怎么又折上刑捕司了 董事真的小眼睛 忽然睁大了 小黄豆般的眼珠子 满是惊异之色 高老爷 你现在可是把本官 弄糊涂了呀 先别急啊 天塌不下来 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说的官兵 又是谁的人 楚欢 是楚欢的人 高连有些失魂落魄了 楚欢 董事真的眉头一紧 随即有些狐疑的说 令狼怎么会与楚欢 扯在一起呀 他楚欢就算是总督 可是没有罪名 又怎敢轻易抓人呢 高连苦笑的说 哎呦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到墓下也是不清楚 倒是有人告诉我 小犬绑架了楚欢 因此被楚欢带走了 可是 这怎么可能吗 小犬就算有些任性妄为 又怎会去绑架一道总督呢 我的儿子 我了解 他绝不会做这等事情 志愁大人啊 这中间 一定是出了天大的误会 你一定要帮我一帮啊 指了指箱子 这里是些古玩字画 大人打听情况 少不得一些花销 这些东西大人暂时收下 回头若是花销不够 大人尽管开口 董事贞肃然说道 这些都不打紧 关键的是令狼的安危呀 伸出手将箱子关好 这才压低声音说 高老爷 如果令狼果真是被楚欢抓走 这事情可就有些棘手了 谁说不是啊 高连急得直多久 心除的早就看我不顺眼了 他要是抓到我这边的把柄 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如今小犬竟然被他抓走 生死不明啊 本官只是想不通啊 这绑架总督又是从何说起啊 董事贞依然是白思不得其解啊 高老爷 这事情有些匪夷所思啊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令狼真的犯有这等大罪 却又落到楚欢手中 那可是凶多吉少啊 诚如你所言 楚欢对你们外来世神 可没有什么好感啊 他与习惯奇想那帮人勾结在一起 狼狈为奸 抓到你的把柄 一定会下死手的 大人啊 我到现在也闹不清楚 这中间到底出了何事啊 高连无可奈何地说 我只听下人回报 楚欢手下的兵士 冲到了刑布斯大狱 将小犬带走 除了小犬 刑布斯 还有好几名棺材被捕 那大狱的神御官 也被出唤的人抓走了 董事贞是双眉顿锁 未沉淫 出了门去 叫过一名下人 耳语了几句 那人领命而去了 高连急的是抓耳挠塞意啊 董事贞显然也感觉到 事态不妙了 过了不知多久 外面传来声音 董事贞出门片刻 很快就回来了 看着高连 高连眼妈巴地瞧着董事贞呢 见到董事贞神色严峻 心里顿时又感到有些不妙了 颤声他 只手打人 到底到底是怎么回事 高老爷 看来事情是严重了呀 董事贞叹道 打听出消息来了 灵狼 灵狼确确实实是帮了楚欢 差点还对楚欢 差点还对楚欢用刑啊 啊 他在饭馆吃了亏 他在饭馆吃了亏 为了发泄怒气 找了刑部寺的差役 去让楚欢抓回了刑部寺大狱 楚欢的部下肯定是在暗中保护 抓进大狱没多久 学院圣财 就带着禁卫军的人冲到了刑部寺 灵狼如今还真是落在了楚欢的手里呀 高连张大了嘴 直觉的匪夷所思 很快就全身发软了 那 那 小权他 绑架总督 行动谋反 董事贞摇头苦笑 高老爷呀 这事不是本官不帮你 如果是其他事 本官或许还能为你说上几句话 可是 令狼此番是直接得罪了楚欢 楚欢本就对你们高家有成见 皱起眉头 伪沉隐 苏然说 到如今可不只是令狼的性命这么简单了 本官担心 楚欢会借此机会牵连打击 会因为令狼这么这张火燃到你们高家 高连身上一寒 六神无主 直到大人 求你指点迷津 赐一条火路啊 本官是真的没有法子呀 董事贞摇头说 要不 这样吧 你就直接去求见楚欢 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高连犹豫了一下 才问道 大人呢 你说楚欢会不会网开一面呢 楚欢年纪虽轻 但是心机深沉呢 高老爷大哥先去探一探风 董事贞轻声说 只要有一些希望 自然要全力以赴 你尽管找他 看看他会提出什么条件 本官也会找个合适的机会 为令狼说情 高连知道 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法子了 主动权抓在楚欢的手中 只能先去探看楚欢的意思了 多谢知周大人 那只能先去找楚欢 看看他会提出什么条件 只要他放了小犬 再大的牺牲 我也能够接受 高连在担心自己的儿子 而高公子现在的日子 也确实很不好过 建伪军助营 齐红光着膀子 手里拎着皮鞭子 在建伪军助营的一处屋子里 正在审讯刚刚抓进来的几名犯人 高公子 沈玉冠和楚老头被剥光了衣裳 只留一条短裤 被绑在三根木桩上 高公子本来白内的肌肤 此时已经是血迹斑斑了 身上到处都是鞭痕 皮头散发 看上去奄奄一息了 口中有气无力的说 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那是丑大人 我真的 真的不是徒匪 求求你们 放了 放了我吧 齐红坐在椅子上 喘着气 竖起大拇指 高公子呀 你是条汉子 以后 谁要再说你是闹肿 是花花公子老子第一个扇他的嘴 都到了这个份上了 你高公子还能咬紧牙关 好汉子 佩服 真的佩服 高连先去了总督府 总督府看门的家谱 对高连是爱理不理 花了些银子打点一些 高连才知道 总督大人并不在总督府 而是去了禁卫军驻营 禁卫军驻营距离总督府并不远 高连转到禁卫军驻营之时 已经是三更天了 这一晚上折腾 高连已经是疲倦至极了 但是精神却只能始终绷着 驻营大门是四名禁卫武士守卫 高连说了好一阵子 这才有人进去禀报了 过了小半天 守卫才慢慢回转来 说道 总督大人正在审案呢 但是抽不出时间 你若是有事 明日再过来吧 高连心下更是焦急无比 他当然知道 楚欢所审的案子 当然是自己的儿子了 心中想着自己的儿子此时 不知道正遭受何等的酷刑呢 恳求道 求你再去通病一生 小人有急事 要求见总督大人 十万活鸡啊 抓住守卫的手 塞了一顶银子 兵爷行个方便 麻烦你再通报一声 守卫想了想 正在进去 片刻之后 他回来说 跟我来吧 领着高连进了助营了 到的一处屋外 就听到隔壁的屋子 传来惨叫声 声音十分的凄厉 高连就如同是 抽打在自己身上 感动身受 全身发寒 那凄厉的惨叫声 让他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进到屋内 屋里陈设倒是简单得很 楚欢此时正坐在一张椅子上 除了楚欢 轩辕圣财和求如血 也在屋内 三人正在说着什么 高连进来之后 楚欢也不和他多说 高连正要上前拜见了 楚欢已经白手 直至旁边的张椅子 示意高连坐下 这才向薛云圣财说 东南天门道猖獗 官兵为何打得那样吃力呀 就是因为天门道 收买了许多官府众人 这次行不私的人 对本都下手 以本都之见 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天门道作乱 行不私的那几名官吏 肯定都是被天门道的人 收买了 那小子肯定是天门道的人 否则如何能使欢得动 行不私的人呢 高连听在耳中 心惊肉跳 正想站起来解释呢 楚欢似乎发现了什么 朝着他做了个手势 令他暂不要说话 轩辕圣财 一手握着腰间刀柄 一面冷笑地说 大人说得及时啊 圣上早就说过 对天门妖孽 务必做到斩尽杀绝 这次终于发现了 天门妖孽的踪迹了 咱们定要顺头摸挂 将习惯的天门妖道 一网打尽 这小子敢绑架总督大人 定是天门妖孽 无疑 咱们就从这小子身上下功夫 从他身上挖住 天门妖道的线索 求如雪握着拳头说 大人 这小子嘴硬得很 到现在还不承认 自己是天门犯贼 我以前行走江湖 倒是见过不少酷刑 有一种酷刑 很有效果 不知道能否遗失 楚欢似乎很感兴趣 当初在经历的时候 和刑部尚书 邱俊豪 邱尚书 打过几次交道 现在想起来 当时就该向他 多请教一些酷刑 不然将那些酷刑 今日一用上 也不愁他们不开口 对了 你说的酷刑是什么呀 其实也简单 将犯人的四肢身体 牢牢捆绑住 然后在犯人的头顶 隔开头皮 拉一道缝隙出来 搂出里面的血肉 然后熬一锅滚烫的热油 用小勺子 往那头皮里面滴油 那时候 反而定然是起痒难当 要拼命挣扎 但是身体被捆绑住 就只有脑袋 想着向外钻 有些人实在撑不住了 挣扎的厉害 那头皮呀 就会完全裂开 然后 邱如雪说得很慢 津津有味的 轩辕盛财一边听 更是一边点头 倒是楚欢 摸着下巴 若有所思 高连此时 已经是魂飞魄散 心惊肉跳 一想到 邱如雪所说的酷刑 很有可能 要用在自己的儿子身上 他就觉得 自己的头皮 似乎已经被割开了 竟是感觉身上 有麻麻的感觉 尸声道 万万不可 万万不可呀 本来 小半边屁股 还坐在椅子上呢 此时 已经忍不住 站了起来了 楚欢三人 立刻转过头来 同时 用一种奇怪的眼神 看着高连 高连 知道自己失态了 有些尴尬 但更多的是惊恐 如果不是有把柄 落在楚欢手中 高连还真未必 将这个魏德式的 年轻总督 放在眼里 可是 现如今 不但是有把柄 落在对方手中 而且这把柄 实在太大了 大到一个不小心 甚至能够让高家家破人亡 全族都要遭受诛连 至少在当前 高大公子的性命 完全掌握在楚欢手中了 高连便是再精明狡猾 在这种情况下 也是一筹莫展 心神巨乱呀 你是何人 缺缘胜财 倒似乎是刚刚发现高连 先前 一直没有当高连存在 不等高连答话 楚欢已经含笑说 这是北山道青州首富 高连高老爷 是大士绅 缺缘将军 一次前应该见过的 哦 缺缘胜财 打量几眼 才说 哦 签索太安了 看不大清楚 是高老爷啊 高连忙拱手说 不敢不敢 讨扰几位大人 小人失礼 莫怪莫怪 高老爷 一波云天 带着北山的士绅们 先来帮助习官重建 道德高尚 本都市十分钦佩的 主欢按了按手 是以高连坐下 本来是想找个机会 请高老爷聚一聚 一起谈一谈 接下来该如何 诊性习官 只是本都自打来到 朔全之后 琐事缠身呢 一直没能抽出时间来 似乎刚刚意识到了 什么问题 显中了疑惑之色 问道 诶 是了 高老爷 这深更半夜 都快天亮了 你 上下瞧了瞧高连 不再说话 眼睛已经是在询问了 高连自然还是很有眼力劲的 屁股还没坐稳的 立刻站起 显得异常的谦卑 宗都大人 皆不可再争护老爷 羞愧小人了 小人今夜前来 实在是 实在是有十万火急的大事前来 恳求他人做主啊 哦 朱欢显中了关切之责 高 高先生看起来十分焦急 难道真的是出了什么大事 朱欢化身刚落 外面便响起了敲门声 朱欢抬头说 进来 赤着上身 露出一身结实肌肉的棋红 手里拿着根鞭子 从外面进来了 他身上还流着汗呢 上前说 大人 审了半天 这些天门妖孽的嘴巴 还真是严实 看来要用大刑了 都用大刑 嘴巴只怕是敲不开呀 朱欢皱起眉头 冷笑的说 还真有不怕死的 看向球如血 说道 老球 你过去 亲自动手 就拿那小子开刀 割开了他的头皮 往他脑袋里淋油 本都就不相信 那样 还撬不开他的嘴 若是这样 都无法撬开他的嘴 那就直接砍了脑袋 将脑袋挂到城门 那些天门妖孽 看一看 与朝廷作对的下场 大人不渴 高连急忙说 高先生 你两次都说不渴 这是为何呀 朱欢索眉说 莫非觉得本都处事有误 小人不敢 高连说 只是大人抓捕的那人 并非 并非天门妖道 朱欢奇怪地问道 高先生说的是谁呀 就是那名年轻人 年轻人 朱欢顿了一下 高先生说的该不会是 那位姓高的公子哥吧 正是 高连立刻说 就是那个年轻人 总督大人 他不是天门道徒 不是 宣圣才冷笑地说 高先生 莫非你也认识那姓高的 猛然想到什么 高 高先生 你姓高 那小子也姓高 难道 他是你的族人 不仅仅是族人 高连苦笑地说 总督大人 宣元将军 其实 其实他是小人的犬子 啊 朱欢早就知道高公子的身份 却是故作赤惊 神色已沉 苏然说 高先生 有些玩笑可是开不得 本都虽然也喜欢开玩笑 但是却不喜欢这样的玩笑 小人哪里敢开玩笑啊 高连苦着脸 他确实是小人的犬子呀 来人 宣圣才力胜说 将高连拿下 门外立时破门而入 两名身材魁梧的武士 如狼似乎就要扑上来 高连抬起双手 急忙说 总督大人 且慢 且慢 宣欢皱着眉头 神经冷峻 高先生 本都是朝廷命官 大是大非面前 绝不寻思 令公子是天门妖孽 你既然是他的父亲 乃是脱不了干系的 总督大人 小人绝不是天门妖孽 小犬也绝非天门岛人 高连是脸色发白 是小人脚子无方 多有溺暗 这才让他胡作非为 他有眼无助 冒犯了总督大人 还请总督大人手下留情啊 看了看轩辕圣财等人 虽然觉得有些话不方便说 却还是硬着头皮说 大人若是您能手下留情 小人 小人必有重抱 楚欢坐了下去 瞥了轩辕圣财一眼 轩辕圣财使了个眼色 求如雪和齐红等人 二话不说都退了下去 屋内顿时就只剩下楚欢 轩辕圣财和高连三人了 高连一瞧这一架势 心下反倒是生起希望来 正要说话呢 楚欢却已经皱眉说 高先生 说起来你也是经过大场面的人 刚才当着那么多人说那样的话 你觉得合适吗 高连无奈地说 是小人失言 还请大人勿怪呀 凑近一些 说道 总督小人确实有点小事 要与大人私下说 瞥了轩辕圣财一眼 那意思明显是让楚欢 遣退轩辕圣财 楚欢深深地看了高连一眼 微笑地说 哈 没事 轩辕将军是自己人 不管有什么事情 都可以当着轩辕将军的面说 示意轩辕圣财坐下 轩辕圣财倒是大啦啦坐了下去 主欢正在笑着说 哈 高先生 有话尽管说 如果那年轻人真的是令狼 你也确实要给我们一个解释 总督大人 小犬绝不是天门道人 他吃喝嫖赌 不学无术 实在没有什么能耐 天门道的人 也不可能瞧得上他呀 高连此时 为了救出自己的儿子 那只能将自己的儿子免损得越无能越好了 这次真的是个误会 小犬心胸狭窄 牙子必报 他有眼无珠 不识大人尊严 与大人起了冲突 这才究极人手冒犯了大人 大人 这真的只是一个误会 小犬就是有天大的胆子 那也不敢对大人不敬的呀 高先生 这都是你一面之词呀 楚官摇摇头 高先生是青州首富 家子千万 令郎是含着金汤勺处似的 你觉得这样的人 会屈尊往一家毫不其二的饭馆吃饭吗 他是打探了本渡的行踪 这才前往绑架的 高先生有所不知啊 令郎可不只是绑架这么简单呢 他可是准备置本渡于死地呀 学员圣财冷笑地说 如果不是我们及时赶到 总督大人或许已经被你的犬子所害了 你还敢说这是误会 如果没有阴谋 仅仅只是小冲突 他为何要准备行凶杀人 杀人 此时秦布斯的御官已经交代了 宣圣财握拳说 你家的高公子却是要行凶 高连 圣上调任楚大人前来习官 可不仅仅只是为了治理习官 还要剿灭习官的乱肥 领郎十有八九 与天门道混在一起 现在倒是要问你 你与天门道可有纠缠 啊 高连魂飞魄色 没有 绝对没有 小人怎会与天门道有染呢 有没有沾染还需要我们仔细调查 楚官缓缓地说 高先生暂且回府 不过这几天我会派人好好保护你们 以免天门妖道杀人灭口 等到调查清楚是否清白 自会给你一个说法的 高连是心中惊恐啊 他当然知道 楚官虽然看似淡定 但是这次机会抓住 楚官可绝不会善罢甘休 今日如果不能说服楚官 此后恐怕就难有机会了 也顾不得轩缘盛财在场 已经说 大人 小人 小人知道 这件事情要说清楚很难 但是大人清正联名 一定不会冤枉好人的 硬着头皮 从怀里掏出一叠文书 大人 这是小人孝敬您和轩缘将军的 是四家铺面的地气和房气 高先生 你这是贿赂本都吗 楚官神情一脸 你将本都当成了什么人 大人 小人不是 这这这这 高连见楚官正气凛然 一脸严肃 心里倒有些慌了 楚官叹道 高先生 你旧子心切 你是糊涂 本都能理解 可是本都可不是贪污受贿之人呢 哎 今日就到此为止 你先回去吧 本都还要和轩缘将军商议新言局的事情呢 新言局刚刚建设一大摊子事啊 这是为民谋利的衙门 若是能够运作得当 定能够造福渔民 只可惜 摇了摇头 护补司拿不住银子 新言局无论做什么都要银子 本都正与轩缘将军想法子 看看能否筹集到一笔银子 让新言局运作起来 高连是双眉一盏呢 这时候 他若是还不能听出画风来 那就比蠢猪还不如了 立刻说 大人 其实你刚才误会了小人了 哦 楚欢故作惊奇 高先生此话怎讲啊 其实 这地气房气 并不是贿赂大人 大人误会了 这些东西 是小人捐献给新言局的 楚欢呕了一声 笑着说 哦 高先生准备捐助新言局 是是是 高连感觉到 自己已经打开到出口了 小人牵挤朔权 本就是为了习官的重建 出一份力 大人 新建新言局 那是为了造福黎民 有这样的机会 小人自当献上一份力了 轩缘胜财说 大人 新言局所需的银子 可不是小数目啊 高先生这点捐助 飞水车薪 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楚欢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苦笑地说 是啊是啊 不当家 不知道柴米贵呀 没做这个总督之前 只觉得一方总督很神奇 可是现在呀 本都算是知道了 普通人没有银子寸步难行 这官府没有银子 那还是什么事都做不成啊 高连似乎早有准备了 说道 大人 小人在线上五千两银子 不 一万两 楚欢的身体微微前轻 问道 高先生 听说你来到西关之后 广之田地购买店铺 那可是画了句子的 其实本都很想知道 你现在在西关有多少铺面呢 另外 勾置了多少土地呀 高连的眼角微微抽搐 吞吞吐吐地说 大人 这 小人确实 只把离析家产 那是准备在西关 落地生根的 二十八栋铺面 壕垢挤住大宅院 更是构置了良田数千顷 楚欢寒笑 竖起大拇指 高先生的财力 果真是非同一般呢 怪不得 都说高先生 是青州首富 也只有这样的身份 才有这样的手笔呀 对了 听说高先生 所购置的良田 都已经种上了庄稼 而且雇佣了不少民夫 高连心惊肉跳 却还是硬着头皮说 大人 大人所言极是 不过 购置的那些 铺面良田 也并非是我高家 独立承担的 所谓的青州首富 不过是 图有虚名而已 小人的家产 其实并不多 这购置铺面 和田地的本金之中 有不少是小人的亲属 凑上来的 只若种下去的两种 几时请田地 所需的两种 不在少数 我高家 也无法独立承担呢 许多两种 都是小人 从北山借过来 等到有了收成 再还给他们 楚欢是畏畏汗手 叹道 高公子 也不知道 明不明白 高先生如此辛劳 其实最终 还不是为了后人吗 前人栽树 后人成良 高先生 辛苦一辈子 这些产业 还不都是为了 传承给后代吗 对了 高先生啊 说到这里 本官忽然想到 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你说你辛苦一辈子 几代人的努力 挣下了如今的家业 在你的心中 这些家业 比起令郎 孰情孰众啊 高莲浑身发寒 楚欢的声音 虽和缓 但是那话中的意思 却是千金之巨 压得高莲透不过气来 他现在终于明白了 眼前这个年轻的总督 比自己想象的 还要凶狠 他开出的价码 当真是天价 他想要的 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竟似乎 是要将高家 数代人 苦心经营的家底 一口吞下去 见高莲脸色不好看 楚欢是哈哈一笑 说道 高先生看起来很疲倦呢 如果太辛苦 不如先回去歇着 不看高莲 背负双手走到墙边 伸手从墙壁上 取些一块 本就松脱的砖块 砖块被取下 有一道口子 可以看到对面 隔壁就是神讯的地方 可以正面看到 被绑在木架子上的 高公子三人 高先生话说回来 你也别弄错了 楚欢透过孔口 往里面瞧了一阵 忽然说 你说这高公子 当真是令狼 可别弄误会了 不如你先过来瞧瞧 确认之后再说 高莲最担心 儿子现在的情况了 听楚欢这样说 急忙过去了 楚欢已经让开了 高莲透过缝隙望过去 一眼便看到了 对面的高公子了 虽然高公子如今被剥的 只剩一条底裤 披头散发 全身上下 伤痕累累血迹斑斑 但是高莲 却还是一眼就确认 那是自己的儿子 他只觉得全身发抖 也有惊恐 但更多的是愤怒 此时楚欢就气定神贤的 站在他的旁边 他恨不得手里有一把刀 力是刺入楚欢的胸膛 但是他却知道 这只是痴心妄想 如今自己完全处于下风 楚欢掌握着生死大权 尽量克制住自己心中那滔天的愤怒和怨恨 忍不住叫道 火儿 你怎样 我是你爹 你现在怎么样 那高公子本来垂着头呢 头发下垂中都死了一般 听到声音挣扎着抬起头 黑发遮面 声音凄厉 爹 你在哪 爹 快来救我 快来救我呀 我要死了 爹 求求你 快来救我呀 我要回家 我留在这里会死的 火儿 你不要急 爹会带你回去 看到高公子凄惨模样 高连又是伤心 又是愤怒啊 他高家在北山是世家大族 连官府都要给面子 不敢轻易招惹 高家在北山 虽然说不上是横着走 可却是呼风唤雨 来到西关乃是嚣张一时啊 万万没有想到 会有一天陷入这般的绝境 楚欢却已经微笑地说 高先生 看来里面果真是令狼啊 那就好 没有认错 那就好说了 语众心长地说 高先生 你放心 本都素来是秉公执法 不会诬陷好人的 但也不会放过坏人 令狼使黑使白 本都一定好好调查 不会粗心的 高莲恨得牙痒痒的 却又不敢表现出来 他透过缝隙 却是看到 光着膀子的齐红 出现在视线之内 在齐红的身边 跟随着一名大汉 手里拎着一桶水 二话不说 照着高公子三人的脑袋 先后泼了过去 三人被冷水一浇 顿时都清醒过来 齐红已经伸手 掐着高公子的脖子 立声道 臭小子还不招 说 天门倒在西关的首领是谁 你们绑架 总督大人的目的何在 高公子的嘴里 只是咕咕响 哪里能说出话来 普通一声 高连此时 什么也顾不得了 贵在楚官面前 总督大人 求你高抬贵手 不能宰神了 宰神小犬就要没命了 他将手中的房气和地气 硬塞在楚官手中 大人 这是小人捐献给新盐局的 其他的 小的回去想办法 求求您高抬贵手 这时高先生 捐献给新盐局的 楚官含笑问道 高先生 如果是捐献给新盐局的 有轩辕将军作证 本都是可以收下的 如果不是 本都可不能拿你一文钱 隔壁已经传来 高公子的惨叫声了 齐鸿已经拎起鞭子 对着高公子 又是一顿臭打 是 总督大人 这些都是捐献给新盐局的 高连急得满脸通红 求大人手下留情 主官这才凑进洞口 朝着隔壁说 齐鸿 停手 先让高公子好好想一想 给他 一天时间 好好想想吧 转向高连 轻叹道 哎 高先生 你也知道 本都是要下大力气 剿灭天门道的 天门道 一日不除 本都一日不心安 而且 每多给他们一天时间 他们就可能壮大一分 所以 令郎在一天之内 不会再受皮肉之苦 可是本都 也不能循此枉法 一天之后 还是要审讯的 高连何尝不知啊 主官根本不给他 讨价还价的机会 所谓的一天时间 无非是给高连 捐献家财的机会 此时 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只能说 小人回去之后 会好好考虑的 只是 大人也知道 如果一切 都只是小人做主 讨厌没有什么 我高家是大族 兄弟众多 高市的家产 也并不是小人说了算 需要家族商议啊 主官立刻皱起眉头来 说道 高先生 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难道以为本都 是要逼迫你 献出家财吗 将手中 刚刚收下的房积地计 递给了高连 如果是这样 这些本都 也是不敢收的 本都青年如水 公正连结 可不会逼迫他人 捐献财物 高先生 这些东西 你先收好 高连急忙厚挪 无可奈何地说 大人 这是小人 真心实意 捐献给新研局的呀 这是为了造福西官 绝不是因为大人之故啊 如此甚好 主官点头 正好 高先生 这里有纸笔 不如你将你 捐助新研局的心意 写下来 按上手印 如此一来 本队就免得被人误会了 高连没有办法 只能写了文书 按了手印 主官拿起文书 看了一遍 才含笑说 高先生大人大意 让人钦佩 这样吧 你先回去 和族人 好好商量一番 一天的时间 想必 也足以让高先生 做出选择了 高先生 千万不要勉强 如果你的族人 没有捐献之心 高先生 也不必抢人所难嘛 开手说 宣言将军 先送高先生出去吧 高连无可奈何 被宣圣财 送出了门去 等到宣圣财回来 楚官坐在椅子上 正寻思着什么呢 宣圣财 却已经凑近来 笑着说 大人神机妙算 信高的果然过来了 虎毒不识子样 高连虽然阴险狡诈 但总算还舍不掉 这个儿子呀 楚官冷笑地说 宣言将军 一切都按照计划行事 宣言圣财 力士拱手说 末将明白 从北山迁徙到 朔全的复古上身 当然不止高家一门 除了高家 迁徙到朔全的大家族 不下二十族 这些家族 在北山可都是 响当当的家族 他们当然不会举家 迁徙而来 这种大家族 家族的人丁 都是比较兴盟的 一部分趁势来到西关 大肆吞并西关 本土世神 另一部分 则继续留守在北山 不过 为了趁乱在西关 吞并更大的利益 他们倒是带来了 大批的本钱 北山世神 与西关诸党联手 短短时 已经在西关 发展出了一股势力来 北山外来世神的代表 自然是高家了 仅次于高家的是赵家 赵氏的家主 叫赵坤游 与高连的关系 十分的亲密 这次北山世神 北京西关 赵氏一族 也如同高氏一族一样 表现得异常积极 他们在西关 紧随高家之后 利用各种关系 吞并了诸多的店铺良田 从某种角度来说 那是高氏一族坚定的盟友 晨曦的光芒 普照在天地之间 赵坤游 每天早上都会起得很早 练一套养生拳 练拳的时候 也通常没有人敢打扰 可是今日 这套拳不过打了一半 一阵急速的脚步声 就传过来了 随即更是一股子杂乱之声 一名家铺连滚带爬地跑过来 赵坤游还没来得及呵斥呢 家铺已经鬼哭狼嚎地说 老爷不好了 不好了 官兵来了 官兵 赵坤游有些发懵 谁的人 是董大人派来的人 不是董大人 是楚总督 那家铺尚未说话呢 从花埔后面 已经转出一群人来 当先一人一身甲咒 威风凛凛 赵老爷 跟我们走一趟吧 赵坤游打量 轩辕圣圣财起言 有些眼熟 楚欢刚到朔全的时候 朔全这边 在北望楼 举办过一场 大厦风景的街风宴 虽然是不欢而散 但是当日 不但是楚欢 就是跟随楚欢 一同赋宴的轩辕圣圣财 也是颇为显眼的 赵坤游当日 一直在欢迎的人群之中 倒是对宣圣财 有几分印象 你是那位宣元将军 赵坤游皱起眉头 却不知宣元将军 带人前来 有何贵干呢 本将已经说过 你要跟我们走一趟 宣元圣财不假辞色 淡淡地说 官府怀疑你 与天门道有关系 你必须去说清楚 赵坤游当然知道 天门道是什么东西了 脸色巨变 是声道 天门道 金门说 你们不要淹没好人 我与天门道 有何干系 你们闪床兵战 成口诬蔑 并非诬蔑 宣元圣财摇头说 已经有人证了 证明你与天门道 有牵连 一回首 几名强悍的 禁卫武士 已经冲上前去 二话不说 将赵坤游扭住 推丧着就向外走 赵坤游大声叫嚷啊 被推丧着出了院子 赵宅之内 已经得到了讯息了 一群人都过来了 一名中年汉子 拦住去路 立声道 你们是什么人 为何要胡乱抓人 你又是何人 宣元圣财冷漠而逝 你们抓了我父亲 我是赵顿 中年人倒几分胆气 你们凭什么抓人 本将奉命抓人 用不着向你解释什么 宣圣财大手按在刀柄上 闪开 上前去 轻而易举地 推开了赵盾 一群人压着赵坤游 就向外走 去找董大人 去找你高伯父 赵坤游被扭送着 向外走 扭过头来叫道 赵盾知道 事关重大 立刻吩咐下人 准备马车 赵坤游被官兵抓走 赵盾乘坐马车 马不停蹄地 现实来到了高府 赵家与高家的关系亲密 也用不着同船 赵盾匆忙到了高寨正堂了 却发现 已经有不少人聚集在这里了 除了高家的人 另有几人 也都是北山士绅 见到赵盾匆匆而来 已经有人上前来 急忙说 赵兄怎么也来了 官府满不讲理 将家父抓走了 赵盾急忙说 正要找寻高伯父商量对策 那人惊恐地说 啊 莫非赵伯父也是因为天门道被抓 正是 赵盾点头说 随机奇怪地问道 你们怎么也来了 咱们都一样 家父也被抓了 那人焦急地说 我也是过来找寻高伯父商量对策 赵兄啊 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啊 官府为何要冤枉咱们 一天门道友各不解呀 他们说 有人证 赵盾握圈说 是谁在污蔑咱们 旁边一人凑近过来 第一声说 哎 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昨晚出了大事了 高伯昨晚就被抓走了 如今还生死不明呢 高伯 赵盾一争 他出了何事 具体什么事情也不知道 只知道 他好像带人绑架了总督大人 那人压低声音说 高伯父现在正在与家人商议事情 暂不能见我们 绑架总督 赵盾脸色巨变 吃惊地说 高伯是要找死吗 他 他为何要绑架总督大人呢 灵光一闪 低声道 难道 官兵抓走咱们的家人 会与高伯有关 那人还来不及回答呢 正堂之内 见到高连已经从里面出来 众人立刻簇拥上前 纷纷说 高伯父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高连的脸色异常的难看 眼角抽搐 诸位都不要急 确实是出了事了 咱们不能乱了阵脚 高伯父 听说高伯昨晚被抓走 赵盾上前两步盯着高连 这一大清早 咱们都有家人被抓了 而且还被说成 与天门道有牵扯 官兵还说 有人正在他们手中 这人正到底是谁 是否是高伯的官府 心口开河 赵盾此言一出 众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盯着高连 已经有人眼中显出了不满之色了 高连已经招手说 你们几个进来 将赵盾等三四人叫进了屋内 此时北山一众士绅族人 都是情绪惊恐 进到屋内 赵盾开门见山地说 高伯父 是不是高伯胡言乱语 这才连累我们 虽说赵家和高家关系不浅 甚至有族亲 但是 你想到自己的父亲 很有可能是被高伯牵累的 赵盾心中就是火冒三丈 顾不得什么情意了 其他几人也都纷纷说 高伯怎能这样做呀 咱们从来都不曾与什么天门道 有任何瓜葛呀 他废话要信口开河呢 高连是铁青着脸说的 没有证据就不要胡言乱语 你们现在都怪罪高伯 可是这一事本就是楚欢 针对咱们北山士族 话虽这样说 但是如果没有被姓楚的抓到把柄 他怎敢对我们轻易下手 赵盾沉声说 听说高伯绑架了楚欢 这又是闹得哪一出啊 他这疯了 高连知道事关重大 如果不解释清楚了 北山士族内部就要分裂了 将自己所知的情况说了一遍 众人是面面相觑 赵盾已经周眉说 如此说来 是楚欢故意给高伯下了拳头 不对 旁边一人立刻说 朱贝有所不知啊 就在前天我还见过高伯 他还真是提到那家西风馆 那是刚刚开张的小馆子 高伯偶然从西风馆经过 见到了西风馆的老板娘 听说那老板娘 是个风骚美貌的妇人 高伯当时就看上了她 原来如此呀 旁边一人冷横道 高伯的性子咱们也都清楚 他喜欢风月 一定是要打那富人的主意 这才落入了楚欢的圈头 如此说来 那西风馆里面的人 难道是楚欢的人 否则高伯怎么可能 在西风馆碰上楚欢呢 高连坐在椅子上 疲倦不堪 说道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人都被抓去了 咱们赶紧想办法将人救出来再说 赵顿握拳说道 姓楚的和习冠七姓 关系肥浅 习冠七姓 视我们为死敌 楚欢既然和他们是一伙 怎会对我们手下留情呢 他眉头紧锁 我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高货在官府那边 就是高货在官府那边信口开河 虎言乱语 他要是硬将咱们往天门道身上推 新楚的一定会抓住这次机会 对咱们下死守的 莫说与天门道有干系 就是高货绑架楚欢 这已经是了不得的大罪 等同意谋犯啊 旁边有人眼中显出惊恐之色 不管所处何因 高货确实带人绑住了楚欢 楚欢如今又故意利用高货 将我们往天门道上推 明显是要通过此事 将咱们全都牵扯进去 如今朝廷正在东南与天门道 刀兵相接 朝廷最痛恨的就是天门道 如果把这罪名 安在咱们头上 这人话没说完呢 但是在场中人都禁不住 打了个冷战 董大人那边怎么说 赵顿上前一步 高货府 当初咱们大剧签系习惯 那可是朱总督在后门过保证的 西关的官府会保证我们的利益 董事贞和东方信当主 也是派着雄谱保证 咱们到了西关 定然会保咱们一帆风顺 现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他们总要给咱们一句话 所以我就去过执州府 高连说 董事贞也拿不出法子来 只说会帮着咱们说话 可是 帮着咱们说话 赵顿冷笑地说 如何帮咱们说话 那董事贞和楚欢也是死地 他说的话 楚欢怎么可能听啊 其他几人都焦急地说 难道咱们就这样 坐以待毙吗 有一人已经说 实在不成 只能迁回北山了 不能再留在这边了 高连冷笑地说 嗨 千回北山 说得容易 清楚的 如果真要对我们打开杀戒 咱们就算千回北山 又能如何 真要是给咱们扣了造反的罪名 跑到天涯海角 那也走不脱呀 他奶奶的 实在不成 咱们去西凉 一人忍不住说 他楚欢 难道按照跑到西凉 将咱们抓回来 当初天下纷乱 不就有很多人 跑到西凉去避灾了吗 跑到西凉 赵顿淡淡地说 恐怕还没出眼门棍呢 楚欢的人马 就已经将我们都砍了脑袋了 楚欢又如何 他手下不就那两百人吗 旁边那人冷笑地说 咱们家起来 家不护院有好几百 未必不能一搏 他手下虽然只有两百多人 可以前都是皇家禁卫军 一当时 更何况 如果真的要动手 那就真正是造反了 赵顿周梅说 到时候 连董事真和东方信 都不敢靠近咱们 你莫忘记 他们也是朝廷的人 虽然和楚欢是四敌 但是如果咱们究极人手造反 他们就只能站在楚欢那边了 如果真是那样 咱们对付的可不只是 楚欢手底下的人马 东方先掌握兵马 在朔泉城四周 布防了平溪军四大营 那可是两万兵马 咱们加起来 还不够人杀的 这也不成 哪也不成 那咱们要怎么样 旁边一人气急败坏 楚欢的刀子 已经是朝着咱们看下来了 咱们总不能引领带路吧 带着愤然之色 看向高连 高伯父 这祸事 是你们高家引出来的 你总想想个法子 让大家躲过这一劫 高连的眼中 划过冷力之色 却还是抬起手 示意众人静下来 缓缓地说 现在也不必说是谁引起的祸事了 都到了这个份上 追究谁的责任 已经毫无意义 赵顿走到旁边一张椅子边上 一屁股坐下去 说道 高伯父 那你给大家想个法子 所以我去找过楚欢 高连缓缓地说 众人立时紧张起来 已经有人问道 你见过楚欢 那那他是什么意思 你们当然听过 破财免灾 高连缓缓地说 楚欢已经暗示 如果破财 就有可能免灾 众人听到这里 面色倒是缓和了一些 赵顿的双眉 微微舒展 伯父是说 姓楚德是个贪财之辈 至少他对钱财不会讨厌 高连说 你们该知道 楚欢刚设立了一个 叫做新盐局的衙门 楚欢如今在西关 并没有控制几个衙门 大多数的衙门 暂时还是控制在 诸党的手中 但是这新盐局 是楚欢一手设立的 我倒是打听过 这新盐局 暂时还没有多少官吏 你也不知道 用来做什么 完全掌握在楚欢的手中 这与新盐局 有什么干系啊 我现在倒心明白了 这楚欢和别的官员 有些不同啊 高连摸着胡须 若有所思 你们想想 他突然设立这样一个衙门 所谓和音 众人互相看了看 都是摇摇头 钱财 高连很肯定的说 俗话说得好 人为财死 要为食王 就在昨夜 我终于明白 这新楚的设立新盐局 目的就是为了敛财 为敛财 不错 高连冷笑的说 我可不相信 他真的想在西关 做出一番大事来 他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 说到底 这是做给人看的 昨晚已经暴露出他的心思 他自己不好直接收取贿赂 所以要下个名头 巧立名目 为敛财而用 这新盐局 就是他敛财的工具 我昨夜送上房器地器 他不敢收取 但是暗示我将钱财 捐献给新盐局 你们想想 这中间是什么意思 赵顿一拍手 说道 哦 高伯父 不愧是监督时光啊 当官的画画肠子 伯父一眼就看出来了 现在看来 主管设立新盐局 就是为了敛财所用的 他自己 不直接收取钱财 却让人将钱财 捐献给新盐局 新盐局是他一手设立 他掌控在手中 钱财进了新盐局 也就等若 进了他除婚的腰包 到时候 如果有人查起来 也不能直接扯到他的身上 不由感慨地说 这除婚年纪轻轻 却是连财的高手啊 我倒还真是佩服他了 本来紧张的气氛 一时间松弛了不少 高连的脸色 却依然是凝重 说道 只是就算如此 却不是什么好消息啊 这是为何 赵顿说 只要是银子 能解决的事情 你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如今在西关 顿起财力 恐怕还没有谁 比得过咱们北山式身呢 除婚胃口很大呀 高连叹道 哎 比起除婚 董事真那群的胃口 实在是不值一提啊 立刻有人问道 除婚开的价码很高 赵顿说 嗯 我倒是知道 除婚的一些情况 这人两年前 开始岌岌无名之辈 听说是从云山 开始发迹 出身贫固 后来是 抱上了齐王的大腿 这才平不清云 他过惯了穷日子 贪恋钱财 倒也无可厚非 不过这种人 胃口再大 又能有多大 咱们北山式身 夹下来的钱财 随便拿出一部分 也足够得活上好几辈子了 赵顿身边一人 汗手说 嗯 不错 不就是银子吗 咱们现在最不缺的 就是银子 比起 抠下造反的罪名 划些银子 倒也没有什么不可 银子是死的 人是活的呀 只要躲过了这次 习官的经济 依然控制在咱们手中 被他吞进去的银子 咱们很快就能挣回来呀 是啊 高伯父 他对你开出了什么价码呀 高连阴沉的脸冷笑地说 他没有把价码直接说出来 但是那意思很明显 我高教在习官的所有财产 他都想吞下去 众人闻言都是变色 楚欢 闹到了口供 支州府内 东方信阴沉的脸 他一双如同猎狗一样的眼睛 盯着董事贞 董事贞摇摇头 现在无法确定 但是他既然敢动手抓人 必然有些底牌呀 如果没有真凭实据 就算他是总督 也没有资格胡乱抓人 东方信冷笑地说 高连也算个精明的人 咱得生出这样一个愚蠢的儿子 楚欢在这边处心积虑 就是在等待机会 本将多次说过 在整道姓楚的之前 万不能轻易出现纰漏 这下子 他楚欢没有被我们抓到把柄 反倒是这边先被他抓住了把柄 他越想越恼火 全都砸在桌子上 桌上的茶杯翻倒 茶水溅得四处都是 董事贞摊道 哎 东方将军也不要气恼啊 知情既然到了这份上 怎么也该想个对策才是啊 能有什么对策 东方心没好气地说 人在楚欢的手里 高家就算与天门道 一点关系都没有 楚欢也会给他们扣上帽子 最为紧要的是 高连那愚蠢的儿子 能够经受得住楚欢的考问 只要他招供 哪怕口供是假的 那也变成了楚欢的王牌 董事真是若有所思 想没想才说 嗯 强君说得及时啊 朝廷是天门道 为眼中钉肉中子 除之而后快 哪怕北山史诗 与天门道 没有丝毫牵连 但是 只要楚欢手中 拿到了高货的口供 朝廷就算错杀以前 也不会放过一个呀 董大人 如总督常说你只会过人 你现在有什么好对策呀 虽说北山史诗 都是一群窝囊废 可是咱们现在 还不能没有他们 东方信握着拳头说 如果主 真的借这次机会 除掉北山史诗 没有了北山史诗的压制 习惯击醒那帮人 定会迅速爬起来 而咱们少了 而咱们却少了 北山世神的助力 死消彼长 对咱们可是大大不利呀 我也想到了这一点 董事贞摇头叹道 哎 昨夜高连找过来 我一晚都没有睡呀 一直在想着对策 死来想去 竟是没有合适的对策 顿了顿 哭笑地说 除非出现人祸 这事或许还会有转机 否则 摇了摇头 意思很明显 那是无力回天 人祸 东方信的身体 微微前倾 什么人祸 董事贞犹豫了一下 才说 一切的起因 都是因为高祸 而高祸现如今 是楚欢手中最大的杀招 说到底 咱们最担心的 就是楚欢拿到高祸的夹口供 只要高祸不签字招供 楚欢也就不能拿北山世神如何 只不过将军刚才所言极是啊 高祸娇声惯养 只是一切顽固 没有丝毫骨气 楚欢小宗他手中取得口供 实在不是困难的事情啊 那你的意思是 本来这样的案子 如果爱宗没有出事 他还是有资格参与审理的 董事贞摸着山羊胡须 缓缓地说 只不过爱宗已经落马了 而且这桩案子 连刑布司自身也卷入进去了 现在刑布司 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顿了顿 压低声音说 显如今小甲口供不出现 除非高祸意外死亡 否则就算楚欢现在没有拿到口供 迟早也会逼出口供的 你是说派人杀死高祸 东方信凑近董事贞 但是高祸被关在禁卫军驻营 那里都是禁卫军把守 滴水不漏啊 想要进去都十分困难 更何谈刺杀了 轻声问道 你手里可有合适的刺客 董事贞忙说 将军说笑了 我哪里有刺客在手啊 东方信说 想来你也没有 如果再多些时间 未必不能找到合适的刺客 压低声音说 朱总督手底下的楚奸堂 倒还有些能人意识 只是路途遥远 就算从那边调来刺客 楚欢这边恐怕已经得手了 董事贞的汗手说 嗯 确实如此 不过我倒是怀疑 楚欢或许已经拿到了甲口供 高货是昨晚落到他手中 楚欢此人十分精明 他当然知道 高货最大的价值就是他的口供 更知道夜长梦多的道理 秦晨他就派人抓捕了数名北山士神的代表 如果不是拿到口供 他未必有如此底气啊 那你刚才所言 岂不是白说吗 东方信重新靠在椅子上 没好气的说 如果楚欢拿到了口供 高货也就不重要了 皱起眉头 想到了什么 妖头说 未必 如果楚欢真的拿到了口供 为何仅仅只抓了几个人 手当其中 他应该将高连也抓起来呀 董事贞淡淡地笑着说 楚欢比我们想的还要狡猾 他没有对高连动手 恐怕是另有所图 图什么 将军莫忘记 北山士神 可是如今习惯最大的财团 他们手中的产业 可是一笔庞大的资财呀 董事贞缓缓地说 楚欢如果轻易动手 以他手中的兵力 还真未必 能够将北山士神一网打尽 兔子逼着了还咬人呢 如果北山士神 察觉到无路可退 未必就不会揪击人手 放手一搏 他们的庄丁护院加起来 可不是小数目呀 最为紧要的是 北山士神一旦闹僵起来 事情必然会扩散 谁也瞒不住 朝廷也会知晓 平定北山士神的反叛 固然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到时候查找他们的家财 由朝廷插手进来 那庞大的资产 定然是要充公朝廷 纳入国库了 东方信明白过来 说道 你的意思是说 主还是想吞掉北山士神的财产 他是担心朝廷插手进来 所以他按兵不动 如果我没有猜错 应该就是这样 董事神慢跳思理地说 将军应该看出来 虽然抓了一些北山士神的代表 但是各家还有人能做主 换句话说 主还是故意不动那些人 他的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等着那些人送财上门 送财上门 东方信冷笑地说 他主还真有胆子笑纳吗 哪怕输了一两银子 我们拿到证据 立刻向朝廷弹劾 到时候倒霉的反倒是他了 没那么简单哪 董事真摇头说 主还不会愚蠢到那个地步 东方信锁住眉头 微沉吟 才冷笑地说 清除的咄咄逼人 若是逼齐了老子 老子旧 目露熏光 眼中划过杀机 董事真在旁瞧见 不懂声色 只是轻声说 将军不要折脑 咱们不便应万变 看看楚欢 到底还要玩出什么花样来 楚欢确实是在玩花样 但是此时 却并不是在高货的案子上玩花样 总督府的小厅之内 楚欢正与陪继共用午餐 楚欢回到总督府的时候 王涵已经带着队伍离开了 而狼娃子带了几人 一同前往云山府 目的很简单 安全地将林郎接到西北来 秦雷穿着短袖单挂 露出了两条黑油油的手臂 他的手臂并不粗壮 但是每一寸肌肤 似乎都蕴藏着无穷的力量 有黑的手臂泛着一阵 充满力量感的油光 曾经的散发 如今也编好了发际 看上去倒是十分的精神 他此时手里正抱了一支大海碗 喝野菜粥呢 总督府的饮食已经改变了 宿娘遵从楚欢的吩咐 已经改变了总督府的饮食了 大哥是说 第一批征兵只征集八百人 楚欢看着裴继说道 已经往新盐局注入了不少银子了 征集两三千人 应该都可以维持的 兵不再多而再精 裴继肃然说 二弟你可知道 你支军队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楚欢凝视着裴继 并无说话 是军魂 裴继正色说 而一支军队的军魂 通常都是在最初始建立的时候形成的 第一批征兆八百人 必须是经过严格的筛选 选出来的八百人 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形成军魂 只要有了军魂 那么日后扩军 军魂便从这八百人开始 渗透到军队的每一名将士身上 军魂 主官若有所思 裴继解释道 道理很简单 俗话说得好 尽朱者赤 尽末者黑 这第一批征兆的八百人 就等若是咱们率先打下的一口井 他们就是井里的水 之后扩军的将士 就是往这口井里加水 如果这口井里一开始 就是清澈甘甜的好水 那么后来注入的水 也会变得清澈起来 但是如果井里一开始 就是浮水败水 那么就算后来添重的是清水 也会变得腐臭 楚欢明白了什么 说道 哦 大哥是说 八百人率先接受训练 形成一整套的规律和风际 等到后来的将士加入 就可以被老兵影响 是这个意思 裴继点头说 西北人本就病悍 体质比关键的人要强 我们从中严格选择 淘汰一批 能够被选中的 身体应该都不会存在问题 然后再经过训练 中间但又承受不住的 立刻淘汰 如此再三 留下来的 必然是精锐中的精锐 以这支军队作为根基 就等若打下了 稳弱磐石的地基 大哥是否已经想到如何训练 楚欢问道 大致已经差不多了 裴继微微汗手 二弟手里还有两百禁卫军 这些都是经受过最严酷的训练 百里挑一 可以将禁卫军的训练方法 运用到新组建的总督禁卫军 楚欢点了点头 想了一想 忽然笑道 大哥 提到训练 我倒想到一些比较好的训练方法 如果能通过这些训练 你一定会成为精兵的 什么训练方法 楚欢拿手指沾了茶水 在桌上写了一行字 裴继看了一眼 低声念叨 特种训练法 楚欢说 军队的训练 小弟也已经大致了解一些 便是禁卫军的训练方法 小弟也从轩辕将军那里略有知晓了 裴继一汗手说 阿尔蒂所说的特种训练法 这其中的特字自然是特别的意思 却不知是怎样的训练方法 这种训练方法是训练体制还是训练意志 小弟自以为 这套训练方法兼顾体制和毅力 当然 或许还能训练到纪律性 这若冰式的协同以及统一性 却还是要大哥夺费亲子 楚欢轻声说 小弟对练兵并无长处 所以这件事情才会交托给大哥 裴继已经放下筷子 说道 二弟且将这种特种训练法说来 裴继向楚欢问起了特种训练法 楚欢想了想才说 大哥稍后小弟去写来 起身来出门就往书房去了 刚出侧门却见到肃娘正亲自端着汤碗过来 阳光之下肃娘淡装素容 一派少妇风韵 她似乎还没看到楚欢 过来之时差点撞上 惊觉之际楚欢已经笑着说 素娘在想什么 素娘忙说 没有 你好像有心事啊 楚欢轻声说 有事不要憋在心里 我若是不在 可以找珍妮丝姐妹说说话 知道 素娘点头 红准微急 语言又止 楚欢心中 记挂着要写出特种方法 也不多言 微微一笑 抬步就走 走出几步 听到素娘忽然说 老爷 你 楚欢听到素娘的声音 挥过头 见素娘的神色有些古怪 不由地问道 怎么了 那个 楚娘想了想 终于问道 后院的李公子 和 和你是不是很熟 楚欢心下一睁 微皱眉头 素娘见楚欢皱起了眉头 以为自己问了不该问的话 急忙说 没 没有 我胡乱问的 你见过林公子 楚欢忍不住问道 林戴尔在偏远敬养胎儿 楚欢下令 谁也不要去打扰 这是遵照林戴尔的心意所办的 墓下每日里 只有孙伯柳 可以去见到林戴尔 楚欢在府中的时候 楚欢亲自给林戴尔送去饮食 否则便有孙伯柳带吧 虽说 总督府的饮食 开始节线起来 但是林戴尔有孕在身 楚欢倒是 对那边十分的照顾 尽可能安排最好的食物 送到那边 素娘忙摇头说 没有 你说 不许大家过去打扰 谁也不敢过去的 楚欢微微汗手 说道 嗯 林公子最近 要闭门做学问 所以 大家都不要去打扰 素娘漂亮的眼眸子里 花贵丝怀疑之色 但只是问道 那 后厨里 今日问我 府里上下的饮食 都开始缩减 林公子那边 是不是也要 不等素娘说完 楚欢已经摇头说 那边 一切如常 知道素娘心里 必然充满疑问 但是 也不好解释 只能说 林公子做的学问 对我很重要 所以不能亏待了他 素娘是微点禽手 楚欢走过来 轻声说 昨晚 实在对不起 素娘脸上一红 低头说 你事情多 你不要 不要记挂我的 昨晚 昨晚 是不是等了很久 楚欢请声问道 他昨日 与素娘说好 晚上 要去往素娘的屋里 只是发生了 高货的案子 折腾了一晚上 自然也是顾不得 独守空房的素娘了 素娘昨日 得了楚欢的承诺 还真是 好好沐浴了一番 在房里 等了整整一宿 直到天明时分 直到楚欢 不会过来了 他有些郁闷的 睡了片刻 只是他自然不能说 自己真的 等了一个晚上 那倒显得 自己似乎 对房氏 十分的期盼了 是个浪荡的女人 低着头 说道 没有 我昨晚 昨晚很早 就歇下了 楚欢看到 他眼带 有点浮肿 心智肚明 轻声说 等我抽空 好好地 慰劳你一番 不要 阳光之下 楚欢这般说 让宿娘浑身 有些不自在 红着脸 你 你办差事就好 不用理会我的 他说完 猛地感觉自己 疯臀上一紧 吃了一惊 却是楚欢 已经伸手 按在他 疯板的翘臀上 他面红耳赤 不敢打开 楚欢的手 左右看了看 生怕有人瞧见 声音有些发颤 老爷 这是白天 莫要被人看见 十分的不适 扭了扭腰肢 只希望楚欢 赶紧将手收回去 楚欢是哈哈一笑 拍了拍 宿娘的翘臀 肉糊糊的 十分弹手 知道宿娘不好意思 收回手 才说 将汤送进去吧 宿娘心跳得厉害 脸上发烧 被楚欢拍了两下屁股 只觉得屁股有些麻痒 低着头 赶紧将汤 往屋里送去了 心中却是想着 二郎真是不看场合 青天白日 怎么这样摸自己屁股 可是内心深处 却又觉得 这样十分的刺激 楚欢离开宿娘 往书房过去 经过一处假山 听到假山后面 传来声音 声音娇嫩 似乎在争执什么 忍不住凑近过去 只听到一个声音传来 你怎能和夫人 这样说呢 夫人很喜欢楚 如果他相信你的话 你就会很伤心的 楚欢眯起眼睛 立刻就听出来了 这声音正是珍妮丝的声音 珍妮丝和布兰西两姐妹 是双胞胎 长相一样 声音也大致相同 但是语气却是大不相同 珍妮丝性子温和许多 声音也温柔不少 而布兰西比珍妮丝的性子 要急许多 也直率许多 说话的时候 干脆利落 爽朗得很 楚欢听到的声音 虽然带着责备之意 但与其温和 明显是珍妮丝的声音 这一阵子 他算得上是日理万机了 还真是没有时间 顾得上这对一语双书 好在这对姐妹花 适应环境的能力 还算可以 在这西北之地 倒也是能够适应下来的 不过 珍妮丝的话 却是让楚欢狐疑 也不知道 布兰西和素娘 说了些什么 梅花飘香 甲山边上 记住梅花 开得正好 阵阵欺人心脾的幽香 扑面而来 楚欢背部双手 在甲山后面 侧耳倾听 听到布兰西的声音传过来 难道我说错了 正是看到夫人喜欢楚 我才告诉她那件事情 总不让她一直被瞒在鼓里 夫人是个好人 我可不希望她被楚欺骗 珍妮丝 中院人常说 知人知面不知心 想不到楚就是那样的人 我们真的看走眼了 你不要乱说 珍妮丝急忙说 小点声音 要是被人听到 穿她楚的耳朵里 她一定不会开心的 哼 为何要她开心 布兰西冷哼一声 就算被她知道 又能如何 我正准备 当面责问她 如何责问 珍妮丝立刻说 一切都是你自己想的 你有没有证据 你的性子 总是那样急 如果你猜错了 冤枉了楚 但你该怎么办 你又不是没有冤枉过她 我 我什么时候冤枉她了 布兰西 有些气急败坏了 你说 我什么时候冤枉她 你 珍妮丝也有些急了 在西凉的时候 你就冤枉过她 而且 而且还连带 我也被你冤枉 布兰西 似乎想不起来 你说的是什么事情 你都不记得了 珍妮丝气道 那次你冤枉她 说 说她和我 你真的不记得了 哦 布兰西似乎想了起来 原来是那次 珍妮丝 你说的当时 真的没有对你动手动脚 当然没有 珍妮丝的声音 也大了一些 明显生气了 布兰西 你总是胡乱说话 这个脾气一点也没有改 你总是冤枉人 那我就猜得更对了 珍妮丝 你说她长得这样漂亮 单独和她在一起 她对你一点也不动心 布兰西自以为得意地说 所有的男人看到你都会动心 可是她却没有对你动手动脚 一定是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她根本不喜欢女人 布兰西十分肯定地说 这就更加证明了我的猜测 认为林公子也一定不是好人 楚欢皱起了眉头 是越听越糊涂 怎么这事又扯上林黛儿了 这布兰西的小脑袋瓜子里 到底在想些什么呀 珍妮丝急忙说 没有证据的事情就不要乱说 没有证据 哼 布兰西冷哼一声 那我问你 为什么林公子一个人住在偏远里 我们都不能去见他 为什么楚总是偷偷地跑过去 而且还给他最好的食物 珍妮丝 罗格伯爵的传说 难道你放弃了 为什么要听到那个肮脏的人呢 珍妮丝说 他是一个坏人 他最大的坏名声 就是不喜欢女人 喜欢男人 布兰西说 每年他都会派人找寻美报的少年 许多人都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可是我们知道的 罗格伯爵就是一个 说到这里 没有继续说下去 只是说 楚和罗格伯爵一样 也喜欢男人 那位林公子 也许就是楚的爱人 楚欢听到这里 差点没有一口鲜血喷出来 这幅兰西的想象力 也实在是惊人的 他怎能想出这样的关系来 楚欢自己都觉得 浑身是汗毛之术啊 不会的 楚不是那样的人 他 他是一个勇敢正直的人 你不要冤枉他 珍妮丝着急的说 这些话以后再也不能说 没有能掩盖住的秘密 你的话总会被处置到 现在我们依靠他生活 如果激怒了他 我们就再也没有依靠了 珍妮丝 你这位他说话 到底是为什么 布兰西问道 布兰西问道 难道你真的喜欢他 可是你要知道 他喜欢男人 就算你将所有的爱都给他 他也不会喜欢你 楚欢是摸了摸鼻子 有些无可奈何 他倒是了解布兰西的性情 这金发美人心知口快 有话憋不住 忽然想到素娘刚才的样子 此时恍然大悟 为何素娘会突然提到偏怨 会提到林公子 当时只是觉得奇怪 现下看来 原来是布兰西 在素娘那里说了什么 让素娘对自己 和所谓的林公子的关系 也有些许误会了 楚欢又是好气 又是好笑 布兰西 我最后再说一次 你所说的一切 都是你自己凭空猜测 没有任何证据 珍妮丝气急地说 难道你不明白 没有证据就不可胡说 假山后面静了一下 楚欢微皱眉头 他还有别的事呢 倒不想在这里 一位姐妹花 谈论的八卦耽搁搁了 正要悄无声息地离开 布兰西的声音再次传来 珍妮丝 你如果不相信我 那我们就用事实 来判断谁是正确的 事实 我说过 他喜欢男人 不喜欢女人 布兰西信誓旦旦地说 如果你不相信 我有一个法子可以证明 你敢不敢和我打赌 什么法子 先告诉我 你敢不敢和我打赌 布兰西说 如果你有胆量 我们就打个赌 如果我赢了 从此以后 你就再也不能称呼我的名字 只能叫我姐姐 永远不许后悔 如果你输了呢 那我就叫你姐姐 布兰西郑重地说 我会信守诺言 不会改变的 楚欢是心下好笑呀 不过他知道 布兰西姐妹是双胞胎 两人一直为争夺 谁是姐姐而蠢齿相争 对他们来说 能够成为对方的姐姐 似乎就是无上的荣耀了 珍妮斯似乎在犹豫 并没有立刻说话 布兰西用挑衅的语气说 珍妮斯 你不敢吗 好 珍妮斯显然被布兰西激怒了 我和你赌 那你说 你用什么法子 楚欢对布兰西的法子 也是十分的好奇 仔细聆听 却听到布兰西咯咯一笑 声音轻了许多 我们回去 我告诉你 楚欢顿时大事所望 听她脚步声响 透过假山缝隙瞧过去 直见那对姐妹花 已经沿着青石小道离开了 这一对姐妹花身子曼妙 身材那是出奇的好 瞧着那一对婀娜多字的倩影 与旁边的小吃树木相应成趣 宛如一幅水墨画 楚欢只摇头苦笑 回房写了东西 回到饭厅之时 裴继正坐在椅子上 一边饮酒 一边若有所思 见到楚欢过来 裴继这才显著笑容 楚欢将手中写好的东西递过去 大哥 你瞧一瞧 这些训练方法不知道合不合适 裴继拿在手中 沿着胡须 仔细瞧了一瞧 显出了疑惑之色 询问道 负重 拉力 道工 越野 二弟啊 这些词语颇为新颖 吟时起负重三十公斤 徒步十里 冒时 训练挂钩梯 上下五百次 沉时 入水屏息 楚欢只是含笑 裴继抬头说 这些训练方法实在有些古怪啊 二弟从何得来 大哥觉得这些方法如何呀 比之现在的军中的训练 似乎要严苛许多呀 裴继微微汗手说 不过训练的内容 想来是大有益处的 这入水屏息就颇有益处 如果能够长时间在水中屏住呼吸 以后若是有水战 完全可以让兵士在水中潜行 嗯 这附中越野也不简单的 能增强人的体质和气力 最为重要的是 能够锻炼兵士的意志 总共是十三项训练 楚欢说 如果能够经受出这十三项训练 顺利通过 必然有潜力成为精锐兵士的 裴继想了想终于说 这第一批兵士 就用二弟这种方法训练试一试 大哥刚才说过 要实行淘汰制 征兵之时 先可以限定体重身高 考察兵员的基本素质 这第一道关 倒也不用太过严苛 等到入选之后 就可以通过十三项训练进行检验了 优胜劣汰 能够承受住的 就可以正式列入禁卫军编制了 可以如此 裴继说 最后挑选出八百名左右的兵士 作为禁卫军的基础 我再进行训练 大哥 小弟还有一个想法 等到最终挑选出八百名兵士之后 可以将我手下的两百名禁卫军编制入内 楚欢想到建军前途 心中倒是颇有些兴奋 能够打造一支军队 这是每一个男人梦寐以求的梦想 加起来应该有一支千人的队伍 我准备将这一千人分成四营 四营 是 楚欢说 每个人的骨子里其实都有竞争意识 如果将军队分成四营 在训练的时候给予奖励激发 让四营互相竞争 这对训练将大有弊议的 裴激笑着说 这倒是好主意啊 却不知二弟准备分成哪四营啊 风临火山 楚欢说 孙武子在兵书之中说过 行军打仗 奇迹如风 奇虚如林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这是孙武子兵法中的治理名言 建立风临火山四营 互相竞争 之后扩军 便以这四营为基础扩建 好 裴激拍手说 风临火山 兵家要义啊 事不宜迟 新研局已经注入军费了 大哥已经可以着手征兵了 我准备这两日就颁下征兵令 大哥全权负责征兵事宜 我会让宣圣财 带领一百名禁卫军武士 跟随大哥办理此事的 黄昏时分 苏伯匆匆地来到总督府 找到了楚欢 楚欢其实一直就在等着苏伯的到来 新研局的总管是杜甫公 副总管的职位则交给了亲信孙子空 只是新研局的两位总管 如今在西侠山紧锣密国的建设工厂 所以新研局幕下就由苏伯担起重任了 好在新研局暂时还没有什么大事 苏伯足以担起目前的事物了 楚欢心知 高连绝不可能放任自己的儿子生死于不顾 自己既然暗示高连向新研局捐献钱财 高连应该不会端坐不动的 他现在倒是好奇 高连当真会将高士一族的家产全都捐献出来 高连已经到了新研局 苏伯禀报说 除了高连不少北山士绅也向新研局捐献了不少钱财 高连捐了多少 数目不小啊 苏伯看上去颇有些兴奋 他捐献了十五间店铺的房企和地器 此外捐献了二十项良田 这些如果折算成现银 将是一笔庞大的数目呀 楚欢微沉吟 昨日已经交出了四家店铺的房企地器 加上今日送上来的总共是十九家 他共有二十一间铺面 也就是说他还留下了两间 正是如此 不过这老小子还在玩花样啊 楚欢叹了口气 我已经找人核实过了 他在习惯的良田总共有九十二倾 这才拿出二十倾不到一半 看来他还是心存侥幸了 看着苏伯说道 苏伯 你说高连也是个生意人 头脑不笨 我的意思他难道不明白 苏伯笑着说 看来他觉得这些已经足够换他儿子的性命了 真是异想天开呀 楚欢摇头叹了口气 问道 对了 其他几家情况如何 是否也都像高连这般小气呢 也都出了血 不过他们大都是将店铺捐献出来 田地虽然也都有捐献 但是都不到他们田产的一半 苏伯手中拿着统计出来的单子 这是他们捐献的单子 大人请过目 楚欢摆了摆手 不用看了 捐献上来的就先收着 派人先去将这些店铺封了 北山市深的血还没有流够 苏伯向楚欢汇报北山市深的捐赠情况 他问道 这些店面大人准备如何处置啊 缴纳上来的店铺都已经开张 铺面里都有囤积的货物 我已经想过了 这些铺面的旧主 苏伯是否打听出来 楚欢问道 北山市深手里的这些铺面 都是从西关市深手中站过去的 大部分都是趁人直危 消去豪躲 苏伯可以找西关七星那边打听一下 将将纳上来的铺面统计一番 找到旧主 我准备找这些人商量一些事情 苏伯见多识过 似乎明白了楚欢的心思了 嘴角泛起笑容 楚欢已经喊笑说 苏伯是否明白了什么 苏伯知道 有些事情上面不说 下面最好就不要问 老人自有仇博 我不敢多想 哎 苏伯 你怎么也变得这么客气了 楚欢叹了口气 你是家里人 我一直将你当成长辈 你忽悠林郎许多年 我对你敬重有加 之后若是无人的时候 就不要和我这般了 就像以前一样 叫我的名字就成了 苏伯的心中 发起真乱意 心想 小姐的眼光真是了不得 楚欢虽然身份 今非昔比 甚至高位 但是性情却没有改变 依然是重情重义 口中连成不敢 便在此时 一名家仆 匆匆过来 禀道 大人 有人求见 说非要面见大人 楚欢看了苏伯一眼 猜测道 恐怕是高连那帮人上门来了 向家谱问道 是谁求见 是从关内过来的 楚欢豁然展起 变出喜色 是林郎 是林郎过来了 他日夜期盼林郎来到西北 林郎在云山处理尾室 让苏伯一行 先来到西关 此时楚欢听说 官内来人 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林郎处理完事情 已经来到了西关了 不 不是 家谱想不到 总督大人会如此激动 盲说 求见的是一对夫妻 他们说是大人的故人 大人对他们有恩 那男人叫 哦 是了 他说他叫魏无忌 直到魏无忌来到楚欢面前时 楚欢都想不起魏无忌这好人物来 他记不起自己认识一个叫做魏无忌的人 当魏无忌带着妻子站在楚欢的面前 楚欢打量了一番 终于有了模糊的印象 自觉的眼前这个看上去彬彬有礼的年轻人 很有些眼熟 魏无忌似乎也知道 楚欢不会立刻想起自己 行过礼后 韩笑提醒道 楚都可记得京城平云坊 那时候楚都还在武经卫任职 楚欢微一森索 恍然大悟记了起来 双眉展开 笑着说 哦 原来是你 魏无忌公子 不错 魏无忌 我记得你 专世魏无忌的夫人 只见到这女子 着一条香气流苏群 明镜艳丽 上身则是一件淡紫色的云烟衫 淡妆轻扫 梳着单逻辑 看上去十分的灵俏 楚欢想了一下 说道 你是 哦 是紫盈姑娘 她此时 已经想起来了 当初在京城的时候 她曾在武经卫办差 曾与武经卫的弟兄 去过烟花坊 听取饮酒 那时候 紫盈姑娘 好像是平云坊 颇为有名的歌女 魏无忌 只是一个落魄 不得志的读书人 以心迷恋紫盈 当时楚欢 为紫盈赎了身 成全了这对 落难的鸳鸯 那件事情过后 楚欢很快便忘记了 也没有挤在心中 只是 她万万没有想到 魏无忌夫妇 竟然来到了西关 如果不是今日见到 楚欢恐怕此生 再也想不起 这对夫妻了 紫盈听楚欢 说出自己的名字 盈盈一礼 民妇魏州市 见过楚都 楚欢一争 随即又显尴尬了 紫盈这名字 是这姑娘当初 在京城当歌女的名字 对她来说 那是一段 不堪回首的往事 便是这个名字 也是一段耻辱 自然是 再也不愿意提及了 他自称魏州市 那便是以良家之父 自称了 啊 无忌公子 我们好像快两年没见了 楚欢笑着说 这一向可好 当初 蒙楚都 我才能与娘子 洗劫连礼 微不济感慨地说 一别之后 我就下定决心 要重新为人 再不能自暴自弃 多次应考 多不重 那是宿命 便也断了仕途之心 当年读书 倒也有同窗为官 找了过去 担任幕僚 和娘子 倒也是一时无忧 这就好 楚欢回过头 向裴继介绍道 大哥 这位是魏无忌 魏公子 裴继已经上前来 拱手笑着说 吴继公子 有礼 在下裴继 他行走之时 一条腿先败出 另一条腿 则是跟着拖上来 任谁都看出 是一名瘸子 魏无忌的眼中 花过一丝诧异 但瞬间明白了 若是显出异样神色 恐怕裴继心里不舒服 急忙是收敛神色 裴继已经笑着说 吴继公子 不要在意 我这条腿 已经缺了很多年 除了跑不快 似乎对我的影响 也不是很大 不敢不敢 魏无忌急忙拱手 楚欢已经介绍到 这位是我洁派的义兄 裴继 裴大哥 魏无忌顿时肃然起敬 能够让楚欢扮为大哥 而且敬重有加 这瘸子当然不是普通人 整整衣裳又是一礼 楚欢请了魏无忌夫妇落座 见魏无忌夫妇 看上去一副风尘仆仆之色 不由地问道 无忌公子 闲抗力着使 刚从关内过来 正是 魏无忌叹道 楚都 京城一别之后 我与娘子去了河北道 河北 楚欢立刻问道 他知道 河北道早前一直是 青天王启事 声势浩大 虽说大秦帝国立国之后 各地免不了叛乱 但是 真正闹出声势的 便是河北青天王启事 河北叛乱 远远早于东南天门道 帝国三大产岩之地 除了东南的东海道和江淮道 另外就是河北道了 河北道是帝国十六道之中 面积位居第三的大道 下降六州 土地肥沃 是于耕种 因为是产粮重地 河北道的赋税 也相较其他各道 要高出许多 如果说帝国立国之时 一系列的励志 让地方省还算清明 等到皇帝开始迷恋修道 那么 地方上的腐败 最开始 就是从河北道开始的 河北道上下官员 结党营私 巧立明目 横征暴敛 再加上 河北道连续数年天灾 旱灾严重 又加上 那年出现了皇灾 将河北道静昧的 大批良天 毁于一旦 损失惨重 天灾人祸 百姓民不聊生 青天王 从一处小县开始 结干而起 从者如云 短短数月之内 竟是将河北道 搅得天翻地覆 大半土地 落入了青天王的手中 朝廷眼见的行驶危急 派出了左屯卫大将军 韩三通率兵平派 韩三通率领精兵 蒸发河北 一开始战事并不顺利 虽然韩三通 是朝廷很能打的 新一代小将 但是青天王 却是不适出的奇才 通效兵法 而且手底下 奇人意识众多 麾下的四侯 也都是明东河北的 厉害角色 最为紧要的是 青天王在河北的起势 顺应了民心 狠得河北百姓的拥护 正因如此 韩三通与青天王 在河北争杀一年多 最终青天王终究后勤无力 无法与得到朝廷支撑的 韩三通继续打下去 青天王连连受挫 最终无可奈何 只能化正为零 将手下的将士分散开来 曾经有数万之中的 青天王一军 很快在河北道 销声匿迹了 青天王一军 本就是百姓出身 所以隐藏起来 也是十分的迅速 归于民众 又得到百姓的庇护 韩三通四处搜找 青天王残部 虽然也抓到了许多残党 当众处于急刑 但是 就总不能将河北道的 所有百姓斩尽杀绝 青天王的势力 在河北并没有消失 韩三通却无法找到青天王 甚至连青天王手下的四侯 都无法紧拿 也正因如此 河北道看似平静 实际上 青天王的隐患 一直没有消除 他在河北根基很深 随时都有东山在一起的可能 韩三通向朝廷上折子 一日不出掉青天王 一日不返京 当时东南天门道 已经蠢蠢欲动 朝廷先前被青天王起誓 敬了一身冷汗 对青天王倒是不敢小觑 而且也考虑到 如果河北青天王东山再起 那么帝国的京城 就将处于南北夹击之中 下了旨意 令韩三通率领数万军队 坐镇河北 剿灭青天王的余党 只不过楚欢离京前来西北赴任的时候 韩三通也还在河北 依然没有抓到青天王 而楚欢却是对韩三通 是否能够抓到青天王深调怀疑 他在金口兰大沙漠之中 遭遇驻班事情 所以让他吃惊的一件事情 便是从媚娘的口中得知 青天王竟是出现在了大漠之中 楚欢清晰的记得 那夜龙卷风大起 媚娘和青天王处心积虑 要营救被使团押往西凉的黑骄猴 差点就被他们得手了 但是横空杀出来一个神秘的黑袍人 黑袍夺走黑骄猴 中人就在黑夜中的大漠前后追赶 楚欢和媚娘碰上龙卷风 虽然最终幸免于难 但是自那以后楚欢便再也没有听到过 关于青天王和神秘黑袍的事情 那一直是他心中的一个大谜团 如果说青天王出现在大漠 是为了亲自营救黑骄猴 那么突然出现的黑袍 为何会横刀夺走黑骄猴 那黑袍到底是什么身份 他夺走黑骄猴的目的 又是所谓合音呢 楚欢未尝没有想过其中的疑团 但是每当想起脑中一片迷糊 他甚至不清楚 自己是否还有机会 见到青天王和黑袍 他甚至偶尔会想到 自己此生是否还能见到 那个颠倒众生 泪入骨髓的红蛇猴 是的 韦武器点头说 魏某当初的一位同窗 在河北到定州担任兵补司主事 我去投奔他 倒是在他府里做了幕僚 如此说来 吴季公子如今是在河北办差 楚昆心下疑惑 那么这次不辞辛苦 身高路远前来西北 却不知 魏武器叹了口气 摇头说 楚都啊 不瞒你说 我那位同窗已经 已经命丧刺客之首了 楚昂已争 楚都难道不知道 河北发生的事情 魏武器一见楚昂的表情 有些诧异 那边虽然封锁消息 普通百姓所知不多 可是楚都是一道总督 应该知道一些消息的 楚昂摇头叹道 嗨 吴季公子有所不知 我来西北夫人并无多久 连屁股还未作热 习官这边的事情 还没有弄明白 就更别说河北的事情了 身体微微侧惊 疾惑地说 吴季公子 河北出了何事 你那位同窗因河北刺 楚都看来是真不清楚了 为吴季苦笑地说 河北道被刺杀的官员 可不是一名两名 就在两个月前 短短几日功夫 有数十名大小官员 接连被刺 孝林舱被突袭 抢走了大批的钱粮 同一时间 设在河北道的 几处兵库 同时被袭 汉大将军 带员兵赶到孝林舱的时候 那里已经是冲天大火了 劫匪不但抢夺了 大批的粮食 而且无法带走的 用一把火 就烧了孝林舱 楚欢大吃一惊 便是一向沉稳淡定的裴记 也忍不住招起眉头来 秦天王 东山再起了 魏武器叹道 朝廷最担心的事情 终于发生了 一夜之间 河北似乎遍地 都是秦天王的人马 小生匿迹快两年 秦天王这一出手 就如同雷霆万军 打了汉三通 一个措手不齐 楚欢的双拳 禁不住卧起 魏武器带来的消息 让楚欢心下骇然 他来到西北之后 应对西关的乱局 被有些心烦意乱 实在想不到 在帝国的东边 竟然发生 如此重大的变故 河北道 虽然以北命名 但是并不在帝国的北方 只因处于黄河北部 所以称为河北 楚欢处于西北 与河北道的距离 实在不近 那现在河北情史如何 楚欢皱眉问道 魏武器摇头叹道 哎 不容乐观 我是一个月前 从河北动身的 韩三通已经调动官兵剿匪 青天王的人马 虽然遍住都有 但是现在还没有人知道 他们的主力在什么地方 谁也不知道青天王在何处 不过我离开之际 定州城已经危在旦夕 听说是青天王麾下的青狮猴 亲自带兵攻打定州城 守城的官兵 已经无心恋战 韩三通的主力 在寒州救不了定州 所以定州城的官员士绅 纷纷撤逃 主欢的神情凝重起来 我离开河北境内 听说定州城已经陷落 魏武器的神情 也变得凝重起来 韩三通虽然骁勇善战 但是他的粮仓已经被烧 青天王来势凶猛 韩三通未必能撑得住 都说神医卫无所不知 看来并没有传说中的那般厉害呀 裴激叹道 哎 青天王潜伏两年谋定而动 沈一位事先竟然没有察觉他们的迹象 能够在同一时间发起刺杀突袭 青天王必然是做了周密的部署 事先也是酝酿良久 沈一位却是一无所知啊 魏武器肃然说 这一次青天王的动作真是雷厉风行 如同雷霆万军 实在惊人 他们事先派出刺客 行刺了众多官员 人心惶恐之际 同时对粮仓和兵库下手 粮仓和几株兵库 所在分落树处 都是有重兵把守 他们都是趁夜袭击 我后来得知 几州地方 青天王的几路人马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下手 都是在刚入子时的时候 发起突袭 那是人最为困倦之时 裴激轻抚胡须 若有所思 那时候人的意志力 最为薄弱 注意力也是最为松散 青天王抓住了最紧要的时间 他能调动几路人马 同时出手 此人用兵 当真是了不得呀 大哥 依你之见 韩三通这一次是否能够顶住 楚官索眉问道 裴激摇头叹道 哎 凶多吉少啊 只听五级公子所言 就知道这青天王是个通宵兵法之人 韩三通 恐怕比他要略须一筹了 顿顿 缓缓地说 两年前 韩三通 韩三通 和清天王在河北一争高下 那时候我对河北的行事倒是多有而闻 当时 韩三通 和清天王的逃略 应该是不相上下 韩三通 是于不屈的爱将 跟随于不屈多年 都受于不屈的指导 在兵法逃略上 不属于人 那时候我就想过 四大上将军之后 秦国后起之秀中 雪元少和韩三通 是其中的佼佼者 清天王与韩三通 在涛略上不分伯仲 令清天王 也算得上是一个难得的奇才 大哥是说 两年前 他二人不分伯仲 如今清天王已经略胜一筹 只从五级公子所言 清天王定然是胜过一筹了 裴姬缓缓地说 但是到底胜住多少 幸是未明尚未可知 若有所思 陈您片刻才轻声探挡 唉 短短两年时间 清天王的统兵制裁大有掌尽 此人当真是天赋异禀 朝廷有这样的敌人 实在是不幸啊 听完裴姬 对清天王的分析 主官肉有所思 说道 这一次不比两年前 清天王起誓的时候 耸者慎重 起誓浩大 短短时间 占据了河北半壁 当时就未免焦躁许多 在韩三通率军抵达前 他们只是与地方的州军 和魏索军教授 屡战屡胜 只怕当时清天王 和他麾下的将领们 都是心高气傲 这是人之常情 裴姬似乎并不因为河北的变故 有所焦虑 傅须含笑说 大金铁骑 曾经纵横天下 所向披靡 欲为犹在 清天王和他手下那帮人 大都是出身草莽 与官兵交阵之前 心里未必没有忐忑 只是连战连胜 才知道 二十年前纵横天下的大秦铁骑 已经不负当年之勇了 所以 韩三通到的河北之时 面临的恐怕是一只焦饼 楚欢探道 韩三通率领的将士 是从十二屯卫军调动 十二屯卫军 本是位数经济的精兵 除了皇家禁卫军 十二屯卫军 也是帝国最精锐的军团 清天王一开始受挫 应该就是小瞧了韩三通了 韩三通当时 恐怕也没有将清天王放在眼中 裴姬大然一笑 否则以韩三通的能耐 周密部署 未必不能击溃清天王 清天王 也就没有后来化正为灵的机会了 打了一年多 韩三通手下的将士 当时士气正胜 清天王的人马连连受挫 损失惨重 再加上后勤跟不上 士气低迷 清天王最后迫于无奈化正为灵 销声匿迹 楚欢缓缓地说 但是这一次 却是筋费细笔了 韩三通的人马在河北 较出清天王残部 这都两年却没有太大进展 清天王和四侯是无一抓获 韩三通手下的将士 早已经没有了当初的士气了 让韩三通坐镇河北 其实也是皇帝想要历练韩三通 裴记说 韩三通是后起之秀 帝国四大上将军 如同落日晚霞 总需要后继友人 皇帝当时恐怕是想让韩三通 在河北建功立业 所以大力支持 甚至默许孝陵仓 作为韩三通的军用 给他两年时间在河北剿匪 皇帝对韩三通是那时十分的器重 不过这一次 如果韩三通无法逆转局势 那自然是有父皇帝所望了 主唤汉手说 嗯 助手合为两年 清天王笑声匿急 韩三通只怕 都以为清天王不可能在东山再起了 他会下的将士戒备之心松懈 清天王真是抓住了时机了 这一次他谋定后动 韩三通对清天王所知甚少 但是这一次 清天王几路人马都是击中要害 可见清天王那边 反倒是对韩三通的兵力 以及资源部署十分了解 敌案我明 韩三通可真是 他正要叹气呢 呼呼的 瞥见坐在一旁的楚州市 三个男人在这里大谈国事 一个妇人家坐在一旁济然无声 看上去也是十分的拘束 楚欢暗叫惭愧 问道 你们可用过饭 魏州市不好说话 魏无忌有些尴尬了 善善的说 赶路匆忙 进城之后就打听总督府的所在 还没来得及 楚欢见夫妇二人 只拿了一个包裹 形色踪踪 风尘瀑布之态 顿时明白过来了 这对夫妇是从河北逃难而出的 这从河北往西北来 山高路远 路上的盘缠就不少 心中明白 看到天色已经晚了 吩咐下人 去告诉夫人 立刻准备晚餐 嗯 晚上的菜要丰盛一些 就说有客从关里过来 另外赶紧收拾一间房间 向魏无忌说 魏无忌公子还没有住处吧 如果不嫌弃 不如暂时委屈在毕府 魏无忌此番 携带妻子从河北逃难 当时走得匆忙 他只是一个幕僚 玫瑰的兴奋并不多 同窗横死河北大乱 魏无忌无可奈何 只能带着妻子匆忙而走 身上的银两实在不多 楚欢妇任西北 官场皆知 她也是听闻 出了河北境内 有些人来西北投奔楚欢 这一路上的盘场 几乎将锁机的微薄银两 尽数耗尽 一路上多有汉匪强盗 能够顺利地抵达朔泉 已经是十分不易了 到达朔泉城 已经是囊中羞涩 莫说住宿 连吃饭都成问题 此时听楚欢要自己在总督府赞助 那是求之不得 声音有些哽咽了 感激地说 多谢楚都收容 想到一路坎坷 楚欢却不以自己身份低为贤弃 反倒是以礼相待 心中暖洋洋的一片 顿生是为知己者死的感觉 魏夫人 你先去房间看一看 需要些什么 尽管和下人们说 吩咐家仆 魏夫人缺了什么 去找夫人添置过去 魏州市起身来 盈盈一礼 眼中也满是感激之色 跟着家仆下去了 等到魏州市下去后 裴奇才说 韩三通的粮仓被烧了 朝廷正竭力应付东南 已经无暇顾及他了 如果韩三通不能解决粮草问题 恐怕用不了几个月 就要败退出河北了 秦天王士气正盛 韩三通粮仓兵库被夺 士气必然低迷 凶多吉少啊 我现在是担心 如果韩三通真的不敌秦天王 退出河北 那后果当真不堪设想 楚欢皱眉说 河北一旦露出秦天王之手 陆岸京城就会出现被前后夹击之事 怕只怕 青天王会与天门道搅在一起 一路南下 一路北上 想到这里 神经愈发的凝重了 除此之外 还有岩道 裴奇肃然说 秦国的岩场 分布在东南的江淮 与东海两道 还有东部的浮海道 浮海道 毕临河北道 浮海道的誓言要进入关中 河北道是必经之路 一旦河北道落入清天王的手中 也就断绝了浮海道与关中的联系 切死了岩道 而清天王不是傻子 以我之见 清天王如果真的能够击败 在韩三东占据河北道 他下一步 必定不是以洛安京成为目标 他的目标 肯定是浮海道 河北道土地肥沃处处良田 而浮海道又是产岩之地 拿下河北 竟然拿下浮海 他手中就控制了食盐和粮食 仅自两项 按照当前天下的形式 足以让他割据一方 称王称霸了 魏无忌不由地问道 辽东有赤连殿将军的辽东铁骑 朝廷会不会从辽东调动赤连殿 南下支援韩三通呢 辽东距离河北并不远 如果及时调兵 韩三通撑上几个月 他话未说完 裴继已经摇头说 断然不会 赤连殿的辽东铁骑 真是我辽东道 究竟原因 就是为了防止高丽人 高丽人从来都是言而无信 虽然现在与秦国属是兄弟之邦 但是一旦秦国发生内乱 高丽人就必然会起心思 赤连殿 坐针辽东 未属东北边境 高丽人忌惮赤连殿 不敢轻聚妄动 但是一旦赤连殿殿被调动 南下支援韩三通 高丽人 不要欺证的可能侵入辽东 凝视着楚怀 缓缓地说 二弟 这大秦的天下 只怕 真的要大乱了 魏无忌 窥然叹息道 哎 像大秦立国之初 天下井然 我那时尚在求学 都说 大秦将会 在皇帝的带领下 走向盛世 只是从没有想到 短短二十年 这天下 脸上带着不解 摇了摇头 满是惋惜之色 天下大乱 西北也不会安宁 裴记的神情 严肃起来 凝视楚怀 二弟 这西北有一头狼 一直在坐等时机 现在火候未到 一旦到了时机 他必然会张开血口 吞噬西北 楚怀明白裴记的意思 知道裴记口中所说的狼 只能是天山道总督 入灵域 楚都 其实我此番 前来西北投奔 并非是想求大人庇护 魏无记犹豫了一下 终于说 魏某其实是想 是想在楚都麾下 一展抱负 虽说 无记仕途之路 从不顺心 十分坎坷 但是 但是无记想过 楚都为人宽厚 无记或许 能在西北 为大人做些事情 楚欢知道 自己要治理器官 缺乏的就是大量的优秀人才 魏无记虽然落魄 但看上去还是颇有才学 在西关给他安排一个差事 倒也不是难事 他脑海中甚至立刻想到 新研局那边 如今就人手不够 虽说 墓下岩道还没有运转起来 但是工厂建好 就会立刻着手制岩 新研局很快就会成为 西关最繁忙的衙门之一了 他正想与魏无记提起 新研局的差事 魏无记见到主官沉默 还当主官为难 已经说 楚都 无记从河北来到西北 进入西关的境内 沿途却是看到许多的田地荒芜 无人耕种 楚都可想过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楚欢已争 他来到西关的时间尚短 主流应付周党和北山士绅 沐下经历投入最多的几件事情 一是建工厂制岩 一件是建军 还有一件 便是沐下还在进行的应对瘟疫 置若田地 他心里也明白 西关战后大量田地荒芜 虽然北山士绅 以及西关本土不少士绅 已经耕地下种 但是 西关耕地面积巨大 田地优劣又别 耕种下去的土地 大都是西关比较肥沃的良田 耕种的面积整体而言 相对很少 西关刚刚经过战事 战乱之时 西关无数百姓 死在西凉人的铁蹄之下 再加上诸多百姓流落他乡 虽说已经有部分百姓返乡 但是却依然有大量的人口流落在外 卫武器政策说 西关三道 论起面积和人口 西关自然是位居首位 但是楚都应该察觉 西关大量的百姓流落在天山和北山 西关的人口数量 早已经不中与战前相比 楚欢和裴激对视眼 眼中都是显出了惊奇之色 这一问题 两人未尝没有察觉过 但是树叶有专攻 楚欢想着铲除西关的敌对势力 以及振兴西关经济 而裴激的着重点 则是想着要为楚欢建理之 能够在西关稳住根基的精锐军团 魏武器此时提到人口问题 这其实又是根本性的问题 魏武器见楚欢和裴激 都是认真的看着自己 显然是在仔细聆听 立刻说 楚都要振兴西关 人口是必不可少的 两位不知可听过 先秦变法 秦国大良造商鞅就曾说过 民过地 地过民 其实都没有好处 地广民众未必富强 而地下民寡也未必贫弱 想要强大 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是否能够有效发挥 人口和土地的效用 楚欢的眼中显出了光彩 他先前对魏武器的印象 只是觉得他是一个颇有情义的读书人 但是这几句话说下来 楚欢顿时便觉得自己很有可能小看了这个一直郁郁不得知的读书人了 无济公子有何高见呐 裴济碾虚 含笑文道 楚都要恢复西关的元气 轻摇伯父自然是必不可少 魏武器肃然说 但是想要让西关富足强盛 就应该充分利用人口和土地 让他们能够最好的结合在一起 产生出最大的效用 西北的人口相对关类来说 本就地广人稀 西关经过战乱 死伤无数 再加上大量难民外流 虽然吴季初来西关 但是吴季想 现在的西关地广人稀的情况必不可免 这就是大粮造口中所说的地过民 耕地得不到充分的利用 出现大量的荒地 对西关的振兴绝无好处 楚欢是若有所思 说道 吴季公子的意思是说 西关现在缺人力 恕吴季直言 人口锐减 对西关来说 甚至是一场比战争还要严重的灾难 为吴季神经凝重 吴季入关之后 途经北山青州 在青州境内 看到了许多的西关难民 吴季当时与不少人聊过 询问他们为何不返回故乡 对他们的心思也是略知一二的 楚欢汗手说 嗯 我前来赴阵的时候 在青州也见到了大量的难民 看他们的情形 似乎并没有做好返乡的准备 顿了顿 问道 吴季公子 莫非他们是担心西凉人再次打过来 被吴季抬起手 摆摆手 楚都没有跟过地 不了解农民对土地的感情 忽然感觉自己这句话就写唐突了 尴尬地说 楚都 我的意思是 楚欢已经笑着说 吴季公子 有话他说无妨 咱们现在坐在这里说话 只是朋友 没有去说 文艺吴季心下顿宽 这才说 就像独孙的笔 商人的秤 这田地就是老百姓的命根子 不到万不得已 谁愿意流落在外啊 那他们为何不返回故乡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很多人以为 就算回到故土 那也活不了庆明 维吴季叹道 有地无粮 等落无地 多少人生生饿死 老百姓现在不怕刀枪 就怕没有粮食 习惯三道 西凉人兵犯我秦国 几乎占领了习官全境 反倒是 天山北山两道 有惊无险 西凉铁蹄 并没有进入他们的境内 所以他们的生产 并没有得到破坏 习官多少土地 豪身 家破人亡 财产被洗劫一空 而北山和天山的士绅 虽然在战时 被征收了钱两 但是元气未伤 顿了顿才说 否则 北山士绅 也不可能有那样的财力 涌入西关 一致千金 主官是未为汉首 培记也是若有所思 所以等到秋收的时候 北山和天山的收成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至少他们不会饿死人 西关流民也都说了 留在天山北山 就算乞讨 只怕也能得几口吃饭吃的 但是回到西关 连习讨都没有地方可去 魏无忌苦笑地说 嘿 返回西关的百姓中 他都是有自己几亩薄田的小农 那些租住土地的电农 有不少就留在北山和天山 为当地的地主豪身种田 当初那些电农为地主豪身种田 到了年中还能留下几成 如今西关的难民 在他们那边种田 条件苛刻 年中拿不到一斗粮食 但是雇主每日 却能给他们一些汤汤水水 让他们生存下去 主欢只叹了口气 他此前对此并无研究 但是也略有所知 帝国底层的百姓 分为小农和电农 小农都是有自己的田地 但是数量极少 缴纳赋水之后 多少还能留下鸭仓粮 而电农没有自己的田地 只能为豪门大户种田 其实就是租田种粮 比起小农 他们除了要向官府缴纳赋税 还要将大部分的收成 作为租金缴纳给雇主 一年到头所剩无几 勉强糊口而已 这种奴仆 那就如同牛羊生畜 可以自由买卖的 他们自己的身体 都不属于自己 就更不必说 拥有自己的东西了 陪记聆听许久 忽然开口说道 吴济公子说得不错 人口是重中之重 无论生产建设 哪怕是征兵 都需要大量的人口 如今的习官 正如吴济公子所言 大量土地荒芜 而人口锐减 这对习官 绝不是什么好事情啊 楚欢有些苦恼的说 难民流落在外 总不能拿着绳子 将他们绑回来吧 苦笑的说 嘿 有许多人 已经在他地落脚 恐怕已经绝了 返回故乡之心了 吴济公子 既然谈到这个问题 想必对这些问题 已经想了很久了 陪记看向魏吴济 吴济公子 可有什么良方 化解这种境况呢 魏吴济叹道 其实早在多年前 我与陈父子 陈父子乃是家师 那时候他就对吴济说过 圣上 似乎觉得有些不合适 瞧笑了楚欢 并不敢继续说下去 楚欢再次说道 吴济公子 尽可畅所欲言 不要有任何拘束 魏吴济这才说 圣上迷恋羞道 赴谁日增 家师那时就说过 长此以往 历国之抽的兴旺姿态 很快就会改变 老百姓 实不果腹 一不蔽体 就绝没有心思 从事生产 而先师所言 已经成真 数年前开始 帝国境内 就有许多土地 开始荒芜了 许多百姓被逼 沦为匪寇 令师如今何在 魏吴济苦笑地说 先师三年前就已经辞世了 他辞世之后 吴济才前往京城 予欲报销朝廷 只可惜 摇头叹道 人为言轻啊 吴济空有报国之心 却报国无门 先师留下的治国大忌 一直排不上用场 后来 李京去往河北 本想着在河北一战报复 但是 依然是岌岌无为啊 楚官立刻问道 令师的治国大忌是 魏吴济抬起头 眼中泛起光芒 先师的治国大忌 就是要应对 当下西官这种局面 吴济此番前来 只盼能在楚都回下一展报复 吴济相信 只要楚都采用此策 不但可以让流落在外的 西官难民络意返回 而且定能解决当前 大量田地荒芜的境况 如果魏吴济没有先前那番话 陡然便说有治国大忌 楚官最多只是淡然一笑 绝不会放在心上的 这魏吴济看上去 不过三十多岁年纪 虽说自古英雄初少年 但是楚官却并不相信 这样年轻的读书人 会有什么治国大策 在楚官看来 真正能够匡扶设计 信有良策的人 应该是宝经事故 东西事事 阅历十足 怎么说年龄也要大一些 不过 有了前面那番长篇大论 楚官倒真是没有小区的读书人 神情郑重 问道 吴济公子所说的良策 不知是何良策 吴济公子说的对呀 习惯复兴 人口第一 如今习惯地广人稀 首要一点 便是要让流落在外的习惯难民 能够及早地返回故乡 人多才能办事啊 魏吴济凝视着楚官 沉吟了一下 终于说 君田 君田 楚官一争 裴济轻浮胡须 已经询问道 吴济公子所说的君田 不知何解呀 魏吴济正则说 收荒田为官府所用 由官府一律铜管 捡地 登陆互策 画地君田 楚官听得有些糊涂了 问道 吴济公子说的比较笼统 是否能够说的更详细一些呀 楚都 但凡大策 画凡为简 关键是能够适用下去 魏吴济肃然说 说的直白一些吧 就是将所有的荒地和无主之田 直接收归官府所有 而后对耕地面积进行检测核算 画出区域 然后清点当地百姓的人口 按照南丁树平均田地 租用给百姓 耕田有优劣之分 大客按照耕田的优劣 在详细规划 就比如 每名南丁能够均田十亩地 如果分到最好的田地 可以减免两亩 如果是猎田 则可以增加两亩 培济肉有所思 问道 吴济公子是说 军田不分对象 电农也可以 正是 魏吴济点头说 所谓军田 本就不分任何对象 按照每户南丁 人头军田 也按照人头收纳赋税 当然 所有田地的所有权 一开始都是隶属于朝廷 但是大人也可以颁下法令 耕地在数年以上 例如耕地在十五年以上 田地的所有权便可以归属农民 但是这种田地禁止买卖 只允许耕种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官府收纳的赋税 一定要集地 顿了顿解释道 军田的目的是让百姓有地可重 也有盼头和希望 一开始的时候 军田其实就与电农 租种地主的土地一样 都属于租种形式 如果只是这样 那些电农出身的百姓 未必会返回故乡 所以 一定要让百姓明白 地主租地和官府军田的实际区别 让他们感觉到实际的利益 楚欢听着头有些大呀 这种内证 他最是缺乏了 虽然听着有些迷糊 但是他悟性极好 也引领明白了 魏无忌话中的一些意思 所谓的实际区别 是否就是指轻负税呢 楚欢对内证不大明白 就是有些小心翼翼的问道 魏无忌点头说 啊 楚都说的是 就是轻负税 无忌以前有过调查 西关的电农 在战前租种地主的耕地 收入的五成 想要被雇主收走 剩下五成 电农还需要承担 近三成的负税 留在手上的 已经是寥寥无几 只能养家糊口 楚欢对此 倒是略有所知的 楚都实行军田 自然不能再这样 魏无忌说 好在朝廷免收西关三年赴税 向朝廷缴纳的那部分赴税 自然就可以免去了 楚都即使按照战前雇主的分成 收纳五成 百姓也可以留下半数 要渔民修养 开始五成太多 主官摇头说 无忌公子想必已经想好了最合适的分成 楚都要振养西关 户不撕也不能没有银子 所以赴税还是要收取的 按照无忌设想 在这三年之内收取三成赴税 足以让百姓缓过气来 魏无忌正则说 电农有地可耕 而且从前只能留下不到三成 如今却可以得到七成的收获 他们当然是乐意返乡的 这一开始就从赴税体现军田 和地主租田的区别了 但是无忌说过 军田最大的好处 是让百姓能够安心生产 充满希望 其核心的一点 就是耕地达到年限后的土地归属了 楚欢认真聆听 裴继却是叹道 哎呀 无忌公子所想 当真是十佛天开呀 古往今来 只有王后将相 或能获奏封地 电农获地 从前是从未听过呀 被无忌笑着说 裴先生 就如我所说 如果 只是一个不恰当的比方 如果你是电农 朝廷军田 给你土地耕种 而且收取了赴税基地 更为重要的是 如果你能够在土地耕种十五年 土地就可以过在你的名下 你会如何想 如果 我是电农 想都不敢想 裴继叹道 哪有电农 会做这样的梦啊 是啊 这对电农来说 就是梦而已 魏无忌说 电农 租种地主土地 一年到头 忙忙碌碌 也不过 勉强填饱肚皮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一代接一代 不出变故 都是如此 甚至 为了这活命的机会 都要出卖自己的自尊 一旦得罪了雇主 连租地 都发耕种 就只能活活饿死了 忽然有一天告诉你 官府给予田地 而且 种族十五年 就可以拥有土地 谁能不欣喜若狂呢 这 不但能够激发百姓的 耕种积极性 最重要的是 能够控制百姓的流动性 楚欢渐渐品出了 这军田的巨大益处了 在得到土地的所有权之前 农民为了取得土地 只要不出太大的变故 自然是极力耕满十五年 等到十五年一满 取得了土地的拥有权 有了自己的田地 那就更不可能 离开自己的耕地了 如果真的能够顺理施行 习惯必然安定 魏无忌竖起了大拇指 楚都睿智 一眼便看到了其中的异处 顿了顿又说 军田的目的 是激发百姓的耕地热情 让他们安心从事生产 但是这种政策 最害怕的就是 大家都有了田地之后 会因为各种情况 出现私下的田产交易 一旦如此 军田的根基 就会遭受到严重破坏 所以 明面上十五年后 耕地可以归属农民 但是实际上 官府却依然要控制住 耕地的所有权 楚欢问道 就是无忌公子 刚才所说的 禁止私田交易 对 魏无忌政策说 军田同时 禁止私田交易的法令 必须备安再测 当然 这道法令 倒也不及于公开 毕竟 十五年时间还很长 等到了实现 再颁布这道法令便可了 禁止私田交易 百姓依然耕地纳赋 随着收成 以及环境 灵活调动税率 田地虽然名义上是农民的 但是只要禁止了他们交易 实际上就等若 他们依然是在 租重官府的徒弟 他们并没有 私自处理田地的权利 也就无法破坏 军田本身的效用了 军田令一发 一切顺利的话 百姓安心生产 官府安心收取赋税 荒芜的田地 能够被充分利用 裴继的眼中 禁不住显出了赞叹之色 无忌公子 你这军田策 当真是治国大策呀 军田同时 想必大部分的百姓都会受益 此外 可以将军田与姚义联系起来 为无忌弹性正隆 他的这些想法 不是意识兴起的 而是仔细研究过多年 他深知 其中的意义重大 但是一直以来 但凡与人提起 就被人嗤之以鼻 殿农寿田 在这个时候 显得荒谬绝伦 匪夷所思 但是今日 深居高位的楚欢 却是认真聆听 而且表现出了 极大的兴趣 这让魏无忌 怎能不感到兴奋 只觉得寻觅多年 终于找到了知己了 最为重要的是 他从楚欢的态度之中 感觉到自己的报复 很有可能有了用武之地 心中激动 楚都 在西关要让民心所望 下达的法令 自然是要一视同仁的 西关重建 扑桥修路 开口隐渠 修低剑霸 这都是必不可少 摇曳 那也是必不可少 楚欢此时终于发现 这个痴情的落魄读书人 内心的学识 远比他外表展现出来的 要强大得多 立刻问道 无忌公子对姚毅 有好建议 贪姚入户 魏无忌毫不犹豫地说 所有登入户册的人口 在规定的年岁之内 楚都可以给 每名男丁姚毅的时间 例如 每名男丁一年之内 需要有二十天的摇曳时间 那么这二十天的摇曳 谁都不能免去 以前的摇曳 世身豪族都是免除 就好比发了洪水 百姓们因为摇曳 只能上阵抗洪 而世身豪族 全族上下 无一人处理 别人抗洪之时 他们却是脱家带口 搬运家财 远避他处 其实 洪水真的抵挡不住 那些普通百姓 没有多少家财 收到的损失 远比不上那些 世家大户 可是 在前面承担摇曳的 却偏偏是那些百姓 你说他们心中 可服气啊 唉 如果是我 自然不会服气的 楚幻探道 所以 贪摇入户 世身豪族 也要按照人头数 富摇曳 一视同仁 定然可以收览民心 魏无忌说 当然 楚都可以同时 下达一条法令 无忌个人称之为 富摇护条 富摇护条 主官只觉得 这个词有些新奇 富摇护条的意思 也就一句话 多富可以少摇 多摇可以少富 魏无忌顿了顿 思索了一下 曾爱解释道 就好若一名世身 有二世的摇抑在身 可是他又不想服摇抑 那么便可以 多缴纳赋税 代替摇抑 官府下达法令 如果一日摇抑 等如一斗米 那么他二世的摇抑 可以用二十斗米代替 同样 如果某些百姓 因为生产不利 又或者因为欠收 无法缴纳规定的赋税 那么可以用摇抑代替 这样就可以灵活变化 解决许多的矛盾 无忌称之为富摇护条 裴忌紧紧不住拍手说 好 无忌公子 我算是服了 向楚欢说 二弟 无忌公子今日所见之策 真是治国的良策呀 军天令和富摇护条的法令 一旦搬不下去 流落在外的难民 必然会分涌而归 我甚至觉得 那些被迫沦为流寇的难民 也会因为这两道法令 岂非从良啊 楚欢已经拍手笑着说 大哥 我今日终于明白了 文人一支笔 可做十万兵 如果能够让这些流寇 甘心回家务农 远比出兵争搅 要强出太多了 如果真的可以顺利实施 西关的人口 必然迅速增长 魏无忌很有信心地说 不但是西关 流落在外的难民 只怕其他各地的百姓 也会往西关来 无忌公子的意思是 西关军田 当然只限于西关的百姓 魏无忌说 但是军田之后 殿农有自己的田地耕种 最受打击的 恐怕就是西关的 世身阶层了 他们以前 都是用最低廉的代价 雇佣大量的殿农 为自己耕种 如今殿农有了 其他的道路 世身的土地 就出现了 雇人困难的局面 他们的田地 不能无人耕种 只能提高待遇 雇佣长工 那么其他地方的百姓 很有可能会进入西关 正为世身的故宫 有道理 楚官汉首说 魏无忌说 军田令和傅姚互调 只要坚持下去 无忌相信 能够给官府 带来极大的财富 又能让百姓的生活 安定下来 西关也必然会 慢慢富足强大 有了强大的西关道 若是西凉发兵来攻 西关也未必害怕 裴继已经是连连点头了 他对军事十分的通晓 但是在内政上 却不及军事 今日魏无忌所言 他却是难以想到 心想 国府民强 那么无论做什么 都会得心应手的 这魏无忌 看似是个 落魄投奔而来的读书人 可是谁能想到 就是这样一个人 竟然有着治国之才 说的头头是道 事无巨细 均有考虑 说到这里 魏无忌已经从怀里 取出一份册子来 册子已经有些发黄了 楚都 这是无忌多年以来 对军前令和复遥护条的详细阐述 还有实行的方法 请楚都过目 楚欢接过来 翻开了细细观看 魏无忌倾声说 这几项法令的实施 说起来容易 但是实施起来 却是十分的复杂 接涉众多 首先要减地 测量土地的使用面积 好用来军填使用 此外要清点户口 搞清楚军填的人头 而且要顺带清点 当地市神豪族 拥有的土地面积 许多市神豪族 瞒报土地面积 躲避赴税 清点统计正确 我想可以增加 很大一部分赴税 另外百姓虽然有了田地 但最大的问题 还是要解决两种 以及耕种的工具 楚欢一边翻看 一边听魏无忌叙说 忽然长叹一声 起身向魏无忌神人一礼 唉 无忌公子亲友天下 虽身主落魄 却不忘卫国谋事 这才是真正的无双国事 楚欢带西关的百姓 多谢无忌公子 高府 侧厅 一幅山水屏风图后面 人影闪动 高连端坐在椅子上 赵敦和另一人 则是背负双手 一脸焦虑 在堂中是来回走动 焦躁之情 一于言表 另有数人坐在椅子上 都是神情凝重 侧厅除了赵敦二人 来回夺步的声音 竟是再无其他杂声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赵顿陡然停下了步子 终于说 实在不行 咱们一起去找董事贞 都已经快三天了 咱们不能这样敢做 咱们未必能见到董事贞 高连说 就这两天 咱们前后往总督府去了三四四 新楚的闭门不见 这是明摆着不想放人的 不想放人 赵敦运露的说 高师伯 你可是对咱们说过 新楚的 就是想接这个机会 大大捞一笔 咱们几家可都没有小气 我新盐局捐献的钱财土地 祖国的储婚 好好活上好几辈子了 他的胃口大 咱们的出手也不小啊 可是为何到现在 他那边还没有一点动静啊 咱们六家的人被抓 到现在没有一个放出来 旁边有人皱眉说 该不会是姓楚的还不满意 还要咱们出血 他的胃口已经很大了 赵敦说 六家仙材 他还有什么不满意 难道他还想将咱们几家 一口全部吞掉 高连按按手 示意赵敦不要太焦躁 说道 按道理说 咱们给的也该够了 就算他不满意 至少也该放出几个人来啊 可是到现在 一个人也没有放出来 这状况还真是有些不对啊 一名粗壮的北山使身 豁然站起 冷笑地说 清楚的 该不会是只拿银子不办事吗 实在不成 咱们赏书给抄体 检据清楚的 再习惯贪赃王法 中饱私囊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了 高连已经伸手说 证据呢 往新盐局送进去的银子 难道就不是证据吗 新盐局 虽然是楚欢设立的 但是却是官府衙门 高连淡淡地说 楚欢早就想好退路 银子是送进新盐局 不是送到楚欢手里 你向朝廷如何检举啊 你莫忘记 想比起我们 主欢手中握的把柄更大 咱们的人都握在他的手中 生死他全 也在他的手中 一想到高货 如今生死不明 心中一事交集起来 赵顿似乎走累了 在椅子上坐下 说道这事多头一天 不少人的心就乱一分 高师伯 你恐怕也知道了 宋家和吴家 已经开始找人 要低下将店舖土地卖出去 这事他们自以为做的隐秘 可是终究还是瞒不过我 啊 旁边有人立时紧张起来 找顿 你是说他们两家准备撤走 之前他们费尽周折 才卖了铺面和凉田 如今秋收味道 田地里的庄稼 涨势也不错 他们的铺子开张也没多久 这种时候要将铺子和凉田甩卖 你说他们是要做什么 赵顿冷笑的说 哼 这还不是看到咱们出了事情 生怕被牵累 所以准备先撤走了 真得娘的不够意思呀 有人骂道 当初为了要来习惯 他们往高师伯府上跑了多少次 如今有麻烦就要偷偷摸摸溜走了 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更何况大伙本也不是夫妻呀 高连淡淡地说 实境之中就在这两天 已经是谣言似奇了 赵顿说 我也听到了 说咱们北山市深暗通天门道 如今官府正在彻查此事呢 放他娘的丑屁 有人骂道 到现在 楚欢也没有拿出确凿的证据来 那些刁民又凭什么胡言乱语 咱们堵不住他们的嘴 高连冷笑地说 这事儿十有八九就是楚欢那边派人放出的风 否则如果将此事严加保密 也不可能这么快就传出去呀 赵顿周眉说 人言可畏呀 咱们有家人被抓 所以没办法力士脱身 可是宋家 说到这里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眉头一睬冷笑地说 高伯父 事情已经发了几天了 为何除了咱们六家 楚欢并没有对其他北山市深动手啊 他若真是谋财 多大一家主意 岂不就多了一条财路吗 以幕下的情势来看 楚欢恐怕不止是 想要涂抹我们一些钱财呀 高连的眼角微微抽搐 如果我没有猜错 我现在是真的知道他的最终用意了 赵顿显然也不是愚蠢之辈 立刻说 高伯父是说 楚欢最终的目的是要将咱们全都逼出戏关 应该就是如此了 高连已经握起拳头来 他这一招是杀鸡给猴砍呢 对我们六家动手 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给整个北山市深砍 让北山市深知难而退从西关撤走 就像宋家和吴家 他们肯定是担心天门道的事情会扯到他们头上 所以干脆抛售刚刚到手的店铺和土地撤回北山 咱们在西关根基不稳 老底子还在北山 回到北山 楚欢自然无法找寻到他们的麻烦了 存死心的人绝不会是少数 赵顿昼眉说 一开始都没动 只在观望 但是几天下来 楚欢一直没有放人 而市房间的流言越来越凶 就好像咱们北山市深全都加入了天门道 在座的诸位或许能沉得住气 但是对宋吴那些家族来说可就沉不住气了 今天宋家和吴家已经开始做好撤退的准备 其大家族知道 又岂能稳坐得住呀 如果不出意外 接下来几日会有更多人将自己手中的房产和土地 全都抛售出去 依然苦笑地说 咱们当初雄心勃勃大举进入西关 本想在这边干出一番事业来 如今倒好 刚刚有了起色 就要被姓楚地生生逼住这里了 高连是若有所思 眼皮子忽然一抬 扫视众人说道 诸位 前来习惯的坚信 大家都是亲自体会 知道其中的艰苦 为了在西关站稳脚跟 找下基业 在座的诸位 哪一家不是倾家荡产 将大笔的钱财转到西关 购房置地 不少家族还借下了巨额的债务 便是如此 到了西关之后 咱们为了得到铺子和田地 又花了多少心血 东方信和董事真都是吸血的蝙蝠 咱们在他们面前既要做孙子 还要装着笑脸 让他们吸走咱们身上的血 众人的神情都肃然起来 每个人的眼眸子中都显出凝重之色 更是带着难以掩饰的增粉 高连想了一想 重新扫视众人 冷哼一声 说道 如今 楚欢借了一件小事 小题大做 不但要将咱们几代人 积攒下来的钱财吞下去 还要将咱们赶出西关 诸位心里难道甘心吗 当然不甘了 立刻有人说 我货家为了在西关打下一番基业 调动了家族的所有资源 还借下了大批的债务 本想着在西关有所作为 如今鲨鱼而归 且不说从此颜面无存了 那欠下的大笔债务 又如何偿还呢 我货家现在 就指望着在西关的三十请两天 这个时候 如果抛售而撤 必然是血本乌龟啊 其他几人也都纷纷成识 都倾诉自己的难处 高连抬起手说道 大家说的对 这个时候车走 且不说就不会叫人 先见咱们捐给新研区的大笔钱财 也就等着为了狗 有去无回 最为紧要的是 咱们当初从北山来到西关 声势浩大 整个西北 甚至整个大秦都已经知晓了 当初过来的时候 咱们是何等的威风啊 如今 被一个上人不到一个月的年轻后辈 将咱们逼出西关 咱们又有何颜面见北山富老啊 高伯父 行事所迫 咱们就算不甘又能如何呀 义人问道 事情都到了今天这不天地了 东方信和董事贞还在装聋作哑 没有拿出丝毫有用的办法 所谓民不于官兜 没有东方信和董事贞的帮忙 咱们又如何逗得过楚欢呢 他虽然是新官上任 根基不稳 但他毕竟是一道总督封疆大吏 咱们又能如何呀 高连握起拳头 冷笑地说 他的目的已经很明显了 只要将咱们北山史深 往死里比 难道咱们就眼睁睁 看着他耀武扬威 作以代弊吗 赵顿见高连身体作证 感觉到了什么 问道 高伯父你是否有什么良策 高连犹豫了一下 随即一咬牙照招手 示意众人靠近过去 众人有些奇怪 但也都起身凑到了高连的身边 总督府内 楚欢正端坐椅上 手里捧着茶杯 在他面前不到三步 一名青色衣裳的官吏 正拱着身子 额头上满是汗水 不敢抬头 赵信不见了 品了几口茶 主观放下茶杯 他几头 双眉一紧 昨日不见 你这个令力 为何今日才来报 这个青色衣裳的官吏 乃是兵不思的令力 是赵信的部下 此时已经是冷汗直冒 声音发虚 回兵总督大人 赵主持偶有私事 三五日不到 衙门也是常有的事情 下官实在不知道 这次他会带着家人 全都消失不见呢 下官和兵不思的同僚们 找遍了诸多地方 没有任何人知道 赵主持的下落呀 赵信是否和你说过 本都显到三日之内 交还兵库掉出的兵器 主观冷漠地看着令力 这件事情他可有办理 令力急忙说 下官不知 赵主持并没有交代下来 你确定赵信已经失踪 下官确定 令力说 下官今日去往赵主持府上 他府上的下人还在 听引人说 赵主持的夫人娘家有事 要急着回去 所以昨天就收拾了行囊 他们是半夜离开 赵主持只对家人说 他要送夫人到城门 便会返回 可是这一去就不复返 直到今日 赵主持依然没有返回府中 楚欢呕了一声 又片刻没有说话 许久之后才说 哦 如此说来 兵部司这位赵大人 已经不再说全城了 下官也不敢保证啊 令力硬着头皮说 但是他绝对不在兵部司衙门 更不在自己的府上 你叫什么 下官杨白露 杨令力 不敢 你既然是令力 那么赵主持当初 从兵部司调出的那批物资 你可知道是否存有清单的 楚欢盯着杨白露的眼睛 据我所知 兵库调出物资 无论是出货人还是收货人 都需要画压 很多没有说错吧 大人没有说错 令力说 衙门里留有清单 应该有存当 主欢起身来 说道 你在这里稍等片刻 也不理会令力 镜子出了门 于部区去世之前 手底下捅下着数万大军 西梁撤退之后 习惯满目疮痍 盗贼从出 治安极其恶劣 有些盗贼是趁势而起 存有野心 而有些本是普通的老百姓 实在活不下去了 纠结在一起 四处强掠 面对战后西关的混乱局面 于部区当即立断 立刻将挥下的军队 分成了两路 一路依然是西北军编制 调动到燕门关下 虽说西梁军已经退却了 但是谁也不敢保证 西梁人是否还会取而复返 曾经天下第一雄关燕门关 已经名存实亡 西北军在燕门关内 建设物宝屯兵驻守 这一支军队的班底 主要还是当初 风寒笑麾下的西北军 除了位数边关的西北军 另一路人马 就是于部区亲自改编的平西军 平西军顾名思义 那是要平定西北的流寇强盗 这支军队的组成人员 就比较复杂了 有的原来隶属于西北军 有的则是于部区 从关内带来的卫索军 有的更是当初西关各州的州军 甚至于曾经的西关总督禁卫军 也有一部分被编制进入平西军了 除了这些原来就具备军级的将士之外 为了补充兵力 于部区也曾经就地招揽了一些壮士 数万军队被于部区编制成了八大营 平西军八大营两营留守在宁山 另有两营调往西关的西部 而朔泉城这边则是驻守了平西军四大营 于部区在世的时候 平西军由于部区亲自同帅 但是于部区后来突然过世 在朱灵月的宝剑下 在与西凉军厮杀之时 立下过赫赫战功的东方信 却一跃成为了平西军的将军 四大营环绕着朔泉城 按照东方信的说法 就是要重点保护府城 免得西关的府城遭受土匪的侵扰 四大营各守一方 在朔泉城四周二十里地驻营 位于南边的平西军营属于鲲子营 四大营的统领各是一名偏将军 四大偏将军一名处自西北军 一名则是于部区当初的部将 另外两名偏将军 都是东方信一手提拔起来 昆自营的偏将军雄如海 正是东方信一手提拔起来 雄如海身材高大 皮肤油黑 站在那里就如同一尊铁塔 似乎是身体的肌肉特别的显眼 如同一块块铁塔的铁板 球肉结实 为了能够显示自己的强悍 这位偏将军并不喜欢穿着厚重的铠甲 在并行走动 他更喜欢光着膀子 腰间配一把刀 在军营来回走动 兵士们暗地里称呼他为黑熊 固然是因为他人高马大十分的强壮 还有一个原因 便是雄如海是个脾气很暴躁的人 平时还好 一旦被激怒起来 比那熊瞎子还要凶恶 雄如海精力旺盛 但是他宣泄精力的方式并不多 在这军营之中能够宣泄过胜精力的只有五力 比起许多将领喜欢饮酒 雄如海更喜欢肉搏 军中猛士众多 西北人的身体素质很好 所以军中多的是空无有力的强壮汉子 而雄如海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聚集军中一帮恐无有力的猛士比斗 他通常会从军中跳出二十名勇士 分成两队 然后让双方再叫场肉搏比个高低 胜利的一方会给予酒肉的奖励 而失败的一方 就会连续三天得不到一颗粮食 所以每次军中比斗 双方冰士为了口粮都是轻力一搏 他喜欢坐在椅子上 看着比斗的双方 如同野兽一样互相撕咬 虽然每次比斗之后 几乎没有出现过死亡的情况 但每次都会有不少人受重伤 轻则血肉模糊 骨折隔裂 重者甚至会内脏受损 数月都起不来身 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 交场四周已经点起了火把了 不少兵士在四周围观 雄如海光着膀子 靠在一张大椅子上 在场地上 二十名勇士四斗正憨 这些人都是空手格斗 不能使用兵器 但双方都是全权倒肉 地上已经横七竖八 躺了七八个人了 有人已经是动也不动了 只是身体微微起伏 以此判断他还活着 剩下的兵士 物质在互相撕咬 参加比斗的兵士 眼中都是血红 战斗开始 大家或许只是喂了一口吃的 但是斗的正憨 杀性顿气 忘记了所谓的粮食 纯粹是为了打倒对手 几乎每个人身上 或多或少都有皮肉之伤 不少人都是鼻青脸肿 口鼻向外流血 雄如海摸着钢针 一样的粗嘘 看着场上拼力搏斗的军士 他只觉得自己的鲜血 也在沸腾 这样的场面 让他感到十分的兴奋 他的双拳是紧紧握住 便在此时 一名兵士飞一般的笨拦 到得雄如海的身边 贴近耳边 说了几句 雄如海的拳头松开扭过头去 浓黑的眉毛挤成一条线 折对 什么折对 从城里过来 都是空车 兵士盲说 来了好几十号人 好像是禁卫军的遗传 禁卫军 雄如海摸着自己的胡须 从城里来 城里只有楚欢 手底下有禁卫军 难道是楚欢过来了 他豁然气身 如同一头健壮的野牛 比身边的兵士高出一大截子 取我站脚来 禁卫军来拜老子的山头 老子要瞧瞧 是些什么货子 他遗憾毛子里 显出不屑之色 到处传扬 禁卫军是帝国最精锐的军队 禁卫军的人 都是已当时的精兵 老子倒要瞧一瞧 这帮孬孙倒得有多厉害 楚欢 此时一身轻死的禁衣 并没有官袍在身 他屁股下面 骑着雷火麒麟 在他身后 则是长长的一支车队 数十辆空车 绵延而来 数十名禁卫武士 都是骑着高头大马 全副武装 在他身后 左边是白瞎子 右边则是球煮血 距离昆子营不过几百米远 营门火光亮如白昼 楚欢台幕瞧过去 只见到一队人马 已经从营门之内出来 金戈铁马 甲州兵俄 当现一人 一身黑甲 步子卖得极大 走路一摇一晃 还真如同一头强壮的大黑熊 此人应该就是熊如海 昆子营的偏将军 求如血轻声说 楚欢微微汗手 笑着说 人如其名啊 这位黑熊将军 果然没有辱墨祖上的姓氏啊 熊如海此时 已经立在营门之前 火光之下 他黑甲在身 魁梧健壮 倒也是威风凛凛 他身材高大 四周一群军事簇拥 他却是十分的显眼 主欢催马上前 熊如海已经抬起手来 示意楚欢执马 沉声道 来者何人 白瞎子催马跟在楚欢身边 已经沉声说道 总督大人在死 还不跪下参拜 熊如海打量楚欢一番 没有表情地说 果然是总督大人 总督大人 卑将一甲在身 还请术卑将 无法参拜 白瞎子脸一沉 正要呵斥呢 楚欢已经抬手 白瞎子将嘴里的话 一眼进肚中了 却见得楚欢已经喊笑说 无法行礼 本都不怪你 熊如海问道 不知总督大人前来 有何鬼干 本都指着过来 取回兵部司的东西 楚欢身体微微前倾 熊将军 从兵库调出来的木资 听说就在昆子营内 总督大人的话 悲将听不明白 熊如海 横在营门之前 淡淡地说 卧将的职责 是镇守朔权成南面 防止流寇侵犯 训练昆子营将士 其他的事情 悲将一无所知 你知不知道 并无干系 主欢依然含笑说 本都自己去找寻 也不必劳烦 寻将军了 实在对不住 没有东方将军的首领 谁也不许踏进昆子营一步 熊如海盯着楚欢的眼睛 总督大人 可有东方将军的首领 大胆 白瞎子终于呵斥道 总督大人入营 还需要首领 你又是何人 熊如海 瞥了白瞎子一眼 阁下恐怕不懂得 军营的规矩 军令如山 东方将军的军令 我们不敢违背 莫说是总督 就算是圣上前来 没有将军首领 那也不能跨进大营一步 目光重新移到了楚欢的脸上 总督大人 如果没有将军的首领 还是先请回吧 得到将军的首领 再来不迟 楚欢轻轻抚摸着 雷火麒麟的宗毛 悠然说 如果本都今次非要入营 熊将军又准备如何呀 熊如海依然是淡定自若 眼皮子都没眨一下 声音如同石头一样的坚定 北将是军人 军人的眼中 只认识军令 不认识人 楚欢叹了口气 说道 如此说来 本都今日 如果要强进去 熊将军会对本都不客气 他的眼睛 只是看着雷火麒麟那柔顺的火红色棕毛 并无看熊如海 悲将只希望大人不要让悲将担上以下犯上之名 熊如海目光如炬 也请大人给悲将一丝薄面 薄面 楚欢笑出声来 本都为何要给你面子 你的面子很大吗 熊如海文言脸色斗变 也是他身边的众将士 也都是悚然变色 即使如此 悲将无话可说 熊如海眼中已经显露出怒涩了 总督大人请回吧 楚欢并不理会 拍了拍雷火麒麟的脖子 雷火麒麟静自向前过去了 熊如海沉喝一声 身后的兵士刀枪奇数 全都对向了楚欢 楚欢冷漠而逝 问道 你们只是要造反 悲将等担不起这样的罪名 熊如海冷笑的说 这是按照军令行事 陈生说 宗教是听令 今日谁若是踏入大营一步 杀无赦 楚欢双目一寒 就在此时 却听到楚欢身后 传来一个声音说 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楚叔要进去 你为什么拦着 众人目光瞧过去 只见从后面走上来一人 这人个头不高 尖嘴后塞的 看上去十分的瘦弱 但是他那双眼睛却是金光四射 眼眸子里都是不满之色 秦雷 白瞎子惊叫一声 你这臭小子怎么跟过来了 秦雷看向白瞎子 有些不快说道 你走了 也不跟我说一声 你不是说教我练刀吗 为什么偷偷摸摸跑了 这里这么好玩 你怎么也不带我过来呀 要不是我跟着过来 就看不到这里了 白瞎子无可奈何 楚欢有些错愕 看向白瞎子 白瞎子苦笑的说 哎呦 这几天秦雷跟着我 要我叫他练刀 今天跟着大人过来 他也缠着要来 我偷偷溜出来 想不到 这小子也跟着过来 大人 这 楚欢叹道 哎 想不到雷儿的嗅觉 也是如此灵敏啊 秦雷已经走上前来 抬手指着熊如海 问道 你怎么不闪开呀 主叔要进去 你快闪开 让我们进去 他似乎对军营 十分的感兴趣 一边说话 眼睛却往军营里面瞅着 看到里面连绵的营帐 眼中充满了好奇之色 熊如海本就心中有火 那是楚欢 那是总督 他也不敢对楚欢动怒 此时一个不欠的孩子 突然窜出来 竟然用手指着自己 熊如海气不大一处来 吏声道 小兔崽子 你是什么东西 竟敢用手指着 这奔将 秦雷的目光 从军营移过来 看着熊如海 问道 你叫我小兔崽子 不错 熊如海 只是想把火气 撒在秦雷身上 更存了 纸丧骂怀的意思了 心想 不能骂楚欢 但是这小猴子 一样的家伙 既然是楚欢身边的人 找到这个优头 呵斥几句 等同于 呵斥楚欢一样 这里是军营重地 其实你这样的兔崽子 撒野的地方 还不给老子 快滚 秦雷眨眨眼睛 问道 你说我是小兔崽子 是不是在骂我呀 小兔崽子 是不是骂人的话 熊如海冷笑地说 呵呵 老子就是骂你了 你又能如何 你骂我是小兔崽子 是不是就骂我爹是兔子 秦雷开始向前走过去了 你是不是连我爹爹 也一起骂了 熊如海见秦雷靠近过来 当然不会有丝毫的惧怕了 他身形粗壮 如同野牛 秦雷身材矮小 干瘦得很 像个小猴子 身高甚至刚刚高过 熊如海的腰脊 熊如海当然不可能 将这样一个不下的孩子 放在眼中了 冷冷地盯着秦雷 继父说过 每个人都会犯错误 犯了错误 要给人改正的机会 秦雷看着熊如海 一般正经地说 你现在骂我犯了错 我听秦父的话 给你改正的机会 你现在向我道歉 然后让我们到里面去 我就原谅你 不打你了 你说好不好 众人先是哑然 熊如海瞪大眼睛 怀疑自己听错了 转头问身边的人 他 他说什么 身边不想忙说 他说要将军向他道歉 只要道了歉 他就不打将军了 熊如海愣了一下 随即实在忍耐不住了 就似乎是听到了天底下 最好笑的笑话了 实在忍不住 放声大笑起来 笑声之中 充满了戏谑之意 熊如海身边的那群将士 似乎也觉得 这小猴子说大话 熊如海一笑 身边的人也禁不住 全都笑出声来了 即便是楚欢身后的 禁卫军士 也都不禁玩耳 白瞎子和求如血 却都是神经古怪 用一种怜悯的神色 看着眼间野牛般 强壮的熊如海 他们知道 这小猴子的底细 特别是求如血 那在江湖上 是绝对数得杀号的人物 一手刀工 也算得上是出神入化了 就在不久之前 在秦雷手底下吃了个大亏呀 两人都是看向楚欢了 却见到楚欢是气顶神贤 顿时心中都知道 楚欢这态度 恐怕是有意要纵容了 熊如海无意中得罪了小霸王 也活该的倒了大霉呀 熊如海等人的大笑声中 秦雷的眼中开始弥漫怒涩了 他的拳头开始握起来了 熊如海见秦雷恼怒起来 心下更是好笑了 笑声更是放肆 小兔崽子 难不成你还真想对我动手 往前踏出一步 步伐沉重 楚欢看在眼中 知道这熊如海肯定是练家子 底盘功夫极稳 却见到熊如海 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肚子 笑着说 道歉 本将是绝不可能的 你若真有能耐 照着老子这里打一卷 本将绝不皱下眉头 老子倒要看看 你这小兔崽子 到底有几斤几两 敢在昆子营撒野 他这话看似是对秦雷所言的 但实际上却是对楚欢所说的 无非是在奚落楚欢 左一具小兔崽子 右一具小兔崽子 那都是指桑骂怀 拐而抹角地冲着楚欢去的 楚欢是大秦帝国最年轻的总督 对于熊如海这些人来说 一直都是觉得 楚欢无非是抱了齐王这棵大树 才能在势图上平步青云 骨子里却是从不觉得楚欢有何能耐 他说要见识秦雷有几斤几两 其实就是暗讽 楚欢只是个无能之辈而已 别人听不出来 楚欢却是心里明镜似的 不动声色 只是秦雷一派天真 没有心机 当然听不出熊如海是在指桑骂怀了 更不觉得熊如海是在楚欢面前药物扬威 还只当熊如海真要自己去打他一拳呢 他虽然没有心机 但也不是纯笨 熊如海一干人在放肆大笑 充满戏谑 秦雷还是能够听出一些味道来 他心中颇有些恼怒 上前两步 与熊如海已经是近在咫尺了 此时两人的外形更是鲜艳 一高一矮 一壮一瘦 对比极其悬殊 秦雷的个头 堪堪超过熊如海的腰部 需要仰着头 才能看到熊如海的脸 而熊如海也要低着头 才能看清秦雷 秦雷握着拳头仰着头 问道 你不怕死吗 熊如海细许地笑着说 小兔崽子 你是说一拳被人打死老子 好得很 老子这几天身上正痒痒 你尽管打起来 回头笑着说 哈哈 大伙都瞧好了啊 这小兔崽子说 要一拳打死老子 老子倒瞧瞧 他有多大能耐 像秦雷说 这样 你若是一拳能打到老子 老子今天就冒着违抗军令之罪 让你们进去 如果你一拳打不倒 那也好办 当着这些人的面 你学三声狗叫 如何 秦雷摇头说 我不用学狗叫 你一定会倒下的 熊如海哈哈笑着说 哈哈哈哈 好 老子就喜欢你这性格 瞅了瞅秦雷的个头 说道 看你这个头 只怕够不着老子肚皮吧 他蹲起马步 拍了拍自己肚皮 来 小独崽子 找你老子这里打 老子真想听听你学狗叫的样子 说完 瞥了楚欢一眼 见到楚欢气顶神弦 只是淡定地瞧着秦雷 心中冷笑 秦雷想了一下 抬起右手 看了看自己的拳头 眨眨眼睛 似乎在想着什么 随即 放下了右手 抬起自己的左手 熊如海有些纳闷啊 问道 小兔崽子还不动手 秦雷认真地说 继父说过 我右拳打出去 容易死人 左拳还能有一线生机 继父还说 得饶人处 且饶人 除非是真正该死的大坏人 否则不要轻易用右拳 用左拳打人 给人留一点点机会 什么继父继母的 熊如海有些不耐烦了 心里只想着 赶紧让秦雷打完一拳 然后忠目睽睽之下 让秦雷学狗叫 如此 就等若当众哲若楚欢了 还不出拳 他话声刚落 秦雷已经不再犹豫 左拳如同流星一般 豁然击出 所有人只见到 一道巨大的黑影 如同风筝一样平地而起 短了线一般 飞出牢高 那道黑影在空中 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随即落地 落地之时 众人都听到 咚的一声巨响 就像有什么重物 重重砸在了地上 那黑影落地之时 四周的兵士惊骇地散开 四下里 一切都静止下来了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过去了 只见到熊如海 那庞大的身躯 此时正仰躺在地上 整个人呈大字形 一动不动 宛若死了一般 熊如海落地之后 四下里一片寂静 天地万物 就似乎是在瞬间凝固一样 熊如海手底下 那帮人脸上的笑 还没有消失呢 可是他们的眼睛内 却已经泛出惊骇之色了 这样的面部表情 与眼神组合 就显得异常的诡异了 几乎所有人 都没能回过神的 秦雷出拳不但霸道十足 而且霹雳如雷电 速度快击 甚至连楚欢都没有想到 秦雷竟然能够一拳 就将熊如海击飞了 死一般的寂静 抱持了片刻 秦雷自己率先打破了沉寂 扭头向楚欢问道 楚叔 他是不是被我一拳打倒了 咱们是不是可以到里面 去瞧一瞧啊 楚欢叹了口气 点头说 哎 熊将军 演出如山 他刚才说过 只要你能一拳击倒他 就可以让我们进去 他当然不会食言 熊如海的部下 此时终于反应过来了 刀枪起出 对准了亲雷 另有几人 已经飞奔到熊如海身边 蹲下去 见到熊如海是一动不动 但是眼珠子 却慢慢睁开 还有气息 顿时松了口气 已经有人紧张地问道 熊将军 你 你怎样 便有人要将熊如海扶起来 只是 刚有人碰到熊如海的身体 熊如海已经用痛苦的声音叫道 不要动我 部下急忙松手 熊如海声音发展 我 我骨头断了 好多 好多地方 骨头都断了 还有 还有我的 内脏 他 猴头如动 说话艰难 脸上此时已经布满了冷汗了 我的内脏 内脏坏了 不能 动 不能 动我 秦雷 此时已经大步向熊如海走过去了 那些兵士鸡蛋秦雷厉害 此时的秦雷 在他们眼中当然不再是布切尔的小猴子了 能够一拳将平息军的猛将熊如海击飞 而且是众目睽睽之下 这份本事那是实打实的呀 此时心中都是忌惮这个小霸王 虽然刀枪都对准了秦雷 可是秦雷向前行走时 兵将们就像看到温神一样纷纷后退 看秦雷的目光都带着惊恐 秦雷走到熊如海的旁边 几名部将都是拔刀在手 不知道秦雷意欲何为 都是小心谨慎的 秦雷却竟蹲下身子 一脸纯真的看了看熊如海 熊如海此时满头大汗 看到秦雷在自己身边 顿时用一种怨度的目光看着秦雷 我说过的 右拳打出来 你会死的 秦雷似乎为熊如海感到庆幸 我用了左拳 你不会死的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去了 熊如海猴头如动 想要说什么 可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他根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在他眼中毫不齐眼的 如同猴子般的一个小孩 在出拳的时候 竟然爆发出如此强悍的破坏力 熊如海怨怒之余 心中却是惊骇无比 他实在难以想象 这样一个小家伙 身体里怎么可能蕴藏 如此惊人的能量 楚欢却不多言 一斗马将催马前行 雷火麒麟立刻往大营中去了 后面的队伍立刻跟上 蔓延如同长蛇一般的队伍 就在昆子营将士的目光之中 缓缓地进入了大营之内 昆子营上下有数千兵士 营地也是蔓延树立地 楚欢竟自率顶队伍 往昆子营的东南角过去了 熊如海此时躺在地上 动也不能动他 整个昆子营群龙无首 谁也不敢阻挡楚欢的队伍 到得东南角 只见到营帐环绕一块空地 空地之上都是堆满了箱子 楚欢勒住马 淡淡地说杨白露在哪里 从队伍之中 那位兵部司令利 杨白露已经上前来了 下官在 这些箱子还贴有封条 是否就是从兵库掉出来的装备啊 主观扭头看了杨白露一样 你之前说过兵库掉出来的装备 是你杨令利带人亲自去兵库的 杨白露硬着头皮说 回禀总督大人 这些确实是兵库掉回来的装备 是下官奉赵主使之令 亲自从兵库提出来 然后带人一同送到了这里 看来平息军并不缺这些装备啊 主观韩笑说 这些装备从兵库掉来一个多月 还没有配备下去 不过这样也好 咱们兵库的装备原封未动 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向白瞎子和求如血吩咐道 让人将东西先装上车子 白瞎子和求如血翻身下马 大声交道 弟兄们动手了 这些箱子都搬上车子 不远处 不少平息军将士 都是冲着这里张网 眼睁睁地看着楚欢的人马动手 将成队的装备搬运上车 却无人赶出来阻止 秦雷此时就在不远处的 一处兵器甲的边上 饶有兴趣地观看兵器甲上的武器 导墙剑机辅跃勾差 尽在其中 他显然对这些兵器十分的喜欢 此时一手抓着一把斧头 另一只手则是拿了一杆长枪 在手中舞动 只是舞动了几下 便将这两样兵器丢在地上 随即又挑选了其他的兵器 那边箱子才装上一小半 秦雷在这边 已经将兵器架上的兵器 都用了一遍了 丢下最后一件兵器 秦雷已经是一副 异性索然之色了 楚欢走了过来 笑着问道 哼 雷儿 没有喜欢的兵器 秦雷摇头说 楚叔 这些东西都不趁手 一点都不好 那你喜欢什么兵器呀 楚欢问 回头楚叔 让人按照你的想法 给你打造一件兵器 秦雷想想才说 以前跟继父一起走的时候 路上看到有人打架 他打人用的东西很厉害 我很喜欢 那是什么东西 秦雷想了想才说 我记起来了 继父叔那叫熟铜棍 那人一棍子打下去 可以将一棵大树打断的 楚叔 你有那样的东西吗 楚欢也不知道 他所说的那人是谁 但是熟铜棍自然清楚了 笑着点头说 你喜欢熟铜棍 那不难 回头我让人给你打造一件 心中想着 秦雷力大无穷 普通的铜棍只怕都不趁手 需要极重的铜棍 才可让秦雷使得顺手 想着回头找人给秦雷 打造一根重铜棍 熟铜棍并不难找 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材质 来锻造棍子 呼挺的 一阵马蹄声响 主欢寻声看去了 声音自营门那边传过来 马蹄阵阵轰隆隆之响 显见来人并不少 那边火光冲天 火光游远极近 迅速靠近过来 楚欢的嘴角微微上扬 这时候白瞎子已经靠近过来 说道 大人 东方信恐怕已经得到消息 赶过来了 我们出城的时候 动静并不小 楚欢淡淡地说 东方信当然知道我们出城了 前番咱们出城巡视瘟疫 他就暗中派人 一直跟踪我们的行踪 今次自然不例外了 咱们带着车队往这边来 东方信只要不蠢 自然就能猜到我的用意了 大人 他们人多势众 闹个不好 只怕有危险 白瞎子压低声音说 大人要小心 楚欢摸着自己的下巴 平静地说 东方信胆子是有的 只是我倒不相信 这种时候他敢造反 只是片刻间 一队骑兵已经来到附近了 一个冷烈的声音 大声喝道 谁敢在这里撒雨 都给本将住手 一骑率先迟出 正是东方信 东方信神经冷利 手中大刀已经出窍了 身后数十名骑兵紧随而上 呈扇刑跟在后面 一个个也都是杀气腾腾的 此时四周 本来张望的昆子营将士 见到东方信出现了 也都持刀拿枪 从营长后面钻出来 此下里已经形成一个大包围圈 将楚欢和那些正在庄舟的武士们 围在了当中 楚欢是气定神仙 看到东方信淡淡地笑着说 原来是东方将军 夜深人静 东方将军何必这么大的火气 本将还以为是哪路旱匪闯入兵营呢 东方信冷横一声 楚总督 这似乎并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吧 你无权过问平息军的军务 即使要巡视兵营 要本将同意才可 今日你带人闯营 此时若被朝廷知晓 楚总督恐怕 也无法向朝廷交代吧 东方将军误会了 楚欢淡定自若 本都丢了东西 自下离大厅 知道在这边 所以取回自己的东西天经地义 而且这里的阵营将领 雄如海亲口放行 此为的闯营 东方将军言中了吧 雄如海 东方信心中 已经是气不大一处来了 雄如海是东方信 真正的嫡系部将 也是东方信少有的心腹之一 将兵购调穿的物资装备 放在昆子营 一刻见东方信 对雄如海的信任了 可是他抵达大营 雄如海此刻 还只能躺在营门之下一动不动 雄如海被擒雷一拳击飞了 落地之时 多数骨头已经严重骨折了 所谓伤筋动骨一百天 此次雄如海可不止伤筋动骨 而且是严重骨裂 虽说他身体强壮 但是没有三五个月 雄如海休想起身走动 更为紧要的是 雄如海的内脏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了 虽然沐下没有性命之由 但是对雄如海的身体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了 后遗症已经是在所难免了 东方信瞧见自己的心腹爱将躺在地上不能动他 心中的愤怒不言而喻啊 雄如海当众立下了赌约 东方将军随便找一人问一问 就会知道我们入营是雄如海有言在先答应的 楚官凝视着东方信 语中心长地说 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 从不会胡来的 东方信目光如刀 冷笑地说 楚总东能言闪遍 东方信一介武夫不与你争辩 抬手说 本将要在昆子营练兵 楚总都还请速速离去 刀兵无言 若是伤着了你 本将可担不起责任 楚官喊笑说 本都其实最不喜欢打打杀杀了 东方将军要练兵 本都自然不会阻拦了 直指那堆箱子 不过东方将军不用着急 等我这边东西装上车 本都会立刻带人离开 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平息军的物资 东方信死死盯着楚官 楚总都往昆子营装运东西 是否来错了地方 不会有错的 楚官微笑地说 这些物资都是从兵库运出来 平息军隶属于朝廷 而地方兵库的装备 如果不是特殊情况 没有兵部和户部的调令 只能攻给州军以及禁卫军 东方将军当初也是 诸总督身边的禁卫军统领 应该知道这个法度才是吧 朝廷的法度本将自然清楚 东方信默然而视 只是这些物资属于战略物资 本就是朝廷用来对付敌抗 东方将军说的不对 不等东方信说完 主官立刻打断了 这些物资是朝廷 不到西北来对付西凉人的 西凉人退兵之后 物资调到了西关兵库 兵库隶属于兵物资 直接由西关总督府辖制 所以这些物资 在调进兵库的时候 就已经是西关地方物资了 东方信的眼角微微跳动 冷冷一笑说道 本将刚才说过 本将一届武夫不会与人争辩的 这些物资是兵物资主事赵信 亲自批准调到平西军来 那时候西关还没有总督在任上 楚总督现在在任上 想追究此事 尽管去找赵信 缘有头 债有主 这些物资是赵信调出来 楚总督无权从我平西军里拉走 东方将军又说错了 楚欢淡淡地说 本都想问一句 天山六司衙门 是否都归属诸总督同帅呢 天山道兵部资兵库的装备 如果没有诸总督的批准 是否可以调出去 自然是不能 东方信说 但是楚总督 似乎没有听清本将的话 本将说过 这批物资 从兵库调出来之后 西关还没有总督 找信有邻居处理的权利 没有总督 这批刀人帝也想起来 东方将军 你是在说玩笑话吗 这批物资掉出来的日子 兵库有档可查 到今天为止 这批物资是在43天之间掉出来 应该没错吧 说这话时 瞥了身旁的兵部司令利杨白露一眼 杨白露的额头上布满了冷汗 东方信却已经说 本将记不清到底是什么日子了 但是应该就是那个时候了 你说的没有太大差别 那时候楚总督似乎还没有踏足西北 确实如此 那时候本都还在前来夫人的路上 楚官盯着东方信的眼睛 本都虽然没有到人 但是当时已经承蒙了圣上的龙恩了 调至西关夫人总督 东方将军 本都想问 圣上的旨意该不会有错吧 43天之前 圣上已经赐下金剑 令本都夫人西关 人虽未盗 但是从圣上次令的那一刻 本都就是西关总督 这一点该不会有差吧 东方信张张嘴 却说不出话来 他本就不是能言善辩之人 散言良语 就被楚官拿住了话头 一时间无从辩驳了 本都既然当时已经是西关总督了 无论是否人在西关 都有权过问西关六四衙门的事物 楚官的神情冷聚起来 物资调入兵库 就属于地方物资了 且不说没有特殊情况 地方物资不可调给平息军 就算真的可以调送 兵不思自己也无权作主 必须要有本都的调令方可 赵信 善权调动物资 已经是违背了朝政的法度 行动谋逆 难道东方将军想要因为他 而受到前雷 东方信哈哈笑起来 说道 哈哈哈哈哈哈 楚大总督 若是别人或许真的被你三言两语吓到 但是我东方信不是被吓大的 赵信是否有罪与我东方信无关 本将只知道 平息军要征缴习惯的乱肥 乡舍们缺少兵器物资 赵信送来物资 这些物资已经属于平息军 是有了主的东西 弟兄们拼了性命上阵厮杀 如今你楚大总督几句话 就要将大伙拼命的东西拿走 只怕本将答应 大伙也不答应 他话声刚落 身后一群兵士立刻叫嚷着 谁要是敢拿走一件东西 让他竖着进来 哼着出去 私下里的平息军士们 顿指都是往前挤了挤 长枪大刀纷纷向前 口中都是高声呼和 这些物资都是平息军的 谁敢乱动 手里拿着弓箭的兄弟们 准备着 看看这帮清卫军的人 谁敢再拿箱子 是要是动一下射死的 别以为这里还是京城 这里是西北 京城里你们可以胡作非为 到了西北都参加老实一些 滚出去 滚出去 平息军营容不得你们 私下里的叫声一个比一个响 平息军中不少人都是西北子弟 脾气火爆 一个个面目凶狠 他们只觉得自己是平息军 而楚焕带来的是禁卫军 禁卫军是京师的精兵 而平息军都是地方军将士 禁卫军骨子里固然瞧不起地方军 但是地方军也是从骨子里厌恶这些高高赛上的京师精兵 军人注重尊严和荣耀 对于平息军许多将士来说 他们未必真的拥护东方信 也未必真的仇视楚焕 但是楚焕领着禁卫军进入平息军大营 这已经让平息军不少人感到荣耀被践踏了 本来平息军将士对禁卫军就没有什么好感 此时东方信言语上一煽动 将士们心下怒火升上来 一个个向前逼近 禁卫军将士都是训练有俗 他们也从平息军将士的眼眸子里 看到了危险的信号了 虽然昆子营上下数千人 此番前来禁卫军武士 不过几十人 兵力悬殊天地之别 但是禁卫军武士却是都是拔刀在手 迅速环绕在楚焕四周 大手握着刀柄 阵风相坠 毫无畏惧之色 火光之下 东方信的眼眸子闪着古怪的光芒 他的眼角在抽搐着 我刀的手时松时紧 楚欢如同石头般战利 平息军将士的呵斥声 只往他耳朵里钻 楚欢很清楚 这些平息军将士 就像夏天的干柴 只需要一点火星 就可能燃烧起来 而东方信毫无疑问 就是燃起火星的人 东方信的表情和动作 楚焕看在眼里 他从东方信的眼眸子里 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浓郁的杀意了 从东方信那实紧实松的手上 楚焕一时看到了东方信心中的忧郁 楚欢此番 带人来到昆子营 本就是冒险一搏 他心中一直在衡量着 东方信仅是对自己恨之入骨 但是在当前的情势下 他没有胆量对自己动手 但是他却又明白 这东方信是五人出身 勇武过人 但是性情却是颇有些冲动的 他一度想过 利用东方信性情中的冲动 逼着东方信动手 然后后发至人瞬间处置 如此一来 完全可以扣上东方信 一个谋逆造反的罪名 楚焕此刻 却感觉事态比自己预想中的 似乎更要严峻 东方信并没有靠近到楚焕身边 但是现在平息军是群情涌动 楚焕深信 东方信如果真的一声令下 平息军的人很有可能便会一拥而上 甚至于东方信不必发号实力 他在昆子营都有心腹 只要一个动作 或许就有人趁势鼓噪 激起兵变 楚焕深情淡定 但是眼眸子却是死死的盯着东方信 在这种形式下 楚焕无法确定 东方信会不会动手 东方信眼眸子里的神色 杀意越来越浓 他显然也是在衡量着某些事情 楚焕看到东方信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寒 更是看到东方信握住刀柄的手 似乎越来越有力 那时松时紧的状态正在慢慢逝去 而东方信的另一只手正在缓慢抬起 楚焕心智 事情有些不妙了 军人是做什么的 在四周呵斥声中 在东方信的手还在犹豫着慢慢抬起时 一个声音就像炮弹一样在人群中响起了 四下里的声音虽然嘈杂 但是这一声中气十足 从人群中激荡开去 正是楚焕厉后而出 楚焕洗脸龙向精 骨肉就等着是断萃了一遍 他的气息也早已经不是当初可以比拟了 气息之足远超常人 这一声喝止出雄魂有力震动四方 将这些嘈杂的叫嚷声几乎压了下去 这一声突如其来 四下里重兵将都是听见了 东方信本来要抬起的手 因为这一声利吼利势顿住 四下里瞬间寂静下来 楚焕并没有缩在禁卫军的保护圈中 推开两名武士 向东方信这边走上来几步 神情冷军扫尸四周 冷笑的说 平西军果然是一群乌合之众 本都先前还只是怀疑 现在看来本都的怀疑并没有错 他抬起手还指四周 冷笑的说 你们可知道 你们都是一群闹肿 楚焕一言识破天惊啊 这种时候谁都想不到楚焕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也是求如雪和白瞎子也有些惊讶 看向了楚焕 他们当然清楚 现在的情势严峻 昆子营将士蠢蠢欲动 随时都可能打起来 这种时候楚焕不但没有安抚反倒是出言赤嘛 两人都不清楚楚焕到底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心下 却是觉得楚焕这种时候说出这样的话十分的不智 很可能让事情变得更坏了 东方信眼角跳动 抓到楚焕的画饼 东方信哪里肯放过 冷笑贺文道 楚总督 你说什么 楚焕背负双手 盯着东方信的眼睛 声音依然是中气十足 本都说得很清楚 昆子营的将士都是一群闹肿 你 东方信抬起手 此时可顾不得楚焕是一道总督了 指着楚焕的鼻子 厉声道 你在辱骂我们 平西军将士脸上都显出了愤怒之色 如果说楚焕带人进入大营 已经践踏了他们的尊严 此时楚焕这句 话等着再次践踏了他们作为军人的骄傲了 闹肿 就是普通的乡野村夫 也无法忍受这样的辱骂 更何况是这些在道里来血里去的将士们 如果楚焕不是总督 恐怕已经有性格暴躁的将士冲上来了 楚焕点头说 不错 本都是在骂你们 不等东方信说话 主焕已经接着说道 本都想问你们 最近又有一群流寇肆虐村庄 就在不久之前 一个叫做牛兰村的地方 被去麻斐屠村 全村难以老幼 你一个不胜 就连房子也被烧了 这件事情你们可知道 众将士文言面面相觑 西凉人走了 可是西关还没有太平 楚焕肃苏然说 本都记得清楚 当本都踏入西关境内的时候 就有人说起 西关地面上流寇肆虐 老百姓提心吊胆 他们本以为赶走了西凉人就能够守着一家老小好好过日子 但是事实上他们每一天都生活在流寇肆虐的恐惧之中 本都当时就问过 难道西关任由那帮流寇强盗肆虐百姓 你们可知道 别人是如何回答的 平西军将士 虽然心中依然是愤怒至极 但是 楚焕这几句话说完 众人心中却都存了好奇之心了 都是瞧着楚焕 甚至已经有人问道 是怎么说的 平西军 楚焕抬手指着平西军将士 当时他们就说 西关还有平西军 只要有平西军 西关的流寇强盗 迟早要被剿灭干净 本都在途中询问过许多人 甚至还询问过只有十来岁的孩子 虽然西关流寇横行 虽然老百姓每天都在害怕 可是他们并没有绝望 反倒是存了希望 正如那个孩子所说 于老将军 虽然走了 但是于老将军 给西关留下了平西军 平西军 就是他们的希望 平西军 不少将士眼中 都显出了奇异的光彩 本都 你一直以为 有了平西军 就有了希望 哼 楚焕冷笑地说 可是到了朔全 才知道 老百姓心中的希望 只是一个笑话 他们是平西军 没拯救他们的英雄 可是他们却不知道 所谓的英雄 只是一群闹种而已 我们 我们不是闹种 有人忍不住叫道 不是闹种 主焕冷笑地说 那么 本都问你们 如今流口肆虐 你们都做了些什么 成天在兵营之中 任由流口肆虐吗 牛兰村的惨案 就在不久前发生 牛兰村 距离朔全城 并不是太遥远 但是 你们似乎很多人 连这起惨案都不知晓 如果你们剿匪得利 他们有胆地做出 这样丧尽天良的事情吗 葫芦寨 云里风 本都来到朔全 十日不多 就知道 至少有这样两只汉匪 本都问你们 他们现在何处 东方信脸色难看 沉声说 重混 军中大事 还轮不到你来插手 本都没有想过 插手平溪军的事情 楚欢淡淡地说 一群养尊 处优怯懦之辈 本都还不惜 还与之为伍 本都只是叹息老百姓 抱着无谓的幻想 他们不是幻想 我们定是要将流口铲除的 平溪军中 有人大声叫道 不错 我们一定会将西关 所有的流口全都杀死 立刻有人跟着叫道 要将那帮禽兽 不论家伙 啥个一干二净 叫喊 谁都会 楚欢淡淡地说 但是 你们表现出来的 却不值得任何人尊敬 军人的职责 是保家卫国 你们现在连老百姓的家 都保不住 还如何卫国呢 听说 指着东方信 本都听东方将军说起 他是准备带领你们剿匪 可是你们却喊叫着 先要发下安家费 哈哈哈哈 楚欢狂笑起来 连孩童都知道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如今西关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你们不想着保护自己的同胞父母 反倒因为几两银子就按兵不动 这就是你们叫喊的 要将流寇铲除 平西军诸多将士 将目光从楚欢的身上移开 看向了东方信 不少人眼眸子里 已经显出鄙夷之色了 东方信一张脸阴沉可怕 厉声道 楚欢 你休要在这里胡言乱语 军营重地 你就算是总督 也无权在这里信口开河 胡说八道 本都信口开河了 哈哈 楚欢冷笑地说 本都不去争辩 只会多费唇舌 他双眉一条 本都今次 当然前来运走这些物资 本也不是为了与平西军争什么东西 实话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此刻 与流寇汉匪厮杀 本都不但不会提走物资 反倒是会想尽一切办法 让你们不缺装备 就算当官都饿死 也会让你们吃上粮食 但是 你们让人大失所望 西冠如果靠你们 老百姓都将活不下去 本都自为一道总督 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安危 你们用不上 本都可以再征召军队 他们或许没有你们在沙场上的厮杀经验 但是本都相信 他们一定有勇气去敌人厮杀 他们拥有保护家人的信念 这些物资 你们用不上 本都会交给他们 此时此刻 平西军大部分将士 再也没有刚才愤怒怨恼之色了 更多人的怜伤 反倒是显出了羞愧之色 许多人已经低下头 如同犯了错的孩子 本都看得出来 你们中间很多人还有羞耻之心 还保留着作为一个军人的尊严 竹欢叹了口气 你们中间许多都是西北子弟 你们的家人 如今就在遭受流口汉匪的蹂躏 男子和大丈夫 如果连家人都保护不了 不是孬肿 又是什么 本都不知道你们心里怎样想 但是本都相信 西官不衰 帝国不衰 抬手 立声说 装车 枪的一声 东方信已经拔刀在手 立合道 谁敢 他刀锋前指木子 剧烈 眼眸子里 是那无法遮掩的杀意 楚欢是冷然一笑 上前两步 问道 东方将军是要杀人吗 本将是平息军统帅 谁要是敢在军营撒野 本将断断容不得 东方信盯着主欢的眼睛 毫无退让之色 主欢的两只手 拉住了衣巾 猛的扯开 衣巾被完全扯开了 露出了结实的胸膛 只是那胸膛之上伤痕累累 伤疤纵横交错 虽然伤口早已经愈合了 但是无数道伤疤纵横交错在一起 楚慕惊心 东方信和他身后一帮将士 瞧见楚欢胸膛 那如同花纹一样的伤疤 都是吃力尽 楚欢双目如刀 一步步逼近东方信 声音不大 但是力军千金 东方将军要杀人 便从本都开始 抬手指着指自己的心口 从这里下刀 一刀刺下去贯穿身体 热血从里面流出来 很过瘾 来 握紧你的刀 不要犹豫 本都要是闪躲 就不是父母养的 楚欢的面部表情 也显得猙獰起来 他一步步逼近过去 东方信的手 竟然开始有些发抖了 一将功成万古枯 东方信能纵上金质的位置 虽然有朱灵月的提拔 但与他自身立下的赫赫战功 脱不开干系的 纵横杀场 东方信没有少杀人 死在他刀下的亡魂 没有一百又八十了 他杀人从来都是眼也不眨 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来 许多被他杀死的人 他甚都记不清 对方长成什么模样了 他是铁穴中走出来的肖将 可是此时此刻 他的手却是不由控制地颤抖起来 楚欢个头不高 长相也说不上英俊潇洒 但是此时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气势 任谁见了都要心虚 东方信知道 自己身上的伤疤或许 及不上楚欢的一半 这并非是楚欢既不如人 恰恰相反 东方信此时清晰地明白 眼前这个年轻的总督 也许比自己经历过的厮杀 要多得多 也残酷得多 纵横交锁的伤疤 显示着这个年轻的总督 与死亡亲吻过无数字 人不畏死 乃何以死拒之 装车 楚欢再次力声道 白瞎子一挥手 装车 金卫武士们互相看了一眼 再不犹豫 往车队那边过去了 那些挡住道路的平息军将士 此时已经没有声息了 默默地闪开一条道路 任由禁卫武士们从人群中过去 东方信咬牙切齿 虽然楚欢的胸膛就在他眼前 虽然他冲上前去就可以出刀 但是面对冷峻如寒冰的楚欢 他终究没有上前一小步 他的瞳孔收缩 陡然间吊转马头 立声说 走 再不看楚欢一眼拍马而出 凌晨时分 一间装饰颇为华美的房内 一张精美的春塔四周 红丝紧杖围在四周 从那红杖之内却是传来男人如牛般的喘息声 和女人娇美入骨的呻吟声 红杖阴影倒是依稀能够看到 里面乃是一幅活色生香的成功图 床榻边上 除了被撕扯的残破的女人衣物 另有随意抛在地上的铠甲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红杖裂开一条缝 一个白花花的身子 从里面瘫软下来 长发披散开来 声音带着轻叉 求求你 龙家受不住了 爷爷 你联系点 只是她的软语央求并没有见效 女人白花花的身子上布满了汗珠子 又被折腾好一阵子 女人如同烂泥一样一动不动 云收雨柱 一个赤裸着身体的精壮男子 从床榻上跳下来 身上也是布满着汗水 斜眼看了那已经如同烂泥般的女人一眼 没有表情 走到房内的桌边 桌上有一壶酒 那些酒壶如同饮水一般 一仰手将壶中酒引进了 一壶酒进 男人用手抖了抖酒壶 恐恐如也 随手将那酒壶就砸在了地上 枪的一声响 酒壶粉碎 女人显然是吃了一惊 抬起头 了解无法 扯归件衣裳挡住胸口 这才小心翼翼地问道 爷 你 你怎么了 少废话 男人头也不回 坐在椅子上 虽然刚刚在女人身上折腾了许久 但是怒气似乎还没有消尽 这里是平夕将军府 男人自然是东方信 他在昆子营被楚欢当众击得下不来台 更让他愤怒的是 楚欢在昆子营的所作所为 让他在平夕军的声望大大受损 在昆子营的时候 东方信确实想过抓住这次机会 趁乱杀死楚欢 到时候向朝廷禀报 只说是楚欢带人擅闯昆子营 抢夺物资 积极兵变 东方信在昆子营犹豫的时候 就是在思考着 杀死楚欢之后应当如何交代 当他想明白 想要下手之时 楚欢却在他发出暗号的一刹那 抢先说出了一番话 那番话说完 昆子营大多数将士 对楚欢的敌意已消了 东方信知道 那时候的形势已经不适合出手了 他带着满腔怒火返回城中 将一身怒火尽情发泄在几个月前 刚娶的小妾的身上 只是一番折腾之后 他的怒火并没有丝毫的笑退 女人如花 经过雨露浇灌 就像新雨出情阳光普照下的花苞 娇艳欲滴 只是东方信此时 已经没有心思去观赏这朵 娇艳欲滴的鲜花了 女人听到东方信语气不善 她虽然知道东方信是个粗人 在云语之后 不会说些甜言蜜语的情话 但是以前交合之后 却很少出现这种冷冰冰的态度 知道出了事不敢多言 屋内一世间寂静无声 东方信忽然回过头 朝着那女人招了招手 那女人此时正瞧着东方信 大气不敢出 见东方信招手 从床榻上爬下来 光着身子 灯光之下 女人雪白的身体 如同段子般光滑 线条柔美 如同一条听话的小母狗 举着圆滚滚的屁股 爬到了东方信的身前 抬着头 可怜巴巴看着东方信 但是一双眼儿却霉出水来 东方信张开双腿 也不说话 那女人乖巧地 爬到东方信两腿之间 伸出手 轻轻抚摸着画两下 随即立下琴手 张开红润的唇耳 寒了进去 东方信身体一颤 仰起头 双目闭起 一只手抓住女人的乌发 身体开始停动 那女人口中 发出呜呜的声音 隐秘至极 正在快美之时呢 门外忽然响起了声音 将军 有人求见 东方信豁然抬头 心小心恼怒 此时凌晨时分 外面天色还很黑 她不知道这种时候 会有谁会求见 想想刚才在 昆子营发生的事情 担心是军营那边 出了问题了 立刻问道 是谁 她说要秘密求见将军 有大事相生 侠人禀道 哪人蒙住了脸 也没有告诉身份 只说将军见到便会知晓 事关重大 她请将军接见 东方信皱起眉头 犹豫了一下 终于说 带她去测听 另一只手 爷爷抓住女人的秀发 松椅子上战器 加快了挺动的速度 平夕将军府的侧厅 彼此总督府侧厅的精美 有过之而无不及 东方信在女人身上发泄过后 先前的怒火虽然没有消散 但是身体上的舒畅 多少还是减轻了心中的愤怒 来到侧厅 天色尚早 侧厅点着一盏孤灯 东方信虽然只是穿着便服 但手中却是握了一把刀 踏进侧厅 见到侧厅的椅子上 已经坐着一人 那人头戴黑帽 眼睛以下却是用黑金蒙面 见到东方信进来 立刻起身 东方信大量那人两眼 终于问道 是你要叫本将军 那人上前两步拱手说 将军是我 扯下了蒙面筋 东方信看了一眼 脸上微微显著的惊叉之色 赵信 这突然秘密造访之人 竟豁然是刚刚失踪的 兵部司主事赵信 赵信将帽子微微掀高了一些 尚未说话呢 东方信却已经在一张椅子上坐下 大刀放在旁边的岸上 盯着赵信 问道 你怎么来这里啊 你可知道 昨天黄昏 楚欢已经搬下了通缉令 四处搜找你 下官知道 赵信眼中显出了怨度之色 往前上来一步 下官前来 正是为了此事而来的 楚欢说你循司舞弊 触犯王法 要逮捕你宋经受神 东方信冷笑的说 清主的如今像疯狗一样 逮着我们的人就乱咬一通 爱宗已经被他关进了大狱 如果他找到你 也不会对你客气 你还敢在城里出现 下官知道 赵信咬牙切齿地说 可是下官不甘心呢 不甘心 东方信靠在椅子上 眼皮微抬 有什么不甘心 下官受诸总督和将军的提拔 好不容易坐上了兵不死主事的位置 这是下官拼命流血得来的 也是朱总督和将军的后爱 这所有的一切就因为仇欢的到来 便要全都抛下亡命天涯 赵信握拳说 下官不甘心 你也不用这样说 东方信淡淡地说 你能够成为兵不死主事 是朱总督提拔 你是你自己的能耐 我东方信没有帮什么忙 大哥 赵信上前一步激动地说 当年从军入伍 如果不是大哥照顾我 我也没有后来的荣华富贵啊 他声音盛挚 眼圈甚至泛红 东方信凝视着赵信 许久之后忽然长叹一声 问道 诶 赵信 你怪不怪我 赵信一睁上位说话呢 东方信已经抬手说 我知道 你一直在恨我 赵信只是看着东方信 并没有说话 东方信轻叹道 老五 你先坐下 赵信在东方信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东方信凝视赵信 说道 老五 当年我们八个人一同参军 锦兰结义 打了多少生死之战 兄弟八人 最后只剩下你我两人 其他弟兄都是血洒沙场啊 当初 如果不是大哥带着我出来 我只怕早已经在家中饿死了 赵信盯着东方信 诚挚地说 我心里 一直在感激你 你我两家 父辈交好 你小我几岁 但是 我们单名 都是一个信字 东方信 温言说 其实 我一直将你当做弟弟看待 当初小云 大哥 不必说了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赵信眼眸子里带着痛苦之色 东方信摇头说 老五 有些事情不说开 你我之间的隔阂就解不开 你当真以为 我是真的要运征小云 大哥 东方信抬手止住 老三临死之前 再三夺窝 帮他照顾唯一的妹妹 其实 那时候我知道 你喜欢小云 但是 我更知道 你和我当时 都是今天不知道 还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 我想成全你和小云 但是老三的依托 我不能忘 我一直都觉得 我们很快就会死在战场上 那时候 我的位置比你高 如果战死 遗伤的抚恤 也会高出许多 所以 为了小云 能在我们死后活得更好 我只能 赵信沉默了一阵 终于说 小云那样的姑娘 也只有大哥配得上 东方信摆摆手 继续说 你可知道 我后来为何疏远你 其实 我是用心良苦 你该知道 朱总督最忌讳的 就是部下结党 你是我的生死弟兄 如果我时常为你说话 处处为你出头 反倒是害了你 你我 在他回家多年 你该都清楚 他看上去温和 但是 真要堵起手来 心得很熟辣 并没有继续说下去 赵信恍然大悟 明白过来 哦 大哥 你的意思是 只有疏远你 才能保护你 东方信探的 唉 其实我知道 以你的能耐 迟早会见下大功劳的 就算我不为你说话 你也迟早会出头 老五 你可明白我的心意 赵信眼圈泛红 哽咽的说 大哥 我一直以为 抬起手 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是我不好 是我蠢 一直都在误会你 大哥 是我错了 东方信说 只要你我兄弟 并是前仙 我也就心安了 顿了顿 才说 楚国安正在搜找你 你齐儿如今何在啊 已经被安顿在 安全的出所了 不会有事 赵信说 我送他们出城 取而复返 就是不甘心 信出的断了我的前程 我也不能让他好过 东方信欧立生 问道 哦 那你准备如何呀 杀了他 赵信目露熏光 不杀此人 使不为人 不要路芒 东方信立刻说 楚官身边护卫 都不是泛泛之辈 据说他自己 也是一身好功夫 老吴 听大哥一句话 暂时离开朔权 等到日后有机会 我自然安排你回来 赵信摇头说 大哥 今夜 我过来找你 就是和你商量刺杀之事的 太凶险 我不赞争 那我就死在你面前 赵信立刻说 大哥 其实我已经知道了 楚官今日带人去了昆子营 将这些物资都拉回来 就在我见你之前 他的车队就拉着东西入城了 如此气质大儒 大哥难道还要忍下去吗 楚官黄毛如此 在我们的地面上 如此嚣张跋扈 不杀此人 习惯不得安宁 东方信的眼中 善过杀意 却还是摇头说 老吴 此事从长计议 我们 一个机会 赵信打断说 大哥 只要给我一个机会 我有几乎成把握杀死除患 只要让我靠近他身边 你该知道 我的那门绝招 东方信的眼中 闪着光 也无意了片刻 叹道 唉 老吴 你当真要杀他 非杀不可 其实 东方信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微沉隐 终于说 楚官现在对我们 必然是十分戒备 但是要找到机会 其实 大爷有一个 大哥的意思是 你可知道 董事真 还有一位老父亲在世 东方信招了招手 示意赵信靠近过来 董事真 是个孤名调运之人 百善小为先芒 此人最贪毒的 就是孝明 我知道 赵信压底的声音说 董事真 对他老父亲 却是在表面上 十分的孝敬 老头子 快骑时了 东方信 冷笑的说 前些时日 董事真 还与我说起过 要为他的老父亲 办大寿 大哥的意思是 这 就是个机会 东方信说 董事真的意思 到时候会将 北望楼包下来 专门为他的老父亲 做寿 虽说现在 与楚欢的关系 十分紧张 但是董事真 被父亲做寿 他一定会邀请楚欢 楚欢应该不会拒绝 眼中寒光一闪 那就是一个 大好的机会 我明白了 大哥是说 在寿宴上 刺杀楚欢 不错 东方信握拳说 北望楼 鱼龙混杂 在那里出了事情 完全可以推给乱肥 寿宴之时 楚欢不可能 将身边的护卫 全都带在身边 我会给你创造机会 到时候 只要接近他 我必能杀他 赵心很自信 不过 你要小心一些呀 东方信探的 哎 传言 楚欢武功不弱 到时候 若是一击不中 反被他索勤 我会自寂而死 赵心斩钉截铁的说 就算他认出我的尸体 也只能是我为了报复他而行刺 绝不会连累到大哥的 大哥 岂会怕你连累呀 东方信苦笑的说 嘿 老五啊 我只希望你能成功 若是不能得手 我会让人护卫楚欢 趁机拦住他 你尽管逃离 保住有用之身 赵心感激的说 大哥 你我兄弟同心 出唤茶池难逃 东方信伸手 拍了拍赵心的肩膀 温言说 老五 这次自杀必然凶险 你要万万小心哪 若无机会 宁可保住自己 也不要强来 大哥放心 我自有分寸 我心中的这口怨气 必要发泄出来 赵心握拳说 东方信微微汗手 轻声说 嗯 若是能够成功 除掉姓楚的 那么习官 毕竟是我们的天下 你可知道 朱总督已经准备 着手解决 西北军的事情了 西北军 不错 东方信低声说 三十六物宝 很快就要完成了 西北军有数万之众 虽然当初 摆在西梁人的手中 但毕竟是封寒孝带国的将士 训练有素 是一支强悍的军队 但是 西北军的统兵之将 却是甘侯 这甘侯 当初是封寒孝的部将 悟空一切 甚至连朱总督 也是不放在眼里的 赵信 比起眼睛 却没有说话 西军的楚欢 下一个就要搬到甘侯 东方信冷笑地说 甘侯一倒 西北军群龙无首 必然需要一位新的将领 统帅西北军 他盯着赵信的眼睛 老五 如果你真的能刺杀楚欢 大哥保证 西北军统兵大将的位置 非你莫属 大哥 我 赵信激动起来 东方信再次拍了拍 赵信的肩膀 你放心 这一次 大哥定然要为你请功 事关你的前程 这一次 大哥说什么 也不能坐视不理 多谢大哥 赵信担心跪下 东方信已经拉起 老五 距离董家老头的寿宴 应该还有七八日 这几天 你就住在我这边 谁也不会想到 你会住在这里 赵信摇头说 大哥 楚欢未必 没有派人暗中监视你这边 自是提大 小心为啥 我留在这里 一个闪失 只怕要连累大哥 所以 我还是先离开这里 大哥如果有了计划 就在将军府后门的 铜环上 寄一根黑布 小弟就会过来街头 听后拆遣 这 东方信未以犹豫 赵信已经说 大哥不必担心 说天真我十分熟悉 绝不会有事的 即使如此 就按你说的办 东方信终于点头说 一旦要找你 我就在后院门的 铜环上 寄一条黑布 好大哥 天快凉了 我先离开 每日都会到你的后门里边 看一眼 赵信拱手说 大哥保重 东方信 也是抱拳说 你要小心呢 赵信从将军府后门离开 依然是遮住面孔 天色微亮 他小心翼翼的走了两条街 又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 到了一处荒僻的院落 确定四下无人从前院进 穿过院落 到的后院 翻墙而出 又走了片刻 到的又一处 荒僻的院子后面 从后院转到前院 随即又转回到后院 再次翻墙而入 他合拢双手放在嘴边 发出咕咕咕咕的声音 很快 从荒僻院子的一处角落 传来咚咚咚的三声响 赵信立刻靠近过去 走到院落一处破败的柴房前 柴房残破不堪 四周都长着茂密的野草 赵信伸手 在柴房的木门上敲了三下 木门拉开一条缝隙 赵信闪身而入 木门迅即关紧了 屋内没有灯火 荒暗无比 一人站在柴房里面的角落处 微笑看着着信 问道 赵大人 事情做得如何了 黎明的曙光 渐渐洒射到天地之间 一夜无眠 但是东方信 不但没有疲惫之色 反倒几分兴奋之态 赵信离开之后 他并没有挤着回房 而是坐在侧厅许久 脸上表情变化 时而愤怒 时而兴奋 但更多的 却是一种稀奇之色 外面脚步声响 一个恭敬的声音传来 将军 你找属下 是郝通吗 东方信 从思虑中缓过神来 他寄头 进来说话 郝通年过三十 身材适中 有些轻瘦 他看起来并不起眼 但是那双眼眸子 却显出 此人沉稳老练 绝不是泛泛之辈 站在东方信面前 郝通身材笔直 如动标枪一样 东方信对郝通很满意 如果说 他在这个世上 还有一个真正信任的人 或许就是眼前这个人了 东方信很肯定 只要他一句话 即使是让郝通现在去死 他也绝不会皱一下眉头的 而且会立刻去死 有这样一个心腹 实在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这样的心腹 东方信自然是重用 这个看起来其貌不扬的人物 便是东方信身边 亲卫队的队长 东方信手中 虽然握有兵权 但却不能成天带着几万大军 跟在身边 将军府有一支超过百人的亲卫队 都是跟随东方信多年的精兵 而郝通也是这支亲兵队的队长 郝通标枪般战力 他脸上的线条轮廓清晰 显示他是一个坚毅的人 又是一个忠诚的人 他的双唇紧闭 睫毛甚至都不闪动一下 郝通啊 你跟了我多久 片刻之后 东方信终于轻叹一声 问道 郝通是想也不想 八年七个月加六天 你记得很清楚 东方信坦荡 唉 我记得不如你清楚啊 将军有大事要做 而郝通心里只有将军 郝通声音平静 从跟随将军的那天开始 郝通就想着 哪怕多跟随将军一天 都是郝通的福气 东方信是哈哈一笑 说道 如果是别人这样说 我只会觉得他是在拍马屁 但是这话从你口里说出来 我知道这是你心里话 你是个诚实的人 郝通并不说话 但是眼中已经显出了感激之色了 你是个重情义的人 当初只在战场上 救了你条性命 你便立下誓言 追随我一声 唉 东方信叹道 其实我一直都在想着 为你谋个好前程 没有将军就没有郝通 郝通肃然说 这条性命既然是将军所救 就属于将军 能够追随将军神策 为将军小命 就是郝通最好的前程 东方信摇摇头 说道 其实我这一生 并没有几个朋友 如果真的有一个朋友的话 你就是那个朋友 卑职不敢 郝通立刻跪下 东方信 东方信起身来 扶起了郝通 微笑地说 郝通 我知道 你只喜欢翠霞 这姑娘对你有意思 我看在眼里 早就准备成全这段没事 将军 我 你不要多说 我现在就将翠霞许备给你 她是府里的丫鬟 只要你不嫌弃她出身低 我会挑个好日子 为你们举办大婚 东方信笑着说 郝通的眼中 显出了感激之色 说道 郝通 也是贫困人家出身 将军厚恩 为之万死不能报 东方信笑了笑 坐下 叹了口气 说道 这时啊 我准备做一件事情 事情成了 荣华富贵 应有尽有 可是 这件事情 必须找最亲信的人去做 将军 郝通这一辈子 所有的一切 都是拜您做赐 郝通的神情 立刻坚毅起来 将军大有所命 为之定当 竭尽全力 好 东方信竖起大拇指 果然是有情有义的好汉子 昭召手 是以郝通靠近 傅儿低声说 过几天 董事真要在北望楼设寿宴 你挑选三十名精兵 跟随护卫 到时候 北望楼就有你们 守卫在外面 郝通微微汗手 但是他很清楚 东方信 今日的态度 绝不会紧紧让自己去守卫 北望楼的 那天 如果不出意外 会有一场刺杀 东方信目光冷立 低声说 你的刀 在不在 郝通说 备着的刀 从不离身 说话间 已经解下自己腰间的配刀 递给东方信 东方信接过刀 握住刀柄 猛地将里面的刀拔出 寒光炸起 你这是有名的疯嘴刀 很多人都知道 你用这把刀 郝通 你可知道 头梁换柱 头梁换柱 郝通显然有些糊涂了 我要你在那天 保留外面的刀鞘 但是里面的刀刃 要另配一把刀 而且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你的刀已经换了 东方信双目阴沉 疯嘴刀的刀刃偏厚 我要你找一把 刀刃更薄的快刀 让人从伤口上 一眼就能看出 不是疯嘴刀的刀伤 郝通还真不明白 东方信葫芦里卖的什么样 但却还是坚定点头说 为之明白 这件事情并不困难 我刚刚说过 哪天会有一场刺杀发生 东方信说 刺杀一旦发生 北望楼就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你要带着你的人迅速赶过去 到时候我给你眼色 我的眼色足指 就是你的目标 你一定要趁人不备 一举将他杀死 绝不让他活下 将军的吩咐 被之记住了 郝通别无二话 东方信凝视着郝通 忽然问道 你不想知道 我让你杀谁 将军要杀的人 便是该死之人 被之为命是从 不用知道他是谁 东方信叹道 有你这样的朋友 是我的荣幸 荒庇的院落 院内长满着荒草 这样的地方 在朔泉城并不少 西梁人当初攻占朔泉城 许多人离家而走 丢下了宅院 不少宅院的主人 一去不复返 孤寂无声 赵信进了柴房 关上门 浑汗之中 角落处 一人转过身来 见到赵信 已经含笑问道 赵大人 事情做得如何了 屋内没有灯 一扇破旧的窗户 微微透进一丝丝 黎明时分的光线 那人一身灰袍 戴着帽子 眼睛很小 笑容却很亲切 确实 月轴之中 董事真 赵信已经上前两步 拱手说 董大人久等了 赵大人辛苦了 董事真含笑轻声说 董某一直在为赵大人 贪心呢 只怕东方信 那次翻脸不认人呢 董大人放心 一切都很顺利 我已经见过东方信了 一切如同我们所料 东方信对楚患 恨之入骨 又要杀之后怪 他心里 一定在盘算着 如何杀此楚患 我这个时候过去 郑重他的下怀 他心里 一定十分的兴奋 赵信将自己面孔上的黑金 取了下来 冷笑地说 他要杀人 我送上一把刀 他欢喜得很 董事真微微汗手 沉咽一番 终于问他 赵大人啊 你确信 他没有对你起疑心 绝对不会 赵信十分自信 我和他当初一切金蓝 对他的性情 还是颇有几分了解 如果不是楚患 将我逼入绝路 未必能取信东方信 可是 楚患将我逼得无路可走 他东方信看在眼里 知道我对楚患 一定是狠直入骨 我对他说 要杀死楚患 他一定以为 我是要报复楚患 董事真喊笑说 任谁都会这样想 东方信当然万万不会想到 咱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楚患 顿了顿 再次问道 赵大人当真已经心意已决 都到了这种时候了 董大人难道还不相信我吗 赵信苦笑地说 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而且我已经当着你的面 服下了你给的毒药 如果反水 没有你的解药 我活不了 赵大人 千万莫误会 董事真立刻说 董某对赵大人的人品 绝无怀疑 你是一落千金的好汉子 更是重情重义的 为丈夫 与东方信这等小人一戒金兰 实在是辱默了赵大人 东方信假人假依 到了今时今日 还在将我当作三岁孩童戏耍 赵信双拳卧气 牙关紧仰 他自称将我当作兄弟 可是多年前 他拆散我和小云 纠战缺招 我就与他恩断一绝 当初我就发誓 迟早有一日我要亲手宰了他 赵大人 一诺千金 我董某人也绝不会食言的 董事真正色说 寿宴之上 董方信就交给你 楚欢就交给我这边 阴冷一笑 董方信绝对想不到 赵大人会对他出手 到时候 武器竟然间歇封喉的剧毒 董方信必然会当场毙命 我定要亲手杀死董方信 赵信恨恨的说 只是董大人 楚欢那边 你当真有把握吗 据说楚欢在安逸的时候 可是击杀了天门道 将道七雄之一的穆将军 他的武功自然是非东小可 不可小觑 若是稍有差池 董事真白手笑着说 楚欢的武功是高 但是还没有到得顶尖高手的位置 你该知道 墙中自有墙中手 楚欢就算武功厉害 但是遇到真正的高手 那也休想逃过性命 务必做到万无一失啊 赵信正字说 一个不慎满盘其输啊 瓦冠不离井边陀 将军难免镇上亡 赵大人 我早已经布下天罗帝王 到时候会有绝顶高手 专门对付楚欢 这个世界上 武功越高 往往死得越快 这一点 你尽管放心 只要楚欢和东方县一死 你按照事先设定好的线路撤离 事后再返回朔权 我向你保证 习惯的军权 便归你赵将军所有 董事真郑重地说 赵将军失去的一切 一定都会加倍回到你手里 天高气爽 这是一个好天气 楚欢的心情总算还不错 原因有二 其一便是从昆子营 将物资几乎全都运回来了 按照兵部司的出库清单 被东方信调走的物资 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拿回来了 而这些物资 重新归入了兵库之中 楚欢当前最大的目标之一 便是征召总督禁卫军 虽然已经上书朝廷了 需要朝廷提供装备物资 但是楚欢很清楚 且不说这道折子 木下还在路上 就算过些时日成到了经历 朝廷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能调拨兵器装备过来 东南还在打仗 更让人心惊的是 东南战士魏西 经济后方再次起火了 河北道青天坊的义军 卷土重来 如同狂风暴雨 迅速将本就不平静的河北道 叫得天翻地覆 楚欢信仲一惊二出 如果说在青天坊 卷土重来之前 朝廷在应对东南战士之余 还有闲下往西北这边看一看 如今的形势 朝廷的经历已经无暇顾及西北 本就所剩无解的经历 必然转向河北 裴济也曾经楚欢分析过 皇帝调派楚欢前来西关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 撤走朱灵月 拖延时间 让西北不至成为朱灵月的天下 那时候楚欢也赞成裴济的想法 皇帝为了让楚欢撤走朱灵月 必然要给楚欢一些底牌 例如重建总督禁卫军 例如朝廷调拨一批军械装备前来 楚欢之前也觉得皇帝必然会支持的 但是形势万变 先前本来板上钉钉的事情 如今是风云骤变 楚欢并不怀疑皇帝有心要支持自己 但是他却怀疑皇帝如今是否还有这样的能耐 大秦的国力早已经是金匪西匹了 国力日衰的时刻被西梁人近战西北 那本就耗费着大秦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前门驱虎 这后门入廊 天门道启事 又让帝国耗费巨大的国力去应对 楚欢在户部待过 大致也知道帝国的底子 应对天门道 帝国或许还能勉强凑合 但是 青天王在河北一闹 帝国的财力和物力已经是捉襟见肘了 如果说皇帝的既定计划之中 会给予在物力上的一定支持 那么河北的变故 让楚欢心存的希望大大折扣 河北就在京际后方 后院起火了 皇帝不可能不去关注 而西北距离京际遥远 救火自然从后院救起了 楚欢知道 裴启说的对 就算自己真的智慧过人 就算自己真的武功了得 就算有习官士绅的知识 但是 没有一支可攻自己驱使的军队 那么自己根本无法再习惯立足 重征禁卫军刻不容缓 可是 如果没有兵器物资 征召过来兵士手无寸铁 那实在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谈了 好在 如此时刻 自己从昆子营 将这些军用物资给拿回来了 算是极了燃眉之急了 楚欢心情不错的另一个原因 就是培计一手主持的征兵已经开始了 当物资从昆子营遇到兵库的第二日 楚欢亲自签署的征兵令 便已经颁布出去了 征兵令对参军人员的条件 进行了详细的叙述 对于身高和体重有着一定的限制 这倒不是楚欢以貌取人 楚欢知道 古往今来 无数豪杰的外形都是其貌不扬的 有才干的人不一定有很好的外表 有好的外表也不一定有能耐 但是第一批征兵 按照培计的要求 主要是锻炼出一批禁卫军的兵士核心 这批军士要有过硬的身体素质 楚欢列出的十三项特种训练法 没有过硬的身体素质实在是很难撑下去 而且楚欢和裴继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 那就是墓下征兵的主要目的是一个兵字 是要征兆一批勇敢强悍的西北子弟 楚欢知道人才的重要性 他甚至已经与裴继商量好 征兵与囚将是两码事情 等到建立了禁卫军再发布囚贤令 这种时候守在建立一支强悍的军队 如此才能在西北炸下根基 在如今的情况下 外人都觉得楚欢实力薄弱 实在很难有多少人才会投奔到楚欢的麾下 虽说征兵令的条件有些苛刻 但是在经受过战乱的西关 却并不是困难的事情 由于地理环境因素 西北人的身体素质 在整个大秦帝国十六道中名列前茅 在西北的封杀之中 他们不但拥有着强健的体魄 与拥有着关内人难以笔及的意志力 西北人骨子里好战 一直以来关内出文史 西北出将军 征兵令办下之后 以总督府的名义 由裴继作为筹划人 调用兵部司的大脚官吏 设立了多处征兵之所 因为第一批征兵的数量有限 所以征兵的地点只设立在越州境内了 并没有扩散开去 在征兵令之中 对于兵士的待遇也有详细的介绍 通过首选的应征者将会被组织起来 开始进行十三项特种训练 优胜劣汰 直到征满八百名编制 而这八百兵士 正是编入总督禁卫军 享受禁卫军的待遇 禁卫军属于一道总督的卫队 直接由总督辖制 所以一直以来 禁卫军的待遇在地方军中 绝对高中其他军队一节子 州军 卫所军 以及边军的军相 都是难以与禁卫军相比的 只不过禁卫军的挑选 一直以来 也是比之其他地方军队要严格不少 甚至 想要在禁卫军中担任官职 那更是困难 实际上 每一道的总督 都会与本道的士绅 保持密切的关系 而各道禁卫军中的将领之中 也都是充斥着士绅子弟的身影 为了在地方形成人脉关系 各道总督往往都会在禁卫军中 给士绅子弟留下些位置 用以拉拢本土士绅 禁卫军的待遇 比之其他地方军要高 但是升迁却要困难不少 就好比西山禁卫军中的胖柳和王涵 这两人都是年近四旬 在禁卫军中任职多年了 可是现如今 也不过是一名禁卫军校尉 只是在禁卫军中一旦升职了 其待遇也会大幅度提高的 当兵的就是为了吃上一口饭 如果可能能够受到提拔光宗耀祖 当然是大大的没事了 对于大多人来说 当兵最现实的目的 就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已 只是楚欢的征兵令里强调 西官禁卫军为财势举 只要有能耐 哪怕是贫苦人家出身 也照样可以得到提拔 这是死前征兵令中 很少出现的东西 西官如今缺的就是粮食 老百姓想吃饱肚子 实在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征兵令一出 应征者顿只就是一大片 当兵吃粮 只要能够入选禁卫军 不但可以吃上粮 还有军饷可以拿 对现在许多的西北汉子来说 这无疑是当前最吸引人的一条出路 许多老百姓因为贫寒饥饿 迫于无奈 甚至铤而走险 却与大家结社论为土匪 如今可以当兵吃粮 可以成为帝国的正规军人 这当然比做土匪要强助太多了 征兵令的消息传开 应征入伍的人是落语不绝 每一个应征点 从早到晚都排出一长串的队伍 征兵是大事 楚欢却没有忘记另外一件事情 魏无忌被安排入住到总督府之后 楚欢只要有空就会找来魏无忌 谈论治理习官之策 魏无忌的军填策 以及富瑶护条的建议 楚欢是深为欣赏 而且他觉得在当前的形势下 正是适合习官的情况 但是他更清楚 施行军填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仅登记人口以及减地 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筹备 这不是心急的事情 楚欢本身对这种内政事物 并无太多的见解 与魏无忌谈论之时 主要讨论的就是 如何具体施行军填 如何以减地 这是事关习官前证的大事 主欢不太要知道大的方向 而且还要了解如何走这条路 他知道 军填涉及到的事物太多了 万不能草率 这是一种新的常识 具体实施的过程 定是要细心细心再细心 否则若有差池 反倒会适得其反 造成更大的困境 魏无忌自从住进总督府 提出的策略 得到楚欢的欣赏 他便是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干劲 这个世界上 并非有才能就能出人头地 很多胸有大才之人 因为没有足够的施展平台 只能是泯然重任 魏无忌满腔报复 但是遗落走来处处碰壁 如今好不容易遇上欣赏他的楚欢 自然是感激在心 闲缓一报 虽然他对于施行军田 早就有过细致的研究了 但是如今是在西关 自然要针对西关的现状 做出一番周密的部署 需要了解 木下机关整体的土地分布状况 这一点少不得 要研究许多地方官府的详细资料 这些资料 大都是楚欢以自己的名义 从护补司和公补司调阅过来 为了能够让魏无忌安心的做出部署 楚欢甚至将总督府的书房腾出来 交给魏无忌使用 这更让魏无忌感激提灵 征兵方面 有裴济在幕后总栏 军田则是由魏无忌策划 以文艺武相得益整 倒是让楚欢省了不少心 他抽出时间往西峡山视察了一趟 杜甫公负责的工厂建设 速度很快 按照楚欢的设计要求 已经是接近完工了 楚欢欣慰之余 心中却是时常牵挂着琳琅 和盛权第一批人 早已经抵达习惯了 楚欢心中却是牵挂着琳琅 不知琳琅何时 能够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董世珍从马车上下来的时候 天色也就是黄昏时分了 他整了整官袍 抬头看了看门头上的扁额 那是一块黑木金字的大扁 署名总督府三个字 这是楚欢到人前 由龚布斯新做的扁额 只是钱的扁额被西凉人破坏 只能更换这块新的扁额 夕阳与会之下 鞭额上的金字 散着耀眼的光芒 董世珍看了两眼 早有人上前去 向守卫在府前的禁卫军武士说 董世珠求见总督大人 还请通传一下 董世珍是在总督府的正厅 见到了楚欢 刚一入庭 董世珍就已经堆起笑脸 眯着眼睛 拱手笑着说 总督大人恭喜恭喜 上前去 下官参见总督大人 董大人客气了 楚欢含笑说 董大人所说的喜从何来 习官禁卫军名存实亡 如今总督大人重见禁卫军 岂不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董世珍笑着说 下官听说 报名参军的人络绎不绝 原来是此事呀 这确实是件好事 有了禁卫军能够保卫一方平安 立国立民 主官抬手笑着说 董大人请坐 下官就不做了 大人日理万机 下官不好多做叨扰 近日过来 这事有一件小事 叫请示大人 还请大人示下 董世珍恭敬地说 主官呕了一声 问道 董大人所说的小事是指 事情是这样的 董世珍解释道 下官慈母早逝 如今只能在老妇膝下尽孝 本来不是什么大事 只是再过几日 就是老妇七十大寿 为人自惹 心里念着老妇的养育之恩 所以想为老妇作寿尽孝 这是好事呀 主官喊笑说 本都也听说过董大人的孝明 所谓百善孝为先嘛 董大人孝明远波 本都心中很是钦佩呀 让大人见孝了 董世珍叹道 哎 其实啊 早在几年前 下官就对老妇承诺过 到了老妇七十 就要为老妇 做一个整寿 再过几日 老妇便是七十 可是这寿宴 下官却是实在有语呀 主官皱眉 奇怪地问道 这是为何 为人子者 行孝父母 有何犹豫 话虽如此 可是 哎 董世珍又是一声长叹 总督大人哪 如今习惯的近况 你也清楚 许多百姓困苦不堪 下官身为一周父母官 却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 实在是有愧胜上 有愧总督大人哪 董大人太过自责了 主官也是叹了口气 哎 这并非董大人之国 不必如此自责 虽是如此 下官依然是于心不安 如今百姓过成这个样子 下官哪有心情为老妇作寿啊 董世珍无可奈何地笑着说 可是下官当初对老妇有过承诺 又是食言犹愧老妇 那时大不孝 可是如果作寿 不但下官自己心中不安 也难免会有人在背后闲言闲语 会说下官在这种时候 不顾百姓死活 还要穷奢金欲 为老妇作寿 摇了摇头 下官真是左右为难哪 楚欢立刻说 董大人 只是为令尊作寿吗 何谈穷奢金欲了 董大人多虑了 诚如董大人所言 令尊如今七十 孝敬父母那是大善 不说董大人了 就是普通的乡野村夫 也以孝顺父母为荣 令尊的七十大寿 以本多的意思 那是非作不可 绝不证委屈了老人家 董世珍小心翼翼地问道 大人的意思是说 这大寿 非作不可 楚欢毫不犹豫地说 董大人 若是有人在背后 对这次寿宴说散道思 本都第一个便容他不下 本都倒不相信了 向父母敬孝还是错事 董世珍松了口气 深深一礼 啊 下官敬谢大人了 有大人这句话 下官心里就踏实了 大人 老夫最喜欢的一道菜 是北望楼的清蒸鱼头 如果要做寿 下官 下官自然穷了 却还是想花些积蓄 在北望楼 好好为老夫做个大寿 老夫身体这两年不大好 做了这个寿 恐怕就难有下一个整寿了 说到此处 摇了摇头 脸上带着黯然之色 到时候本都会亲自前往 为令尊祝寿的 主管笑着说 董大人就算不请 本都也是要不请自道的 董世珍连忙说 哎呦 大人说哪里话呀 大人能够前往 是是下官的荣幸 下官在这里 带老夫先向大人敬谢 董大人 你我分手同僚 如今习惯困顿 你我精神团结 不要如此客气 董世珍显出了感激之色 张了张嘴唇 终于说 下官还要向大人谢罪 谢罪 主管奇怪地问 罪从何来 董世珍苦笑地说 哎呦 大人哪 不白你说 你出道朔权 下官心中 其实并不是十分福气 斗胆说一句 许多人都说 大人是靠了齐王殿下 才有今日 下官也是俗人一个 道听图书 信以为真 看到大人年纪不大 所以难免对大人 有不敬之心 主管是哈哈一笑 说道 哈哈哈哈 主管确实是年纪太轻了 再出学前 倒让董大人见笑了 大人误会了 董世珍叹道 哎 可是 大人到了西关 虽然时间不长 下官却从大人身上 看到了一望无前的朝气 大人率领西关上下 抗瘟疫 减禁卫军 而且 按照朝廷的法度 将兵库 非法调走的物资 拿了回来 一桩桩事情 下官看在眼里 下官知道 先前对大人有偏见 难没有轻慢之心 一日前来 也是要向大人请罪 还请大人多多海寒呢 楚欢摇头笑着说 董大人 你对我退心致富 我也说句心里话 我其实啊 并不怪你 董大人是前辈 我只希望董大人 能够辅助楚欢 共同为朝廷效命 恨言恨言 董世珍拱手说 日后大人但有所命 下官定当小泉马之劳 又说 今日就不打扰大人了 三日之后寿宴 还望大人到时候 能够光临北望楼 自当前往 楚欢拱手笑着说 董大人 好走 董世珍拱手辞行 出了正门大厅 嘴角已经泛起似冷笑 楚欢看着董世珍 渐行渐远的背影 深情淡定 没有表情 只是眼中 华鬼似异色 他坐了下去 自倒一杯茶 沉思片刻 呼挺的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了 抬起头来 一道靓丽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大门前 上身穿烟云衫 下身是一条烟红洒花裙 一头棕发 披散在肩头 柔美娇俏 鹅蛋脸 性眼洪栽 温贤动人 正是小羊妞珍妮斯 珍妮斯显然来得很急 被上红扑扑的 雪白的脸颊 配上红扑扑的脸蛋 当真是俏力动人 让人心动 最早时候 楚欢看珍妮斯姐妹 穿中原服饰的时候 还觉得有些不伦不类 但是如今适应了 细细看来 这羊妞 穿中原装 异域风味 与中原风情相融合 倒真是别有韵味 珍妮斯 喘气有些急促了 她的烟云衫 本就有些薄 里面是一条 淡红色的抹胸 呼吸之间 发育得极其悠久的苏胸 跟随着上下起伏 这小羊妞 和她的妹妹布兰西一样 身材都是火爆到极致 就算是宽松的群装 也难以掩饰她们 那线条极其优美的身段 珍妮斯姐妹 素来是形影不离 楚欢瞧见珍妮斯 却没见到布兰西出现 有些奇怪 又见珍妮斯气喘吁吁的 忍不住问道 珍妮斯 出了什么事 你好像有些不对劲呢 珍妮斯的神情 有些慌张 见楚欢盯着自己 竟是低下头 不敢与楚欢对视了 只是说 楚 那个 布兰西她 布兰西 楚欢起身来 她怎么了 她不好了 珍妮斯依然不敢 太多看楚欢 她的腿受伤了 腿受伤了 楚欢一睁 有些奇怪 腿怎么受伤了 她现在在哪里 有没有找大夫 府里那位孙大夫 艺术不错 可以找她看看 布兰西说 那个大夫是老男人 她不要再看病 珍妮斯的呼吸 依然急促 楚 你 你可以帮帮我们 去看一下 布兰西吗 啊 楚欢心里 觉得有些奇怪 绝还是点头说 好 我去看看 她刚走出一步 珍妮斯已经说 那你快来啊 转身就走 那腰只扭动 圆润挺翘的臀味 像风中枝花 腰也生姿 竟是不能楚欢 小跑离去了 楚欢有些错愕了 但想着这对姐妹花 可能是姐妹情深 珍妮斯担心 布兰西的腿伤 所以先去 倒也情有可原 她知道 这对姐妹花 住在一个院子里 当下 竟自往那院子过去了 来到院内 还没进屋 就听到里面 出来布兰西的交银声 哎呀 好疼 疼死我了 屋门虚掩着 楚欢进了屋 转到内室前 敲了敲门 这房间的门 也是虚掩着的 里面已经传来 布兰西的声音 是谁啊 是我 楚欢咳嗽一声 布兰西 珍妮斯说 你腿受伤了 我过来瞧一瞧 到底怎么回事 那你 那你进来吧 布兰西 似乎在犹豫 声音焦脆 我的腿 腿 有伤了 楚欢 推门而入 里面扑鼻而来的 就是一股子 厨女的幽香 这对姐妹花 都是厨子之身 身上都是带有香味 二人形影不离 便是睡觉 也在一起 屋内充斥了两人的体香味 倒是理所当然的 楚欢随便扫了一眼 这还是到西关之后 她第一次 来到姐妹花 居住的院子 更是第一次 进他们的闺房 屋里的陈设 倒也不差 桌都有 因为姐妹二人 同睡一张床 所以床铺很大 上面的被褥 也是崭新的 床后是一张 描有白鸟图的屏风 挡在床的另一侧 一具曼妙的身体 此时就靠坐在床上 穿一条荷叶彩莲裙 美妙自然 清理无比 金发美人布兰西 已经扭过头来 看着楚欢 委屈地说 楚 我的腿受伤了 你帮帮我吧 楚欢靠近过去 那幽香味道更是浓郁了 钻入楚欢的鼻中 布兰西甜美俏里 只是柳眉紧素 楚楚可怜地看着楚欢 楚欢不见珍妮斯 有些奇怪 却还是问道 腿怎么受伤了 严不严重 刚才 雨珍妮斯在跳舞 不小心伤到了腿 我好疼 楚 我的腿不知道 是不是断了 你 你帮我看看吧 他楚楚动人地看着楚欢 红顺温润 一对漂亮的蓝色眼眸子 水汪汪的带着一层雾气 配上他那精美至极的脸庞 还有那微微闪动的睫毛 异常的迷人 楚欢站在床边 围中眉头 问道 只有大腿扭着了 嗯 布兰西眨眨美丽的眼睛 好像还有其他地方 好像腰上也扭着了 他咬着烟红的嘴唇 为低下头 向上瞟了楚欢一眼 这靓丽的小羊妞 却是显得妩媚多姿 好疼的 楚 你能帮帮我吗 我不是大夫 如何帮你啊 楚欢叹了口气 嗨 府里不是有一位孙大夫吗 你跳舞扭伤了 问题应该不大 找他过来看看 岂不更好 我不喜欢他 布兰西抬起头 撅起嘴 你若是不愿意帮忙 我也不勉强的 楚欢苦笑地说 哎呀 你那让我如何帮忙啊 布兰西又低下头 眼角余光瞅着楚欢 声音微低 你 你不是学过武功吗 你那么厉害 难道连这点小伤也看不好 楚欢想了一下 问道 嗯 珍妮斯去了哪里啊 我教他推拿的法子 或许能够缓解你的疼痛 啊 布兰西已经抬头说 刚才我和珍妮斯吵架 他不愿意理我了 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哦 楚欢再次扫了四下里一周 猛地瞅见 床后的屏风左侧 拉出一道影子来 楚欢摸着下巴 未沉浸 陡然间瞥见布兰西的眼角 滑过一丝脚侠之色 明白了什么 楚欢的脸上已经显著微笑 竟是在床边坐下 他落座之时 布兰西的身体微微一弹 似乎是缩了一缩 楚欢已经笑着问道 怎么 害怕我吗 布兰西撅起嘴 说道 你有什么可怕的 你又不是虎狼 难道还能吃了我 那也不见得 楚欢似笑非笑地说 并不是只有虎狼可以吃人 有时候男人也可以吃人 而且吃的还是女人 布兰西雪白的脸颊 微微放红嘟囔地说 你不敢 楚欢叹了口气 问道 哪条腿伤了 左腿 布兰西急忙捂住 一条腿的膝盖 楚好疼 我恐怕伤得很重的 是左腿伤了 怎么捂着右腿膝盖啊 楚欢奇怪地说 布兰西一睁 急忙将两只手 放到另一条腿上 对 是这条腿 是我说错了 楚欢几乎无语 你刚才并没捂错腿 你是左腿受伤 开始舞对了 布兰西愣了一下 有些羞脑 却压住性子 将两只手又换回另一条膝盖 我 我疼糊涂了 是 是这条腿 伤得怎么样 很严重 布兰西苦恼地说 动也动不了 楚欢的眼角 又往屏风那边 瞥了一眼 见到头在地上的黑影 微微晃动 更是清楚了 装作若无其事 轻叹道 唉 扭伤了腿 还真不是小事情啊 布兰西 如果只是皮肉之伤 倒也无妨 可是一旦伤筋断骨 那可就十分的危险了 如果不及时治疗 你这条腿 甚至永远无法行走了 啊 布兰西并没有紧张之色 但却还是一副苦恼之态 那可怎么办 楚 我可不想成为瘸子 你那位大哥就是个瘸子 走路很难看 我不想和他一样 裴继也是暂时住在总督府 布兰西与他照过几次面 对裴继的行走方式很有印象 楚欢无奈地说 如果珍妮斯在这里 我可以叫他推拿之法 但是现在 你和他吵架了 要不 我去找其他人 那个 我现在就很疼 你 你不能帮我吗 布兰西急忙说 别人做不好 你自己那么厉害 为什么要让别人动手 男女受受不侵呢 你是未婚女子 本人瞧见 对你的名誉不好 布兰西摇头说 我们罗兰 并不介意男女在一起 我们还可以牵手接吻的 那个 这里也没有其他人 我保证谁也不会进来的 不会有人看见的 楚欢说 当真不会有人来 你当真想让我帮你 当然 布兰西连连点头 贞尼斯说 你是个好人 总会帮助别人 你 你不会拒绝我的请求 对吧 唉 楚欢长叹一声 贞尼斯说的对 我这个人呢 就是心软 天大的困难 找别人求我帮忙 我都不忍心拒绝的 你都不怕 快怕什么呢 再说 现在是智商 实际从全嘛 布兰西 把衣服拉上来 啊 布兰西眨眨眼睛 楚欢只指那条荷叶裙 把群鞠拉上去 让我看看伤势 我连你的伤势都不清楚 怎么给你智商啊 布兰西犹豫了一下 目光似有若无的 往屏风那边敲了一眼 楚欢却已经说 你不愿意吗 没关系 我不强人所难的 只是这智商 好好 我拉起来 布兰西坐整了身体 身体微微前倾 两手将群鞠拉上来 里面穿的 便是一条血色的小裤 包如蝉椅 小裤的裤腿也拉上去 楚欢说 退到膝盖 我看看膝盖伤成什么样子 这 这也需要吗 布兰西脸上红扑扑的 红白相映 娇艳如花 能不能 不能 楚欢摇摇头 你既然让我智商 我就要好好为你智商 拉起来吧 布兰西无可奈何 咬着红唇 终究使两手捏着裤腿 将那血色小裤 慢慢卷上去了 他身体微微前倾 从薄如蝉翼的领口 看进去 肌腹一片血泥酥滑 他虽然不到二十岁 但是小羊牛的身体 却已经是发育的 异常的成熟了 楚欢只瞧了一眼 看到那血泥的胸口 心中竟是一荡 阿翔 这小牛果然是 异于有物啊 只是那七双赛雪的肌肤 中原女子就已经是 屈指可数了 更惊人的是 那肌肤的光滑 不用触摸 只用眼睛去看 此乎就能看出他的滑润来 布兰西有一双白玉如霜 纤细灵秀的玉族 那双脚长白皙娇嫩 手不露骨 红艳艳的扣单 残宝宝式的足指 鲜巧圆润的足踝 每一寸几幅 每一条曲线 都有一种让人痴迷的魔力 随着布兰西将那裤腿 慢慢卷上去 那线条极其优美的小腿 慢慢地显出了庐山真面目 趋于修长 如同鬼斧神功 精心雕琢而成 肌肤百里带粉 娇嫩的惊人 那细腻的肌肤 似乎只要用手指轻轻碰一下 就能裂开口子 可以了吗 布兰西将裤腿卷到了膝盖处 声音带着一次紧张和不安 轻声问道 主欢靠近一些 布兰西似乎感觉有些不适应 条件反射般地往后缩了缩 主欢已经皱眉说 不要动 你的腿骨可能受伤了 动起来可能会让腿骨移味 那就很难移植了 哦 布兰西微低着琴手 筋发耀眼 你看到没有 那伤是看不出来的 主欢说 必须摸一摸才知道 啊 布兰西急忙说 看不出来 那你为何要让我把裤腿卷上来 你这姑娘 中医和你们的医术是不同的 我们讲究望闻问墨 要看伤势 问情况摸一摸 主欢一本正经地说 布兰西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布兰西善善地说 我 我又不是医生 你怎么知道 他想了一想 心下意一横 说道 那 你摸吧 主欢卷起袖子伸出手 快要碰到布兰西的膝盖 布兰西已经闭上了眼睛 主欢问 你害怕 没 没有害怕 我才不害怕 布兰西闭着眼睛 睫毛闪动 你摸吧 我不怕你 主欢的嘴角 滑过一丝笑意 一只手已经搭在了布兰西的膝盖上 入手处果然是滑润逆手 就如同抚摸最光滑的瓷器上 只是瓷器是寒冷的 而布兰西的肌肤却是温暖的紧 布兰西的身体微微一颤 感觉主欢的五指在自己的膝盖轻轻柔动 不知为何 布兰西只觉得一种奇怪的感觉从膝盖处向全身扩散 那种感觉十分奇怪 他出身新语 正如他自己所说 你曾与男子牵过手甚至接过吻 但是却还没有让男人摸过玉腿 主欢是第一个触碰到他玉腿的男人 泛起了一种古怪感觉 是他从前从没有感受过的 他的眼睛忍不住睁开一条细缝 瞧见主欢一只手 正在自己的膝盖处熟练的揉捏 很轻柔 猛然间感觉到腿部一麻 布兰西哎呦叫了一声 拾声道 你做什么 做什么 主欢抬起头 再治你的腿啊 还能做什么 那那你为什么用力捏我 布兰西眼睛睁开 瞪着主欢 你为什么那么用力 不用力 我怎么知道 你的腿骨有没有折断呀 主欢笑着说 怎么了 不习惯吗 他收回手 就是起身来 如果受不了 我去找其他人 转身不要走 布兰西并没有立刻阻止 而是将头撇向了床后 向屏风那边敲过去 却见到珍妮斯的脑袋 已经从屏风后面探出来 脸上 竟是带着一种获胜般的笑容 布兰西狠狠地瞪了珍妮斯一眼 很快转过头去 见到主欢快走到房门处呢 立刻哎呦叫了一声 声音停上去十分的痛苦 主欢停下步子回过头来 问道 怎么了 腰 布兰西楚楚可怜地说 楚 你莫丢下我 我的腰好疼 不但腿受伤了 我的腰也受伤了 你 你过来帮我看看 楚欢停了 哎 布兰西啊 膝盖看看不打紧 可是那腰 实在有些不方便啊 布兰西一咬牙说道 没有什么不方便 这里没有别人 你只是为我智商 你过来帮我看看腰 女人拥有一件 得天独厚的武器 那就是他们的身体 不需要付出太多 甚至只要一个姿势 或者一个动作 就能够让男人斗志全销 特别是美丽的女人 这件武器的效用 就更是强大了 英雄难过美人观 古往今来 许多纵横天下 所向披靡的英雄好汉 血里来火里去 很难有敌人将他们击倒 可是道德最后 却偏偏屈服在 女人的石榴裙下 美人的风情 有时候 就是可以抵得过千军万马 不得不说 布兰西确实是一个 罕见的美人 她的美丽出自天然 而且是异于风情的美 虽然年纪不算很大 但是肉体 却已经完全成熟了 女人骨子里 带有的魅惑风韵 布兰西也并不缺乏 楚欢不知道 自己算不算英雄 但是布兰西这般姿势 确实让任何一个男人 都会怦然心动的 只是她很快就定住心神 龙象精玄妙无双 静心宁气 不但对身体 有着极强的改造功效 而且对情绪的波动 也有着极佳的控制作用 楚欢眨眨眼睛 忽然走到房门边上 一抬手 却是将房门的门栓给拴上了 拴上了一刹那 那嘎嘎一声响 让布兰西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看到楚欢拴上了门栓 眼中划过紧张之色 她跪趴在床上 回头这一望 更是动人心魄 楚欢缓步走过去 布兰西忍不住问道 你为什么要关上房门呢 你想做什么 她的姿势本就诱人 再加上有些害怕的表情 以及紧张的语气 更是让人心中荡漾 楚欢带着微笑 已经问道 是腰部扭伤了 布兰西 见到楚欢靠近过来 身体动了一下 似乎想躲闪 但是只动了一下 却并没有移开 低下头似乎看什么 眼角余光 瞥了那屏风后面的影子一样 一咬牙 再次转过头来的时候 虽然屋子是楚楚可怜的模样 但是眼眸子里的紧张之色 已经消去了 反倒是显出了 魅眼如死的神色来 声音微甜 是 是腰部 伤了 你帮我瞧一瞧 楚欢说 腰部如果受伤 那就更加严重了 已经走到布兰西的身边 煞有其事地说 如果腰骨出了问题 可能就会终身痪瘫 比膝盖受伤 要严重得多了 布兰西眨眨眼睛 问道 那 你该怎么办 先要疏通腰部的瘀血 我可以肯定 如果你的腰部扭伤了 别让有瘀血在里面 楚欢一本正经地说 布兰西 你当真要我为你治伤 当然 否则也不会让你过来的 那 咱们可说好啊 一切都只是治伤 待会儿 你可不要说什么男女有别 楚欢叹道 真要治伤 不能半途而废 可不能治疗一半 你就要停下来啊 布兰西 撅着饱满滚圆的翘臀 说道 你 你快些就是 楚欢深吸一口气伸出手 将那群鞠更是往上面撩了一些 甚至将上面的小衣 也向上卷起一些 显出如羊柳般的小漫腰来 布兰西 有些不安的扭动一下腰肢 摇曳生姿 啪的一声 布兰西啊的 惊叫一声 扭头过来 如同被激怒的小母士 你 你做什么 没什么 打我 你打我屁股 不要动 楚欢严肃的说 并不是打你 而是要活血 你要见有鱼血 鱼血必须属同 否则 鱼血进入断骨之中 回天无力 布兰西也不知道 楚欢说的是真是假 但是 楚欢一巴掌 拍在她的屁股上 她只觉得 自己的翘腿热拉拉的 感觉十分的奇怪 轻声道 要 要属同鱼血 必须 必须要这样吗 我指挥长的法子 主观摇头 轻弹道 我不是专业的大夫 但是我保证 我的方法应该很有效 对了 你不要多说话 我帮你属同鱼血 说完 不等布兰西答话 又是一巴掌 打在布兰西的翘腿上 布兰西咬着牙齿 有些恼怒的说 不需再打 主观说 不需要我治疗 你 布兰西为之语色 她的腰部 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了 前番她口口声声说 楚欢喜欢男人 不喜欢女人 为此与珍妮斯争执不下 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没有办法 布兰西再想出一个方法 来证明楚欢对女人 并无多大兴趣 只喜欢男人 为此她与珍妮斯 立下了赌约 如果证明楚欢不喜欢女人 只喜欢男人 那么布兰西就赌胜了 自此以后 珍妮斯就必须称呼 布兰西为姐姐 反之 如果楚欢 却是对女人有兴趣 那么就证明 楚欢并不喜欢男人 从今而后 布兰西反倒称呼 珍妮斯为姐姐了 这样的赌约 在外人看来 十分可笑 但是对这对姐妹花来说 那可是了不得的赌注 两人一母所处 是双胞胎 所以打从懂事的时候开始 两人就为谁长谁幼 政治不休 为此经常吵嘴 谁也不服谁 在两人的心中 能够成为对方的姐姐 压过对方 那是人生中最大的快事了 而做妹妹的 那必将是一生中最大的失败 天大的耻辱 两人拿出这样的赌注来 非同小可 所以这对姐妹花 都是不甘失败 今次就是按照布兰西的方法 由布兰西亲自作为诱饵 色诱楚欢 如果楚欢当真对布兰西行动 意图非理布兰西 那就证明楚欢喜欢女人 珍妮斯将取得胜利 为了让赌约公平公正 布兰西作为诱饵固然在场 珍妮斯却必须是亲眼目睹 所以珍妮斯叫过楚欢 早早就回到屋内 躲到了屏风的后面 其实此时屏风后面的珍妮斯 也有些紧张 只怕楚欢真的挡住了布兰西的诱惑 不去侵犯布兰西 自己也就输了 按照事先的约定 布兰西必须尽可能地展现自己的风情 色诱楚欢 如果布兰西始终浑身解数 楚欢都没有上钩 那就证明布兰西所说的是对的 刚才楚欢差点离开 布兰西心中欢喜 但是屏风后面的珍妮斯探出头来 布兰西从珍妮斯的眼中看出不服气 他也知道 自己使出的力气实在太小了 如果就这样让楚欢离开 珍妮斯一定不会服气的 没有办法 只能按照事先的约定 加大了力度 此时楚欢一只手轻轻拍打他的臀儿 按理说 这已经是大大的侵犯了 可是楚欢的理由 又是那么的铿锵有力 拍打臀儿只是为了疏通淤血 这让并不懂得医术的布兰西是无言可辩 无可奈何之下 只能任由楚欢在自己的翘臀上轻薄 楚欢上次已经在贾山后面 听到这对姐妹花的谈话了 对此时已经是心智肚明 他知道布兰西在后面说自己坏话 心中是好气又好笑 本也不想在这里耽搁时间 不过想想这布兰西调避导弹 这次倒可以借这个机会 好好地教训一下 让这小羊妞以后老实一些 楚欢的手掌打在布兰西的臀上 心里一开始想着 你这小妮子在背后说散道次 打你屁股 以示惩戒 只是轻轻打了五六下 半边臀半 竟是已经泛红 透过薄薄的小裤红颜如鞋 楚欢知道布兰西的肌肤细嫩娇腻 却想不到如此娇嫩 竟然经受不住这几家轻拍 倒也不忍心继续打下去了 探手放在布兰西的腰椎处 那腰枝纤细 肌肤光滑润手 楚欢在腰椎处轻轻地揉了揉 问道 是这里疼吗 布兰西心想不出大力气 珍妮丝必然不服 既然要赢她 就要让珍妮丝心服口服 轻声说 还在 还在 下面一些 楚欢眼角余光 也是往屏风那里瞥了一眼 笑着说 不急 咱们慢慢治疗 两根手指顺着腰椎骨 往下慢慢移动 她此时站着 看得十分的清楚 这小羊妞的腰肢 不是特别的纤细 但是到了胯骨处 线条便舒展开来 或许西域姑娘的身体线条 本就与中原女子不同 平日里看上去 楚欢只知道 这对姐妹话的臀儿 十分的挺跳 可是此时却看得明白 因为纤细腰肢的衬托 便显得臀儿异常的饱满 布兰西 你要记住 咱们是在智商 楚欢的两根手指 已经移到了小裤边缘 不要胡思乱想 我能治好你 说话时 一根手指 已经勾住了 布兰西的小裤腰带 进行一提 没等布兰西来得及反应 已经往下一拉 布兰西惊声一叫 迅速地就捂住了自己的嘴 屏风后面的珍妮斯 也有些吃惊了 但是他听楚欢说话 楚欢的声音 一直都是平静淡定 并无任何行谢的语气 珍妮斯只当楚欢是 真的是相信布兰西受了伤了 所以在为布兰西 一本正经的智商 其实在珍妮斯的心里 楚欢自然是一个大大的好人 是正人君子 他其实还有些担心 今日布兰西的色诱 未必能够成功 原因 未必是因为楚欢不喜欢女人 而是因为楚欢是个手里的浅浅君子 他的心理其实异常的复杂 与布兰西的姐妹之争 珍妮斯自然不敢失败了 固然使他无法接受 从今以后要尊布兰西为姐姐 更为紧要的是 他竟是害怕 楚欢真的会喜欢男人 而不喜欢女人 楚欢如果今日在色诱之下 真的侵犯布兰西 珍妮斯自然是赢了 可是他却不希望楚欢 真的是那种容易被色欲引诱的男人 他心中的楚欢 堂堂正正是个男子汉 不会轻易被女色索迷的 他甚至在想着 如果楚欢真的侵犯了布兰西 自己是不是该冲出去 相比布兰西 珍妮斯考虑的事情 更复杂深远一些 珍妮斯知道 故国要在万里之外 虽然楚欢几次承诺 一旦有机会会从他们回归故土 但是他心中很清楚 此生回归故土的可能性实在很低 自己和布兰西 恐怕又终老在中原了 对于女人来说 第一个要考虑的 自然就是终身的归宿问题 这一点 珍妮斯自然也不例外了 虽然他与布兰西 为了姐妹之争 时常吵架 但是从骨子里 珍妮斯自然是对自己 这个双胞胎的姐妹 十分的关心的 他一直都在为布兰西 考虑着在中原的最终归宿 毫无疑问 在珍妮斯的内心深处 如果说有一个男人 值得他信任 那就只能是楚欢 他自己心中一直都在想着 如果能将布兰西交托给楚欢 布兰西定然是一生幸福的 只是 这个想法如今在他看来 却越来越遥远了 虽然在罗兰帝国 他们的身份很尊贵 可是在中原 无依无靠 两人只是很普通的弱女子 而楚欢步步高升 如今已经是一道总督了 在珍妮斯的眼中 楚欢已经是中原帝国 了不起的大人物了 布兰西只是落难异国的弱女子 恐怕已经无法匹配楚欢了 如果楚欢今日真的要对布兰西做些什么 珍妮斯甚至想着 自己还是不要出现的好 他来到中原不久 可是也明白中原女子对真操看得异常的重要 一般而言 女人的真操都是交给自己能够托付一生的人 如果楚欢今日真的要了布兰西 他觉得 楚欢一定能够对布兰西的后半生负责 屏风之后 珍妮斯心中复杂 千头万绪 这边布兰西眼眸的肿 已经显出惊恐之色了 楚欢两根手指已经恶作剧般的 将布兰西的小裤退下 但是眼睛却没有看过去 布兰西已经伸手去拉住自己的裤腰 似乎是担心将小裤全都退下去 他自是又嗅又挠 扭动腰肢 楚欢却感觉自己的手指痒痒的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触碰自己的手指 毛茸茸的 他不好去看那里 但是心里已经明白过来了 如果不出意外 是布兰西腿缝间的芳草 触碰到了自己的手指了 你要做什么 布兰西脑袋 放开手 楚欢依然镇定地问道 布兰西 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布兰西一争 不明白楚欢的意思 楚欢已经说 你的腰真的扭伤了 我 布兰西脸上一红 当然是 当然是你有伤了 你放手 你 你是大坏的 如果是真的伤了 就要活血 我说过 你不要胡作乱想 在我的眼中 你现在只是个病人 不是姑娘 活血 为什么要脱下我的裤子 因为衣血 现在已经通了不少了 只要揉揉屁股 用不了多久 就能将衣血活开了 楚欢肃然地说 我脱下你裤子 是更好地为你活血 你 你还要扔我屁股 当然 不 不要 布兰西虽然正强好胜 但是毕竟是姑娘家 固然比中原女子 要开放许多 但是 为一个男人脱下裤子 终究是羞扫得紧 哪里敢让楚欢 再揉自己的屁股呀 我 我自己来 你确定你自己可以 可以 你放手 布兰西紧紧拉着自己的苦腰 生怕再被楚欢推下去一点 楚欢叹了口气 终于松开手 布兰西已经回过头来 恨恨地瞪了楚欢一眼 楚欢摸了摸鼻子 轻声自语 果然 也是金色的 你说什么 没有什么 主欢拉过旁边一张椅子 快些活血吧 布兰西犹豫了一下 还是一只手塞进了裤内 见主欢盯着自己的臀儿 立刻说 你转过头去 我是大夫 主欢义正词严地说 你当治病救人是儿戏吗 我不看着你 怎么知道 你有没有搞错呀 你 布兰西无可奈何 楚欢也是血肉之躯 只感觉到自己身上的血液流动的快了许多 心跳有些快 知道 再待下去也是一种煎熬 他只想着借此机会好好整治布兰西一番 只是 这整治来整治去 自己反倒是起了一些反应了 知道此地不已久留 呼的站起身来 故意做出错愕的声音说 诶 珍妮丝 你怎么在那里 布兰西一愣 珍妮丝在屏风后面 正想着些胡乱的事情了 主欢的声音突然传到耳朵里 他调见反射般的啊了一声 声音出口 就知道事情不好了 一时间有些慌乱 布兰西的性格有些急 听到珍妮丝发出声音 气恼地说 珍妮丝 他瞧见你了 珍妮丝尴尬无比 从屏风后面出来 主欢笑着说 你 你真在这里 珍妮丝的头吹得更低了 满面通红 布兰西此时再也装不下去了 从床上跳下来 赤着脚还没说话呢 主欢已经拍手笑着说 布兰西 我说过 我一定可以治好你的伤 你瞧 下床的时候 你动作灵敏 你的腿伤和腰伤都好了吗 布兰西一睁 顿时也尴尬无比 楚欢见到姐妹花 都是尴尬颜色 不好再让她们难堪了 笑着说 好了 伤好了 那就没事了 布兰西 你系好了 多揉揉屁股 可以活血 布兰西休脑得紧 顺手抓起枕头 朝楚欢砸了过来 楚欢是哈哈一笑 伸手结果 放在旁边的椅子上 冲着布兰西笑着说 布兰西啊 你不用猜了 我不喜欢男人 只喜欢女人 特别是 你这样的美丽姑娘 今日你输了 如果珍妮丝 今日不在这里 我或许真的要吃了你 哈哈 你 你怎么知道 布兰西惊讶地说 这是总督府 我是这里的总督 你觉得我自己 府里发生的事情 我都不知道 那岂不是太愚蠢吗 楚欢笑眯眯地说 你 布兰西美丽的眼睛圆睁着 因为气恼而呼吸急促 饱满苏兄上下起伏 颤巍巍的双峰顶起一斤 亮点似乎也凸起了 气鼓鼓地说 你知道 没什么 还装我作样 我就想看看 你是不是准备诱惑我 楚欢笑眯眯地说 布兰西 你的手段还是太弱了 摇头叹道 这么漂亮的姑娘 风情浅缺太多呀 展颜一笑 不过 能让你舍得露出屁股来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滚 布兰西恼羞成怒 楚欢哈哈大笑 大笑省中已经开门而去了 都是你的错 布兰西转向珍妮斯 是你告诉她的吗 她怎么都知道 当然不是 珍妮斯立刻说 我怎么知道 她会知道 她说了 她喜欢女人 你说了 我 布兰西急忙说 可是她并没有 诶 珍妮斯轻叹道 她也说了 如果我不在这里 她就会 你听到的 布兰西脸上一红 瞅了房门一眼 再压低了声音 问道 你说 如果 如果你真的不在 她 她真的会 真的会对我 珍妮斯看着布兰西的眼睛 反问道 那你希望 她对你那样 不希望 布兰西看似说的 斩钉截铁的 但是目光却很快 再次敲响了 那敞开的房门了 一只手 摸着自己的屁股担子 眼中泛着奇怪的神色 北望楼外 重兵把守 今日是岳州支州 董事贞的老父亲 七十大寿 董事贞早有通知了 北望楼今日 不接待任何客人 被董事贞包了场子 专门在这里作售 北望楼 楼高三层 岳州支州的父亲 坐大寿 起来参加寿宴的人 自然不是少数了 城里的士神官吏 不少都是接到了请柬 专门过来助寿 董事贞实现吩咐过 参加寿宴 只是让老爷子的寿宴热闹一些 任何人都不能送礼 一开始 大家都以为这是说笑 但是当第一个 前来北望楼 参加宴会的客人 被搜身之后 众人才知道是真的 按照董事贞的话 所有参加寿宴的客人 不要带进任何东西 只要带进一张嘴 就可以了 为了展现董大人的青年 所有前来敷衍的客人 都要在北望楼大门前 将被来的鹤里 先放在门外 寿宴结束 再自领回去 参加宴会的人 着实不少 便是连西官七姓 也接到了请柬了 一开始 西官七姓的人 倒在犹豫 但是当知道 楚欢也会赴宴的时候 西官七姓 这才派人前来 城中的世神官吏 无非也分为两派 一派是诸党的人 一派则是楚欢的人 诸党的领袖 东方姓和董事贞都在 楚欢也亲自赴宴 大家自然也没有什么 好犹豫的了 三层楼都坐了人 东方姓到场的时候 楚欢竟然比他还要早到 楚欢是一道总督 坐在客座最尊贵的位置 身后就是一扇窗户 像楚欢这样的身份 自然是被安排在三楼了 东方姓这次 倒似乎很懂事 来到之后 竟是镜子到了楚欢身前 拱手说 楚总督 今日东老太爷寿宴 末将定要多敬你几杯 主官微笑着 断起酒杯 说道 东方将军海量惊人 饮上几杯倒也无妨 但使已仅是几杯而已 本多酒量有限 确实不能陪东方将军 偿吟的 大人自签了 东方姓靠近了一些 韩笑说 前几日对总督大人 独有得罪 总督大人切莫放在心上 得罪 主官故意问道 发生了什么 东方姓说 就是那批物资 不等东方姓说完了 楚欢已经含笑白手说 哎哟 东方将军若是不提啊 本都已经忘记了 东方将军 那都是小事 你我都是为朝廷办柴的 或许在公务上有些摩擦 但是并无私人恩怨 咱们公私分明嘛 当日本都若有不妥之处 你东方将军也不要见怪 哪里哪里 东方姓展颜笑着说 总督大人平心而论 东方姓佩服的人不多 但是如今对总督大人 却是十分佩服 临危不乱 是条好汉子 我就敬重你这样的人 东方将军过奖了 主官白手笑着说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不提也罢 来将军在这里坐 你我也好好饮酒 说完 楚官指指自己的左手 那里摆了一张案 按照地位 也确实是属于东方姓的位置 东方姓点头笑了笑 就在楚官的左手坐了 三楼也安排了二三十名宾客 挤挤一堂 不少人都在闲聊 声音未有些嘈杂 楚官和东方姓在那边低声说话 不少人并没有听到说些什么 只是见到两人面带笑容 看上去似乎相谈甚欢 众人心里都有些疑惑 按想都说楚官与东方姓是如水火 就在几天前 楚官更是带人从昆子营夺会了大批物资 大折东方姓的颜面 为何今日这两人看上去 却显得十分的亲密呢 有些了解东方姓的人心下也都是暗暗纳闷 须知 这东方姓自始功劳 傲慢自大 是个眼高于鼎的人物 他既然与楚官视如水火 今日却能笑脸相谈 实在是大为本性 三楼的宾客主要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除了年迈的士绅 也有不少年迈的官吏 今日是董老太爷大寿 主席位安排在三楼 所以董事真尽可能的将年迈的士绅官吏 安排在三楼 楼梯口传来脚步声响 人为志 董事真的声音已经传过来了 多谢多谢 今日承蒙诸位官兆 见了参加家父的寿宴 实在是感激不尽啊 声音之中 董事真一身紧袍 已经从楼梯口偏然而出 在场众人不少都起身来 董事真面大微笑 一双小眼睛眯着连连向左右还礼 来到楚欢面前 已经攻身拱手说 总督大人 您大驾光临 家父听闻实在欢喜啊 老太爷如今何在 楚欢笑着说 我等是要向老太爷祝寿的 很快就到了 董事真的脸上洋溢着喜庆的笑容 家父先前在家中收拾 如今正在赶来的路上 有些惭愧的说 让诸位久等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楚欢嚎嚎笑着说 今日是老太爷骑士大寿 那是最大的事情 老太爷为大 大家都要等一等 东方姓也汗手笑着说 正是如此 向董事真说 前前还以为 董大人要在自家府里办寿宴 却不料来到了这里啊 董事真笑着说 东方将军应该知道 这北望楼的清争鱼头 是数权一绝 家父最爱吃的一道菜 就是这里的清争鱼头 本来 也想过请大伙去寒舍做一做 不过家父很少出门 成日里憋在府中 正好趁着此寿宴 到这里来透透气 清争鱼头从这里做出来 那才是最地道的 不错不错 东方姓摸着粗须说道 清争鱼头我也爱吃 楚欢问道 东南海鲜西北肉 本都对西北的山野兽肉 是久仰大名啊 倒是不知道 这边的鱼头也十分出名 董事真喊笑说 大人有所不知啊 西北固然多山 但是有不少河流 特别是咱们越州境内的康虎 里面插有大头鱼 鱼身很小 鱼头却很大 烹饪出来异常的鲜美 哦 原来如此啊 楚欢笑着说 即使如此 今日得了老太爷的福音 我也来尝一尝 这清争鱼头 听得楚欢说起了清争鱼头 董事真笑着说 这清争鱼头的做法 可是复杂得很 整个西北 能将大头鱼做得鲜美至极的 也只有这北望楼的大厨了 哦 楚欢奇怪地说 如此厉害 待会儿 下官将大厨叫过来 向大人详细介绍这道菜 董事真微笑地说 大人听他讲解之后 就知道这道菜 彭仁其来的复杂了 楚欢点头说 嗯 如此甚好 就在此时 却听得声音说 老太爷到 三楼众人顿时都起身来 只见到一名丫鬟 扶着一位老者出现了 老者白发垂鬓 黏玉骨西 身上穿着崭新的兽袍 左手被丫鬟搀扶着 右手助力而拐杖 董事真急忙迎上前去 搀扶着董老太爷的右手 众人纷纷向董老太爷拱手行礼 这老太爷看上去 有些老眼昏花 人多眼杂 他只是不停地点头 在董事真的搀扶下 坐上了主位 董事真扶着老太爷坐下 众人又是一片道贺声 董事真走到楼梯口 招手让伙计靠近过来 吩咐开始上菜 董老太爷坐寿 董事真宴请宾客 这菜肴自然是极好的 只是片刻间 好酒好菜就都送上来了 董事真此时坐在楚幻的右手 笑着说 大人哪 最后上来的一道菜 就是清蒸鱼头 下官已经安排好 让这里的大厨 亲自为大人端上来 楚幻笑着说 客气客气 端起酒杯 起身说 主位 今日是老太爷七十大寿 大家聚在一起 实在难得 来 本都提这一杯酒 大家一同向老太爷敬一杯 恭祝老太爷 服务如东海 手臂难伸 宾客拒动端背 而起 敬向老太爷 北望楼正门之外 平西将军府的亲兵队长 好通 腰间配刀 申请冷军 伸入镖枪 站在北望楼的大门外 左右两边都是今日的平西将军府的护卫 轻一刺甲咒在身 腰间配刀 好通的手 自始至终 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刀柄 他的部下见怪不怪了 谁都知道 好通是东方县的心腹 这人似乎永远都在保持着最高的警惕 很难看到他稍有松懈的时候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 好通的刀控 他的刀一旦拔出来 往往就是见血的时候 你是好通 好通正在全神戒备呢 身后忽然传来声音 好通并没有回头 但是一只手已经搭上了他的肩膀了 好通握刀的手微微动了动 微扭头 身边已经多出了一个人来 那人也是一身夹皱 没有戴头盔 年纪很轻 脸上带着笑 我是好通 好通点点头 你知道我是谁 那人笑盈盈地问道 他说话之时 一股酒气喷涌而出 那张脸上红彤彤的 人谁看到都知道 这人定然是喝了不少酒了 好通点点头 你是血盈盛财 那人哈哈一笑说道 哈哈哈哈 你果然认识我 血盈世家 是帝国第一武巡世家 血盈将军曾经单枪匹马 斩杀右臀 为吴勇将军持功度 自视天下皆知 好通平静地说 我杀的 不是什么右臀卫将军 而是一名反贼 血盈省才叹道 唉 来到西北 我听说了你的名字 你是东方将军身边的卫队长 都说你有一身的好本事 所以我想认识你 我们已经认识了 好通的身体 动也没有动 血盈将军 今日是贵客 还想继续用艳 今日董老太爷大寿 主欢固然前来赴宴了 宣元圣才却是得到了邀请 宣元圣才的官位未必很高 但是谁都不敢轻视这样的人 他是帝国第一武巡世家的成员 是天下第一神功宣元少的堂弟 这一样的人物 无论出现在哪里 都会让人刮目相看的 宣元圣才被安排在一楼 此时他已经饮了不少酒了 看上去已经有了醉意了 拉住好通握刀的手 笑着说 来 你陪我喝几杯 好通摇头说 说今日不宜饮酒 功务在身 宣元将军还请见谅 宣元圣才的眉头皱起 问道 你是在拒绝我 好通凝视着宣元圣才的眼睛 淡定的说 是 宣元圣才叹了口气 说道 你可知道 我请人喝酒 到现在为止 还从没有被人拒绝 你是第一个拒绝 陪我喝酒的人 好通平静的说 功务在身 还请赎罪 如果 我非要你陪我喝呢 宣元圣才锁起眉头 莫非 你看不起我 将军是第一武勋世家之人 能够认识将军 是我的莫大荣幸 好通说 但是今日只能拒绝将军的好意 改日再向将军赔罪 宣元圣才摇了摇头 一字一句地说 我宣元圣才请人饮酒 从不接受拒绝 今日也不能在你这里破例 好通的眼角 微微动了动 便在此时 宣元圣才的身后 毕竟有人说 宣元将军请你饮酒 是给你面子 你若不饮 就是不给我们面子 那人是宣元圣才的部下 此番楚欢赴宴 宣元圣才 也是带了数名 禁卫军武士前来护卫 都是在一楼赴宴的 北望楼三楼上 宫筹交错 众人都是有说有笑的 董世珍似乎对楚欢前来 十分的欢喜 连连向楚欢敬酒 倒像楚欢是这次 寿宴的主角一样 清蒸鱼头 楼梯口响起声音来 只见那一名男子 手中拖着木盘 木盘之上 放着热气腾腾的清蒸鱼头 董世珍已经起身 招手说 来来来 在这边 那人端着木盘 往这边过来了 董世珍已经含笑说 大人哪 这就是北望楼的招牌菜 清蒸鱼头 往那男人说 你是北望楼的这位大厨 男人点头说 回大人话 小的是这里的大厨 这清蒸鱼头 是小人亲自烹调的 快端过来 让总督大人尝一尝 董世珍急忙张罗 众人看在眼里心想 以前董世珍和楚欢的关系并不好 或许董世珍也觉得不与总督针锋相对 所以想见这次寿宴与楚欢搞好关系 那人上前来放下木盘 长行的碗碟之中 放着热气腾腾的清蒸鱼头 香气四溢 特别是那鱼头 几乎占据了整个碗碟 果然不会大头鱼之名 董大人 今日是老太爷首言 这一份鱼头 该敬献给老太爷才是啊 楚欢含笑说 若是这第一份就放在本都这里 到有些喧宾夺主之嫌了 董世珍忙笑的说 大人客气了 家父得知大人今日亲自赴宴 十分欢喜 换作家父 也是想将这第一份鱼头献给大人 楚欢笑的说 如此实在有些过意不去了 董世珍已经向那大厨吩咐到 总督大人对你这门手艺十分的欣赏 听说这清蒸鱼头放眼西北 只有你做的最地道 小的不敢夸大 但是在岳州 小的真的找不出 比小的更熟练的厨子 大厨颇为自信的说 这鱼头 碰条成功 需要祈祷工序 而且要添加数种佐料 伸出手指指着鱼头 大人且看 这鱼头的肉质十分的鲜嫩 活活必须掌握到最佳 而且碰条的时间 必须严格把关 楚欢 似乎是在仔细聆听 微微汗手 董世珍听到大厨 在介绍不动声色之中 已经退后了两步了 他小眼睛眯成一条缝 眼角写向东方信 只见东方信 短左席间 似乎也在仔细聆听了 但是他分明瞧见 东方信的眼角 在微微抽搐 那眼眸子之中 也隐隐现出了 异样的神色 咔嚓 一声响 众宾客没有反应过来呢 三楼的楼顶 却陡然间裂开了 点光火石之间 一道黑影 已经从天而降 黑金面罩飞扑而下 东方信神色一紧 眼中划过了喜色 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董世珍已经后退两步 轻声道 不好 有刺客 几乎是同一时间 那名大厨的手 已经迅速探出 一根手指 点向那鱼头的鱼嘴 鱼嘴张开 他一根手指 直接探进了鱼嘴之中了 凌空而下的黑刺客 手持利刀 正从楚欢的正上方落下来 楚欢的神色一紧 双目划过利色 他的注意力 并没有放在头顶 而是全神贯注地 盯着那大厨 那大厨的手指 探向鱼嘴之时 楚欢是一声力喝 竟似乎早就有了 准备了侧身闪躲 那大厨的手指 探到鱼嘴中之后 从那鱼头之内 数点寒星值 打向楚欢了 只是 楚欢闪躲的速度惊人 而且早有准备了 在手指还没有探进鱼嘴之内 时 他的身体就已经动了起来了 叮叮叮 树声响 从鱼头之内打出来的寒星 尽数没住了楚欢身后的墙壁之中 那大厨显然也没有料到 楚欢竟然早有准备 更没有想到 楚欢闪躲的速度 竟然是那样的迅速 双眸划过了惊异之色 东方信的目光 并没有注意那大厨 而是第一时间盯住 从天而降的黑刺客 瞧见那黑刺客 从楚欢头顶落下 东方信双拳卧气 眼眸的之中带有兴奋之色 只是很快 他眼中的神色 瞬间就变了 显出了吃惊之色 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从天而降的黑刺客 那身影正是赵信 按照原计划 赵信的目标直取楚欢 可是此时他却发现 赵信却并没有进攻楚欢 在楚欢躲过暗信的一瞬间 黑衣刺客已经落在暗上 双腿一灯借离向前 长刀如电 竟是直取董事贞 东方信一时间愣住了 便是那已经后退两步的 董事贞的脸上 也显出了惊骇之色 赵信的目标不是楚欢 也不是东方信 竟然是董事贞 董事贞瞳孔收缩呀 他本以为一切都在他的布置之中 可是此时他却骇然发现 事情完全在他的掌握之外 他实在闹不明白 赵信这把刀本该是刺向东方信的 却为何指向了自己 长刀如电 董事贞知道事情不妙 转身不要跑 只是赵信借助桌面之力 快如闪电 董事贞还没有跑出两步呢 就感觉背脊一凉 长刀已经从他的背后刺入了 董事贞只能感觉到身体是一阵的剧痛 这把刀锋利无比 低下头时 董事贞已经瞧见 刀锋从自己的胸口贯穿而出 东方信知道事情出了变故了 他一时也想不通到底哪里出了纰漏了 跑到窗口边 立声高喊 刺客 抓刺客 今日是董老太爷寿宴 东方信虽然是武将 但是也没有配刀服役 赵信一刀贯穿董事贞 在场中人除了寥寥几人 当然没有人知道 这名刺客就是兵部司主使赵信 楼上虽然一有二三十人 可大都是年纪老迈的宾客 谁也料不到一场寿宴 竟然演变成一场血腥的刺杀了 不少人已经惊呼着找地方夺起来了 唯恐殃及吃鱼 自家里顿时乱作一团 董老太爷亲眼瞧见 董事贞被长刀贯穿了身体了 抬起手 口中发不出声音 喉咙里咕咕的响了两下 一头扑倒在桌面上 满桌的菜肴乱成一团 只是此刻人心惶恐啊 就是那搀扶他的小丫鬟 也已经惊叫着闪躲到一旁了 谁也顾不得这位老太爷 北望楼正门处 好通竟听到顶楼出现变故了 更是听到东方信的吼叫声 这是事先约定好的暗号 好通知道 东方信只是招呼自己赶紧带人上去 只是 此时 轩原圣才拉住了他的胳膊 他竟是脱身不得 反倒是瞧见 屋内庶民禁卫军武士飞奔上楼 心下大击 此时也顾不得 轩原圣才是五寻世家的子弟了 立声道 撒手 一甩手想要挣脱轩原圣才的手 不过轩原圣才岂是泛泛之辈 他虽然甩手 却挣脱不了轩原圣才 轩原圣才就如同牛皮糖一样 撕缠住他 口中带着醉意 说道 我瞧的少女 请你喝酒 你却这样带我 怎么 想动手吗 好通知道 楼上事态紧急 陈声说 楼上有刺客都冲上去 握刀的手臂 被轩原圣才死死拽住 想要奋而拔刀 可是轩原圣才的另一只手 竟是已经扣住了好通的手脉了 轩原圣才的声音也变得森然起来 双目如冰寒光乍现 冷声说 今日若是不陪我饮酒 我看谁敢跨进去一步 恰好 好通一名手下正要闯进去呢 轩圣才已经抬起一脚狠狠踹在那人的腰眼了 那人料不到轩原圣才竟是说动手就动手 猝不及防 哎呦叫了一声被踹翻在地了 好通手下一众护卫都是骇然变色 瞬间都是怒目相识 已经有人瞬间拔出刀来了 轩原圣才带着冷笑面无所惧 此番他带了七八名禁卫军武士先来 数名武士已经飞奔上楼 却还有两名禁卫武士跟在他身边 一左一右拦住了大门 中护卫拔刀之时 两名禁卫武士也已经拔刀在手 立声喝道 谁敢动手 一楼大厅赋宴的宾客 先前都已经瞧见 轩圣才在这边纠缠好通 轩原圣才是轩原十家子弟 而且是总督身边的部将 而好通是东方信的亲信卫队长 这两人身份特殊 谁也不敢上前劝阻 众人乐得坐山观火 等着看一场好戏 只是此刻变故丛生 双方人手竟然拔刀相向 不少人已经变了颜色了 好通对东方信忠心耿耿 今日大事 想不到竟是被轩原圣才 横里杀出来缠住了 他心中只觉得事情古怪 只怕坏了东方信的事情 握刀的手臂被轩圣才扣住了 再也顾不得其他了 另一只手已经握拳 朝着轩圣才狠狠打过去 立声喝道 滚开 他一出拳 轩圣才双眉一扬 一直手臂抬起 也照着好通打了过来 董世珍被长刀贯穿身体 黑衣刺客赵信瞬间拔刀 董世珍是剧痛钻心摔倒在地 挣扎着扭过身来 瞳孔扩张 看着赵信 不敢置信 拼尽全力抬手指着赵信 你 灵光一现 似乎明白了什么 手指转向东方信 眼眸子显出怨度之色 卯足了最后的力气 死声道 东方 东方信 你 你谋害 谋害我 东方信瞧见董世珍指着自己 瞳孔收索起来 立声道 董世珍 你胡说什么 董世珍胸口鲜血鼓鼓直流 张张嘴 却已经无理说话了 手一转 手臂落下 头一歪 再无气息了 北望楼的变故 让众人惊骇无比 谁能想到 方才还谈笑风声的 岳州之州 董世珍 竟然在寝客间 命丧北望楼 北望楼那名化身为大厨的此刻 利用鱼头暗器一击不成 并没有恋战 转身便有一扇窗口跑去了 三楼有好几扇窗户都开着 大厨身发敏捷 只是面前身影一闪 一拳照他面门直打过来了 听得楚患冷冽的声音 立刻道 哪里走 赵信 击杀董世珍 拔出大刀 回手瞧了一眼 只见到东方信 正用冷峻的眼神 盯在自己身上 便在此时 听得楼梯口是脚不声响 说明禁卫武士已经抢上楼来了 赵信转身便走 那边 楚患是连出数拳 将这大厨逼退几步 见得禁卫武士登楼 已经沉生到 拿下刺客 你一个也跑不了 东方信心中 此时既是恼怒 又是迷糊 他不知道赵信 为何没有刺杀楚患 反而刺杀董世珍 但是心里却清楚 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赵信 落入楚患的手中 喊叫一声 保护总督大人 拿下刺客 抄起身边的一张案机 照着赵信 狠狠地砸了过去 赵信抬手就是一拳 将这桌案激烈了 抬起一脚 踢飞了桌子 那桌子 竟然往这几名禁卫军武士 飞过去了 挡住那几人的来路 他并不去怪 那名被楚患缠住的徒子 再次向窗口奔过去了 东方信心中知道 赵信没有按照自己的掌控形式 那便是背叛了自己了 秦始固然不能让赵信 落入楚患的手中 可是也不能任由赵信 就这样逃脱 谁知道此人逃离之后 又要折腾出什么风浪来 心中已经存了杀意了 他没有佩戴兵器 就是顺手扯过一条长凳 照着赵信的退路 狠狠地扫了过去 赵信看到东方信长凳扫来 并没有继续前冲 反倒是后退几步 轻身纵起 已经踏上了支撑楼顶的楼柱子 踩着柱子踏行几步 随即将手中的大刀 狠狠插入柱子之中 手臂一弹 那大刀向下弯曲 赵信身体再次一疼 借着大刀的弹力 身体竟弹起 伸手搭在了屋顶的横梁上 楚欢见得赵信要逃 双尾一紧 抄手抓过桌上一只酒壶 往屋脚一敲 酒壶碎裂了 楚欢手一掷 碎酒壶已经如同暗器 把鸟打了出去了 赵信此时正要从屋顶的洞口窜出 扑的一声 碎酒壶正打在他的左手胳膊上 那酒壶边角锋利刺入身体 鲜血顿时便从身体内冒出几滴 落下来了 赵信当真不愧是五人处身 确实飙悍 虽然左臂受伤 却还是闷喝一声 受伤一用力 身体竟从楼顶破洞而出了 追拿刺客 楚欢厉声喝荡 手上却不留情 这厨子想要脱身 就被楚欢死死缠住 跟头发走脱 东方信虽然想坐山观虎斗 但是知道这个时候万万不能了 口中大喝道 总督大人 我将助你 窜上前去 从后面出拳 激向这厨子 厨子的身手 还真未必在楚欢之下 但是此刻身在险地 一击不成 知道再杀楚欢 已经十分困难了 更何况 董事真已经毙命了 心里只想着迅速脱身 如此一来 心里就处了下风了 如今东方信从后面杀回来 以一敌二 厨子知道 想要脱身 已经是十分困难了 东方信和楚欢联手 那厨子是连连后退 距离窗口越来越远 此下林达起名 禁卫武士 更是团团围住 刀锋相对 楚欢联出数拳 虎虎生风 厨子后退几步 站住身形 楚欢停下手 冷笑地说 哼 已经无路可走 还不束手就擒 那厨子脸上肌肉抽住 一时冷笑地说 楚欢 今日是你命的 否则你现在 我已经是一具尸首 本都不想和你废话 楚欢冷冷地说 本都问你 是谁派你前来刺杀本都的 想要杀你的态度 楚欢 我绝不是最后一个 刺客冷笑地说 说话之间 他的身体 陡然向后滑过去 速度快急 在身后 是一名禁卫武士 挡住了 那禁卫武士 显然也想不到 刺客说话之间 就已经动手了 而且速度太快 他的反应也算极快了 抬刀欲砍 只是砍到一半 感觉手腕子一紧 刺客竟然已经探手 将他禁卫军武士的 大刀抢过去了 随即 禁卫武士感觉胸口一中 被刺客竟是用尖头 狠狠撞在禁卫武士的胸口了 趁着这个空荡 那刺客飞半地往楼下冲去了 主欢沉声道 追 神情如眼 再后追上去了 东方信在旁 瞧姐心下微微吃惊 想不到楚欢的轻功 竟然也是极为了得 楼下已经有不少人 听到楼上有动静了 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 却不知晓 忽见的一名厨子 大半的家伙手中握着一把大刀从楼上冲下来 近日复宴的宾客 为了表示对董老太爷的尊敬 自然都不好配兵人入内了 眼睁睁的看着那刺客出现在二楼 又见的那刺客跑到二楼窗口处 二话不说 已经从窗口跳了下去 楚欢和东方信在后面紧追 那刺客跳下楼 东方信和楚欢 也是先后从窗口跳了下去 落到街上 后面立是一群人过来了 这一群人 却正是先前在正门口僵持不下的好通 和学员圣财两伙人 追那刺客 不要让他跑了 东方信沉声说 好通双眸一寒 二话不说 飞身追过去了 那刺客速度不慢 但是好通脚下也是如飞 他刚才被学员圣财挡着上不了楼 不知道楼上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心里正担心坏了东方信的安排呢 此时 东方信一声令下 只当东方信要自己所杀的人 就是前面那刺客 自然是竭尽全力了 好通距离刺客不过数步之遥 他握紧刀 忽然间听到耳边咻的一声响 一见物质从自己身边划过去了 还没看清楚呢 却瞧见正在前面飞奔的刺客 哎呦一声速度慢下来 跑出几步正是一头栽倒在地上 好通吃了一斤飞不上前 只见那刺客已经扑倒在地了 背心处一只利剑没入背脊 此时才知道 刚才从自己身边划过去的物质 竟然是一只剑 他回过头 见到楚欢一行人正快不过来 学员圣财手中却是握着一张弓 毫无疑问这只剑却正是学员省财射出的 学员圣绍被人称为剑神 剑法无双 他这位同族堂弟 剑法却是了得 好通抬轿将那刺客踢翻过来 却发现那刺客蹊跷流血 不由一争 心想 一剑射中背心也不至于蹊跷流血 但是瞬间就想明白了 这刺客重剑倒地 直到无法可逃了 恐怕是已经浮下了毒药 免得被滚兵生擒 楚欢走过来 刺客却已经是毒法而亡了 他皱起眉头来 笨道 你们可有人认得这刺客 众人都是摇头 东方信说 既然是刺客 必然不会派熟面空 好通却已经蹲下身子 往这刺客脸上浅插了一遍 抬头说 大人 这人脸上做了些手脚 恐怕是假冒的厨子 楚欢点点头 找北望楼的东家 审问一番 查查这厨子的底细 东方信已经向好通吩咐道 总督大人的吩咐 你速速去办 审问一下北望楼的人 务必查出这刺客 是如何混进来的 楚欢并没有在长街上耽搁 回到北望楼三楼 众人跟着到了楼上 董事贞的尸首 谁也不敢动弹 董老太爷还在昏迷之中 楚欢吩咐人 先带董老太爷回府 正在疑惑地问道 今日这两名刺客 是冲着董大人和本都前来的 本都运气好 有惊无险 可是董大人 转世身边的东方信 问道 东方将军 这董大人到底有什么仇家 对方竟然要杀如此毒手 东方信叹道 东大人为人低调 还没如此 与同僚相处 也送来和睦 末将也实在不知道 他与谁结仇 顿了顿说道 有没有可能是误杀 误杀 是啊 东方信说 这两名刺客 或许一开始 是向某次总督大人 但是后来 以为那厨子 定然能得手 所以另一名刺客 才将目标 转向了董大人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主管叹道 唉 可是谁又想杀我呢 东方信立刻说 大人来到西关 勤政爱民 如今正在招募训练新兵 要重建禁卫军 谁都知道 建卫军的建力 是为了剿灭那些乱匪 大人 你说有没有可能 是那帮乱匪 趁今日寿宴 不拘行刺大人呢 很有可能 主管连连点头 这两名刺客 应该是一伙的 只可惜 一个已经服毒自尽了 另一个逃脱了 东方信立刻吩咐道 好东 立刻将北汪龙 里里外外 再搜查一遍 看看是否还有刺客 潜藏其中 全城戒严 封锁城门 总督大人 急上了刺客的左臂 你们好生盘查 务必要将逃脱的刺客 捉拿归案 好东在旁拱手说 是属下无能 还请大人讲罪 楚欢探道 事情已经发生了 如今最紧要的是 找到刺客 董大人是国家重臣 今日却在这里遇害 让人疼惜啊 全身在 属下在 有多人马全城搜捕 刺客左臂受伤 找到刺客 立刻逮捕 大有反抗 格杀勿论 楚欢看着董时珍的尸首 轻叹道 东方将军 就劳烦你 派人先将董大人的尸首 收敛了 东方信拱手称实 东方信回到将军府的时候 天色已经是完全黑下来了 好东跟在他的身后 进到内厅 没等好东站稳了 东方信回手 就是一巴掌 打在好东的脸上 啪的一声 清脆响亮 好东脸上重重挨了一巴掌 好东立刻跪道 卑职无能 反通 东方信学怒不可遏了 你是聋了吗 楼上出了变故 你为何没有带人上楼 卑职无能 好东脸色难看 卑职一直都在等着打人的信号 但是学员胜财 突然冒出来 缠住了卑职 学员胜财 东方信眼中 寒光滑过 坐了下去 最紧要的刺客跑了 他绝不能活 大人说的是 你可知道 本将今日要你杀何人 东方信握拳说 学员胜财刺杀的刺客 只是其中之一 还有另外一名刺客跑了 好通一睁 有些糊涂了 东方信叹了口气 跑掉的刺客 是赵信 是他 好通一争 大人是说 赵信要行刺楚欢 不错 东方信点头说 按照计划 赵信出手刺杀的 应该是楚欢 可是他却杀死了董事贞 他眼中也满是狐疑之色 问他 你在北望楼审问 可查到那大厨的底细 回答人 真正的大厨被绑起来 丢在了北望楼的仓库里 好通说 今日出现在寿宴上的刺客 是有人假扮的 果然如此 东方信摸着粗须 北望楼里的人 不知道那刺客的来历 被指考问过 看来他们是真不知道 那刺客是如何混进去的 好通肃然说 那名刺客 不是将军安排 不是我 东方信摇摇头 狐疑的说 难道那是赵信的同党 随即握拳说 被刺客化整成大厨 目标直至楚欢 他在鱼头中藏用暗器 眼角跳动了两下 似乎是在自语 楚欢豪快的反应啊 换作是我 只怕已经被暗器所害了 那些暗器 都打在墙壁中 我仔细检查过 上面都涂有 间歇封口的剧毒啊 好通点头说 嗯 现场被指看过 楚欢的反应 匪夷所思 那么短的距离 换作是谁也不可能躲开 是必杀之举 如果不是魏部先知 很难躲过那一击啊 魏部先知 东方信身体一震 似乎想到了什么 楚欢 当真是早就知道 有人要行刺 他似乎在努力回忆什么 皱着眉头 楚欢的反应实在太快了 他好像真的魏部先知 大人 我已经派人全程搜找找信 好通低声说 楚欢的人马 也在满城搜找 绝不能让他们的人 先找到赵信 不错 东方信冷笑的说 你是否告诉手下人 找到赵信 各啥勿论 魏部已经吩咐过了 好通点头说 赵信已经受伤 左臂是记号 我已经让人留意 城中各处的药店和医馆 那些地方并不多 只要赵信出现 他就跑不了 东方信微微喊收 眉头紧锁 似乎是在询问 又似乎是在自语 赵信该杀的人是楚欢 他为何要杀董事真呢 百思不得其解 正在琢磨的时候 厅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好通立时起身迎出去 听到外面说了几句 好通很快进来了 禀道 大人 有人围住了咱们将军府 什么 东方信身体一震 豁然起身怒道 臣他娘的反了天了 谁敢为我将军府 是总督府的禁卫精兵 好通沉声道 东方信心下一沉 他第一反应 就是赵信落到了楚欢的手中了 虽说刺杀楚欢是赵信主动请应 但是最终还是东方信同意 仅此谋刺 东方信无论如何 也是脱不了干系的 如果赵信落在楚欢的手中 交代幕后主使 那么楚欢自然会带人围过来的 东方信握起拳头 第一时间问道 怎么福利有多少人 心里想着 一旦楚欢真要动手 那就鱼子网破 从这里先突围出去 只要杀出城调动平息军 干脆就带兵杀进城内 直接宰了楚欢 好通是东方信麾下第一心腹 自然明白东方信的心意了 说道 还有二十多人 被这定当 誓死护卫大人的安危 禁卫军来了多少人 应该不下百人 好通说 前后门都已经围住了 东方信眉头紧锁 他在北望楼监视过楚欢的身手 知道楚欢深藏不落 武功修为只会在自己之上 而且楚欢身边 还有个剑发齐家的轩辕胜财 那也是不好对付的敌手 手头上只有二十多人 当然无法与对手相抗了 他心里想着 赵信落在楚欢的手中 很有可能是赵信出卖了自己 不过又一想 自己虽然谋划了这次刺杀 但是却并没有给赵信留任何的把柄 赵信就算只认自己 空口无凭 自己断然否认 楚欢拿不出证据来 那也不敢将自己怎么样 他整整甲咒出了大门 倒到院门外 只见到门外是火光重天 数十名金甲武士 一手握刀 一手举着火把 堵在院门之外 轩辕胜财手按配刀刀柄 当先而立 原来是你们 东方信没有好脸色 宣圣财 大半夜的 你带兵围困将军府 想做什么 宣圆圣财 显出了微笑 东方将军 实在是打扰了 本来不敢惊扰贵府 只是我们全程搜索 而且得到密报 在被忘楼逃脱的那名刺客 如今就在贵府 奉总督大人之命 务必要将刺杀 董大人的刺客 抓捕归案 所以有所惊扰 东方将军 应该不会怪罪吧 东方信上尾说话呢 旁边已经传了一个声音 东方将军 当然不会怪罪了 东方将军 与董大人关系融洽 如今 董大人遇害 第一个 想要将刺客捉拿归案的 就是东方将军 如今 既然有刺客的下落 我们要将刺客捉拿归案 东方将军 当然不会有意义的 说话之间 楚欢已经从人群中出来了 身旁 竟是跟着不少官员 不知何时 他竟是将 朔权城内的 各司衙门官里 都找寻过来了 东方信 皱起眉头 见楚欢面带笑容 问道 总督大人是说 行刺 董大人的刺客 如今在将军府 这 恐怕是误会吧 主欢摇头笑着说 这倒不是误会 轩辕带人 搜找逃脱的一名刺客 没刺客逃脱之时 被击上了左臂 逃得匆忙 却不知途中 有鲜血落下 轩辕顺头摸瓜 找到了这一带 可巧有人瞧见 刺客潜入到 东方将军的府里 所以本都下令过来 将刺客捉纳归案 那刺客竟然刺杀 董大人心狠手辣 凶险的紧 如果真的躲藏在 东方将军的府邸 只怕对东方将军 也是大大的威胁 若是刺客真的在将军府 本将自然要将他 捉纳归案了 东方信冷笑的说 刺客刺杀了董之州 最大恶极 人人得而诛之 东方将军果然豁达 主汉微笑的说 轩辕 既然东方将军已经答应了 你还不带人进府去搜查 一定要仔细搜找 万不让刺客逃脱了 知道 搜找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要损毁了 将军府的物价 轩辕胜财拱手称致 也不理会脸色铁青的东方信 带着一杆禁卫无事 如狼似虎地冲进了将军府 东方信的嘴唇动了动 但终究没有说什么 楚欢身旁的官员们 则是面面相觑 谁都不敢多说一句 轩辕胜财领着禁卫武士 在将军府四下里搜找 东方信使了个眼色 好通点了点头 带人跟了过去 东方信这才向楚欢说 总督大人 既然来了 不如进来坐一坐 喝杯茶 楚欢笑着说 如此 叨扰了 领着一众官吏 到了将军府政堂 各自落座 东方信令人上茶来 陪坐在楚欢的身边 楚欢气定神闲 端杯饮茶 也不说话 东方信眼角抽搐 总觉得事情有些不对 可是到底哪里不对 一时也说不上来 一杯茶饮尽 添上了新茶 厅内大小官员 都是不说话 只是饮茶 气氛异常的怪异 东方信浑身不自在 不停的扭动身体 脸色也是越来越难看 第二杯茶饮尽了 正要再添新茶呢 脚步声响 宣圣财已经进了厅来 并道 大人 将军府各处都已经仔细搜查了 并没有发现刺客的踪迹 东方信的嘴角 犯起了笑意 却听得轩辕圣财 话锋一转 这时 还有一处 不方便搜找 郝通说 那里是禁地 阻拦我们搜寻 等来向大人请示 东方信刚刚显著的笑意 顿时就消失了 没等楚欢 动问 已经摔下问的 还有何处 没有搜寻 郝通说 那是将军夫人静佛之处 宣圣财说 是后院的一处小佛堂 屋门紧闭 里面亮着灯火 除了佛堂 所有的地方都已经搜寻了 东方信说 姐内可在里面 郝通叫过夫人 夫人在里面答应 绝是在里面 那么 刺客就绝不会在里面 东方信十分肯定地说 若是刺客床入 姐内必然已经失警 主欢起身来 神清严峻 那倒未必 东方将军 有人瞧见刺客 潜入将军府 如今所有地方 都已经搜寻了 不见踪迹 唯独佛堂没有搜寻 如果刺客当真 在将军府潜藏 很有可能 就在佛堂之内 否则 难道他会上天遁地 本都甚至怀疑 尊夫人很有可能 被刺客挟持 总督大人的意思是 搜寻佛堂 主官立刻说 如果刺客确实不在佛堂 那么目击证人 肯定是看走了眼 刺客并不在将军府 否则 刺客定在佛堂 将军府的佛堂 设在后院 这是一处幽静的内院 十分的幽静 甚至没有一个下人 在旁边服侍 此时这座佛堂四周 已经被团团围住 刀枪出窍 如果刺客果真在佛堂之内 便是插翅也难飞了 楚欢在众人的簇拥下 来到内院 东方姓跟在楚欢身侧 到的内院里 只见得好通 领着几名护卫 拦在佛堂正门 神情冷峻 佛堂之内 亮着灯火 屋门却是关着 大人 现在只有这里 没有搜找了 宣言圣才禀道 如果刺客还有藏身之处 就只能是这里了 楚欢瞅了瞅好通 又转头看了看东方姓 东方姓知道楚欢的意思 此时一众官员都在这里 这佛堂 又是最后一处嫌疑之处了 如果此刻再行阻止 反正让对方更加起疑 而且看今日的架势 楚欢是不搜找佛堂 就不会罢休了 就算不情愿 那也没有法子 东方姓的心中 对楚欢是怨怒无比 但是形势比人强 心里只想着度过这一关 回头再找楚欢算账 而且他倒真不觉得赵信会躲在将军府 赵信不是笨人 违背了东方姓事先设定的计划 他当然知道后果是怎样的 就算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签回将军府 末将是武将 为朝廷效命 少不得杀法之事 东方姓看上去 当然显得很镇定 末将手底下亡魂无数 剑内为了消除末将的杀气 所以每日都会在佛堂进佛 被末将削去手中的血腥 这里只有剑内在里面 刺客绝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抬起手 施以好通闪开 好通这才带人闪开 东方姓上前去 亲自推开了门 当门便是一尊一人高的佛像 那是世家的铜像 佛像前是供奉相伙的相案 相案这边是一扇蒲团 一名身披黑纱的妇人 正跪在蒲团之上 虔诚的礼佛 东方姓推门之后 那妇人依然没有回头 镇定无比 小云 东方姓的声音颇为温和 你在这里 可见到什么其他的人 那妇人没有回头 只是用一种平静的 没有任何情绪的声音 回道 没有 这里只有佛 没有人 东方姓回过头 楚欢就在他身边指指 总督大人 佛堂一目可睹 此刻确实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楚欢背负双手 当门而望 扫了几眼 只见到这佛堂 还真是十分的简陋 除了相案和那尊同佛 确实没有多余的累赘物事 微微汗手 皱眉说 东方将军说的是啊 刺客似乎真的不在这里 看来是有人造谣声势了 大人 是否容卑将 但是进去找一找 玄炎圣财在旁说 东方姓冷笑地说 玄炎圣财 佛堂狭小 一目可睹 还有什么可找的 东方将军也不用动怒 楚欢含笑说 这一时 玄炎尽职尽责嘛 为将军府的安危着想 向玄炎圣财说 玄炎 这里面确实没有什么人 你若实在不放心 带两个人进去 随便看一看 大半夜的 你都早些收兵歇息 东方夫人正在礼服 万不可惊扰了夫人 东方心心想 你大动干戈 还有什么惊扰不惊扰的 但是这话 自然不会说出来了 台首冷笑地说 玄炎圣财 你尽管进去搜 也不用管是否会惊扰剑内 找到刺客要紧 你既说刺客潜入将军府 还希望你真的能找到他 轩炎圣财 不理会他的讥讽 带着几名禁卫武士 进到佛堂之内 楚欢此时 已经回神笑着说 今夜 让大家辛苦了 看来刺客并不在这里 等轩炎出来 大伙就都各自回府 本都会继续安排人 捉拿逃犯的 向东方信笑着说 东方将军 今日惊扰 事处非常 你可不要见怪啊 末将自然不会见怪了 只是刺杀 董大人的凶手 未能捉拿归案 让末将心中不安的 东方信说 末将也会继续派人 搜导刺客 一定要将刺客 他话声未落 那边就传来 轩炎圣财的声音 大人 末换双眉一紧 扭头看去了 只见到轩炎圣财 和几名武士 都未经握刀在手 眼神犀利 正死死盯着那尊同佛 东方信心下一沉的 末换探手到了腰盘 他的血引刀 配在腰间 握住了刀柄 轻步过去 轩炎圣财 直至同佛一处 末换瞧过去 却见到那同佛之上 竟然有一丝血迹 朱换努嘴 轩省才一个手势 又有几名禁卫武士 冲到佛堂之内 众人将内同佛士 团团围住 高峰前指 东方夫人 本来镇定的脸庞 骇然变色 失声道 你们 你们要做什么 楚换一抬手 两名武士 已经上前 拉着东方夫人 又向外走 东方信脸色巨变 沉声道 你们好大胆子 为何动我夫人 他话声刚落 楚换的声音 已经极其冷峻地说 你还不出来 东方信一争 楚换已经接着说 我们知道 你躲在同佛之中 你若不想死 赶紧出来 只要供出幕后真凶 未尝不能活命 不少官员此时 已经挤在佛堂门前 探头探脑 向里面张望 忽然间 那同佛里面 竟然发出响动 众人更是全身戒备 听得咔嚓一声响 同佛后面陡然打开 却是这同佛 另藏玄机 里面是空心的 可以容忍藏身 机关打开一道影子 一次从里面窜出来 挥刀便看 楚换探神向前 挥刀迎上 枪的一声响 火星四箭 随即听得咔一声响 那人的大刀 与殉刀触碰 却是瞬间便断成了两截子了 那人吃了一惊了 楚换不等他反应过来 欺身上前 已经抓住那人的衣领 吏后一声手上使力 已经将那人治了出去了 那人身不由己 身体飞出 砰的一声 撞在墙上 骨骼碎裂之声响起了 随即那人便软软的从墙壁上滑落下来 全省才长刀一出 已经下在那人的脖子上了 这一变故十分突然 点光火石之间 甚至许多人都不清楚 这刺客是如何冒出来的 那人的装束 与北望楼逃脱的那名刺客 是一模一样 衣裳还来不及换取呢 而且他左臂已经做了包扎了 任谁都看得出来 他的左臂必然是受过伤 而从北望楼逃脱的那名刺客 正是被楚欢用酒壶伤了手臂的 东方信眼角抽搐 东方夫人的脸上 显出了凄苦之色 颤声他 你们 你们不要伤了他 东方信听东方夫人这样说 扭头看了东方夫人一眼 见他脸上全是担忧之色 心下更是恼怒了 沉声他 好你个贱人 你敢窝藏刺客 东方夫人瞥了东方信眼 眼眸子中显出怨恨之色 却并无说话 楚欢已经收起血引刀 盯着那刺客 问道 你就是在北望楼逃脱的刺客 就是老子 那刺客看起来很有骨气 一双眼眸子带着怨恨之色 盯着楚欢的眼睛 只是很可惜 杀死了董世珍 却没能杀死你 本毒与你有何仇怨 为何要行刺本毒 楚欢冷冷盯着那人 董大人与你又有何仇怨 你为何要行刺他 你不用多问 一刀杀了我 刺客骨气十足 无论你们用什么手段 休想从老子嘴里得到一句话 果然是条汉子呀 楚欢叹了口气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使了个眼色 血缘胜财微微汗手 手腕子一转 刀锋挑过 已经将那刺客 蒙在脸上的黑金挑去了 顿时便搂出真容来 门前已经有不少人 拥挤着往里探看呢 瞧见那刺客真容 已经有人失声道 是赵信 哦 果真是赵信啊 门外是一阵骚动 一众官员 谁也想不到 在北望楼行刺 董事贞的刺客 竟然是 前兵不思主使赵信 不少人都是骇然变色 直觉的匪夷所思 赵信 是你 楚欢看上去 也是吃了一惊 脸色微变 你不是已经潜逃了吗 刺客 赵信 冷笑的说 既然潜逃 自然可以回来 老子的大事未了 怎能就这样离开 赵信 你说 为何要行刺董大人 为何要行刺本都 赵信 摇头说 你不必夺问 老子落到这颗田地 要杀 要刮 喜定遵便 绝不皱一下眉头 楚欢 所有事情 都是老子一人谋划 与他人无干 你尽管动手 轩辕圣财 突然说 大人 北望楼行刺 布局周密 东手的实际 恰到好处 这绝不可能是赵信 总能办到的 北将怀疑 这后面 恐怕另有高人 此言已出 不远处的东方信 嘴角抽搐 不少官员的目光 竟都是向东方信 敲了过去 东方信与赵信 曾有八百之交 是结义兄弟 虽然后来 渐渐疏远 却并无恩断一绝 依然是结义兄弟 这事 许多人都知道 今次赵信 竟然行刺 董世珍 学员省才声称 另有高人策划 众人第一个 想到的对象 就是平息将军 东方信 东方信 感觉到众人的目光 如同刀子般 搁在自己身上 有些心慌 却还是 竭力地保持镇定 冷笑地说 宣言圣才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宣言圣才的目光 投过来 反问道 东方将军觉得 我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只觉得 此次行刺 赵显还有其他同党 东方将军 为何如此敏感呀 东方信 被宣言圣才 反唇相襟 心下恼怒 却也有些心慌了 他实在想不到 赵显竟然取而复返 真的潜藏到将军府 甚至躲到了佛堂之中 更可恨的是 自己的妻子 竟然真的将赵显 藏在同佛之内 刚才赵显的面镜被挑开 东方信恨不得 立誓就将赵显斩杀了 但是赵显看起来 颇为硬气 东方信心中 却是存着最后一次希望的 他与楚欢 已经是撕破了脸了 其实他心里很清楚 他固然想要置楚欢 于死地 而楚欢 恐怕也放不过自己 楚欢最近势头咄咄逼人 东方信早就握了一肚子火了 他已经无心 在与楚欢纠缠下去了 心中 已经是想着召集兵马 强行除掉楚欢 只是此时敌众我寡 东方信根本没有机会出城 只盼赵显能够咬紧牙关 今次当场咬弱 自己找机会出城 找起兵马 立刻杀进城来 他如今形势危险 手握数万兵马 到了这般天地 已经是做好了 放手一搏的准备了 东方信 虽然是武夫出身 但是经过的事情不少 粗中有戏 知道当下倒也不能针锋相对 声音微微和缓 大人 这里是佛堂 还将总督大人 瞧在末将博面 不要在这里亵渎神佛 既然刺客已经找到了 那么事情总能够水落石出 不如先将他关押起来 然后严加审讯 楚欢走到同佛之前 向同佛行了一礼 这才回首 令宣圣财 将赵显带出了佛堂 东方信见状是暗暗欢喜 只要楚欢真的将赵显带走 不管赵显回头 会不会供出自己 自己却有机会脱身出城 只要出了朔全城 到了平息军营 楚欢面是有天大的本事 那也奈何不了自己了 只是 宣言圣财将赵显压到院内 楚欢便及抬手 沉声道 诸位 董大人今日惨死在北望楼 我们心中都是十分的悲痛 如今刺客被擒 本都准备当着大伙的面 严加审讯 本都在京中的时候 与刑部的求部堂有过交流 对于审讯的手段 也是颇有心得的 东方信嘴角抽搐 楚欢却近看向东方信 询问道 东方将军 不知尊夫人与赵显 从前是否认识呢 东方信只能硬着头皮说 认识 哦 楚欢饶有兴趣地说 是否此前赵显是兵部司主事 与将军同属帝国官员 有过来往 所以赵显拜辅之时 见过尊夫人 东方信的情况 在场有不少官员都清楚 东方信知道自己要瞒也瞒不住 只能说 大人为何要询问这些事情啊 显而易见 尊夫人有窝藏刺客的嫌疑 楚欢叹道 大家都看得清楚 赵显是躲在同佛之中的 如果没有尊夫人的帮忙 他怎能知道同佛之中可以藏人呢 尊夫人方才并不在赵显的挟持之下 甚至还在包庇赵显的行踪 所以本都要闹清楚 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否则 尊夫人为何冒着窝藏逃犯的罪名 帮助赵显呢 赵显已经立声说 这与他无关 是否有关 不是你说了算 而是本都说了算 楚欢肃然说 东方将军 本都再问一句 尊夫人与赵显到底是什么关系 东方信双拳卧气 这是他最不愿意谈论的话题了 此时楚欢当众询问 他心中怨怒不已 硬邦邦的说 是同乡 同乡 不错 东方信说 我将出身天山道云中 简内与赵姓 也是云中人 哦 原来如此啊 楚官叹道 哎 如此说来 是尊夫人见到同乡有难 所以抽手相助 东方信 冷冷地看了东方夫人一眼 冷笑地说 夫人愚蠢 公私不分 只因同乡之意 便犯下如此大罪 一切 全凭大人裁决 东方信心中 已经是计较已定了 无论如何 先撑过今夜再说 只要罪责 今夜扯不到自己身上 无论是谁牵连进去 都不要紧 只要楚欢一走 自己即刻找机会出城 到时候 领兵杀过来 那时候 定要将楚欢的脑袋 踏在自己的足下 楚欢正色说 东方将军 尊夫人包庇刺客 罪责不轻 如果真要论罪 恐怕 叹了口气 总督大人 东方信为人处事 公私分明 东方信肃然说 简内念及相情 包庇刺客 尽管由大人处置就是了 东方夫人 面无表情 连眼角也没有动一下 照心眉头锁起 东方信 只怕赵信 不明白自己的心意 似是而非的 递着个眼神 只怕赵信 能够理解 楚欢转世赵信 问道 赵信 东方将军的话 想必是没有差错了 你与东方夫人 都是云州人士 是东方夫人 念及相情 这才将你 藏身同佛之中 不错 我们是老乡 但却并非是他窝藏 照心冷笑地说 是我躲进这里 逼迫夫人 将我藏进农府 她只是一个柔弱女子 自然不敢抗拒 东方夫人文言 眼中禁不住 划过感激之色 可是你已经牵累她了 主管叹道 你行刺董大人 最大恶极 死路一条 夫人为你所累 只怕也是罪责难逃啊 与她无关 不要为难她 赵信立声说 其实我也很不想牵累夫人 但是今日 大伙都在这里 一目可睹 本都也不能循私枉法 主管正色说 赵信 本都素来不将人逼入绝路 给你一条活路 只要你从实招来 本都当众承诺 指住元凶 不与你为难 而且也不会牵累夫人 你看如何 赵信嘴唇动了动 并没有说话 东方信双拳握起 心中有些惊慌 正要说话呢 楚欢已经抬手指住 将军不必着急 本都正在审讯 很快就会有结果 宣愿省财 已经冷笑地说 赵信 看上去 你是堂堂气齿汉子 东方夫人冒险救你 如今东窗事发了 难不成 你还为了包庇元凶 置夫人于险地 总督大人给你一条活路 也是给夫人一条道路 你还不如是招来 赵信看向东方夫人 见到东方夫人脸色 有些苍白 闭上眼睛 微沉吟终于说 楚总督 你的承诺 当然不会是骗我 本都当众承诺 当然是言出如山了 主官叹道 赵信 你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还是速速招来吧 你告诉本都 是谁 指使你行刺本都 和董大人 赵信目光闪烁 似乎还在犹豫 众人屏住呼吸 却见到赵信的目光 缓缓移动 最后落到了东方信的脸上 东方信信下一沉 情不自禁地后退一步 赵信已经说 大哥 事到如今 咱们也不必隐瞒了 老五对不起你 没能完成你的嘱咐 我 我这是该死 东方信目自剧烈 立声说 赵信 你 你他娘的胡说八道 老子 老子什么时候 指使你死杀 董事贞 赵信口笑地说 大哥 那天晚上你交代的事情 莫非你都忘记了 你还告诉我 一旦失手 迅速前回将军府 躲在佛堂之内 楚总多 绝对不能搜到 是老五无能 被人发现了踪迹 老五 钱累了你 这就一死相报 他抬起手 便往自己的脑门子拍下去了 轩缘圣财 应探手 抓住他的手腕 沉声道 来人 绑着他双手 立刻有人上前 绑住了赵信双手 四下里官吏们 已经议论纷纷了 距离东方信 距离近的 已经往后躲开了 东方信直觉地四肢发凉 狼一般的眼睛 死死盯在赵信的身上 此时 已经知道 自己却是进入了一个 大大的圈套之中了 赵信 你可不能信口开河 楚桓冷冷地说 你说是东方将军 指使你行刺 董大人和本都 当真是如此 赵信叹道 楚总督 东方将军 是我的结义兄长 他对我恩重如山 本来这习官 是我大哥的天下 你言九鼎 可是你到了习官 处处与我大哥为难 我们视你如眼中钉 手中刺 对你是杀之后怪 东方信的脸色 已经难看之急了 楚桓 却已经问道 对本都有所忌惮 但想要除掉本都 本都倒是能够理解 那你们为何 要自杀 董大人呢 董事真 并非天山道人 赵信说 此人两面三刀 看上去 对大哥 为命是从 但是背地里 却对大哥 并不服气 大哥的吩咐 他有时候还推散祖寺 这样的人 自然也不好用 本来这次刺杀 主要是为了对付你 只是 董事真既然在场 若有机会将他出去 自然也是大大的好事 你是说 刺杀董事真 是东方将军 指使你所为的 楚桓冷冷地说 赵信 坦然面对楚桓的目光 大哥的本意 是定要将你铲除 不过也曾嘱咐 如果找到时机 顺手将董事真也除掉 赵信 你陷害我 东方信厉声吼道 后退两笔 却感觉到背后冰凉 回过头 只见那数名禁卫武士 竟然挡住了自己的退路 刀光闪动 冰冷刺骨 赵信不去理会东方信 接着说 只要将你楚总督 和董事真一网打尽 那么习官的军政大权 就全都落在大哥的手中了 到时候习官便真正是我们的天下 呼听的一名官员说 哦 怪不得东大人临死之前 指着东方信 说是东方信害了他 当时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现在才明白 东大人临死之前 已经窥破其中的玄机了 众人瞧过去 认识 这一说话之人 乃是李布斯主事范璇 西关六布斯衙门 大半都已经被诸党控制了 只剩下李布斯和公布斯 还是原来的主事 暂时没有被整倒 一直以来 这两丝衙门的主事 都是低着头 小心翼翼 忍辱负重 今日大好机会 李布斯主事范璇 看出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 再不犹豫 在烈火之上 天忧烛火 东方信 你这话说错了 一人临死之前 往往是最清醒的时候 楚官伸手 握着腰间 配刀刀柄 向东方信逼近了两步 董大人临死之前 想清楚 是你设计刺杀我们 如今赵信已经招供了 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呢 东方信心乱如麻 见得楚官目光灼灼 更是心惊 忍不住说 宋都大人 你 你千万不要听信谣言 这一切 与我不关 证据确凿 你还有什么好辩白的 你若真有冤屈 尽管去京里 向朝廷解释 楚官神经冷俊 沉声道 来人呀 拿下东方信 禁卫武士长刀向前 围住东方信 东方信心慌义乱 陡然间 听到一个声音叫喊 将军快走 随即 金戈交集之声响起 好通已经是横刀 砍向一名禁卫武士了 他身后几名护卫 也跟随上前 扬刀便砍 好通和手下这几名护卫 都是忠诚于东方信的 此时 见到东方信 行事危机 立刻出手 想帮着东方信 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边动手 一种官吏 纷纷夺闪 东方信此时 只有最后一个希望了 那就是杀出将军府 出城召集兵马 见得四下 操乱起来 再不犹豫 李神断和转身便走 他身经百战 实战惊天极强 此时绝境谋生 虎虎声威 冲到好通那边 好通那边 已经杀开一个缺口了 东方信从缺口冲出 结果好通递过来的一把刀 沉声道 随我杀出城去 一马当先 向将军府外冲去了 楚欢拔刀在手 高声道 东方信行刺董事真 意图谋反 拿下叛贼 带着众人 跟在后面追上去了 东方信身材虽然魁梧 但是脚下如飞 领着好通等数人 直往将军府外去了 他对将军府的格局 了如指掌 开始领人往正门去 忽然想到 将军府前后门 都被楚欢的部下堵住了 转头向侧员过去了 好通等人握刀护卫在侧 后面脚步生生 楚欢率人紧随其后 收城的是咱们的人 东方信边跑边说 你们跟着我出城 只要出了城 找尽兵马 即刻杀回说全城 到时候拿出姓楚的 吊将的随时万段 片刻之间 东方信一行人 跑到侧墙边上 这将军府高墙大院 好通二话不说 蹲在地上 说道 大人翻墙出去 我得留在这里阻地 东方信的眼中 显出了感激之色 伸手派在好通肩头 有你这样的朋友 随此无憾 楚欢等人 在后面紧随而来 东方信不敢耽搁 踏上好通肩头 脚下猛用力 纵身而起 便要跃上墙头了 身在空中 却听得身后传来呼啸之声 东方信根本无法回头 随即听得 扑的一声响 感觉背脊先是一紧 随即便感觉 整个身体剧痛钻心 全身的气力 在瞬间就消失了 变得重落千斤 往下坠落下来 大人 浩通等人尸声警叫 东方信重重落在墙角 瘫坐在底 低下头 却发现一把长刀 从背后贯穿自己的身体 那刀身赤红如血 却正是楚欢的佩刀 东方信双目冤争 他体质极下 虽然被长刀贯穿身体了 但是一时却没有死去 竭力抬起头 只见到楚欢领着禁卫武士 已经冲过来 成半壶形围主了 楚欢面无表情 盯着东方信的脸 淡淡地说 东方信 行刺朝廷命官 失败窜逃 杀无赦 此时 后面又是一阵的脚步声响 却是一大群官员 也跟随上来看热闹了 众人瞧见 东方信背靠墙根 长刀穿胸 眼见是活不了了 一个个都是心下骇然 瞧见楚欢冷漠的表情 东方信 灵光凸显 陡然间明白了什么了 竭尽全力抬起手臂 指着楚欢嘶声道 是 是你 原来 他大笑起来 于其透着不甘和无奈 早知如此 我 我就该带兵 将你 将你随时挽动 他剧烈咳嗽起来 口中鲜血向外直冒 滴在胸口 与胸口冒出的鲜血混在一起 染红了甲咒了 哎 现在说这些已经太迟了 竹欢叹了口气 抬起手 后面立刻上来一排兵士 手中却都是弯弓搭剑 对准了好通等人 好通等人互相看了一眼 别听得好通立合一声 摸紧手中刀 如同被激怒的猎豹 向这边就冲过来了 竹欢眼中 带里斯惋惜之色 摇摇头 叹道 好通等人 顽固不化 杀无舍 剑士纷飞 如雨般舍出 好通当先而来 只冲出几步 扑扑扑的声音响起 剑士摸进他的身体 数件射中要害 他副剑又奔出几步 实在撑不住了 跪倒在地 身体动了动 随即便一头栽倒了 身后几名护卫 也纷纷中间倒地 空气中瞬间便弥漫了血腥的气味了 楚欢身后不远的众官员 都是心惊胆战 董事真在北望楼被刺 众官员已经是大吃一惊了 谁也想不到 不到半日时间 习惯另一名巨头东方信 也拒捕被杀了 今日发生的事情 许多官员还只觉得 如同在梦中无法消化 但是 有些精明的官员 却总感觉事情有些蹊跷啊 但是 事情的发生 就是那般的顺理成章 东方信要大权独揽 所以派人趁寿宴行刺 不但要自杀楚欢 还要自杀董事真 董事真 没运当头 当长被刺 楚欢却逃过一劫 而后追捕逃犯搜到将军府 东方信窝藏刺客赵信 赵信挡不住楚欢的审讯 供出东方信人幕后主使人 东方信不甘就此失败 玉途突围 却被楚欢击杀了 一切看上去合情合理 并无什么破绽 只若亲为武士们 对楚欢指刀毙跌的手段 却是钦佩万分 看似很简单 但是力道和时机的掌握 绝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东方信身穿甲咒 楚欢距离不近 却能以利益刀破甲 贯穿身体 这份本事 绝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到 诸位 大家都看清楚了 东方信派人行刺 本都和董事真 失败拒捕 本都迫于无奈 正在出手击杀 楚欢回过身 扫视身后一众官员 叹道 董大人才敢出众 却为东方信所害 实在是让人扼完痛惜啊 董事真和东方信 一日之内双双逼命了 如今 西关道的龙头 自然是非楚欢莫属了 楚欢出手果断毫不留情 众官员心下也是惊骇 此时血行未消 谁敢显著丝毫的武力啊 都是连连说 总督大人明察秋毫 东方信狼子野心 如果不是大人出手果断 西关必然万劫不复啊 本都知道 大家心里现在都着急回去 楚欢肃然说 不过本都尚有要事 与诸位商议 还请诸位先到大堂等候 众官员面面相许啊 但是此时又有谁敢说一个不武字啊 纷纷说 谨遵总督大人吩咐 官员们被带到将军府大堂 将军府被围 楚欢令人将赵信和东方夫人暂时拘押 叫过宣言圣财 问道 一切是否对你安排妥当了 回禀大人 人寿已经选定了 东方信的令符和将军印已经到手了 现在就可以出发 楚欢肃然说 一切按照原计划 立刻派人出城 等到薛言圣财退下 楚欢这才来到拘押赵信的小屋里 门外两名武士把守 楚欢进了门内 屋里点着灯 本来被五花大绑的赵信 此时却已经是被解开了绳子 正坐在屋里喝茶 听到动静 赵信抬起头 见到楚欢立刻起身来 上前两步跪道在地 公寿说 赵信 拜见宗都大人 楚欢抬手扶起 笑着说 赵信 这一次你鞠躬之危 本都对你很满意 赵信说 大人客气了 如果不是大人惊喜安排 赵信的深重大恨 此生只怕都难以得报了 赵信 你是性情众人 这么多年 对东方夫人 对不住 应该称呼她为小云 你对小云一往情深 如此重情义的男子 是所罕见 楚欢肃然说 若不是知道 你对小云如此深情 重情重义 本都是不敢轻易相信你的 赵信哭笑地说 笑得知道 大人行事谨慎 所以主动请求 服下毒药 楚欢还想说 其实本都当时给你的毒药 并不是真正的毒药 你既然敢服下 那就证明 你确实是真心要帮助本都 毒药是不是真的 已经不重要了 原来 赵信一争 自己苦笑地说 大人知谋过人 赵信服了 又奇怪地问道 大人莫非从一开始 就设下了如此计谋 董事真和东方信 在习惯人多事中 本都如果不领出奇谋 很难搬到他们 楚欢是以赵信坐下 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百胜 从一开始 我就派人秘密调查 东方信的情报 才得知 原来东方信 与你有关这段往事 你当年 与小云情投意合 甚至都已经私定终身了 东方信 为了一己私欲 不顾兄弟之一 将小云 从你身边夺走 很多以为 只要稍有血性的男儿 一定不会甘心 赵信 握拳冷笑地说 当年 我们一同参军 一劫进来 我们随他 浴血死杀 可是 无论我们立下 多大的功劳 他都战为极有 步步高升 三位兄弟的性命 成了他 平步轻云的 踏脚石 那次剿匪 如果不是他 拉过四哥 当作挡箭牌 四哥也就不会 丧生沙场 他自以为 做得隐秘 可是当时 我看得一清二楚 楚官摇头叹道 这人之面不知心 赵信 东方信已经收手了 你的那几位兄弟 可以瞑目了 赵信 再次向楚官拱手 说道 全凭大人信任 这才让赵信 大仇得报 赵信这么多年 忍辱头生 就是为了 有朝一日 能够爆出血恨 只可惜 东方信 位高权重 武功比我高 而且对我 早有戒心 处处提防 一直没有机会 我只以为 此生大仇难保 幸好 有大人前来 这才让赵信 随死无憾 楚官笑着说 其实 这要说起来 咱们还要感谢 董事贞呢 如果不是他 包藏祸心 此番 未必能够如此顺利啊 董事贞 一直对东方信 怀有疑心 赵信说 如果说 东方信是一头狼 那么董事贞 就是一条毒蛇 此人心机深沉 一直也在等待时机 探道 哎 大人当真是 知己深远啊 知道 要想取信 董事贞和东方信 必须要先将自己 置于绝路 领悟自备调一事 大人将我逼得 无路可走 连他们都相信了 大人是为了东方信 所以才将我逼入绝境 楚官笑着说 东方信对你怀有戒心 如果不让他们 以为你对本都狠之入骨 他们就很难相信你 咱们的计划 也就很难实施了 好在 一切都十分的顺利 他们只当 我对大人真的狠之入骨 主动去找他们 要行刺大人 他们自然不会放过 这样的好机会了 赵信缓缓地说 他们要以我为刀 却不想这把刀 是大人故意送给他们的 楚官说 董事贞 狼子野心 他想接这次寿宴 将本都和东方信出去 只可惜 他自己都没有料到 第一个死的 会是他自己 赵信点点头 楚官忽然说 董事贞给你服下的毒药 你现在感觉如何 赵信脸上立刻显出了感激之色 说道 一切还有戏国大人 大人当初给我服下的毒药是假的 可是董事贞给我服下的毒药却是真的 大人之前所料不错 董事贞为人狡猾 就算相信我是真的要刺杀大人和东方信也会拿住我的把柄 他以毒药控制我也在大人的预料之中啊 主欢汉手说 嗯 这是最有效的法子 本都只是觉得这是他最有可能使用的方法 不想就被我料对了 大人料是如神 但是董事贞却未免自大呀 赵信冷笑地说 他只以为自己的毒药旁人根本无法解毒 但是大人却情而易举地解除了我体内的毒素 如此说来 你体内的毒素已经清除 主管展颜说 嗯 如此就好了 多亏大人那几只虫子呀 赵信感激地说 不瞒大人 当时小人对大人的方法还是颇为怀疑 那虫子看上去十分古怪 我还以为大人要对小人 善善一笑 惭愧地说 只是想不到 那虫子竟果真是解毒的神物 当天就将小人体内的毒素清除 如此甚好 楚欢汉手 魏晨尹才问道 赵信 你大仇得报 接下来准备怎么做 赵信看着楚欢说道 一切还听大人的安排 楚欢说 事先本都对你我承诺 只要大事一了 必然保你安然无恙 只是我是行刺董事贞的真凶 他们也都知道 我落在大人的手中 如果就这样子一开 赵信犹豫了一下 这样会不会连累大人呢 楚欢摇头笑着说 你不用担心 本都自有安排 你的妻儿现在已经安排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只是小云何去何从 却是让本都有些为难呢 赵信双眉一紧 问道 大人 你的意思是 东方信既然被定为谋逆之罪 小云总是要遭受牵连的 楚欢肃然说 按照朝廷的法度 他要么被冲军边塞 要么被贩卖为奴 大人 这万万不可 赵信急忙说 赵信愿一命换一命 恳请大人放过小云 楚欢凝视着赵信叹道 赵信呢 一个女人甚至不是你的妻子 在你的心中如此重要 你甚至不惜自己的性命 也要保住她 赵信苦笑地说 大人哪 有所不知 参军之前 我与小云是同村 两家只隔了几户人家 那时候 我与三哥关系很好 时常在一起上山打猎 后来父母早逝 骨神一人 他兄妹对我带若家人 三哥一直对我关乎 而小云也对我十分的照顾 被出阁的姑娘 本来不能轻易动其他男人的衣物 可是小云体恤我孤苦 给我缝补衣裳 给我坐鞋 哎 摇头叹道 本来我已经与小云死定终身了 那时候我就立誓 一定要好好照顾小云一生一世 可是 眼眸子中又显出了怨恨之色 楚欢汉手说 嗯 我明白了 虽然小云被东方信 从你身边抢去了 可是 你一直都没有忘记她 是 赵新毫不犹豫地说 她是我一生中 最爱的女人 我可以为她 付出自己的生命 果然是有情有义啊 楚欢叹道 赵新啊 你说的话 当然不是假的 什么 你说 愿意一命换一命 楚欢将自己妖间的血引刀解下 放在桌子上 本都答应你 只要你自尽 本都可以保证 定然不让小云卷入这次事件之中 本都还可以向你保证 让她好好活下去 赵新一争 随即说 呃 总督大人的话 赵新不会怀疑 拿过血引刀 把刀在手 盯着楚欢 这盘赵模死后 总督大人 念及赵新此番 立有威功 善待赵新的家人 和小云 吊转刀刃 夹在自己的脖子上 标自尽 便在此时 听得一声惊呼 不要 房门咔嚓一声 被推开了 东方夫人 已经冲进屋里 脸上满是惊恐之色 双颊 却已经是挂满了泪水了 楚欢在电光火石之间 已经探手 握住了赵新的手腕子 赵新手臂动弹不得 自然无法自尽了 他听到声音 扭头看过去 见到东方夫人 身体一震 失声道 小云 你 楚欢 却已经大笑起来 夺过赵新手中的血引刀 手刀入鞘 赞赏地说 赵新 哈哈哈哈 你果然是条好汉子 没有让人失望 东方夫人 泪眼婆娑 瞧见赵新安然无恙 又是欢喜 又是激动 颤声道 赵新 你 你为何如此 这样值得吗 赵新起身来 面对东方夫人 面带亏塞地说 小云 这么多年 让你受尽委屈 都是我的错 可是 东方新心狠手辣 我要报到大仇 只能忍耐 我只怕你不要管我 我不怪你 东方夫人 泪如泉涌 这么多年 到时候我误会了你 因为你是 妄狠 富裔 勾结 头生的小人 我不知道 这些年 你是如何 熬下来的 东方新 一日不死 我就一日 不会忘记 这神仇大恨 赵新 握拳说 如今 有总督大人 帮助 大仇得报 我的心愿已了 楚欢 已经起身 说道 赵新 本都 问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赵新 立刻攻身 说道 大人 请问 夫人 如今 无依无靠 不知道 你是否愿意 好好照顾他 楚欢 将血引刀 重新 配在腰间 盯着赵新的眼睛 问道 赵新一睁 随即 颤声说道 大人 你的意思是 楚欢 叹道 你帮了本都 大忙 如果本都 真的杀了你 你一定会觉得 本都心狠手辣 不和柴桥 杀人灭口 赵新 尴尬地说 大人 小镇 绝不敢 这样想 楚欢 是微微一笑 轻声说道 如你所说 不管怎样 董事真 被你所赐 众人皆知 衙门里 暂时容不下你的 你只能带着家人 暂时隐居起来 你的妻儿 在等你 但是 夫人的去路 本都自然 也要好好想一想 如果你愿意 本都希望 你以后 也能好好照顾夫人 应该说 好好照顾 小云夫人 赵新 看着泪眼婆娑的 东方夫人 眼中显出了 激动之色 楚欢 却竟看向 东方夫人 轻弹道 愿得有情郎 白手不相礼 小云夫人 你和赵新 青梅竹马 只可惜 命运多灾 一路坎坷 如今 波云渐日了 本都不知道 你是否还愿意 跟随赵新呢 东方夫人 咬着红唇 低下头 泪如雨下 沉默一阵 摇头说 剑夫 已经是残话败流 不能再 赵新闻言 二话不说 上前去一把 抱住了东方夫人 小云 不要这样说 我保证 从今以后 一定要好好照顾你 可还记得 村口的那棵大槐树 在那棵树下 我曾经对你立过誓言 一定要好好照顾你一辈子 陪着你白头 正如总督大人所言 咱们一路坎坷 好不容易波云渐日 那些灾难 咱们都忘记 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再也不让你受委屈 东方夫人想不到 赵新会如此 被赵新拥在宽厚的怀抱中 竟是多少年来第一次 感受到安全和温暖 禁不住也抱住了赵新 声音发颤 赵新 我记得你的承诺 只要你不嫌弃我 我愿意一直跟随你 愿意和你一起白头 楚欢哈哈一笑 看到眼前的一幕 竟是觉得心里十分的愉快 轻声说 赵新 暂时要委屈你和夫人两天了 到狱中委屈一下 我会安排你们离开 到时候 本都会为你们 准备足够的盘缠 和生活用度 你们就和家人会合 远走高飞 赵新放开小云夫人 转身跪在楚欢脚下 七尺高的男儿 眼泪如雨 那头败道 祖都大人 你对赵新的恩德 三生三世也无以为报 赵新 愿三生三世 报答大人的大恩大德 将军府 正堂之内 十数名官吏 或站或坐 虽然楚欢刚才 是让众人在正堂喝茶稍后 可是 将军府的家部下人 都已经被控制住了 官老爷们 自然没有喝上茶了 正堂前后门 都已经有禁卫武士守住 一名官员尿急 想要出门解手 禁卫武士二话不说 直接拔刀了 那官员无可奈何 只能乖乖地 回到正堂内了 众人窃窃私语 不知道楚欢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所有人都是紧张无比 白天 董事真被刺 晚上东方信丧命 谁也不知道 接下来 会发生怎样 让人吃惊的事情 时间悄悄流逝 总督大人迟迟不见过来 反倒是天色 却渐渐接近黎明了 当楚欢出现在正堂门前时 所有人都带着敬畏之色 拱着身子纷纷行礼 如果之前许多人 还没有见识到 楚欢的狠力威势 那么今夜 制刀杀人 干脆冷酷 那是真正让人知道了 这位年轻总督骨子里的 冷酷无情 诸位 久等了 楚欢面带笑容 背部双手 镜子走到正堂主座座下 这一屋子人 都等了大半夜了 都有些困乏了 却还是站立恭敬聆听 让大家留起来 是有些事情 还没有处理完全 诸位都是习官的重要官员 本都做事 速来公正公开 不告一言堂 所以这才留诸位一起处理 是了 先前让大家好好歇息 不知诸位是否歇息好啊 不少人心中暗想 你葫芦里不知道 卖的什么药 刚刚发生流血事件 你却将我们困在这里 连大门都不让出去 让我们如何好好歇息啊 只是这话 自然没有人敢说出口了 纷纷地说 歇息好了 歇息好了 楚欢坐下之后 靠在椅子上 见众人都瞧着自己 抬起手 是意众人该坐的都坐下 韩笑说 大伙不要多心呢 再多等片刻 咱们等的人还没有过来呢 本都估计应该快了 众人面面相去 不知道楚欢到底要等什么人 将军府正门前 一队人马飞之而来 这一队人马不过七八七人 看装束乃是平息军的兵马 当先一人一身戎装腰间佩刀 瞧见将军府大门虚眼 门前是四名佩刀的护卫 见到有人过来 四名护卫的目光 即刻就转过来了 领头的将领翻身下马 上前说 郑子英偏将 韩英 奉东方将军之令 特来觐见 一名护卫已经说 将军已经在府内等候多时了 吩咐韩片将抵达之后 立刻入府进见 使了个眼色 旁边一名护卫将 续远的大门推开一道缝隙 抬手说 韩片将请进 韩英身后众人也都翻身下马 韩英整了整加州 身后几名兵士跟着正聊入府呢 刚走上十街 一名护卫已经说 韩片将军吩咐了 只能您入府进见 目光扫向韩英身后几人 意思很明显 韩英皱起了眉头 却还是回头说 你们在外面等候 独自上前 还没进门呢 另一名护卫已经说 请韩片将解下佩刀 韩英奇怪地问 以往进入将军府 并不需要解下佩刀 今日为何要解我佩刀 都是将军吩咐的 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还请将军理解 护卫伸手盯着韩英 韩英犹豫了一下 显出狐疑之色 却还是解下佩刀 递给护卫 这才进到大门之内 此时一名护卫已经上前了 向韩英几名部下 肃然说 你们几个随我来 韩英进到府内 第一时间就感觉气氛有些不对 走出几步 前面便闪出一人 韩英停住脚步 条件反射地去摸自己腰间佩刀 却发现摸了个空 心下吃惊 后退一步 身为军人的警觉 让他已经感觉到身后有人了 扭头回去 发现自己身后 又有几名武士闪出来 挡住了巨鹿 你是镇子营偏将军 韩英 站在前面的人 含笑问道 我就是韩英 你是 玄元圣财 韩英打量大人几言 认了出来 楚欢出到朔全的时候 在北望楼又接封宴 虽然最后不欢而散了 但是朔全城附近的四营偏将 都跟随东方信参加了接封宴 宴会之上 玄元圣财跟随楚欢 楚欢固然让人记忆犹新 玄元圣财年轻英武 去也是让人难以忘记 不错 宣圣财点头说 韩片将 总督大人正在大唐等候 请随我来 总督大人 韩英后退一步 戒备地说 宣圣财 你这是什么意思 韩某是奉东方将军之令 前来庭后差遣的 并非是总督大人召见 你们这是搞什么鬼 宣圣圣财凝视韩英 说道 朔全城附近 朱扎四营 四大偏将军 有两位是东方姓的人 你是于老将军的旧部 楚总督并不将你当成敌人 你尽管随我来 很快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韩英一脸茫然 只是此时却瞧见了 势在对方 由不得自己 冷哼一声 说道 韩某都要看看 你们想要搞什么鬼 韩英不属于东方姓的嫡系 而是鱼部区的旧部 但是霍无风却正是东方姓一手提拔起来的平息军将领 能够让东方姓放心地交给他一个营 可见东方姓对他的器重和信任 实际上霍无风也确实没有让东方姓失望 朱全城附近四大营 雄如海和霍无风两大偏将是东方姓的嫡系 雄如海勇猛有余而制略不足 但是霍无风的头脑却是比雄如海要灵活得多 今夜有人前往黎子营传达东方姓的将领 令他速速赶到将军府有钥匙相商 霍无风也不是没有过怀疑 东方姓并没有召集将领入城议事的习惯 但有军事会议反倒是在军营聚集的 但是盖有将军印的传令文书并不是假的 霍无风当然也没有想到城中会发生巨变 他倒是觉得前次楚欢大闹昆子营 东方姓必定是耿耿于怀 此番召集将领入城只怕是有密室相商 所以也就带了几名亲随入城来 将军府发生的变故 楚欢第一时间封锁 消息还仅仅是在将军府内并无传递出去 霍无风带人来到将军府前的时候 身为军人的警觉让他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劲了 但是到底哪里不对劲他也说不上来 停在将军府前翻身下马来 沉声道 李子营偏将霍无风奉将军之令前来拜见 是霍偏将将军正在府内等候 护卫面无表情的说 请霍偏将速去拜见 霍无风微微汉手上前两步 护卫已经说 请霍偏将交住兵器 为何这是将军吩咐 活动只是奉命行事 霍无风伸手到腰盘 犹豫了一下 正要解下配刀呢 忽然问道 你们几个眼生的狠 以前并没有见过 护卫眉头一紧 霍无风已经后退两步 冷笑的说 当真是将军召见 这很有假 护卫沉声说 护卫将将军正在等候 不要让将军等急了 不对 霍无风立声说 你们不是将军府的人 你们的靴子 不是将军府护卫的靴子 几名护卫立刻低头去看 霍无风立声说 果然是假的 他知道事不寻常 转身便走 翻身上马 沉声道 快走 几名护卫哪里能由霍无风逃脱呀 拔刀在手 沉声道 哪里走 霍无风调转码头 拍马便走 他知道 自己已经中了圈套了 第一个念头便是赶紧出城 骏马如飞 吃出数米圆 猛听的骏马一声 长思前踢扬起 霍无风大叫不好 双手在马背上用力一按 整个人从马背上腾起 那骏马长思争忠 轰然到地了 霍无风心下惊慨 腾身掠起 落地之时 已经拔刀在手 呼挺的 身后竟传来冷冰冰的声音了 虎风 你再踏出一步 我敢保证 你立刻死于我的剑下 那声音寒冷如冰 虎风的额头冒出汗烂 竟真的不敢再跑了 缓缓转身 指尖不远处 轩辕圣财 长弓在手 万弓搭剑 剑时正对准自己 霍无风心下骇然了 转头去看骏马 那骏马 卧在地上挣扎了 却是被 轩辕圣财 射中了要害了 他当然知道 轩辕圣财的来历 帝国第一五军世家 身为军人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三刀四枪破天弓 剑身轩辕绍的 威名降于天下 他的堂帝 轩辕圣圣财 虽然没有 轩辕绍那般的 威名和剑术 可是此时此刻 霍无风又岂敢 拿自己的性命 去做赌注 轩辕圣财 你 你要谋反 霍无风脑怒 我刀在手 却真是不敢轻举妄动 他手下那几名兵士 都已经是脸色残变 连偏将都不敢动弹 几名亲随 又岂敢轻举妄动 轩辕圣圣财摇摇头 说道 总督大人正在等你 你若是现在离开 谋反的不是我 而是你 霍片将 打没将打开了 请霍片将入府吧 总督 无权过问军事 霍无风一手握刀 一手握拳 学员圣财 你无权对本将 发好施令 我无权 可是我的剑可以 学员圣财冷笑地说 你若是抗命 我的剑立刻射死你 你信不信 霍无风宁可相信 母诸会上述 也不会不相信 轩辕圣财的话 帝国第一武勋世家 当然不是徒有续名了 轩辕一族为帝国的建立 立下了赫赫战功 为了皇帝陛下的大业 轩辕一族 战死杀成的子弟不在少数 谁也不会怀疑 轩辕世家 在皇帝心中的分量 帝国两大异性国公 安国公黄举 义国公宣言平章 曾几何时 许多人都觉得 皇帝陛下 对安国公一族更为宠信 将帝国的财政大权 交到了安国公一族的手中 甚至将位数京城的吴京卫 也交给了皇室一族 那时候 义国公受到的恩誉 似乎远不如安国公一脉 但是通天殿事件之后 人们这种想法 立刻烟消云散了 安国公一族 已经不复存在 而义国公一族 依然屹立在帝国的高端 轩辕绍 身为禁卫军统领 位数的 却是皇宫的安全 轩辕盛财 是轩辕一族脱颖而出的子弟 其能耐 仅次于唐兄轩辕绍 虽然如今官职并不高 但是 如果他果真在这边 设死一名偏将 谁也不会怀疑 他会安然无恙 帝国的皇帝 当然不会因为 一名小小的偏将 而将轩辕一族的 后继执秀治罪 霍无风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他知道 轩辕财的话 并不是在危言耸听 带着无尽的恼恨 他只能是交道入府 将军服务政堂之内 官员们大眼瞪小眼 霍无风韩英已经落座了 面对绝对的实力 在事情还没有清晰之前 霍无风实在不敢有太多的举动 韩英是眼观鼻鼻关心 自打进了政堂之内 见过楚欢 落座之后 便如同老僧入定 不发一眼 甚至目不斜视 楚欢似乎并不准备 这么快就让事情清晰过来 虽然在场众人都没有茶喝 但是楚大总督自然是不同常人了 端着刚沏好的茶 很有滋味的品着 好像现在最紧要的事情 不是商量什么正事 而是耐心品茶 丑时已过 入了银时 天色微亮 对子营偏降方如水 终究还是来了 他出身西北军 也不是东方姓的嫡系 看上去是个敦厚老实的人 老老实实的参拜 老老实实的坐下 然后学着韩英 老僧入定 直到银时三刻 雄如海 他被担架抬到了政堂 看到卫数朔全城的 四大平息军片将棋棋到场了 众官员知道 定然有大事要发生了 雄如海被秦雷一拳 打得伸手重伤 这才短短几日过去 依然是下不了床 来到正堂 桥建满座官员 楚欢高高在上 并非东方信坐在主座 雄如海已经知道 事情有变了 但是此时 他已经无可奈何 总督大人很体恤 这位受伤的偏将 就让他躺在担架上了 四大偏将军到齐 主官正在放下茶杯 微笑地说 该到的都已经到齐了 该办的事情也要办了 今夜请你们四位前来 你们心里只怕很疑惑 不知道本都想做什么 顿了顿 依然含笑说 本来嘛 本都虽然是习官道总督 但是主理正事 平息军隶属于朝廷 并为地方军 本都本来是 无权插手军务的 霍无风憋了老半天 此时终于忍不住了 说道 楚都知道朝廷的法度 那就好极了 既然将我们四个找来 当然是为了军务了 军务由东方将军主理 既然要议事 东方将军自然是要在场 敢问楚都 为何东方将军 迟迟不曾出现 楚官转世霍无风 云淡风轻地说 很遗憾地告诉几位 今夜议事 由本都主持 东方信 只怕是不能参加了 为何 霍无风皱眉说 楚官叹道 东方信 只是刺客 行刺董之柔 事情败露 拒捕突逃 已经被本都当场斩杀 所以 他已经不能参加议事了 此言一处 霍无风豁然站起 脸色巨变 熊如海本来躺在担架上 文言也是悚然变色 强撑着要坐起来 只是身体还没坐起呢 牵动内脏之伤 剧痛钻心 重新躺下去了 队子应偏将军方如水 本来闭着眼睛 文言一时睁开眼睛 眼眸子里显出匪夷所思之色 只有韩英 眉脚动了动 连眼睛也没有睁开 楚渡 有些玩笑开不得 霍无风双拳握起 你是说 东方将军已经死了 楚欢淡淡地说 本都虽然喜欢开玩笑 但是今夜却不会开玩笑 霍偏将 请注意你的称呼 东方信 行刺朝廷命官 是谋逆之贼 这东方将军的称呼 本都劝你 还是不要用得好 霍无风的身体微微颤动 双目圆征 正堂之内死一般的寂静 片刻之后 霍无风颓然坐下 失神地说 东之洲被刺 东方被杀 这 这怎么可能 有时候 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便便发生了 楚欢探道 哎 此事并为本都艺人所见 事发前后 在场的诸位官员 都是一清二楚 而且刺客已经当场指认 东方信畏罪拒捕 主案室众官员 询问道 诸位 此事你们都是见证 不知道本都所说的是否有错 众官员互相看了看 并有部分人连声说 楚都所言甚是 正是如此 倒有几名诸党官员 犹豫不决 虽然主官此事占据优势 但是四大偏将军在此 这些人心中他还存着一线希望 只怕能够扭转局势 楚都所说的刺客 不知道现在在哪里 霍无风再次问道 楚欢含笑说 其实行刺 董事贞的刺客 你们并不陌生 他是兵不死主事赵信 本来独职潜逃 但是却取而复返 受命东方信 在寿宴之上刺杀本都和董大人 本都幸免于难 可是董大人却是不幸遇害 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是赵信 霍无风是面如死灰 如果是别人 霍无风心中或许还会怀疑 这是楚欢的阴谋 但是外人都知道 赵信是东方信的同乡 这些年来 赵信对东方信是唯唯诺诺 在外人看来 他就是东方信手下的一条狗 这若东方信和赵信的私人恩怨 真正知道内情的人并不多 极少有人知道赵信是忍辱负重 日夜想着要报处学恨 赵信行刺 霍无风也觉得 这与东方信脱不了感性 而且他也清楚 东方信对楚欢恨之入骨 他派人行刺楚欢 并不是很难理解的事情 证据确凿 此事已经不用再多说了 楚欢素然说 今夜请你们四位过来 还有诸位同仁在场 只是想商议一下平溪军的事情 本都说过 本都无意插手军武 但是东方信货罪被杀 平溪军群龙无首 本都竟然是西关道总督 而平溪军又是在西关境内 本都就只能挺身而出 哪怕遭人非议 也要帮助平溪军处理此事了 霍无风张了张嘴 却终究没能说出话来 他看了看寒英和风如水 这两位偏将 却都是一副势不关己的表情 这若雄如海 霍无风实在不觉得他能起什么作用 国不可一日无军 而一支军队同样不能没有统帅 楚欢欢欢地说 平溪军神负众人 不但要位属西关 还要清剿匪患 没有统帅那可不成 就算本都现在上书朝廷 一时半刻 朝廷的任命也不能历史到达 所以今夜 物表商议出一名新的平溪将军 不知几位一下如何 霍无风皱眉说道 不知楚都想如何商议 楚欢端起茶杯 品了一口 放下茶杯 才慢悠悠地说 本来嘛 东方信既然不在了 但是平溪军还在 还有八营偏将军 最好的办法 当然是从八营偏将军中 选出一位来 但是其他四营远离朔权 无可奈何之下 今夜就由你们四位偏将军 商议一个人选出来 霍无风狐疑地说 楚都的话 末将还是不清楚 你说有我们四人商议 是否新的统帅 要从平溪军将领之中选出啊 当然可以 只要忠诚朝廷统兵有方 人品高尚 自然可以由他暂时 担任平溪将军了 楚光缓缓地说 在朝廷的委任下来之前 再由你们选中的 统帅 统领平溪军 韩孝 您是霍无风 你霍偏将如果觉得自己合适 也可以提名自己 由大家来商议 我 霍无风一争 当然 主席接着说 随机摇摇头 说道 不成 霍偏将啊 你只怕还没有资格 担任平溪将军之职啊 霍无风冷笑地说 楚都刚刚不是说过吗 可以由我们平溪军的将领 担任统帅吗 别人 本都不知道 但是你霍偏将确实不行 楚光肃然说 本都说过 除了忠于朝廷 统兵有方 还要人品高尚 你霍偏将既然是朝廷的将领 想必对朝廷应该十分忠诚 知若是否统兵有方 东方信既然提拔你 想必也有高于常人的地方 只是 你霍偏将的人品 没有说下去 只是摇了摇头 霍无风心下恼怒 冷笑地说 楚都 你的意思 末将不明白 不知道末将人品有何问题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啊 主官叹道 霍偏将啊 本都想给你留下颜面 莫非你自己都不想要 非要当众说出来 末将是军人 不喜欢折折掩掩 楚都是有话尽管说出来 霍无风站起来 说道 末将很想知道自己的人品到底出了什么差错 楚欢叹道 唉 你既然执意如此 本都也就有什么说什么了 看向守在正堂大门处的轩辕圣胜财 吩咐道 轩辕 将他带上来 正堂众人都有些疑惑 不知道楚欢要带谁上来 轩辕圣胜财出门去 片刻间便带了一人回来了 那人一身锦衣 念过四讯 长着山羊胡子 一双小眼睛 拱着身子 众人只瞧了一眼 虽然没有几个人认识这个人 但是大多数人都猜出了 如此打扮 应该是一名山谷 霍无风乔将来 这人面色巨变 身体有些发抖 那人看上去十分紧张啊 额头冒着冷汗 目光黄骨 轩辕圣胜财带他入堂 沉声说 还不上前拜见总督大人 那人瞧见楚欢在上座 虽然紧张 但是这点眼力劲还是有的 拱着身子上前去 普通跪道 小人牛得闭 拜见 拜见 总督大人 楚欢也不看此人 双目犀利 盯着霍无风 淡淡的说 霍片讲 这位牛老板 你该认识吧 火无风直觉的手不心冒汗 却不知他额头也已经有冷汗伸出了 一时间却不知道该怎么说 眼中既有惊慌 但更多的是不敢置信 听到寺下里官员低声议论 楚欢已经向那牛得臂问道 牛得臂 你是什么人 小人 小人是一介商人 牛得臂抬手 用衣袖擦去额头汗水 做些小买卖 养家 猴狗 牛老板客气了 你自认为是小买卖人 可是本都却觉得 你的买卖做得比天还大 楚欢淡淡的笑着说 试问 这天下间 有几个商人敢倒卖军粮 啊 四下里众人 都是勃然变色 军粮 顾名思义 是军队的粮食 是朝廷 让当兵的活命的粮食 这种粮食 不说倒卖了 便是稍有可扣 也是大罪 霍无风感觉 脑中一片空白 他实在想不通 楚欢是用什么方法 将这牛得臂 带到这里来的 牛得臂叩头不止 宗都大人饶命 宗都大人饶命 小人财迷心脚 小人 小人 该死 求他人饶命啊 朝廷的法度 本都想大家也都该清楚 楚欢冷笑地说 当兵的吃粮 天经第一 朝廷拨下来的军粮 那都是老百姓的血汗 当兵的保家卫国 老百姓为他们种粮 帝国正在应付东南战时 朝廷的物资十分的吃紧 可是朝廷却还是从牙缝里挤住了物资 给平息军调拨粮食 关内的安逸和西山两道 为了支援西北更是节衣缩食 说到底 是为了让平息军将士能吃饱肚皮 好保卫百姓统计流寇 砰的一声 楚欢重重派在身边的暗机上 厉声道 但是如今 竟然有人敢将军粮私自调用 为了一己私利 不顾平息军将士的死活 本都试问 这样的败类该当何罪 霍无风再一次褪然做到 在场的官员都不是傻子 此时此刻都已经明白了什么 目光纷纷瞅向了霍无风 霍无风再无惊气 喊如雨下 软坐在椅子上 搭了着脑袋 楚欢冷冷地瞥了霍无风一眼 说道 牛德毕 本都问你 你从李子莹 弄走了多少军粮 大人 小人嘴甘万死 其实 其实从李子莹 得到的粮食 并不多 牛德毕额头的汗水 是擦之不尽 从头到尾 也不过 也不过 几百袋粮食 几百袋 到底是几百袋 四 不不 五百多袋 五百多袋 还叫做没多少 楚欢冷笑地说 李子莹 有四千僵士 一袋粮食 足够一百名士兵 撑上三天 五百袋粮食 足够李子莹 撑上半个月 如今西官到处缺粮 你敢说五百袋粮食 不多 李子莹道 你可知道 我说五百袋 就是贩卖一颗菌粮 也可以卡内的人头 咚咚咚咚咚 牛德毕叩头如算 颤声祈求道 大人 小人有罪 请大人从今发落 小人 小人什么都交代 是 瞥了霍无风一眼 想到楚怀随时可能 一挥手标 取了自己的脑袋 牛德毕一咬牙 是货片将 派人找上小人 说是有粮食 要小人帮忙出手 小人 小人是伤着 有力可度 自然 自然没有拒绝了 后来才知道 是要贩卖军粮 小人几乎难下 还怕如果拒绝 货片将会报复小人 所以 小人只能帮他倒卖军粮 前后供倒卖了 五百多袋军粮 最后这一批粮食 被总督大人 派人扣住 还没有住手 霍无风此时 心寒如冰 已经明白了 楚怀竟然是早就盯上了自己了 甚至暗中调查自己 牛德毕 显然是被楚怀 派人秘密抓捕起来 他脑中此时将事情 已经仔细地 思索了一遍了 越想越惊怕 万万想不到 如此年纪轻轻的总督 手段竟是如此了得 董事真死 东方信死 又第一时间准备收拾平息军 一切都是早有预谋 想到一切很有可能都是楚怀 早有计划 火无心心下量了半截子 楚怀竟然连牛德毕都拉了出来 今日的事情势必无法善聊 霍片将 不知道牛老板的话 你是否听清楚 楚怀的声音将霍无风惊回神 他如果有虚言 你大可以辩驳 霍无风心中清楚 楚怀竟然早有准备 自然是手握铁正了 自己无论如何辩驳 那也无济于事 无力地说 魔将 却不知该说什么了 楚怀也不理他 太说挥了挥 玄圣才立刻让人将牛德毕压了下去 楚怀这才说 霍片将已经不是最适合的人选 熊片将受了伤 平息军务繁重 本都自然也不会忍心 让一个受伤的片将担起重任了 主案是韩英 温言说 韩片将 你可有什么好的人选啊 韩英似乎是如梦方醒 睁开眼睛 起身拱手 说道 末将 你借武夫 只知道听命行事 东方信不在了 一切听凭楚都安排 楚欢微微一笑 木官看向方如水 方如水 已经起身说 末将 听从楚都安排 两人这样一说 诸党那几名官员也死了心了 本来还想依仗平息军四大偏将改变形式 但是只片刻间 霍无风 口不能言 方如水和韩英 毫不抗拒 只若雄如海 废人一个 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楚欢手中 大家都清楚 这时候 如果还有人跳出来 那简直是自取灭亡 想到平息军很有可能会脱离诸党控制 落在楚欢手中 几名诸党官员心中 大事不敢 他们知道 平息军一旦落到楚欢控制中 楚欢下一步 自然是要清除习官的诸党实力 自己定然是要成为目标 没有什么好下场 想到楚欢来到西关短短时日 诸党在西关费尽心里形成的势力 在朝夕间就溃不成军 众人心中又是恼恨又是无奈 早至如今 当初东方信 还不如直接带兵干掉楚欢呢 楚欢哈哈笑着说 韩片将方片将 这是你们平息军的事务 本将做个牵头人 但是真正的决策 还在你们的身上 二位可有毛遂自荐的想法 韩英摇头说 末将才数学前 军签效力倒可凑合 但是万不能担任一军统帅 方如水心知肚明 一说 末将自私 连韩片将也挤不上 韩片将都无能为力 末将更是没有这等能耐的 楚欢叹道 唉 那可怎么办才好啊 韩英和方如水对视眼 未犹豫 韩英终于说 楚都 末将 倒有一位人选 不知当将不当将 请将 其实有一名极为合适的人选 完全可以暂代平息将军置之 韩英政策说 此人出身高贵 本领出众 而且是军人世家 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想当年 宣元将军十三岁登上城头展旗 可见有才能并不再年高 此言一出 所有人的目光 都敲向当门而立的宣元胜财 楚欢已经问道 韩偏将所说的人是 自然是宣元胜财 韩英抬手指向宣元胜财 楚都 莫非不觉得宣元胜财 就是当前最合适的人选 众人都是深吸口气 宣元胜财 也有些错愕 楚欢 呕了一声 问道 哦 韩偏将是想举一件宣元胜财 末将是这个意思 韩英点头说 韩英虽然是航武出身 但是当初曾是 于不屈部下的将领 能够得到于不屈的赏识 当然不是鲁莽五福 今日的事情 他已经看得十分明白了 楚欢以雷霆手段 收拾了东方信 而且三言两语之间 已经控制住霍无风 虽然楚欢声声 不插手平息君之事 但是瞎子也能看出来 主欢绝不可能放过这样的好机会 无论如何 他定然是要染指平息君了 韩英是于不屈的爱将 当初于不屈组建平息君 成立八大营 韩英被于不屈直接任命为 郑子营的偏将 统领一营 郑子营的官兵 大部分都是于不屈当初 从官内带着的嫡系 虽然其间东方信 也调动不少心腹部将进入郑子营 但是郑子营却还是牢牢控制在 韩英的手中 正因如此 朱灵月借东方信之首 大肆清洗平息君 佣人为亲 可是因为韩英的特殊身份 东方信却不敢轻易对韩英动手 韩英虽然掌控郑子营数千官兵 却知道在西北 朱党势大 虽然对朱党轻重异己 心知肚明 心中十分的不满 但却还是一直保持坚默 小心谨慎 今日 东方信已亡 韩英看出其中厉害 知道楚欢要做大 他心中倒是宁可 平息君落在楚欢手中 也不愿意看到朱党控制平息君 宣元圣财是楚欢的人 而且出身武勋世家 虽然资历很浅 但是韩英思所办上 却还是觉得 举荐宣元圣财 是自己当前最好的选择了 宣元圣财一旦统帅平息君 也就等如是楚欢掌握了平息君了 可是其中却又另有说道 毕竟谁都知道 宣元世家一门忠烈 对皇帝陛下十分的忠诚 宣元圣财也不例外 说宣元圣财是楚欢的人 还不如说宣元圣财是皇帝的人 如果楚欢效忠皇帝 宣元圣财手中雄兵 那么平息君依然效忠朝帝 可是楚欢怀有一心 那么宣元圣财就未必和楚欢走在一起了 平息君那时候不会听从楚欢调遣 只要宣元圣财效忠朝廷 那么不管楚欢的心思如何 平息君依然是朝廷的兵马 韩英跟随于补区多年 于补区对皇帝忠心耿耿 韩英自然也是尽忠朝廷了 他举荐宣元圣财 说是顺应楚欢的心思 倒不如说是在维护朝廷 此外还有一点 宣元圣财是帝国第一武勋世家子弟 举荐宣元圣财为平息君统帅 实际上是给了宣元家族一个大大的人情 这对于身在寒武的韩英来说 无谓是对自己的前途大大有利 宣元圣财是宣元世家后期之秀 更是大秦帝国的后期之秀 韩英深知 宣元圣财没有被立刻提拔到高官 很有可能是宣元世家 甚至是皇帝在历练此人 以宣元圣财的出身和能力 迟早要担当大人的 如今正值国难当头 借此契机 让宣元圣财担当大人 未必不是顺了皇帝的意思 这是一举数得的事情 韩英方才思索良久 终是暗暗下定决心 立见宣元圣财为平息将军 这不但是对朝廷 也是对自己前途有利的大好事情 楚欢韩孝望向宣元圣财 说道 宣元 韩偏将举荐你 暂待平息将军之职 你又是什么意思 宣元圣财有些错愕了 但是眉宇间却显然光彩 说道 我讲自力浅薄 只怕难以服众啊 他并不是拒绝 只说难以服众而已 其实本都倒不良认为 楚欢笑着说 宣元 你出身宣元世家 而且自幼变在航务 那是真正的军人 虽说你并没有在平息军中待过 但是凡事都有第一次 以你的才干 未必不能担起如此重任 更何况这也不是真的就让你成了平息将军 只是暂待而已 在朝廷的旨意下来之前 本都倒觉得你可以撑上一撑 宣元圣财说 如果是这样 末将倒未尝不敢一事 众人面面相取啊 心想 宣元圣财倒也不客气 心中却明白 虽说是暂待平息将军 但是朝廷只怕 还真难选出合适的人选 楚欢竟然想服宣元圣财上位 回头自然是上书朝廷宝剑 宣元圣财的身后 毕竟是强大的宣元世家 朝廷只怕就此顺应局面 到时候一道旨意下来 直接将宣元圣财扶正 霍无风 双拳紧握 只想起身反驳 可是他身上现在沾上了石 只怕话没出口了 还又被楚欢再行整治了 雄如海虽然伤重不起 但是也知道事关重大 他知道韩阴和芳如水晶离心 虎风现在已经被制住了 现在唯一能反驳的 也只有自己了 强称的说 我不同意 楚欢俯视雄如海 含笑问道 雄偏将有一件 当然 雄如海想大声说话了 但是声音只要一大 胸口就剧痛 只能让声音轻一些 雪原圣财 果然是 雪原是家的子弟 但是日居末将所值 他最多统帅的人手 也不过几百人而已 而平夕军八大营 加起来有今四万兵吧 雪原圣财 从无统兵的资历 又怎能 又怎能就这般担负 平夕将军之职呢 他胸口疼痛 顿了顿 顺了两口气 再继续说 绝物大事 非同而戏 不是总督大人 散言良语 就能决定 平夕军 不是地方军 隶属于兵部 在朝廷的任命 下来之前 谁也 谁也 没有资格 同管平夕军 楚欢淡淡地说 如此说来 雄偏将是准备 让平夕军群农无首 八大营各自为政 散杀一团 这还怎么打仗啊 实在 要选出自残代的将军 那也该由 有平夕军 内部商议 召集八大营的偏将军 从中选择 雄如海 喘气如牛 末将不相信 八大营的偏将军 都是白战沙城的将领 即使有庸才 但总不至于 八大偏将 没有一个 积不少学员生才 楚欢起身来 走到雄如海身边 背负双手 居高临下而视 见到雄如海 一双同龄般的大眼睛 也与自己针锋相识呢 微微一笑 说道 说来说去 雄偏将是觉得 本都没有资格 过问平夕军物 雄如海 倒也不会是条硬汉 逆境之下 并不畏惧楚欢 说道 不错 我就是这个意思 帝国有法度 为了防止 地方总督 独揽大权 所以朝廷明文规定 总督不得插手军物 平夕军 是直接隶属于朝廷 你更没有资格插手 如今 总督大人 主理正事 却要过问军物 难道是下 军政一把抓 这话说的 已经十分直白了 不少人都是 微微变色 心想 这雄如海 果然是五大三宗 没张脑子呀 这种时候 还要与楚欢作对 自然不会有什么 好结果了 楚欢微笑地说 雄片家 那你可知道 本都离京之时 得圣上赵剑 赐下了 邻机独断的权力 圣上对本都的旨意 是要不惜一切方法 稳定习惯 平夕军群龙无首 已经危及习惯了 本都自然要过问了 摸着下巴 淡淡地说 不瞒你说 圣上赐下了 本都金剑 金剑就等若是圣上 谁要是在西关 兴风作浪 本都的眼睛认人 可是金剑 却认不得人 怎么 雄片将要不要 本都请出金剑呢 雄如海 张罗张嘴 却没有说出话来 他刚才说的直白 这楚欢却不含糊 言语之中 那已经是带着 威胁的意思了 见雄如海不说话 楚欢这才转身 含笑问道 诸位大人 韩片将举见轩辕圣财 暂待平夕将军 不知道诸位 意想如何 一切 一切一切都凭大人裁决 这话倒不能这样说 请你们过来 就是不要一言堂 楚欢说 大家都表个态 这是西关的大事 大家都是西关的父母官 如此大事 都该说出自己的见解 直视方如水 问道 方便将 你意想如何 轩辕圣财 年少英雄 出身将门 由他暂待平夕将军 将士们不会有太大的意见 我等也愿意听从差遣 诸位大人呢 这个 轩辕将军 确实是最佳人选 众人知道 今日若是不表态 只怕谁也出不了门了 只能顺着楚欢的意思 楚欢含笑 听到众人纷纷赞成 这才转身 说道 轩辕圣财 既然是众望所归 你就不要推辞了 你有几位偏将帮衬 在朝廷之意下来之前 你就暂且搭理平夕军的军务 学院圣财拱手说 末将 愿师子报教朝廷 来人 取令符和将军印 楚欢沉声说 话声刚落 门外很快就有人进来了 似乎早就准备好了 用预盘拖着 楚欢当着众人之面 将平夕将军令符和将军印 交到了轩辕圣省财的手中 语重心长地说 轩辕 从这一刻起 平夕军就暂且交给你 只盼你讲法分明 不要辜负朝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